第1934-2049章,贵求订阅 第1934章杀上离世大院 大离世家 优雅的庭院中,几片青色的叶子在风卷中款款飘落,黎东坐在自己的长长躺椅上,眉间欲结着一股蛋疼的忧愁。 哎,南西山审判会最终落在了唐月的手上,本来他这个副审判长幼柱也是顺势升迁的,可他终究是站错了队,搞得现在他不得不另想出路了,也不知道族会这次会不会再帮自己弄到一个好差事。 砰! 一声中响,黎东被下腿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当他爬起来的时候这才发现一个人从庭院里把墙另一头成一个抛物线飞了过来,并且正好就砸在了这个大庭院的中间,毁掉了园丁们辛辛苦苦裁剪出来的树丛造型。 此人身上还残余着一些火焰,被烧得满身是伤。 黎凯,这是怎么回事,黎东很快就认出了自己这个堂弟,满脸疑惑的问道。 黎凯现在是南义法师团的成员,他的职位都比自己这个挂名审判会成员要好了,但黎东搞不明白这么一个悠闲美妙的午后,黎凯这是跟谁在院子里切磋,被直接打成这副鬼样子。 嘣! 又是一声巨响,庭院漂亮的篱笆墙重重的碎成粉末,呼得一股热浪从墙外面席卷了进来,正是一片鲜艳如霞的火焰,如地毯一样铺满了他们家族大院的外围。 火焰里,走出了一个人来,此人也性十足。 全身那熊熊之势好像能把他们整个世家给点燃引爆了一样。 此人附近还围了不少家臣,这些家臣实力分次不齐,但其中也有好几名都是高阶,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阻拦这个火焰里的邪影,纷纷在一旁。 什么东西,老子不常在凡雪山,飞鸟基地是,不代表你这种阿猫阿狗也能够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的。 一个气势十足的声音传出。 这时,正在开家族会议的人也纷纷听到打斗声冲了出来。 他们大离世家好歹也是飞鸟基地城市的老资格,随着飞鸟基地城市的发展,他们更是水涨船高,成为了东南部前三的家族势力了,谁能想到今天竟然直接被人这样破门而入,简直是不想继续在国内魂了。 莫凡,黎光这位老狐狸走了出来,却是一眼就认出了火焰中的人影。 火焰里,那人坦然地踏入,正是莫凡。 黎光气得两眼昏花,过往很长时间作为大离世家主持大局的,黎光都是在和睦凝雪和睦着云斗,确实还真没太把从来看不见的莫凡当作一回事,可哪知道第一次正式的碰面,却是莫凡这个混尸魔王直接打到他们世家大院的大门口了。 简直欺人太甚。 我只问一次,穆白是不是你们暗算的? 莫凡根本不跟这群人讲半点的情面,本来就是对立,何况大离世家的人没少给樊雪山找麻烦,跟他们还客气的话,莫凡就不叫莫凡。 什么穆白,你这家伙不要仗着有少政大议员为你撑腰就可以这么胡作非为,这里是我们的私人领土,是我们大离世家的家族大院,你这样私闯还动用魔法,我们完全可以不经过魔法协会的同意将你就地处决了,哪怕到了大议员那里,我们也不会畏惧。 梨匡真是被人打到脸上了,气得指着莫凡怒吼道。 堂堂大世家,被人这样打身宅大院,要是让莫凡安然无恙的离开他们以后不用再在中国魂了。 我赶来,就没把你们这群只会玩弄阴谋狗树的东西放在眼里。 莫凡继续向前走去,目光锐利如雷电那样死死的盯着梨匡。 梨匡被这股气势给震住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莫凡的修为会高到这么恐怖的程度。 你别以为我们大离世家没有人,给我上,谁能将他宰了,我封他为供奉长老。 梨匡对着那些家臣说道。 家臣里面是有些高手,可和现在的莫凡比起来确实连一根小指头都算不上,哪怕是有那么一两个超阶坐镇,并且就在这现场,他们没有看清楚状况之前也不会贸然出手,超阶级的战斗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很容易就会波及到整个家族大院。 息怒,息怒,组长您先息怒,让我先问问他,梨东发现两边剑把弩张,自然知道真要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梨东也不等梨光发言,立马跑到了莫凡的身边,满脸都是笑容。 莫凡瞥了一眼这根墙头草,没什么好脸色。 莫凡老哥,虽然我们两家是有一些过节,但那也只是立场问题,像你今天这样没有来由的杀到我们大院来,我们大院里也有一些老少妇孺的,哪怕是要撕破脸皮你死我活,咱们也选一个时候,选一个地点是吧? 当然,事情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你先吸了你的火,掐了你的雷,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吗? 梨东说道。 问问你们李凯。 莫凡极其没有耐心的道。 李凡知道事情出在李凯身上了,急急忙忙的将他扶了起来,一个劲的实眼色道,这莫凡的实力我是见过的,没几个抄街法师根本就拦不住,这件事你先忍一忍,把情况说明白来,不然你这个狂人的性格,真就当场把你宰了扬长而去,我们也拿他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我,我真没有。 李凯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被莫凡狠狠的打了一顿后,他就没敢再那么心高气傲了,开始说起了人话,我承认,在姓林献上的时候,我没有守好木白的背身,让他被大海妖给偷袭了,可真的不是我杀了他,我没有杀他,真没有,我嫉妒他的职位,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做那种事情,我哪敢呢? 你杀了木白,难易法师团的魁首,李东惊叉道。 没有,真没有。 我只是疏忽,让他受了伤,他自己也说没有事,可后来就不见了他的人影,我们难易法师团在厦门找了几天几夜了,就是没有找到,你们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谋害他呀。 李凯似乎真的怕了。 他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莫凡这人是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第1935章被什么盯上了? 李凯,你把当时的情况仔仔细细的说清楚。 莫凡老哥,我们大黎世家也是讲信义道义的,假如他真的因为嫉妒心加害难易法师团的魁首,我们大黎世家也绝对不会包庇他的。 李东说道。 我真没有杀他,当时一下子出现了太多的劣赃者,我们实在人手不足,而且木白受伤了之后,你们樊雪山的白红飞一直都是在我附近的,他可以为我作证,我绝没有加害他。 李凯有些惶恐的说道。 再具体点。 莫凡重重的道。 是这样,猎赃者忽然来袭,魁首将大家分散在快速公交大桥的两侧,我看到了一只猎赃者的身影,但不确定是不是别的什么,就觉得以魁首超阶级的修为,没有理由察觉不到那东西的,所以就只顾着眼前了,谁知道魁首马上就背部受伤了。 我跟过去支援的时候,木白已经将那头劣赃者给杀了,他也跟我说只是小伤,随后白红飞就一直在我的附近,我根本没有机会害他呀,更何况,人不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吗,或许他还没有死呢。 李凯说道。 他当时什么状态? 莫凡接着质问道。 状态,大概就是有些目中无人,哦,我想起来了,他有些魂不守舍,我跟他交代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走神,我以为他很看不起我,但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一点那种感觉。 李凯说道。 莫凡听了之后,不禁陷入到了思考中。 白红飞当时和木白他们那些男异法师团的人在一起,从白红飞那里莫凡得知了一些情况,现在跑到这大离世家来其实也知道李凯杀木白的可能性不大,只是这家伙正好在自己气头上犯贱,不给他一点教训他很可能还会胡编乱造一些影响自己判断的话来。 有的人,真的是五行欠揍,直接把这些事情告诉自己不久完了,非得逼自己动手。 莫凡老哥,你看这件事你去求证一下白红飞。 应该就知道我们李凯是真的没有做那种事情,木白失踪的事情我们也很悲痛的,你看要不还是先回去再打停打停。 李东好言相劝道。 李凯,你最好已经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了,否则我还会上来。 莫凡冷哼一声,直接收起了身上的火焰,转身朝着大离世家大院外走去。 踏过了被损坏的高围墙,这个时候却听到背后李匡怒不可止的声音,莫凡,你以为我们大离世家是你想闯就闯的地方吗,打伤了我的子弟,就这样走了。 你不想我走。 莫凡只住了步子,转过头来脸上满是狂人的笑容,行啊,我留在你们这里多玩会,没准能有什么意外的线索,反正我现在毫无头绪,更一肚子火气,咱们老丈也一起算了。 黎匡听到这句话,脸色更是气得发红。 家主,家主,算了算了,就是坏了点外围墙吗,没什么事情的。 黎东急忙劝说道。 什么叫算了,这家伙就是欺我们大离世家无人,黎匡怒道。 那个,我们好像确实没人。 黎东弱弱的说道。 黎匡听到这句话,狠狠地瞪了一眼黎东,但仔细那么一想,眼下除非他黎匡自己亲自出手跟莫凡撕起来,不然其他那些自己花了不少钱培养的闹肿子弟们还真未必能够在别人手底下走过一招办事的。 堂堂大离世家,被人家一个人闯上来,竟然没那个实力找回颜面,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莫凡老哥,你还有事就先忙着吧,我们就不招待你了。 黎东笑容满面地说道。 这个炸药包,这个大瘟神,能赶紧送走就赶紧送走,黎东可没有忘记当时南西山的审判长都被莫凡给处理了,他们大离世家里面现在还真没有几个实力有比审判长朱起强的。 黎匡又能怎么样,他一个老骨头还真怕和莫凡这种血气方刚地打起来,伤筋动骨,没多少年便进了棺材。 这件事我会亲自想你们讨个说法的。 黎匡当然不能在自己族人面前输了气势。 最后还是指着莫凡道。 我人就在这,要说法你就现在来要,这漂亮的离墙多少钱,反正我是不会赔,你们离开的医药费,我也不会给,莫凡多多逼人道。 换作是前几天,莫凡还得忌惮一下大离世家几个坐镇着的超阶级法师,包括黎匡这个老奸巨华的东西,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全部都是扯淡,暗影系的超阶让莫凡有这个资本跟他们大离世家玩,大离世家本就是樊雪山的一个机眼,不把他踢了还真不舒服。 黎匡一下子哑口无言,老脸更是挂不住了,气得肺快要炸开。 莫凡老哥,我们家主的意思是如果离开想起什么别的当时情形,一定会知会你一生的,总之你先下山吧,我们就不留你了。 黎东赶紧说道。 默凡特意等了几秒,见大离世家这群软骨头真没有人敢出手,不懈地勾了勾嘴角,继续往离墙外面走了。 站住 就在这时,一个女子带着几分凌厉气势的声音叫住了默凡。 默凡转过头来,隐约觉得这声音是有那么一点熟悉,只是之前听到的时候他不是用这样的语气。 默许棉,你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个莫凡简直无法无天了,不仅没把我们大离世家放在眼里,更是没把我们牧师当一回事啊,今天他敢这样闯我们大离世家,明日就会踩到牧师大院里去,绝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了。 黎匡看到了默许棉出现,更看到了救星。 默许棉的实力是有的,怎么也能够为大离世家打头阵。 我当是谁,好像我没抄接的时候,你就被我干掉过吧。 默凡看到默许棉,反而笑了。 默许棉没有理会黎匡的话语,也没有理会默凡的嘲讽。 他走到了默凡面前,一改往常那富当骚的样子,面无表情的问道,我想我知道木白被什么盯上了。 第1936章 复仇风母 你知道,默凡有些诧异的看着默许棉。 换个地方细说吧。 默许棉说道。 可以,你挑地方。 默凡点了点头。 默许棉对于默凡这次闯入的行为没有丝毫反应,与默凡一同下山了之后,顿时把大离世家的所有人看傻了。 什么情况,默许棉作为牧师那边的人,他们整个大离世家最要依仗的人,怎么这么奇耻大辱的事情说算了就算了。 家主啊,我们平时给凡雪山的人整点不自在的就行了,这个默凡本人是真得别去招惹,你可不知道,前段时间又有一个议员因为这家伙彻底毁了。 默许棉好言相劝道。 凡雪山的其他人,做事情都还会讲一个大局为重,还会走世家那一套,在没有真的你死我亡的程度,都只会在暗中较劲,在资源上争抢,不至于撕破脸皮直接动手。 莫凡呢。 他是凡雪山的人,可做事情就跟个莽夫一样,非得弄个两败俱伤不可。 这种人,真的少惹为妙,何况很多时候他们会伤得更惨。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还以为慕凝雪才是他们凡雪山最强的人。 黎光气愤无比的道。 年轻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哪像他这个老骨头,再多的资源,再好的修炼环境,修为要想再往上一步都不太可能了。 牧师那边要再不派遣一点真正的高手过来,他们大离世家是再难压得住凡雪山的气焰。 只是,看到牧许年刚才那反应,梨匡又忽然觉得希望更渺茫。 算了算了,凡雪山的恩怨主要是来自牧师那边,他们大离世家这种做马前卒的,连牧师自己都不上心,自己何必跟这种疯子整个鱼死网破。 走下了山,大离世家的门宅离飞鸟基地市市区并不远,和最初来飞鸟市的时候不一样,原本围绕着飞鸟港口这么一圈的中心地带早已经向内陆地区辐射了,高楼林立,街道繁华,感觉像是第二个魔都上海。 顺着港口大道一直不行,牧许年确实像变了一个人。 浑身不散发着那股子骚骚的气息的牧许年,看得反而会让人顺眼一些。 你是怎么知道木白被人盯上了的? 莫凡不解地问道。 没有人告诉过你我中了亡灵魔法的事情吗? 牧许年说道。 知道,莫凡硬道。 哼,也怪我倒霉,正好撞上了那个东西,但也怪那个家伙倒霉,撞上了我牧许年。 牧许年阴狠狠地说道。 没懂。 莫凡说道。 我只能说当初你在那个次元小镇里运气比较好,正是我的复仇之风母休眠的时候,不然就凭你那点本事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牧许年说道。 先说木白的事情行不行? 莫凡道。 我中了亡灵魔法,剩下个半条命,到现在才修养好。 但我另外修炼的一个魔法是毒系,身体里存在着一只与我灵魂共生的风母王,他不会为我战斗,但却会在我死亡的情况下为我复仇,将杀死我的人也一同杀死,除非那个人的实力能够比我强出很多很多,否则我的复仇风母一定能够将他杀死,然后自我灭亡。 牧许年说道。 可你不是还活着吗? 莫凡说道。 我是活着,但要了我半条命的人,他也得付出近乎等同的代价。 牧许年说道。 哦! 你的意思是,你的复仇风母其实已经锁定了那个上次用亡灵魔法加害木白的人了。 莫凡眼睛一亮道。 上次牧许年会差点死去,他们也在猜测那个行凶者有可能是对付木白的,牧许年自己做的跑去木白屋子里住了几天几夜,有一定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背下了亡灵之咒,通过难以察觉的食物,亡咒气息,屋子里的一些星号纤维。 是的,我现在已经康复了,只要我释放出复仇风母,就能够找到那个想要牧白死的人。 牧许年加重了语气道。 可这次他在厦门失踪,莫凡说道。 一定和那家伙有关,从那个人失的亡咒我就知道,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木白的命,你们之前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难道你也不想想,无论是劣赃者还是李凯,有可能动得了超阶级的木白吗? 除了上次在木白屋子里动了死咒的家伙,还能有谁让他这样平白无故的消失? 牧许年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觉得牧许年这番话非常有道理。 而且,灵灵也做过了这方面的推断,这整件事最让莫凡困惑的是,假如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为什么在厦门海妖大战的时候,对方始终没有出现对自己下手,反而又选择了木白。 听牧许年这样一说,莫凡也坚信,对方的目标就是木白。 那个行凶者的实力很强,你最好再拉上一两个能打的,他应该还在国内范围,我的复仇丰姆会带我们找到他,但愿木白那家伙还活着。 牧许年说道。 好。 莫凡点了点头。 别找太远的,时间紧迫,我的封姆告诉我,那行凶者正打算远顿。 牧许年说道。 我叫上木凝雪。 不够,就我们三个人未必是他对手。 牧许年说道。 你也去。 莫凡有些诧异道。 哼,虽然是因为他差点死了,但终究是他救了我的性命,一马归一马,我不喜欢欠别人什么。 牧许年说道。 莫凡没觉得牧许年在骗自己,只是从他的描述来看,那个行凶者实力非同一般。 现在莫凡最多呼唤上赵满言,柳如,其他人面对那个可怕的行凶者很可能会被秒杀。 可惜,现在是白昼长的季节,吸血鬼伯拉不怎么适合出现,上次他在白天前往虚岛后就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不然有这家伙在的话,事情应该会更有保障很多。 短时间内,莫凡能够唤上的就只有赵满言和牧宁雪了,他们都是抄接。 牧许年也加入,算上自己,一共四名抄接法师。 真要好好会一会那个一直藏在阴暗中的家伙。 第1937章 尸体标本 狂风暴云过后的海港总是格外的干净,好似所有悬浮在城市附近的颗粒粉尘,浮躁阴暗都被一口气吹走了,蓝天格外的蓝,海格外的绿。 离海城游艇港口,一群穿着特色蓝白水手制服的女郎们站成一排,她们身姿挺立,曲线惊人,再加上这一身紧致的衣裳,景色诱人至极。 港口处停着一艘白色的豪华大游轮,除却在登船口有这么训练有素的接待女郎们之外,在甲板上还立着一群穿着深蓝色制服的魔法师,这些法师标杆般立在上面,神色冷峻严肃,气势凛然,无形中就给人一种强大无比的感觉。 登船梯上,陆陆续续有许多穿着艳丽服装的男男女女开始登船,男人们目光多数逗留在迎宾女郎们身上,流连忘返,女人们却是满脸的不屑,自视清高,但眼神怎么也会在不被人察觉的时候看几眼那些甲板上透出阳刚之气俊逸无比的男法师们。 无论是身体素质上和精神气质上,法师怎么都会比那些不修炼的人出色很多,如今这个社会妇婆们养着男法师的新闻不算少见,而这艘开往外海,抵达日本东京的度假游轮的游客里面其实并不算少见,那些手挽着手登船的男男女女们也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固定的伴侣,等游轮驶入到了辽阔无银没有任何约束的汪洋上的时候,他们其实还可能单兵作战,各自烈焰,这艘游轮上至少有一千三百多人,总会有如今。 无意的,哪怕没有,举办方也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先生,一个人。 身穿着一身沙滩白制服的身份核查人员问道。 先生。 一头短发的人接下了墨镜,那双带着几分浑浊迷离的眼睛看了一眼高大充满和尔蒙魅力的男游轮经理。 哦,抱歉,抱歉,您是一个人吗,美丽的女士。 男游轮经理改口道。 暂时是,这是我的船票。 短发女士说道。 您的房间是至尊豪华层的1316房间,会有服务生带您前往。 冒昧的问一下,您有一件需要我们托运的超大号行李,虽然我们有规定不能够擅自对尊贵的客人进行行李检查,但为了一些隐患的存在,我们还是需要您配合一下我们,主动告知我们超大号行李里面是什么。 男游轮经理说道。 登传了财问,你们做事情也够迟钝的。 短发女士说道。 这样,我给您带路吧,沿途您可以尽可能详细的告诉我,哪怕有什么不方便的透露的,我也会酌情给予通过。 男游轮经理说道。 好啊。 短发女士踩着小跟鞋,迈着优雅的猫布踏上了游轮,手边的一个僵色的小拖行包也很自然地交到了男经理的手上。 游轮以酒店式管理,男经理想来级别也不低,交代了其他服务员一声,让他们继续迎接后便跟随着短发女士往至尊豪华层走去。 我给您大致介绍一下,甲板层有一个大宴会厅,是晚宴时使用的,今天入夜时分就会举行,到时候请穿上碗礼服,我相信会有无数男士被您吸引。 客房的第七层有酒吧,餐厅,健身房,KTV,影院,九层室,男经理语速平缓地介绍道。 我对这些不大感兴趣,前面就是我的房间吗? 短发女士问道。 是的,在您进房间之前,能不能回应一下关于大号行李的问题,我们的安检扫描的结果不是太让人放心。 男经理说道。 我们可以进屋说,因为每当别人问起我的职业时,那个人不管是否对我感兴趣,都总愿意听下去,这恐怕需要花一点时间,如果你不忙的话。 短发女士说道。 是有点繁忙,不过事情总是可以想办法交给别人来做,但我毕竟还在工作时间,最多只有半小时。 男经理微笑着道。 哦,哦,半小时,不算短了吗? 短发女士意味深长地说道,说吧就随手关上了门。 进入到了房间,男经理将礼帽给摘下,露出了一张很精致英俊的脸庞。 现在可以了吗? 男经理问道。 当然可以,我喜欢这种直截了当。 说着短发女士就将双手绕到了脖子后面,解开自己绕颈裙带的细节。 哦哦,我想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可以告诉我您的大号行李问题了吗? 例行公事,关于这个,我想我们可以约一个更宽裕的时间,半小时确实太短。 男经理急忙说道。 差点忘了。 其实我的工作比较特殊,你听了的话可能会被吓走。 短发女士说道。 我见识也不算短浅。 男经理说道。 我的大号行李里面装着一具尸体。 短发女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说完这句话就抿了一口,然后抬着眼睛看男经理的反应。 尸,尸体,男经理明显没有想到这个,满脸的诧异。 还想听下去吗? 短发女士问道。 当,当然,我们邮轮上应该是不允许携带这个的。 男经理说道。 事实上在进行安检扫描的时候,他们就有大致过目过那个密封着的大长箱子里面的东西,确实是一个人的形状,这才特意派他来询问。 放心,我可不是一个杀人凶手。 我呢,是一名标本工作者,标本主要是人,在国际上有合法的研究证件。 我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些比较完美的尸体,将他们用一些比较高明的防腐手段或者冻结手段封起来,保存在你们打不开的那个银丝木长箱子里。 哦,你也可以称之为棺材,我们叫做保鲜箱。 如果你对医学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一具保存相当完整并且没有零件受损的尸体是多稀有的物资,我现在的这个标本堪称完美,是我们这么多年工作以来收集到的最好的了。 我想我会在接下去的研究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心情非常的舒畅,这才特意乘坐你们的邮轮回日本。 短发女士也不紧不慢地说道。 第1938章 邮轮巡猎 这个,您的工作确实很特殊,只是您如果要将您的标本运回去,不是应该走一个更常规的途径吗? 南经理说道。 常规途径 这个职业本就很少有常规途径,中国的海关永远都很严厉,哪怕有国际上最权威的学术资格,在他们老旧的思想里,这种行为就是极其不尊重死者,哪怕他们不能扣留我和我的标本,也会整出不少麻烦的事情。 短发女士说道。 原来是这样,我们邮轮确实在海关检查上有那么一些小特权,这样如果您确实能够给予我们国际上的资料和证件,还有有关这个标本的授权,我们可以不强制开箱检查。 南经理说道。 你要的,里面都有。 短发女士好像早已经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将一家子证件本地给了南经理。 我们需要在您乘船的这段时间保留您的这些资料和证件,在您下船的时候再归还给您,可以吗? 南经理问道。 可以呀,只要到了日本海域,哪怕没有这些证件,我也安然无恙,并且谁都没有资格碰我的宝贝。 短发女士笑着说道。 谢谢合作。 那个,您那个保鲜箱,蜜蜂做得如何,我只是为其他乘客的托运行李考虑,没别的意思。 南经理弱弱的问了一句。 蜜蜂完美,上面有一些禁制,实力弱的人未必打得开,这点你们大可以放心,我和我的员工们都是最专业的亡灵系严丝成员。 短发女士说道。 原来您是亡灵系法师,那这样我们就更放心了。 南经理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亡灵系法师对尸体感兴趣这是一个不算隐晦的话题了,魔法协会已经严肃规定过所有亡灵系法师的尸体的得来必须是符合魔法功法的,同时他们也会对亡灵系法师有一些特权,那就是在尸体素材上面的放宽。 那我先去上交您的证件,有什么吩咐可以用您房间的座机输入我的工作号,会直接传达到我的通讯器上。 南经理听完这些,本来还有那么几分想玩刺激的,顿时兴奋点全无。 不多做一会了吗,我们的谈天才不过五分钟。 短发女士问道。 南经理看了一眼女子的证件,又抬头看到短发女士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在知道对方的职业后,他感觉对方的笑容都怪怪的。 我还需要工作,祝您旅行愉快。 南经理急忙走到了门口,打开了房门。 你的帽子。 短发女士说道。 哦,哦,抱歉。 南经理拿上帽子,尽可能装出来的镇定一下子暴露无疑。 走出了房间,南经理大大的喘了一口气,脸色一下子苍白了许多。 真见鬼,怎么就撞上这种事情。 南经理脸上那标准的笑容马上就没了,一脸的嫌弃。 他重新看了一眼短发女士的证件,自言自语道,上山秦子,还是个日本妞,也不知道大副知道了这个会怎么想。 哎,算了,魔法师的事情,魔法协会才管,那尸体是不是他自己制造的,我们哪管得这样。 碧海蓝天,邮轮终于驶出了港口,一点一点的远离了陆地。 人在陆地上的时候,便好像什么都被约束着,法律,道德,为人,性情,可一到这只有一片汪洋的海上,感觉披在身上的所有伪装就被撕碎了,内心里的那个真实的自己也彻底释放了,只要不太过分,什么都可以尝试,只要感兴趣的东西,尝试一下,过分了一点也无所谓。 正是这样一个无比自由又封闭在一艘游轮的特殊环境里,给人带来的刺激感是什么地方都取代不了的,所以任凭整个国际都在发出海洋警报,仍旧有很多痴迷于游轮的人出海旅行。 海妖 不是有魔法师吗,他们生来就是保护他们这些人安全的。 这也是为什么登船的时候,甲板上必须站着一排气势凌然的法师的原因,他们就是出海的保障,保障游轮上所有人的放纵与享乐。 海阁外的平静,前部九夏门的风雨狂灾丝毫不影响这群人的出游,上了这艘游轮,一旦他开始驶离港口,就意味着所有人进入了一扇狂欢的黑暗大门,门还会禁闭着,外界世界的纷纷约束在这里都不适用,可以彬彬有礼,也可以粗鲁放肆,得到自己想要的即可。 晚宴,晚礼服与燕尾服占据了整个大宴会厅,这是开船的第一个大仪式,基本上旅客们都会参加,大家在这里选好目标,搜寻猎物。 一身西装,将身子板修饰的格外挺拔,一双带着迥异光泽的黑褐色眼睛,眉宇英气十足,基本上没有怎么穿过正装的莫凡立于人群中,还是有几分出众耀眼的,相比于某个一头金发在那里疯狂秀自己老贵族是礼节习惯的赵满言,莫凡是要显得干净利落很多,吸引了少妇们的目光。 可惜这些如狼似虎的女人们每每看到莫凡身边站着的一位魅艳四射的绝色女子之后,都会纷纷打消了念头,这女人实在漂亮的让人难以嫉妒,只能够选择褪败。 我们总不会真的跟着这艘游轮一直到日本海吧。 莫凡心思倒不是狠在这个群方宴会上,他询问着旁边和赵满言假扮伴侣的穆许棉。 他登船后,我的封母就无法锁定了,得他使用魔法,穆许棉低声说道。 这艘游轮少加上船员,服务业人员,战斗人员少说两千人,在这种人多地方又狭窄的地方和那家伙战斗,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呀。 赵满言说道。 先找到那家伙才是最关键的。 穆宁雪说道。 就算找到了,别轻举妄动,最好能够探知他的能力,或者用比较稳妥的办法直接控死他。 穆许棉说道。 对方实力很强,穆许棉差点死在他的亡灵系魔法手上,穆白更是在厦门遭到了暗算,生死未卜,现在游轮上有这么多狂欢者,在没有了解对方的身份和具体实力能力之前,他们也不敢轻易暴露。 要小心,非常小心,对方和他们一样潜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狂欢游客当中,要找出他,截下他,拿下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1939章 活着的标本 客房内,上山勤子只穿着单薄的泳衣躺在靠窗的懒人沙发上,那双眼睛满目无聊的凝视着大海。 日本到处都是海,海没有什么可稀奇的,本以为这次游轮上能够遇到那么一两个有趣的人,看来是要让自己失望了。 咚咚咚。 敲门声轻柔的响了起来,上山勤子眼睛里闪过一丝月色,但很快他又意识到这样敲门的石油星号是服务声,若长得还可以的话。 戏弄一番,一般般的他连看都懒得看几眼。 门没关,进来。 上山勤子说道。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外面传来了一个柔而又魅力的男子声。 说着不太好,那人还是推开了门,房门是正好对着另一端的懒人沙发,也正好能够看见只穿着泳衣在那里露着身材的上山勤子。 是你。 上山勤子有些惊喜的说道,目光带着几分炙热的看着这名有着一头金发的男子。 金色头发一般只有欧洲人能够比较好的驾驭,鲜艳高贵的发色,线条凌厉的脸庞,彰显出那种与生俱来的贵气与权威。 但是这名男子是东方人,偏偏金色的头发在他脸庞上一点都没有违和感,那句美道让人有些窒息的面孔可以让一个女人瞬间浴火焚身至少这绝对是上山勤子喜欢的完美类型。 我在泳池里捡到了你的卡包,布桥上面有你的房间号,想着你应该会为这个着急,所以亲自送了过来。 金发男子温文尔雅的说道。 假如我告诉你,我是故意放下的呢? 上山勤子笑咪咪的说道。 那我会告诉你,我也是故意送来的。 金发男子说道。 两人相视一笑,上山勤子缓缓的站了起来,用小猫布走到了金发男子面前,像欣赏一个艺术品一样围着他转了一圈,柔软的手掌放在他肩膀上,并顺势将房间的门给关上。 这里的客房不是我喜欢的,想不想来点更刺激的。 金发男子很是上道,他这头老鸟一眼就能够看出什么女人不需要在他们面前伪装,因为他们更加按捺不住。 我先听听看。 上山勤子说道。 我喜欢昏暗,喜欢凌乱,带着一点小肮脏,地下室,逃生梯,天台水塔,金发男子说道,开口就是老司机的吊吊。 我也喜欢昏暗。 上山勤子说道。 去邮轮货舱如何? 可以保证那里没人。 金发男子斜斜的笑道。 有人也没关系。 上山勤子道。 两人又是互使一笑。 邮轮货舱一般会几名船员管理,邮轮作为豪华旅游的同时,也会运在一些比较昂贵的货资,除此之外还有所有船上人员的拖运行李。 邮轮货舱很大,处在下面几层,到了这深夜,货舱的人员都开始打瞌睡了。 在泳池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在与你交谈了蛮久的,是你丈夫吗? 金发男子问道。 当然不是。 上山勤子白了金发男子一眼,似乎了解到了对方的刺激点,妩媚的补充了一句道,我丈夫在日本,现在多半还沉迷在某个女优的蝶片上。 这样,我还以为那个船手和你有关系呢,那么你们为什么交谈那么久呢? 金发男子接着问道。 上山勤子有些不开心,他其实早就泥泞不堪,想立刻狂野一番,但既然对方发问了,他也不好交集,那样显得自己太没有耐心。 他们在检查我的资料证件,我携带了一些让他们不太舒服的东西到邮轮上,打算带回日本。 上山勤子说道。 嗨粉。 金发男子问道。 比那东西兴奋多了。 上山勤子说道。 是吗? 那我还真有点兴趣。 金发男子说道。 等知道是什么了,你就不一定会这么说了。 上山勤子说道。 那我还真想尝试尝试一下,我涉猎很广,正好可以作为我们的调味钱菜。 金发男子说道。 上山勤子听到这句话,眼睛里却流露出止不住的兴奋。 他的兴奋点可不是昏暗,而是能够和自己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事情。 我知道我的行李编号,你有兴趣看的话,我一点都不介意,但愿你看完之后还能够坚硬。 上山勤子说道。 我涉猎很广,一般般的东西还真没法让我激动。 穿过了众多货架,上山勤子真的带赵满颜前往了他的杰作。 怎么是冷藏? 赵满颜有些意外道。 你不是涉猎很广吗,可以猜一猜了。 上山勤子笑道。 赵满颜没有回答,跟着上山勤子进入到了冷藏的货间。 冷藏货架上有一个长方形的银丝木箱,形式棺材,外面进行了一些伪装而已。 现在呢? 上山勤子问道。 呃,还是猜不到,可以打开吗? 赵满颜问道。 当然不行,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它封存起来,一旦打开里面的冰藏之气就会被空气污染,空气里微生物有多少你不会不清楚吧,那会腐坏我的宝贝的。 上山勤子说道。 腐坏。 你别告诉我这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里面装的是一具尸体。 赵满颜说道。 你猜对了。 上山勤子话还没有吐出,银丝木棺材里忽然传出了一阵敲打之声。 赵满颜愣了一下,那双眼睛一下子盯住了上山勤子。 上山勤子却没有觉得太奇怪,他笑了笑解释道,尸体始终都会兴耗的,再好的尸藏术都不可能让他们保全完整,而越鲜活的尸体就越有价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收集标本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界定放宽一些。 什么意思,赵满颜神情已经明显变化了。 就是将必死而又将死的人封起来,让他一定程度上活着。 上山勤子说道。 你将活人封在死关里作为标本带走,赵满颜满脸惊恶道。 放心,我从来不杀人,我只是捡到了必死的人,为了让他发挥人类更大的价值,将他们存起来。 这个标本,即便你找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治愈戏法师也不可能救得活,我当时在厦门遇到了他。 于是将他封存了起来。 上山勤子一旦说起这个话题,就会异常的兴奋。 第1940章能救吗? 上山勤子总是能够从和别人聊这个事情上得到更大的满足,所以只要有人感兴趣听,他都会一下子把身体的需求放在后头,先满足自己精神的分享,这个世界尚可没有几个人愿意跟自己聊这种事情,沉浸在这种工作上,他快要被逼疯了,恨不得这些尸体也能够说话,跟自己谈自己的发现和研究。 所以赵满言问什么,上山勤子基本上回答什么,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影子,正悄无声息的爬到了他的昏暗模糊的影子后面,长长的爪子卡住了上山勤子影子的咽喉。 上山勤子仍旧没有察觉,这时他的身后才渐渐出现了几个人影。 你们,上山勤子发现有人,一转头才意识到不对劲。 不要伪装了,你这个亡灵巫师。 莫凡冷冷的说道。 将人杀死,再将其封仓,还作为标本运出国,这么丧心病狂的手段怎么不让莫凡愤怒,最愤怒的是里面那个人正是木白。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过了我有国际上合法的证件,现在轮船已经出了海,你们若是干涉我,我可以立刻报警。 上山勤子这才意识到这几个人有可能就是冲着自己标本而来,金发男子也是一个诱饵。 报警。 赵满言笑了。 木许棉皱着眉头,仔仔细细的盯着这个短发的上山勤子,他看了一眼尖头上的复仇风母。 不对,他不是那个亡灵巫师。 木许棉说道。 什么亡灵巫师,我不过是一个严厮工作者,就算我的取材是尸体,你们也无权干涉。 上山勤子意证严厮的说道。 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整件事,不然我会把你作为标本送到我们国家的严厮汇去。 莫凡那双黑褐色的眼睛忽然间凛然打开,一股黑暗恐惧立刻钻入到了上山勤子的脑海里。 上山勤子吓得脸色一片苍白,连连后退了几步。 他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让我们知道是你杀了他。 我会让你死后魂魄都遭受最痛苦的折磨。 莫凡根本没有哪个耐心跟上山勤子讲什么仁义。 上山勤子抵挡不住莫凡这种精神之压,吓得坐倒在地上,浑身开始发抖了起来。 我没有杀他,我真的没有杀他,上山勤子几乎带着哭腔说道。 那究竟怎么回事? 莫凡质问道。 我在厦门,我前段时间在厦门,厦门遭受特大风暴,我原本是从厦门回日本,却被困在了岛内。 当时海妖出现了,我躲入到了一个无人商场里面。 然后没多久就听见了一些非常诡异可怕的声音,我吓得不敢动,隐约听到有个人在往这里跑,也有一个像幽鬼一样的古怪东西在追。 我什么都看不见,黑糟糟的,只知道你们的朋友好像把那个幽鬼给灭了,然后奄奄一息的逃进了我所在的无人商场里。 我过了很久,确认附近没东西了才过去查看。 他快死了,他全身都冒着亡灵腐气,身体里的所有器官都在衰竭,在躺上个半小时必死无疑。 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身体快进入到彻底死亡的时候,他身上出现了一种浅绿色的冰霜,这些冰霜跟节俭一样把他包裹了起来。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上山秦子已经解开了银丝关上的锁,将银丝关给打开。 一股浅绿色的寒气马上涌了出来,莫凡,赵满颜,慕宁雪,慕许眠,柳如五人立刻朝着里面看去,发现正如上山秦子说的那样,慕白全身结出了冰残,将他整个人包裹在了里面。 还活着。 莫凡心喜道。 死了。 柳如却摇了摇头回答道。 大家目光不解的落在柳如身上,柳如开口解释道,人一旦受了重伤,比如说急速流血,重要器官破损,身体组织被破坏,生命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流逝。 他现在就处在一个约等于死亡的状态。 只要这冰残一化开,不等治愈法师施展技能,一个呼吸的时间,他就走向了死亡。 治愈法师的治愈是唤醒身体里的几十倍上百倍的修复自愈能力,他的冰残一解开,生命流逝的速度是治愈速度的十倍不止,怎么就都救不活了的,我没有欺骗你们,我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师,可我清楚人在什么状况下是一具尸体,无论用什么方式存放,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从事这个工作,发现他冰残冻结生命,大概只是不甘心这样离开人世,所以我顺势将他存在了这个银丝棺里,如果你们希望他这具遗体还能够继续保存的话,最好将他盖上。 上山勤子说道。 莫凡看着被冻结在冰残里面的木白,透过冰块能够看到他最后一刻流露出的痛苦之色,又懊恼又愤怒。 明明知道有一个可怕的家伙潜藏在他们附近,却以为对方一定会主动找上自己,却不料他的真正目标是木白。 木白当时在守卫性临线,与大海妖厮杀过程中遭到了那个亡灵巫师的暗算。 木许棉也说了,那亡灵巫师非常强大,需要他们这么多人才可以勉强应对,当时木白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却还将对方给击退,保存住这么一口气息。 莫凡,木白这个样子,心下能救吗? 木凝雪低声问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帕特农那边有一些很强大的法术。 莫凡说道。 帕特农救不了,我们这个工作的对帕特农一样很了解,他们的治愈术的基础是该生命提有生命特征,你们朋友,哪怕没有亡灵魔法的侵蚀,也不能称之为生命了。 上山秦子非常肯定的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将他带到帕特农吧,给心下看过才能够得出结果。 赵满言说道。 你们不能带走他,这是我的,上山秦子急忙说道。 哼,你想下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就尽管继续叫嚷。 莫凡冷冷说道。 上山秦子这个女人恶心归恶心,但他把木白封在银丝木棺里,也算是保了木白的这活遗体,不然等那个亡灵巫师杀回来,木白连活遗体都不会剩下,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第1941章 谁要他死 考虑到那个亡灵巫师随时都可能再出现,终结掉木白的性命,众人带上那一口银丝木棺,便直接离开了这艘开往日本的邮轮。 邮轮行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直接转头回中国花不上太多的时间,返回到陆地上,他们第一时间寻找国际航班,直接前往希腊。 邮轮上,一名穿着服务生西服的男子从上山秦子的房间里走出来,他左右看了看,发现走廊上并没有其他人,这才将房间门给轻轻的掩上。 房间留有一个缝隙,穿过这个缝隙正好可以看到躺在懒人沙发上的上山秦子,仍旧是穿着那件他自认为非常诱人的泳衣,只不过他的皮肤却不再那么细嫩,而是变得如枯老的树皮那样,正自然的从他的身上一块一块的脱落。 他那张脸上,仍旧带着几分不可置信。 希腊、雅典、帕克农,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救活得了他吗?活鬼极想杀的人,从来就没有一次逃脱过。 服务生浑身散发着一股鬼煞之气。 显然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慢了一步,让那巨活标本从眼皮底下被带走了,好消息是,他知道了那些人的动向,并且,他很清楚帕特农神庙也救不活那个中了亡灵之咒的人。 雅典城,帕特农神山。 江木白安顿在了休养山林里,心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身边除了那个老随从塔塔之外并没有别人。 塔塔对莫凡的行为非常不满,张口就道,莫凡,你把这里当你的私人医院了是吧,什么人都往这里放,什么疑难杂症都往这里跑,我交代过你多少遍了,这里是帕特农神庙,什么事情都要讲规矩。 塔塔,别说这种话了。 心下怎么会不认识木白,看到他被冰封在冰绿色的冰残之中,再看一眼他的气色便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哼,他一个死人过来,没必要浪费时间。 塔塔瞥了一眼木白,没什么好态度的说道。 心下用手放在冰冷的冰残上,以心之念去探查木白身体的情况。 冰凉,死记,甚至还会继续兴耗,假如不是他这特殊的冰残,没准莫凡将木白带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器官就彻底干枯,身体彻底腐烂了。 能救吗? 莫凡许久才问出了这句话来。 当然救不了,小子你别忘了你的契约兽,使他复活付出的都是一颗心脏的代价,你想让这个冰棺里的人复活过来当然也可以,这等于是在夺取殿下的性命。 塔塔气愤的说道。 塔塔生气生气在莫凡这小子根本什么都不懂,以为复活神术可以随意的施展,什么人都可以施展,每一种超越自然超越一切的魔法不是要牺牲更多东西的,要不是没有一颗完整的心,现在心下的修为怎么可能会这么的缓慢? 这是亡灵之咒对吗? 心下询问莫凡道。 恩,是一个很厉害的亡灵巫师,我们太大意了,没有料到他目标是目白。 莫凡说道。 这个冰残呢? 心下接着问道。 这个我知道,绿茶南前些时候还沾沾自喜的跟我谈起这个冰残的事情,他说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灵残,平时寄居在身体之中,等到主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便会吐出一种冰丝来,将人完全包裹在冰丝残里面,一方面起到保护防御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冻结伤势的恶化。 赵满严开口说道。 穆白当时想让赵满严来做这个实验,赵满严一想到身体里还寄居着一些虫子,浑身都觉得不自在,当然是没有去做穆白的白老鼠,未想到穆白拿他自己做实验了,并且还真靠着这个冰残稍稍挽救了他自己,要不然他们连怕特农神庙这边都不用送来了,直接火化,直接寻凶就好了。 心下。 莫凡现在就想知道穆白能不能救,他相当着急。 别催促了。 塔塔很是不耐烦,不等心下开口,却抢过来说道,复活神术是有施法条件的,首先是施法者的条件,其次是复活者的条件。 先不说殿下现在根本经不起复活神术的损耗,你们带来的这个人也不符合可复活的范畴。 我的问题,我会想办法克服,她的状况会比冷清姐姐严重很多,但我想我可以尝试,也会尽可能做到。 心下很肯定的说道。 殿下。 塔塔对心下的这番话相当不满,道,您现在是神女候选人,您的一个复活神术可以让您获得一大股势力的拥戴,一只杀近来如此咄咄逼人,您这样做就等于宣布放弃争夺神女之位,这些年来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 我们这些人对您的支持和拥戴岂不是被辜负了?我代表我们所有您支持的派系,是不会允许您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除了是这小子没命了,不然我们是绝不会允许您使用复活神术救任何人。 塔塔这番话说得很重很重,巧的是骑士殿的殿主海龙也走了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莫凡,又看了一眼心下。 朝着心下行了一个礼,殿主海龙开口对莫凡说道,我知道殿下是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的,所以我过来一趟。 我们暂且放下你们与这个半死人任何关系问题先不说,我想你一定要清楚复活神术的代价及大会威胁到殿下自己的生命,其次我们整个帕克农还有遍布全国的支持者都希望殿下能够打败伊之沙成为神女,你们要救这个人,他或许可以活,但我们这些已经选择了队伍的人,却等于踏上了鬼门关。 伊之沙从来都不会对反叛他的人心慈手软。 殿主海龙会出现,显然是塔塔已经打了小报告。 海龙明面上是一个中立派,但他早已经在那场帕特农神庙血雨腥风过后选择支持心下,他是心下最重要的王牌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如果他都这样极力反对,心下恐怕很难抉择。 莫凡心也沉了下来。 带穆白来,并非是强迫心下使用复活神术,他也知道这神术不是随便施展的,莫凡只是没有想到穆白的情况已经严重到非复活神术不可的地步。 这么说,他真的等于死了。 第1942章 谁要他死? 下! 塔塔,海龙,你们两位先不用这样摆明态度,我当然不会辜负你们,莫凡哥哥,你也不用着急,我现在只是一个粗略的判断。 穆白的状况是很不乐观,治愈之术肯定是无效了,但好在他自己给自己留了一丝生机,那就是这个冰残冻结。 很多死症可怕的地方不在于没有解决办法,而在于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流逝。 办法是需要时间去思考,施法也是需要准备的,现在穆白的生命暂时静止了,这给了我们很宽裕的时间去想。 心下平静的说道。 只要不用复活神术,其他什么办法来救活他我都无所谓,复活神术是一条底线。 塔塔说道。 塔塔已经明说了,除非莫凡死了,不然谁来都不行。 恩,我也是这个意思,我的建议是,等殿下成功当选神女,获得了真正的神魂降临后。 再来慢慢考虑这个人的问题。 海龙说道。 心下摇了摇头,是一两人先不用说话。 他看了一眼莫凡焦虑不安的样子,走到了他身边,握住了莫凡的手心,看着莫凡的眼睛道,莫凡哥哥,别担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心下了解莫凡,他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不到除了来这里无法解决的事情他绝不会上神山来的。 给我些时间。 心下说道。 好,那我和老赵先在山下找个地方住。 莫凡点了点头。 也行。 心下说完抿了抿嘴。 下山的路上,赵满颜在莫凡的耳边喋喋不休,摆明了就是对塔塔和海龙的严重不满。 真是的,动不动就拿什么大局来施压,最烦这种人了。 赵满颜骂道。 看看吧,心下这边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得另找路子了。 莫凡做好了这个打算。 另找路子。 你在开什么玩笑,怕特农神庙救不了的人,这个世界上又哪里还能够救? 莫凡我觉得你今天就应该住上山,好好跟你的心下做一下思想工作,免得他被那几个怕特农神庙一脸神拳之威的家伙给拐偏了,别到时候什么都来个大局为重。 这是一通废话,大局之所以叫大局是因为他不会轻易的被一两个人,一两件事左右了胜负,关键是想和不想。 赵满颜继续说个没完道。 这个你放心,心下不管在这里待多久,他心永远都是向着我们这边的。 不过,复活神术的代价真得很大,这个我知道的,至少心下现在是没法施展复活神术,不然一只杀凭什么跟他争。 莫凡说道。 哦哦,那绿茶男是真得活不成了,不会吧,他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老子好不容易到了抄接,他这给我说死就死了,什么意思? 赵满颜说道。 明天再说,顺便我们好好想一想,究竟是谁要木白的命? 莫凡说道。 这种手法,不像是正常法师,对了,你不是认识那个美女情报贩子吗,有这种能耐的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没准能从他那里了解一些东西。 赵满颜说道。 有道理。 随便找了一个离神山不太远的旅馆住下,莫凡约了阿沙蕊雅。 说来也奇怪,阿沙蕊雅这个女人格外的闲,莫凡感觉只要叫她,她基本上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 一进门,阿沙蕊雅身上那独有的靠长年玫瑰沐浴泡澡的香气就扑了过来,昏暗的灯光都没有来得及照清她的身姿,莫凡便感觉被什么妖精给缠住了。 我还在想,你既然到了雅典,会不会约我出来,出乎我的预料,我以为你会先满足好夜心下在意游未尽的在之后几天找我。 阿沙蕊雅金贵的走了进来,发现这是一间很普通的旅馆后,显得有几分嫌弃。 约炮的话下次,我找你帮忙来着。 莫凡见他不完全走进门里来,只好自己走了出去,顺便往街道上走。 莫凡,麻烦你搞清楚,你在世界学府之争的时候还欠我一个人情,到头来却总是我在给你提供帮助。 阿沙蕊雅没好气的说道。 帕特农神庙斗争的时候,我不是如你所愿的把他们闹了一个天翻地覆,这个人情你得还我很多次,我的一个朋友被一位亡灵巫师暗算了,现在生死未卜,我想你帮我把这个人给找出来,最好能够知道他的背景,来历。 莫凡说道。 那个亡灵巫师非常的狡猾老道,穆许年那种特殊的复仇丰母都无法将他给找出来,如此看来那家伙是懂毒系复仇这种能力的,一点破绽都没给。 我的情报可是很贵的,比我自己还贵,不如我肉尝你吧,从此我们不相欠。 阿沙蕊雅说道。 莫凡听到这句话,不禁犹豫了起来。 哎,穆白还是要救。 你不知道就算了,我耐心的等一些时间,总会有机会。 莫凡说道。 穆许年的复仇丰母可没有失效,想来那个亡灵巫师也会格外小心他的这个能力,暂时不敢有任何动作。 你们的事情,我了解一些。 阿沙蕊雅说道。 哦。 莫凡挑起了眉毛。 果然就没有这个情报贩子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摸清楚穆白被暗算的原因,阿沙蕊雅却知道,这么说来穆白的死,其实已经挂在国际上某些组织里有那么一些时间了,亦或者那个想让穆白死的人,也是混迹在这些不为人知的层面里的。 那个人叫鬼脊。 阿沙蕊雅说道。 莫凡眼睛瞪大了起来,不禁开始有些怀疑阿沙蕊雅。 阿沙蕊雅却很自然,轻笑道,怎么又用这种眼神看我,我给你解释过一遍了。 你给我说说这个诡纪。 莫凡道。 杀手垫的,和杀赵满眼的人算是一个组织的,但这人什么都沾一点,现在再为谁效力就不太好说了,至于你们的那个白脸朋友为什么会死,这件事我知道,却不敢告诉你。 阿沙蕊雅说道。 不敢告诉我。 莫凡有些诧异道。 第1943章黑暗王分身。 是啊,我告诉了你,你一定会触碰到某个会给我惹来杀身之祸的层面,我可不像你家心下,有整个帕特农神庙最强的几个骑士在保护着,他来了之后我这个文泰之女就真的变成私生女了,待遇天差地别呀。 阿沙蕊雅感叹了一声。 那你还知道什么?莫凡接着问道。 我的天呀,你还指望我把他家住址,手机号码,个人喜好这些都告诉你吗? 阿沙蕊雅叫道。 莫凡尬的笑了笑。 确实,阿沙蕊雅能够直接道出那个人的名号这实属难得了。 知道了对方身份,再有复仇丰母在盯着那家伙的行踪,看来这个亡灵巫师是怎么都别想跑掉了。 你们可以想办法把鬼脊给弄死,虽然这个难度对于你们来说太大,但我建议你别继续追查下去,阿沙蕊雅说道。 背景很大。 莫凡问道。 跟背景没关系,是我觉得那个人很危险很危险,莫凡,我们也算是朋友,我这是善意的提醒。 阿沙蕊雅说道。 莫凡没有说话。 阿沙蕊雅百明了是不会告诉自己,究竟是谁要穆白的命。 而阿沙蕊雅也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告诉了莫凡,要杀穆白的人不是那个叫鬼脊的家伙,鬼脊只是一个执行者。 那就只有先解除掉威胁穆白性命的鬼脊,再等穆白醒过来由他来告诉自己,是谁要他的命。 只是穆白真的能醒过来吗? 第二天一早,莫凡便登上了神山。 心下已经在等候着了,他原本如月色一样饱满皎洁的脸庞却透出了几分憔悴的苍白,看来昨晚是没少为这件事烦扰。 稍稍化了一点淡妆,虽然看上去还是那么美丽迷人,但莫凡看得还是很心疼,也不管其他人在场,莫凡直接撒起狗粮,抱了抱心下。 莫凡哥哥,情况比我之前估计的还更复杂,心下知道莫凡着急这件事,于是直奔主题。 怎么了?莫凡问道。 穆白现在这种状况,即便等到我登上正统神女之位,掌握了真正的复活神术恐怕也无法将她复活过来。 心下说道。 莫凡和赵满颜都惊讶的互望了一眼。 这是什么情况? 等了一个晚上,得来的是这样一个救无可救的结果。 帕特农神庙神女候选人都救不了,那穆白真的就要这样永远封存在冰残里了。 心下,你确定吗? 莫凡问道。 嗯? 心下点了点头。 那,那好吧。 莫凡叹了口气。 莫凡哥哥,在古希腊对死亡有一个界定。 人在弥留之际便注定了他的归属,是天堂,还是地狱。 事实上那个时候所谓的地狱并不是我们人为的意想出来的一个容纳生前做过恶事的死后世界,而是真实存在着的一个卫面,叫做黑暗卫面。 心下对莫凡说道。 黑暗卫面? 这跟木白没法救治也有关系吗? 莫凡感到非常困惑。 我昨晚翻看了一下关于黑暗卫面的文献。 黑暗卫面独立在正常世界之外,与召唤卫面平行。 黑暗生灵大部分是永生的,它们没有任何繁衍的能力。 它们拥有自己独立的体系,黑暗种族,黑暗等级,原本黑暗卫面与我们正常世界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但自从黑暗魔法的创立,人类寂限修炼得来的黑暗魔能给黑暗王,黑暗王赐予人类黑暗魔法开始,黑暗卫面和我们正常世界就产生了一些物质互换。 心下说道。 赵满言听的这些话语,满脸的费劲。 莫凡倒能够听懂一些, 他自己毕竟是黑暗法师。 黑暗网友无数个分身,他的分身在窥视着我们的世界。 他的分身在每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都会将一些被黑暗魔法杀死的灵魂拽入到黑暗卫面之中,以此来补充他们黑暗世界被泯灭掉的物种和生灵。 心下说道。 莫凡哥哥,复活神术强大之处就在于可以凭借着一些残破的肉蛆将一个死去的人灵魂重塑,多数人残破的灵魂都会游荡在世间,哪怕过去了很长时间,某些物体上还会残存。 但有一种情况是无法复活的,那就是被黑暗王的分身选中的弥流灵魂。 莫凡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心下所看的恐怕是相当静谧的黑暗文献了。 木白被黑暗王的分身选中了,莫凡大致明白了心下的意思,无比诧异的说道。 嗯,他死于亡灵魔法,尽管人没有彻底死亡,但已经处在弥流之际了,生命只要一结束,木白的灵魂就会被拽入到黑暗未面,成为黑暗未面的一员。 心下说道。 赵满年听的人都有些傻了。 怎么这么玄乎,他只知道有些人死了,灵魂若是逗留在某些死气繁重的地方会因为怨气,不甘而变成亡灵,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黑暗未面。 所以,黑暗王从来就不是那么好心的赐予人类黑暗之力,他也在不断的从人类的死亡中来补充他们黑暗未面的新鲜血液。 莫凡自言自语道。 果然,黑暗魔法是存在着巨大隐患的,这一点魔法协会的高层肯定一直都知道,只是相比于现在人类的弱小,这点危害被他们忽略不计了。 人们需要黑暗魔法,黑暗魔法这个大类一旦被列为尽咒,人类整体的实力就会大幅度下滑。 我还是没听太懂。 赵满炎说道。 老赵,我们阴间阎王的说法你知道吧? 莫凡说道。 这个当然知道。 赵满炎说道。 这个黑暗王就相当于是阎王,他盯上了木白,木白死后得去他的阴间当差。 也就是说,现在木白是阎王要的人,心下的复活神术是无法复活一个被阎王预定了的将死之人的。 莫凡解释道。 卧曹,还有这种鸟事情? 赵满炎惊叫道。 要是不学黑暗魔法,莫凡也觉得这种事情荒唐至极,但在了解过关于古希腊文明,埃及亡灵,以及中国亡灵的这些不为人知的真实信息后,莫凡相信黑暗王是存在着的,也相信刚才心下的那个说法。 第1944章要不火化了。 那木白去黑暗未面当差,是不是不算太糟糕? 赵满炎过了一会又问道。 心下立刻摇了摇头道,灵魂一定是被黑暗王给奴役着,他死前的痛苦更会在他化为黑暗生灵后被无限的放大,黑暗王多数时候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让所有从正常世界降临的人永生永世效忠于他,尽管从没有黑暗未面的生灵给我们传达过那个世界的信息,但可以想象得到那滋味比一定是比直接灰飞烟灭了更痛苦。 死亡只是短暂的,悲伤的,奴役在黑暗未面里,就等于永生永世的折磨,煎熬。 亡灵多数没有意识,行尸走肉,黑暗生灵却有意识,有灵魂,有知觉。 石有星号和黑触妖没什么区别,最多死后的木白在黑暗未面级别会高一些。 莫凡说道。 心下点了点头。 心下也是昨夜才看到了关于黑暗未面的文献,可谓是打开了一扇未知而又可怕的门。 而这也就是木白生命无法修复的缘故。 黑触妖,那我们更不能让木白死了呀。 赵满言说道。 恩,如果真救不了,那也得把他的灵魂给圣坟了,不能让他落到黑暗王的手中。 莫凡说道。 奇怪,怎么以前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啊? 赵满言说道。 过去大家的实力都不高,有些事情也只有到了超阶才会慢慢鸣雾,而且黑暗未面也需要强大的补充,黑暗王的分身恐怕也知选择人类之中的强者作为他黑暗未面的成员。 心下回答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把木白给火化了,赵满言说道。 赵满言看着木白,忽然间觉得这家伙也真是倒霉到了极点,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最穷途末路的惩罚了,木白倒好,还被黑暗王的分身给看上了。 如果能想办法让黑暗王放弃木白,我这边即便不使用复活神术也可以将他治好。 心下说道。 那我们还是把木白火化了吧。 赵满言翻起眼珠子来。 开的什么国际玩笑,如果黑暗王是阎王的话,那活人还能够和阎王讲条件的。 人家不把你顺便收了,都算是道义。 莫凡也一脸纠结。 他们连黑暗王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去与他商量。 就算找到了黑暗王,你怎么让一个这样主宰一般的存在去放弃掉他看重的东西。 黑暗王大概是比胡夫还要更统治级的存在吧。 整个人类历史上所使用的黑暗魔法,可都是源自于黑暗王,这家伙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神会理会凡人的要求。 难怪心下会说木白的情况比他昨天预估的还复杂,还更糟糕。 本来,心下若现在无法使用复活神术,那等到心下打败一之杀,踏入神女之位,让木白在冰残里多待个几年时间,这种方案也不是不能接受,可谁想到现在连这个方案都没得选了。 心下,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吗? 莫凡问道。 木白最糟糕的状况是他的灵魂,灵魂被黑暗王的分身给锁住了,无法让他灵魂复苏,灵魂没法复苏,身体也自然只会继续快速枯竭,心下说道。 木白的状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原来是死了就是一个结束,但他现在死亡才是最噩梦的开始。 有的商量吗,和黑暗王? 莫凡又问了一句。 莫凡哥哥,你所知道的一个人,也是被黑暗王看中的,他当年被希腊死神还拉拽入到黑暗深渊,心下说道。 文太,莫凡愕然道。 圣子文太。 嗯,他所有的信徒都期望他能够复活,但他似乎早已经被黑暗王本尊预定,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复活的人。 心下说道。 心下也是昨夜看了黑暗文献之后才明白。 那个未曾见过的人毕竟是他的父亲,他既然掌握了复活神术,那么多纷争都因为圣子文太而起,假如能够将他复活过来。 只是在知道了真相后,心下细思极恐。 也就是说当时要文太死的那些人早已经考虑到了复活神术这个存在,于是将圣子文太打入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黑暗地狱里,由黑暗王亲自看管。 心下,就没有一个人成功的从黑暗王的预定名单中逃脱出来的吗? 莫凡问道。 莫凡哥哥,要木白死的人,从一开始就相好了他所有会活过来的可能。 他命里无法逃过这一劫。 心下叹了一口气。 还以为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却没有想到这件事牵扯的东西远比想象中的要多。 木白即便现在是一个抄街法师,他所关系到的应该不至于遭受到这样一个待遇才对。 心下有些不太明白,木白究竟惹上了什么,会有人为他精心策划了这样一盘死局之旗。 他现在不是还没有彻底死吗? 莫凡看了一眼躺在冰绿色冰残里的木白。 莫凡哥哥,有个人应该与黑暗王之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协议,假如你去找他,或许能够知道怎么让黑暗王放弃木白,但这个人恐怕不会对你提半个字。 心下说道。 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就好。 莫凡说道。 依之杀。 心下缓缓地吐出了这个名字。 心下昨夜便想到了唯一能够救木白的办法,只是关系到的人,和关系到的事情,却让心下觉得这远比一个复活神术还难。 依之杀。 这个名字大概比黑暗王更让莫凡寻不到一丝丝突破口吧,甚至还可能让莫凡搭上他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最想要莫凡的命,一个是撒朗,另一个就是依之杀。 让依之杀救木白。 确实不如去想办法找到黑暗王,与之商量。 莫凡,要不我们还是把木白火化了吧。 赵满言第三次说出了这句话。 苍天大地,去找依之杀。 别说救人这个问题了,依之杀落井下时算人之常情,他发布的再给莫凡狠狠来一刀双双送莫凡和木白一起去见黑暗王。 莫凡自己也是倒吸一口气。 也不知道阿沙瑞雅昨天说的那个偿还还算不算数。 第1945章和依之杀谈 一盏清冷的灯,悠悠地挂在望月台旁,向一轮坠落到山头的冰湾月。 自从有一位神女候选人从这里跳下去摔了一个粉身碎骨之后,这个神女风的望月台就再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光顾了,神女风上本来就有很多的景致,根本不会差这么一个两个。 莫凡顺着阶梯,走到了这个望月台上,发现一个修长的背影,披着一件几乎拖拽到地面上的丝绸衣袍,连头发也藏在了衣袍里面。 带有兜帽之间,有一张比较立体的脸,鼻子挺立的让某些男人都有些自行惭愧,而这样的鼻梁也使得他看上去总是高人一等。 坐 一只沙看着莫凡走上来,心平气和地说道,那张脸庞上还挂着一丝丝猫捉老鼠的玩味。 一只沙心情非常好,他其实也想过很多方法来顺手除掉莫凡,但可行性都不怎么样,极其有趣的是,命运之神安排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剧本,让他不得不自己送上门来。 咱们开门见山。 莫凡直白地说道。 行,你把我面前这个毒药喝了,我便告诉你。 一只沙倒了一杯清茶,往莫凡面前那么一地。 你怎么不直接从这里跳下去? 莫凡呵呵一笑。 那没什么好谈的。 一只沙将莫凡面前的那杯清茶又端了回来,慢慢地抬到了他自己的唇边,一饮而尽。 莫凡看到一只沙这个行为,嘴角不由抽了起来。 妈蛋,这女人玩自己。 如果不是有几件事想问问你,你连坐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一只沙毫不客气地说道。 如果不是我朋友出了状况,我跟你多说半句话都觉得恶心。 莫凡说道。 莫凡没必要跟一只沙装怂。 就现在这种情况,死马当活马医,一只沙肯做点交易,那大家就当谈生意一样谈,个人恩怨放一边,如果不吭,一拍两散,鬼知道这一只沙会不会把事情搞得更严重,把其他所有人一起拖下水。 当然,木白要是清醒着,要是知道莫凡是这样去跟人家谈判的,多半两眼一发黑直接死了算了。 据我所知,红海虚无岛之门是你打开的。 一只沙说道。 算是吧。 莫凡回答道。 埃及的伊森算是我的一位故友,我听说他现在情况很糟糕。 一只沙接着说道。 他就有自取。 莫凡说道。 开罗军手伊森,当时被阿帕斯施展了美杜沙的诅咒,几乎日夜承受着精神折磨。 伊森特意前来一只沙这里求救,但是很显然一只沙也解不开美杜沙女王后裔的最强凝视。 嗨伊森自由,我们再接下去谈。 一只沙摆出了自己的条件。 伊森可是埃及军手。 你的朋友是黑暗王妖的人。 我怎么保证,我让伊森回归正常,你能够如实地告诉我方法,以及你的方法可行。 莫凡质问道。 莫凡,我们之间的恩怨也不过是立场上的,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永远的敌人,你愿意找我并且我交换一些东西,对我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我是不介意的。 至少从现在来看,让你直接去死倒不如卖埃及军手一个救命恩情。 一只沙说道。 说着这些话,一只沙又给莫凡倒了一杯清茶,再一次递到了莫凡的面前。 莫凡压根当没看见,也根本不会喝他给自己倒的茶。 一只沙见莫凡不接,笑了笑,将茶水往旁边的花丛一倒,就看见那一簇簇鲜艳的花朵在那一抹茶的小浇灌之后瞬间变成了一堆黑色的水,包括那片泥土也发生了明显的变质。 你变戏法吗? 莫凡没好气的说道。 我在练习,我的生命里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人物,他们又掌握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得练习好,什么时候给他们清茶,什么时候给他们毒茶。 一只沙玩转着陶瓷杯和陶瓷茶壶。 我一般直接泼别人脸上。 莫凡说道。 好主意。 下次我一定不会先给你一杯清茶。 一只沙点了点头,仿佛学道了。 我可以放过一森,但是你告诉他,诅咒源自于他自己,他如果继续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诅咒会自行复发。 莫凡说道。 我会转达,我也不喜欢一森的人品。 一只沙说道。 该你了。 莫凡说道。 黑暗王,你不是已经开启了虚无岛的冥界之门吗,怎么不尝试着从那里进入到黑暗未面呢? 黑暗王其实也算是一位仁慈的戒王,只要你给他更具价值的替代品,他当然会放过你的朋友。 一只沙缓缓说道。 你再耍我。 黑暗未面那么大,我翻山越岭,飘洋过海去找他。 莫凡说道。 你不愿意去黑暗未面找他的话,那就只能够他来找你了。 有一种物质,他必定能够换来黑暗王,至少是他的分身,只是到时候是他直接用他通天的黑暗法力将你消化,还是愿意慢慢听你谈条件那就看你的能耐了。 一只沙说道。 什么物质? 莫凡问道。 到黑暗未面去找黑暗王那是绝不可能的,黑暗未面那种地方进去了还指望着能活着出来,那就是一个真实的黑暗地狱。 你还没有履行你的。 一只沙说道。 莫凡离开了望月台,将昏昏欲睡有段时间的阿帕斯给呼唤了出来。 阿帕斯自从获得了那些纳精之后,便一直处在一种类似于闭关的状态,有的时候还会像一头吃不饱的小银蛇,将莫凡身体里的召唤戏精华给吞得一点都不剩下。 阿帕斯现身后,显得不大情缘,他站在那里,一脸高冷一脸骄傲,宛如两人之间没有了任何契约,阿帕斯只是在用那双冷漠结傲的女王双眸凝视着一个最为平常不过的生命。 想反了不成。 莫凡看出了阿帕斯的情绪,呵呵一笑。 没有一天不想。 阿帕斯回答道。 别摆谱了,把伊森的蛇童诅咒给解除了。 莫凡说道。 美杜莎的凝视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约定,想解除就解除。 阿帕斯美好气的说道。 第一,九四六章一之杀的复活。 能不能解除,还不是阿帕斯说的算,莫凡没哪个功夫跟他绕来绕去的。 阿帕斯非常的生气,因为解除这种美杜莎女王的凝视其实跟施展一次一样麻烦,当初对付伊森的时候,他就等同于是使用权力将那家伙给拽入到那个精神地狱里,现在好不容易通过那些从城弄来的纳精恢复了一些气力,又要给莫凡这样呼来喝去。 解除也可以,你让我自由在希腊活动一阵子,我想收集一点东西。 阿帕斯说道。 你是不是要退皮了? 莫凡问道。 那叫蜕变,阿帕斯气得直跺脚。 蜕变,蜕变,蜕变后你会变得更强大吗? 莫凡问道。 大概能恢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阿帕斯说道。 行,你自己逛吧,我很穷,你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别找我,尤其是那些特别贵的。 莫凡说道。 阿帕斯翻了翻白眼,也没指望莫凡会帮自己买单。 放了阿帕斯几天价,以他现在的实力应该也没有人可以为难得了他。 阿帕斯也解除了伊森的蛇童诅咒,想来当天夜里伊森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些可怕的恶毒脸庞,终于是能够安生的睡上一觉了,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了伊之沙,伊之沙还算诚信的将一封写好的信纸给了莫凡,告诉莫凡能够呼唤黑暗王的物质。 你觉得白无常妇会不会骗我们,弄了一个假的东西,让我们去找,然后去送死。 赵满言说道。 阿帕斯的诅咒虽然是解除了,但一定时间里要回到伊森的脑子里还是可以做到的,我自己这边也是留了一手。 莫凡回答道。 这样就好,话说起来,这个叫做斯石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赵满言一脸迷茫道。 斯石英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黑暗矿石,黑暗王雏却会用他的分身搜罗这个世界上那些能够为他所用的死者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癖好。 便是收集斯石英,所以要呼唤黑暗王的分身办法也不算太难,那就是找到一块斯石英,直接用黑暗仪式寄献给他,一般情况下黑暗王的分身就会出现,假如运气相当的好,真正的黑暗王也有可能降临,到那个时候所获得的就是巨大的。 为了确保一只沙没有欺骗自己,莫凡特意找了阿沙瑞亚来求证。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在更古老的时代,黑暗魔法没有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就有一些魔法师利用一种非常稀有的物质去与黑暗王做交易,也就是那个时期所谓的魔鬼协议。 再后来某些天资聪颖的人摸索到了黑暗王与黑暗世界的规律,于是开创出了黑暗魔法来,这个斯石英想必就是当初最早现实世界与黑暗未面建立起魔法桥梁的媒介。 阿沙瑞亚说道。 是吗,那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种斯石英,与黑暗王做交易,让他放过木白,事情就解决了。 赵满言说道。 大致是这样,就是不知道黑暗王会不会提出别的什么要求。 既然过去被称之为魔鬼交易,那么魔鬼索取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具备的还多,而且真的把黑暗王给呼唤出来了,以他的实力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哪轮得到我们这些人跟他讨价还价? 阿沙瑞亚说道。 你知道哪里能够找到这种斯石英吗? 莫凡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发布一个信息搜罗。 像斯石英这种古老而又活在传说里的东西,知道的人肯定不多,只能够从民间和一些怪人那里获得一些情报,至于真真假假,需要你们自己去筛选和判断了。 阿沙瑞亚说道。 那谢谢了。 莫凡看了一眼阿沙瑞亚,特意等待了一会,看她是否会提点什么要求,毕竟她这算是两次无偿帮助自己了,以她精打细算的性格,没有理由这么慷慨才对。 出乎莫凡意料,阿沙瑞亚反而朝莫凡眨了眨那双米死人的眼眸,一副不明白莫凡这是什么意思的表情,顺便还给莫凡来了一剂眨眼纱,然莫凡这个大男人顿时觉得全身麻麻痒痒。 你这么帮我,我怪不好意思的。 莫凡说道。 我们是朋友呀。 阿沙瑞亚回答道。 要不我肉尝你吧,我这身子骨,体力,耐力,保证你满意。 莫凡厚着脸皮说道。 阿沙瑞亚气得差点没动手。 莫凡这叫回报吗? 爽的不还是他。 筛选信息的事情莫凡是不擅长的,但有一个人却是这方面的专家。 阿沙瑞亚很手信,发布了关于斯石英的搜罗后,很快就将那些资料传给了莫凡,莫凡再转角给玲玲。 为了让这件事不被某些民间的传谣给带歪了,莫凡特意把帕特农神庙禁木书馆的黑暗点击给偷了出来,一股脑儿的给了玲玲,让玲玲对照比较可靠性的黑暗点击来从那些信息中找寻到斯石英的来历,斯石英可能出现的地方。 接下去只能够靠零零来寻找最可靠的线索了,莫凡自己坐在屋子外面,看着夜幕一点点的降临,不禁开始思考起一些事情来。 但是没一会,莫凡忽然间闻到了一股紫烧焦的味道,也有一些黑色的灰烬从不远处的院墙位置飘来。 莫凡走了过去,发现那里有一簇火盆火光,旁边还蹲着一个不断往火盆中撒纸的人影。 老赵,你他妈在干什么呢? 莫凡骂道。 烧点纸啊,木白也不容易,到死都还是处男,我给他多少点黑暗未面的阴钱,好让他在那里找一个身材火辣的女魔,尽可能的快活起来。 赵满言说道。 莫凡无言以对。 我刚才看你坐在那里,想什么呢? 赵满言问道。 我在想一枝杀。 莫凡说道。 我靠,你口味也太重了点吧,也是,你要是把他弄得服服帖帖的,我们会少很多麻烦的事情,以后也不用担心最后是谁做神女了。 赵满言说道。 莫凡皮笑肉不笑,懒得接他这枚营养的话,纯当自言自语道,我很怀疑一只杀的复活。 人家是神女,复活又怎么了? 赵满言说道。 他没有复活神术,帕特农神魂一直都在心下身上,能够让死人重新活过来的只有两种。 假如不是复活神术让他从冰棺里爬起来,那是不是说他的复活和埃及或者和黑暗王有关? 不然是什么让他从重病不治以及大谢八块的情况下重新苏醒,看上去跟活人没什么区别。 莫凡说道。 大谢八块。 谁这么牛逼,把上一代神女给大谢八块,赵满言瞪大眼睛说道。 第1947章背后推动的人。 莫凡仔细想了一想,又进了屋子里。 屋子内,心下正在为木白做一些痛苦消除。 心下告诉莫凡,木白意识还是保存着的,甚至在他旁边说话他也能够听得见,状态很接近一个植物人。 所以赵满言那样大摇大摆的烧纸前,还把他那木鱼器皿拿来敲打,实在很不尊重一个将死之人。 心下。 莫凡走到心下的身边,这会总算没有塔塔在旁边碍事,莫凡就可以放肆一点了。 嗯? 心下应了一声。 一只杀的复活和黑暗王有关? 莫凡直接问道。 心下点了点头。 一只杀应该是与黑暗王之间有某种协议,他的生命气息看上去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却早已经散发着一股子不似神女的暗息。 这也是为什么心下会告诉莫凡,木白的事情得去找一只杀。 莫凡哥哥,我记得你在世界学府之争的时候从埃及队伍那里缴获了一些法老之权吗? 心下说道。 哦,那可是好东西。 莫凡说道。 法老之权,当时小倪丘坠吸食了之后,直接为自己提供了一股很大的助力,让自己修为有了一些提升,还只是那么一点点法老之权就可以起到如此高能的效果,莫凡其实挺想多抢一些的。 法老之权莫凡没有全部使用,给了心下一部分,莫凡只是单纯的觉得这种东西蕴含着非常纯净的生命之力,作为治愈系的心下应该会更懂得如何使用。 一只杀有可能是通过法老之权复活过来的,但是法老之权其实并非是埃及法老们的专属之物,真正的来源是黑暗未面,是黑暗王。 心下说道。 这么说一只杀也算是亡灵。 莫凡问道。 心下摇了摇头道,现在说不好他是什么? 一只杀不可能是亡灵,他如果是一个死物的话,很多帕特农神庙带有神圣之威的魔法和结界都会将他这个不净之物给驱逐出去,一只杀身上仍旧散发着某些神性,富有生命力量的治愈系魔法,祝福系魔法他仍旧可以使用,他带来的依旧跟以前一样,是生机勃勃,是圣光普照,是驱逐病疫。 他是亡灵,或者活死人的话,无法做到这些。 黑魔法和白魔法确实是对立的。 总而言之,他的复活与埃及有关,也与黑暗王有关,却又通过某种无比神秘巧妙的方式,避开了白魔法的排斥与制裁。 可惜,一只杀复活的秘密终究无法寻找到真相与证据,若是能够让人们坚信他的复活其实是对帕特农神庙神明的背叛,是堕落与邪恶的重生,他会瞬间被所有人推翻,也不需要再这样与之苦苦争斗。 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明知道这个人皮囊之下俯臭不堪,用心险恶,却根本无法揭穿,也没有人会去相信。 莫凡感慨了一声。 帕特农神庙,最神圣之地,其实本就腐化不堪,否则被人人传送最接近神恩德的人圣子文泰怎么会被打入到黑暗地狱里,他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 无非是光芒万丈却心好凡胎,让无数内心疮疑的人根本无法容纳得了他,他的光辉将绝大多数人内心的阴暗映得太直白,难以再伪装。 莫凡从没有见过文泰,对他这个人也算不上太了解,可有一点儿莫凡坚信他是一个神人,撒朗这种人都能征服,还可以劝其为善。 可惜,文泰死了。 撒朗从何而来? 不正是像恶鬼一样将文泰拽入到黑暗地狱里的那群上位者一手扶植起来的。 杀死了一个圣贤,孕育了一个魔头。 事后莫凡渐渐明白心下为什么不能离开帕特农神庙了,一只杀再次担任神女,与之血海深仇的撒朗必定掀起更大的灾难。 一只杀若是神性,他的圣光普照的人在撒朗眼里全是一群恶鬼,势必杀光。 一只杀若是邪性,邪与魔之间的较量一样血流成河。 无辜者 他们都不会在意。 战争本就只有胜负。 海平面上升,世界各地不断遭到海妖侵害,苦难,病痛,灾温,伤亡在急剧上升,魔法协会与国家越发难以承受,帕特农神庙的地位与日俱增,神女的选举迫在眉睫。 下一个神女,基本上等于是全世界人的尊宠与信仰,一只杀是不是早已经遇见了这一切的发生,于是将自己避在了一个清关里,坐等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毁了,写有帕特农神魂的心下出现。 打破了他几乎可以织守这天的完美计划。 撒朗将一只杀大谢八块,让人们知道一只杀根本就不是神之复苏。 一只杀似乎非常了解黑暗王,清楚的知道什么能够让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身上散发着法老之权的古怪生命气息。 心下进入帕特农神庙,从最低层的实习者一步步跃升为了神女候选人,阻止一只杀的统治之路,但心下的背后又是谁在暗暗推动。 莫凡很清楚,有人在将心下往帕特农神庙这里推,这群从没有一真面目视人,却在不断的干涉着大局的人又是谁。 莫凡坚信心下背后推动的人不是撒朗,撒朗将心下藏在博城,藏在了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显然是不希望他参与到帕特农神庙的纷争。 不是撒朗的话,就意味着还有一股势力。 思来想去,莫凡还是觉得心下如同一个傀儡,在星号纵着。 他们或许不会加害心下,但却会将他推向风口浪尖,如果一只杀赢了,心下下场是什么? 每一次来帕特农神庙,都觉得是走到了一个沼泽泥潭里,泥浆本身就会让人陷进去,何况泥浆下面全部都是鬼怪妖魔。 莫凡常常叹了一口气。 心下当然知道自己背后有人在推动,他们始终不现身,自己却也没得选择。 选择直接离开。 一只杀掌权,他可能会放过一个具备着神魂的人离开。 心下很清楚自己具备着神魂,就不可能过上以前的生活了,与其给别人带来更多的负担,自己无能为力,不如大胆的抗争。 第1948章 解锁姿 令,令 莫凡和心下说着这些沉重的话题时,睡醒过来的小颜姬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的从契约空间里面溜了出来,自己亲爸爸的宽厚的肩膀都不要了,直接飞到了心下柔软的怀里。 心下看到小颜姬这幅娇腻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个不停。 心下和小颜姬是同心,他们已经亲密的跟母女俩一样。 说实话,那天晚上没敢同意跟阿沙瑞雅来一发,其实也是担心小颜姬给心下妈妈打小报告。 总而言之,要做点什么亏心事,必须要到他们两个心灵感应服务范围之外,希腊雅点成礼是肯定不行。 小颜姬的出现,让气氛缓和了许多,莫凡推着心下顺着帕特农神山的小密林,一路走向了更为人际罕至的地方。 咳咳,小孩子该去睡觉了。 莫凡看附近差不多了,有月光,远处灯火,也有恰到好处的封闭空间,阴影。 小颜姬满脸的忧怨,太阳伯伯才刚下山没到一个小时。 去去去,再不去睡觉,零时没有了。 莫凡说道。 小颜姬知道自己平时还是要跟莫凡爸爸过的,零时发放全在莫凡手中执掌,只好不轻不愿地回到了契约空间里。 小颜姬身上的火晕不太稳定的样子。 心下发现了这个细节,对莫凡说道。 嗯,应该是快进阶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始终不彻底蜕变。 莫凡说道。 莫凡清楚地记得,小颜姬一旦发烧,温度飘忽不定的时候,就一定是他要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初从英期到幼年期,从幼年期到成长期,全都是如此。 可算上他第一次温度不空到现在,都快要有大半个年头了,就是不见他彻底成为颜姬女王。 下一个阶段,便是颜姬女王了,当初利用时光之夜小颜姬可是短暂地化身过颜姬女王,直接将数以万计的纳斯卡怪鸟给击退,当时颜姬女王的威严莫凡至今无法忘记啊。 那才是成熟期的颜姬啊,强得让人顶礼膜拜。 莫凡哥哥,要不你让小颜姬在这里陪我一段时间? 心下问道。 啊? 莫凡有些没反应过来。 小颜姬这种温度起伏的状态不算是什么好事,假如迟迟不进入到成熟期,对她的成长反而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莫凡哥哥,做神女候选人这个位置也不是完全是坏事,至少有些寻常法师和寻常势力获得不到的东西,我这里有很多。 心下说道。 心下呀心下,你果然学坏了,莫凡嘴上说着这些,眉毛却挑了起来,完全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 雷系抄接了,暗影系也抄接了,火系虽然一直都是莫凡最大的依仗,但小颜姬这种古怪的状态确实需要好好解决一下。 正好,自己平常也没有时间盯着小颜姬修炼,把小颜姬放帕特农神庙一段时间,让心下好好管一管这小懒虫,只不定下次来接她的时候,就是颜姬女王了。 一想到颜姬女王附体带给自己那强大绝伦的快感,莫凡整个人就有些亢奋起来。 在埃及,莫凡可是凭借着颜姬女王的附体直接灭了一位黑暗建筑,那个时候自己才是一个高阶小法师啊。 对了,我给你带了誓言树果实。 这东西是祝福系的稀有物,我想着它对你应该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一直都没有使用。 莫凡想起了一个礼物。 帕特农神庙是有很多宝物,可是誓言树果实这种东西它们是不会具备的,为了能够让心下也变得强大起来,莫凡特意留着。 莫凡哥哥,誓言树是赠予你的,就像身影里赞的光辉是一种专属,我用不了。 心下摇了摇头道。 啊? 还想给你个小惊喜的。 莫凡尴尬的挠了挠头。 僻静幽深的地方都到了,最容易让人分泌和耳猛的夜幕也降临了,附近更没有多少人,更难得心下身边没有塔塔这个凡人的家伙,莫凡本来想送心下一个美美的小礼物,让心下开心一下,然后自己顺势把手往裙撕叠结那里一放,轻轻的解了,好让自己的手可以滑进光洁的腰之里,循序渐进的再往下无阻碍的揉臀。 谁知道套路的第一步就出问题了,这让莫凡的狼爪有些戛然而止。 这是岩树果实是专属的。 早知道直接用了呀,貌似其他人都从里面获得了大好处,尤其是张小猴获得的那个风铃絮语,强得惊人。 心下,你看今晚的月色是不是很美? 莫凡忽然转开话题道。 月还没生,莫凡哥哥。 心下话都还没说完,立刻察觉到一只滚烫的小狼爪滑入到了有些羞人的地方,顿时脸颊一片通红,我们还在外面呢。 等回去时有星号塔塔又在了。 莫凡说道。 可是在这里,心下脸颊发烫得厉害,哪有人在这里行凶的呀,这里可是神女风谁都可能来的密林园,要是被几个来这里散步的实习女士看见,她还怎么继续待在帕特农神庙那? 没事的,没事的,我不止一个暗影之界,没有人过得来。 而且我就摸一摸吗? 莫凡说道。 摸一摸。 心下还不知道莫凡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只是这个程度吗? 出来散步的时候,莫凡一脸严肃,一脸思索的样子,还以为她确实被大事情给困扰,被手头上的事情给烦着,真只是到这里散散心,到头来她还是要做坏事,问题是这里实在态,透过面前的叶林都能够看见对面的秀丽山巒,芬芳的花丛就在两旁,即便这里有一张干净舒服的墓园林椅子。 莫凡就没管那么多了。 什么烦心事,什么小惊喜,什么神山园林? 帕特农神山又怎么了,只要心足够大,哪里不是刺激幽暗无人小公园? 心下只是不能走路,多走几步就会乏力,但其实在这关键的方面上并不造成太大的影响。 以前总是在床铺上,很多东西因为害羞无法施行,正好现在这个环境,可以顺带解锁一些姿势。 不用完全退掉了,到膝盖就好,这样,对,背着我,慢慢坐上来,我会抱着你的。 一个邪恶凛然的叫唆声音轻柔响起。 第1949章最有潜力的人 回到了后院,心下脸上还透着一丝丝粉霞,大概再没有比这个更为难情的事了,但莫凡整个人却显得很亢奋,像是完成了一个非常自豪的成就一样。 赵满炎坐在木白冰棺旁边,嘴边一直在唠叨着什么,也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能够对一个不会说话的植物人说起当口相声。 我,先回去了,莫凡哥哥。 心下低声说道。 好。 莫凡看了一眼门口已经站着那位酷酷冷冷的守护骑士,塔塔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于是点了点头。 心下刚离开,赵满炎就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盯着莫凡,莫凡摸了摸自己鼻子,满脸费解的样子。 赵满炎像一条狗一样凑到莫凡身上秀了秀。 你干什么? 莫凡骂道。 你哥畜生,木白尸骨未寒,竟然还野外开车,你考虑过他这个触男尸体的感受吗? 赵满炎也骂道。 一马归一马呀。 刺激不? 费刺激? 信息的搜罗和筛选是需要时间的,而这方面莫凡也帮不了零零神们,只能够耐心的等待着。 万幸的是,木白现在这种状态暂时不会恶化,这里又是帕特农神庙最戒备森严的神女风,安全性肯定会有保障。 当然,帕特农神庙现在水依旧非常深,为了木白能够万无一失,莫凡仍旧是特意找了骑士克里青,好让他在自己即将离开去寻找四十英的时间里多留意一下这里。 克里青,你这是带我去哪呀? 莫凡本来只是约克里青出来交代一下木白的事情,但莫凡发现这家伙好像有什么小心思,正将自己网帕特农的骑士店附近带。 骑士店是海龙的地盘,不过骑士店高层众多,大大小小事情不完全由海龙这个店主说的算,具体里面还藏着一些什么所谓的老资格,毒瘤,银者,莫凡也搞不清楚。 你上山的时候,是不是被几个骑士看见了,我们昨天清早晨讯的时候,有一位蓝星斗官道士提到了你,说你大概是青年魔法师国际排行榜上潜力最强的人。 克里青说道。 你们这位斗官非常有眼光啊。 莫凡非常同意的点了点头。 嗯,他一直挺赏识你的,想与你结交。 所以这会我带你去见一见。 克里青说道。 行啊,话说这是你们蓝星骑士的练习场吗,很气派呀。 莫凡说道。 那是当然,我们作为帕特农神庙神职骑士,基本上享有这个世界上最优越的魔法学习待遇,你看到的这座训练场原本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巻,海龙店主觉得蓝星骑士是整个骑士店的新鲜血液,无论如何训练场,魔法斗场都需要足够好,于是让人将这座秀丽山给消了,变成你现在看到的训场,我们蓝星骑士,银月骑士, 都在这里练习,可能是这里空气,灵气确实非常优秀,渐渐的除了我们骑士店的人,其他店的包括神女店的也会出现在这里了。 克里青很乐意给莫凡介绍道。 克里青现在是候选人预备骑士中的一员,虽然离成为真正的守护骑士还非常遥远,但挂上神女候选人这个名的蓝星骑士就是与那些还没有归属的骑士们待遇差距非常大。 帕特农神庙的骑士,都是为神女店的成员效力的,他们除却在骑士店中可以获得比较大的资源分配和重视之外,相应守护的女士,女贤,候选人都会给予最大的支持,其中效忠守护的女士,女贤这边给予的力度非常大,毕竟整个帕特农神庙本身就是围绕着神女店的成员转的,资源基本上集中在他们的手上,骑士们想要在帕特农神庙中出人头地,自身有天赋之外,跟对一名妙女很重要。 没办法,帕特农神庙本就是女权世界。谁让祝福系这样一个强大而又可以普照众生的魔法独此一家? 克里青,带朋友过来参观吗? 好久不见哪,克里青,怎么最近又胖了不少,难不成做了神女候选人的预选骑士连伙时都跟大家不太一样了? 克里青,带我向神女殿下问好。 选举结果还未出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在我心中神女只有一位。 走入到这个宽广公用的超大魔法洗厂,莫凡发现这一路走过绝大多数人都会很热情的和克里青打招呼,克里青也一一微笑的回应着,其中也夹杂着几个说话酸不溜秋的,克里青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他们说的都是国际语,偶尔会有那么一些用希腊语的,莫凡大概从他们的表情和语调揣测他们话语内容。 看到了吗,那位就是我们的蓝星骑士斗官,利多。 克里青说道。 莫凡网一片被稍微圈起来的练习场区域望去,发现一名穿着蓝星却镶金边衣服的骑士正立在一个整齐方队的前面,用着国际语在教训着他面前的蓝星骑士们,似乎对他们今天的训练非常的不满,要将他们的休息日给剥夺。 利多斗官,快看我将谁带来了。 克里青走到了那位利多斗官的面前,满脸笑容的说道。 斗官利多转过头来,一开始还是臭着一个脸,等看到克里青旁边的莫凡之后,那双眼睛一点一点的亮了起来。 莫凡。 斗官利多惊喜的说道。 莫凡发现这个斗官貌似很热情,说实话他并不认识这个人。 我对你做了不少了解,包括你在世界学府之争大赛上的所有表现,你的天生双系天赋实在太让人羡慕了,曾经有人跟我争论,说折罗的天赋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几个了,但我坚决不那么认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一个天生双系的人到了抄阶之后会有多么强大,斗官利多满脸兴奋的说道。 呃,你很有眼光。 莫凡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应了这么一句。 所以只要痛痛快快的将你击败你,我就进入青年法师国际上最强行列,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第1950章挑战骑士团1950v1950 事出反常必有妖 莫凡看到一个大男人看到自己眼神中透着几分灼热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了,果然他不是个机,他是很多人一样,就是借着想踩下自己垫高他地位。 利多斗官,您这话就有些冒昧了,您不是一直很推崇莫凡阁下的吗? 克里青被利多的话语打了个措手不及,急忙说道。 莫凡看了一眼克里青那张天真的脸,不禁叹了一口气,天然呆还是天然呆呀,对人性的那点小阴暗是一点都不了解。 有的时候,一个人疯狂的推崇另外一个人可绝对不是崇拜赏识,他目的是推崇自己,因为他坚信自己或者交出来的学员比自己推崇的人强。 他就是莫凡。 候选人似乎与他关系不菲。 我听闻他们一直都是情侣关系。 该死,情侣关系,一个蓝星骑士差点叫出声来,但很快意识到自己这番话相当鲁莽。 哼,不就是世界学府之争有了一些名气,学府之争我们帕特农神庙成员又不能参加,不然哪里轮得到他? 看他那副随意散漫毫无礼节的样子就知道,他配不上候选人的。 庙女们自由恋爱,这个不受约束。 所以一样有骑士追求到庙女的例子。 在西方,守护骑士在贵族头衔的女子面前本就是属于高级侍从,是绝不能越过主仆关系这一步的,在帕特农神庙这个没有明文规定,但骑士庙女的地位确实要比骑士高出很多,称之为贵族并不为过,所以能够人心双收,绝对是每一个守护骑士夜里梦境最完美的剧情。 一听闻莫凡跟心下是情侣关系,那些年轻气盛的蓝星骑士一个个眼睛都要烧起来。 开得什么玩笑,他们这些人,要出身有出身,要背景有背景,要相貌更是比这个东方猴子帅一万倍,他们如此努力的学习魔法,学习礼仪,却连神女候选人的裙脚都碰不到,眼前这个混蛋却是可以撕神女候选人的裙子,简直不可饶恕。 克里青很快发现和推崇比起来,更多的人是嫉妒着莫凡,他意识到把莫凡带到这个充满武斗气息的地方,确实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有些抱歉的对莫凡说道,要不我们到其他地方走走,我们骑士店还有许多好地方。 我对风景游玩什么的其实也不大感兴趣,到时这里,我一身呼吸就能够嗅到很多新鲜的嵌奏气息,都有人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我要是转身走人就显得太不尊重你们了,不管怎么说帕克农神庙的骑士都是国际上公认最强的法师组织,之一。 莫凡特意把之一给说得有些拉长。 嵌奏这个词,他们听不懂。 本来在场的骑士们听到莫凡这句推崇,脸上还有那么几分洋洋得意,算你这家伙会说几句漂亮的人话。 可是那个之一,真得听得他们非常不舒服。 帕克农神庙的骑士,就是国际最强的法师组织,没有之一。 尽管击败你们也不能够给我增长多少名望,但总好过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一些臭鱼烂虾给挑衅要来的自在。 今天过后,还有人想挑战我,我就可以拿你们帕克农神庙骑士来挡在前面了。 莫凡开口说道。 挡在前面,这句话什么意思? 利多挑起眉毛,反倒略显迟钝。 他的意思是,我们会在他之下,以后所有要挑战他的人,都得先胜了我们蓝星骑士才有资格挑战他。 一名在旁边听课的实习骑士小声的说道。 利多斗关和其他正在训练的蓝星骑士们听到这句话脸上的表情和指示争鸣可以形容,恨不得马上就冲上来跟莫凡较量个高下。 可惜骑士就是骑士,要讲礼仪,哪怕被人侮辱了,他们也得先优雅的下马,行一个礼,然后再拔出剑表明自己需要以决斗的方式来让对方收回那番话,并且会在胜利后接受侮辱者的真诚道歉。 他们不会一拥而上,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让事情用武力艺术解决,如果对方不同意武力艺术解决,再考虑动用武力解决。 莫凡哪会跟他们绕来绕去的。 妈的,早就想收拾你们这般成天秀优越感的东西一顿了。 骑士里面确实也有不错的,比如说克里青这种善良单纯的,心下身边那个始终遵守骑士铁律的也还不差,但其实还是有那么很大一部分骑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真心好装。 优秀的礼节,是给别人一种获得尊重的感觉,无论这个人身份卑微,身份高贵。 不是这般东西成天挂在外面高人一等的恶心嘴脸,半句话不理我们骑士怎么怎么,你们这群平民。 店主海龙莫凡是见过的,这人不讲究礼节问题,只看忠实力与天选。 莫凡相信骑士店的这个风气肯定不是店主海龙带起来的,但骑士店其他高层,尤其是那些特别爱强调身份血统种族的老东西,肯定是他们的行为助长了这些年轻骑士们的狂妄目中无人品格。 是该修理修理了。 好歹作为帕特农神庙的女婿,心下唯一深夜骑士,帕特农神庙年轻血液们的修养矫正,莫凡义不容辞。 莫凡阁下,是我过于失礼,您现在身份特殊,还是不要贸然接受一些挑衅,克里青一阵头疼,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接下去的局面。 我本来就需要练习魔法,跟蓝星骑士练一练总比打靶有趣那么一些。 莫凡说道。 其实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莫凡这人自己就特别暴脾气。 不服就干。 你竟然把我们和靶子相提并论。 蓝星骑士们脸都黑了。 这个在帕特农神庙半个职位都没有的家伙,竟然三番两次的侮辱他们骑士。 我的魔法里,你们跟靶子真没多大的区别。 莫凡说道。 斗官,请允许我们提出决斗,无论如何都需要他收回这句话,并且我们绝不接受这种人的道歉。 蓝星骑士中,一名正好是蓝星头发的骑士重重的说道。 也是,作为蓝星骑士的斗官,我确实不应该随随便便挑战一位学府强者,你们可以先和莫凡阁下切磋切磋,纯当热身,万迪,就由你来讨回我们蓝星骑士的尊严。 利多笑得很灿烂,他成功把事情给挑起来了,怕就怕在莫凡不接。 利多斗官,你让一个人来挑战我,总会有人不服的。 莫凡说道。 万迪是我这个班队里实力最强的几个,他具有代表性。 利多斗官说道。 还是会有人不服的,强弱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总而言之只要不是自己亲自败下阵来,都不愿意去接受自己比别人弱这个事实。 莫凡说道。 蓝星骑士们不少都点了点头,万迪是他们中最强的几个,可强弱这个也看发挥啊,发挥不好打输了也是常见的事情,何况还要加入许多元素克制因素,临场战斗应变。 那你有更好的提议。 利多斗官问道。 你挑一个场子更大一点的地方,让你带的这个蓝星班队的所有人一起上吧。 既然你觉得你交出来的学员会比我强,我就帮你验证验证。 莫凡笑了起来,那笑容简直莫凡自己的本性流露。 莫凡说完这句话,整个骑士练习场都寂静了。 利多斗官脸上哪里还有兴奋的笑容,眼睛里哪里还有炙热的光,他脸色开始阴沉,肌肉开始微抽,他的眼睛开始凌厉带着羞目。 而整个班队的蓝星骑士们更是要疯掉了。 挑战一整个班队的蓝星骑士。 他们一整个班队好歹有四十人,蓝星骑士连剑席都必须是高阶法师,更不用说他们这群人全部都是正牌蓝星骑士,跟随利多斗官的更是蓝星中的老鸟,在他们看来派遣出一名最有代表性的蓝星骑士与莫凡一对一,这个学府知名的莫凡就未必招架得住,谁想到这家伙直接跟个疯子一样挑战他们整个蓝星骑士班队。 骑齿大辱 被人提出这样的决斗已经是骑齿大辱了。 骑士的决斗,一定是一对一,绝对不允许决斗者之外的任何人干涉。 这个莫凡要一达四十,那是对他们蓝星骑士的最大蔑视。 莫凡,我可以当你说错了话。 利多斗官连尊称都省略了,话语里带着几分冷意。 骑士,尊严有的时候比命更重要。 尊严与荣耀可以流传,可以关系到一个家族百年兴衰。 从骨子里他们是不允许受辱的。 莫凡当然懂。 但关他屁事。 有些话说了就是说了,没有相匹配的实力,那确实是错话,反之,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句。 莫凡说道。 再平常不过,利多脸上的肌肉是真的在抖动了。 群屁什么的,莫凡最喜欢了,在他眼里确实是最为平常不过,在利多斗官和蓝星骑士们眼里,莫凡这是在践踏他们的神职。 你已经让我们非常失望了,但我们是骑士,依旧会坚持一对一的决斗。 利多斗官加重了语气道。 你们蓝星骑士的风气,我一直都很厌恶。 我坚持你们所有人一起上,避免有个别不服。 莫凡说道。 这种方式,是对我们的侮辱。 利多斗官说道。 我没打算尊重自以为是的弱者。 哎呀呀呀呀。 要疯了。 蓝星骑士们全要疯了。 利多斗官,就按照他说的,今日哪怕是摘除掉了我的骑士之位,我也一定要将他狠狠的击败。 万迪带着几分小嘶吼的道。 利多斗官,为捍卫蓝星骑士的尊严,我也愿意请辞职位。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莫凡的话是真的将这个班队的蓝星骑士们给逼疯了,他们现在宁愿请辞也定要出手对付莫凡,什么骑士格言,什么骑士礼仪,都被人侮辱成这个样子,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血气是会感染的,蓝星骑士里也有一些冷静者,可一方面大家都是同龄人, 对莫凡的极度确实到了天际,另一方面莫凡说的那些句句诸心,真没有人可以平静的下来。 你算什么,一个学府之名,能与整个世界都敬仰的帕特农神庙相比。 你凭什么,神女候选人的恋人,那也终究不是帕特农神庙人员,称之为阁下都是看在候选人的面子上。 什么都不是,竟敢这样群辱骑士点蓝星骑士。 随着越来越多人提出请辞意愿,利多斗官也意识到这场群战在所难免。 请辞就请辞吧。 他们蓝星骑士是为了捍卫尊严才做出的请辞,店主和店母肯定不会怪罪,何况这个过分到了极点的要求是莫凡自己提出来的,到时候去了神女候选人那边,他们蓝星骑士也绝对有理可说。 就像一场闹课,一个学生已退学抗议,那校方不予理会,该学生真的退学的可能性很大。 可如果一整个班提出退学抗议,到头来所有人都会平安无事,校方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班全部退学的,再过分也不会,因为这对社会影响更严重,都能上国际新闻头条。 这个道理蓝星骑士们都懂,集体请辞接战,有一个如此正当捍卫的理由,最多被降鲁莽行事,最后他们全部会官复原职。 先把这口气出了再说,根本就没法忍。 莫凡笑着看着这些蓝星骑士们一个个装模作样的请辞,一点都不嫌是大。 一旁的克里青,就差昏过去了。 不就是带莫凡过来结交一下蓝星骑士斗官利多,为啥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一个班队集体请辞接受莫凡挑战,莫凡这是把整个骑士店都给得罪呀。 莫凡静静的等着这个班队的人将蓝星骑士外衣给退下,这些家伙们把外衣还叠得整整齐齐,明显打算穿回去的。 克里青,你呢? 作为蓝星骑士的一员,难道你还要站在那个家伙的旁边? 万迪已经脱掉了外衣,重重的对克里青说道。 万迪,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应该,克里青说话都开始接办了,他现在真的紧张得浑身发抖。 别说那么多废话,你就直接摆明你的立场。 哼,靠着阿谀奉承一个与神女候选人关系匪浅的外人,不是我们靠实力说话的骑士风格。 万迪说道。 万迪这番话说得很重,让克里青彻底蒙了。 他看了一眼莫凡,又看了一眼集体脱掉蓝星外衣的班队成员,这些人里面有不少跟他都是同期,能叫出名字的有不少,关系还不错。 给你一个小建议,你以后还想再骑士电魂,就到他们那边去。 莫凡低声说道。 对不起,阁下。 克里青说道。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让你难做。 莫凡笑了笑。 不不不,是我总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这件事既然因我而起,也请让我承担一部分。 克里青认真的说道。 莫凡有些不太理解克里青的意思。 克里青却也开始解扣,脱掉了自己蓝星骑士的的外衣。 莫凡有在观察克里青,克里青的手在疯狂的狂抖,显然是因为他如今的身份职位来之不易,神女候选人预选骑士这个资格更是虔诚无限,但是他的行为却很坚定。 他知道后果,选择蓝星骑士,他是蓝星骑士,并且将一直只是一个蓝星骑士。 选择莫凡,他就不再是一个骑士,是一个神女候选人的权位附庸。 骑士殿是容不下他的。 做得好,我们蓝星骑士团以你为傲。 万迪看到克里青的行为,自然明白他的用意了。 万迪,你误会了。 我请辞蓝星骑士职位,是因为我需要站在莫凡阁下这边。 这场决斗,我需要参与,我会站在莫凡阁下这边一起接受你们的挑战。 克里青同样将衣裳叠好,放在了旁边,但他却觉得自己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穿上。 克里青的行为一下子把所有人给惊到了。 叛徒。 你竟然无视他对蓝星骑士的辱默,你妄为蓝星骑士。 你根本不配待在候选人的身边。 我们蓝星骑士以你为耻。 万迪指着克里青愤怒的骂道。 克里青一下子被所有人指骂,眼泪差点落下来。 不过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是他将莫凡带到了这里,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莫凡如今享有青年法师最高名誉,必定会有无数人想要击败他,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蓝星骑士伙伴们从一开始就是想要争强斗胜,双方各不退让才让事情演变成这样。 莫凡阁下没有错,被人挑衅无需忍让,还以颜色。 蓝星骑士也没有错,他们只是想证明实力。 错在自己。 做错了,就该承担。 利多斗关自己都说了,他等的就是这一天,只不过剧情有点不按他原来描写的来。 莫凡与克里青VS蓝星骑士秀丽丰班队。 二对四十 这样的战斗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宣传炒作,转瞬间就会如信息核弹那样在这个发达的时代里炸开,假如不是因为骑士店闲杂人等不能入内,估计短时间内整个希腊的法师都会前来观战。 利多斗关是一个有心思的人,他知道这件事不能拖,必须就地解决。 就等事情还没有传出这座山峰的时候开打,一旦传到了神女殿那边,高层那边一定会将两边拉开。 秀丽山峰斗场的人基本上被青到了观望席坐上了,本身这个超大练习场只要将所有小训练场联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终极奢侈山峰战场,利多斗关直接选了这里,然后迅速让双方就位。 两边人数,悬殊真的巨大,连那些就在现场的帕特农神庙成员都看得目瞪口呆。 一开始起一些争执的时候,大家都以为骑士店的人想与莫凡切磋而已,哪知道是这个充满冲击力的画面。 打起来之后,我就不管你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莫凡对旁边的克里青说道。 我会保护好您的。 克里青说道。 不用不用,其实你没有必要因为你们候选人对我太在意,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莫凡叹了一口气。 克里青以后基本上别想在骑士店混了,男人真的排挤起一个人来会比女人更可怕。 我,我并不是因为候选人,我只是觉得作为朋友,我应该帮你分担一点,虽然我可能只能对付蓝星骑士班队里的一两个。 克里青有些结巴的说着。 莫凡听到这句话也愣住了。 记得在明珠学府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个场景。 自己也选了一个伙伴,名字叫什么都忘记了,可他的行为与今日的克里青截然相反。 那次莫凡是哀怒,这次却是有些触动。 真正的骑士,应该是克里青这样的吧。 行,你负责那个叫万迪的,剩下的交给我。 莫凡伸出了拳头。 克里青看着莫凡悬在自己旁边的拳头,过了一两秒钟也才伸出了拳头,有力的撞了一下。 朋友,随着成长总会出现悬殊,不是在你能承担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他觉得他竭尽全力付出的百分之一是多余的而什么事也不做。 一起承担,竭尽全力便是朋友。 莫凡可不随便交朋友,克里青这个小天然呆骑士,已经可以让莫凡对帕特农神妙骑士精神重新肃然起敬了。 很荣幸能够与最强的青年法师并肩作战。 克里青难得笑了起来,只不过笑得比哭难看太多了。 我有个邻居,从小个子瘦弱,老被人欺负。 我帮他打架,我打三四个,他咬一个,每天一起鼻青脸肿的回家。 莫凡开始往前走。 是吗,那今天我们大概是要瘸胳膊扫腿了。 克里青苦笑道。 后来我才知道,老欺负他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瘦弱,是因为他有一次看见那群人在嘲笑我妹妹,自己冲上去打的。 莫凡说道。 克里青听到这句话,不由得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你知道我那个被嘲笑的妹妹是谁吗? 莫凡问道。 克里青顿时如遭霹雳一样,呆立在那里不再是不知道说什么了,而是根本说不出话来。 记得那个信仰殿的祭司因为关押莫凡触怒了神女候选人,那个时候克里青才知道莫凡是神女候选人的哥哥。 那个被嘲笑的妹妹,神女候选人行走靠的是轮椅。 凭什么? 整个蓝星骑士都想不明白的问题,克里青却在这一瞬间顿悟。 凭什么? 凭的是神女候选人还只是一个最普通最底层甚至有健康缺陷的小女孩时,就是这个人一直守护着。 整个帕特农神庙所有的骑士加起来都不能及。 第1951张超接力 影墨 天空阴沉却挤不出半滴雨水,山峰上的空气开始变得压抑了起来,而站在莫凡和克里青对面的那些蓝星骑士们心中同样犹如有意之被压抑着的野兽,随时都会释放出来。 万迪是最沉不住气的那一个,他作为蓝星骑士团里的优秀成员,更作为第一个请辞职位要给莫凡点颜色的人,他决定带头冲锋。 万迪是一名光系魔法师,可和绝大多数防御型、辅助型的光系法师不同,这家伙将光系化凯的能力运用到非常极致的程度,这使得他一个原本很柔弱的法师一下子化身成为了圣光盔甲斗士,他进攻的手段也是一件比较稀有的长矛模具,上面附着和光芒一样炽热的浓浓烈焰。 华丽 万迪的魔法堪称华丽,并且形成了他自有的一个战斗体系,这倒是让莫凡想到了在世界学府之争的队伍里, 关羽也是一个主要依靠凯刺魔具来战斗,进攻的人。 绝大多数斩魔具都是一次性的,包括凯魔具和盾魔具这些,在一次的战斗中能够使用的次数相当有限,而要走万迪和关羽这种路线的前提是具备一件可以持续使用的斩魔具。 万迪显然出身不菲,手中的那一柄裂矛便是昂贵至极,他这样全身化凯如斗士一样直冲对手面前的强势华丽手段在民间魔法中根本就见不到,寻常魔法师见到一个这样的强大的魔法斗士冲来,估计连怎么出手防御都不知道。 这个一身奢侈行透的万迪目标正是魔法,在他看来世界学府之争第一也算不了什么,学生时代的东西怎么可以拿出来当一回事。 猎毛掌刺,带起了一片如红雁裙飞的火势,犀利的金色灼热之光一阵炫目后,紧接着就是这卷起赤红之火的长矛霸气质。 莫凡站在原地,看着这个家伙花哨的技能,那双眼眸却一点一点的渗透出了充满神秘高贵的银灰,随着万迪的进攻抵达,莫凡的眼神顿时一领。 千丝万缕的意念立刻变成了一根根看不见的钢丝绳索,在莫凡的前方编织出了一个让万迪这个魔法冲锋者根本无法靠近自己半分的意念之欲,在这个意念之欲里,万迪的所有攻势都像是戛然而止了。 他的身体变得迟缓怪异,动作如提线木偶一样僵硬无比。 他的火焰与灼光,更无法越过半步,全部沉浮在了莫凡不到三米的前方,变成了一群游离的元素。 爆兴炎 万迪怒吼一声,猛的将毛已极快的速度刺出,毛尖处连续出现爆裂之炎,如一缕缕划破夜空的烈火星辰,破坏力十足的飞向了莫凡。 这一次莫凡动了,只不过他是前进着的。 爆兴炎在莫凡面前疯狂的闪烁,正常情况下一座山岩都会被摧毁掉,可这样的力量仍旧无法破开莫凡的念力编织的领域,莫凡完全就像是一个走在微风中的人那样自在。 万迪看到这一幕,那双眼睛一下子布满了愤怒的血丝。 对方怎么可能仅凭空间系的念控就星号自己的两大拿手绝技? 别太小看我。 万迪怒叫了一声,身上的火光与圣光更加浓烈。 莫凡就像是看待一个小朋友在武弄玩具塑料枪毛一样,他从万迪的面前走过,随手一个黑暗影固,直接断掉了万迪即将翻腾起的所有魔法姿态,紧接着更如一个画中人一般,画成了一抹墨影,整个人消散在了万迪的那些火焰中,朝着其他蓝星骑士团的人飘去。 万迪被禁锢在原地,巨大的压制力让他露出了几分惊恐之色,可让他完全想不到的是,对方明明可以顺手给自己来一个反击,他却直接与自己擦肩而过。 黑暗禁锢的时间并不长,万迪马上恢复自如,但转过头去看那个在自己的魔法进攻中毫发无伤的人时,一下子没有了再施展魔法的勇气。 来,成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魔法组织,将来更要誓死守护效忠帕特农神妙神女,现在我就是那个要加害侵犯神女的恶魔,你们挡得了吗? 莫凡画莫之影诡异无比的出现在了蓝星骑士团们的面前,那股嚣张气焰和邪性凛然彻底释放。 蓝星骑士团们听到这句话,更是怒发冲冠。 就算是假如都不可以,神女不可亵渎,脑海里,言语中,行动上都不可以。 蓝星骑士们终于出手了,他们每个人都是高阶,一开始还会自视清高的防止形成围攻之势,那样只会让他们觉得胜之不武,但人家都逼到这个份上了,怎么可能还考虑那么多,有一群人出手,就有更多人施展魔法,本身莫凡就做到了惹众怒的地步。 绚丽的魔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辉在秀丽山峰战场上交织,照耀到了其他好几座山峰,大量的不同系技能叠加在一起,很容易就卷起了元素风暴,相互排斥克制的力量碰撞出更强的毁灭火花。 莫凡发现,蓝星骑士是有一些能耐的,他们施展的高阶魔法已经开始不羁于魔法教科书了,火系不再是单纯的天燕葬礼,雷系不仅仅是纪念死光,光系也非光落漫障。 他们都有自己对自己魔法系的理解,并且早早的开始学会使用掌控力,让魔法演变成更适应他们自身和自身元素种特色的技能能力。 理念很先进,在高阶就有自己独特的魔法道路,这等于是在位榻上超阶提前铺好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强者之路。 莫凡可不是赵满炎那个龟壳,这样密集的高阶魔法系里他防御不下,也承受不住。 在元素碰撞之时,莫凡其实就已经化作了一个画中墨人,所有的魔法就像泼在画布上的水一样,将墨汁给容去,可墨本身并没有消失。 影墨 这正是莫凡盾影能力的进阶版,比当初神出鬼墨的悲将的真假魔影身更加强大。 影墨可以在毁灭元素中穿梭,这意味着在施展该技能的时候,对手若没有想办法去进行针对,施展出影墨技能的墨凡可以非常潇洒的从对方的攻击中离开。 第1952章混沌漩涡 强大的暗影系技能很多时候都离不开领域,离不开黑暗物质的铺垫。 另外,暗影系技能存在着很大的限制,那就是一旦出现光系魔法,一旦魔法光辉过于耀眼,没有阴影昏暗之处,影是不存在的,盾影,巨影钉这些技能通通难以施展。 墨凡刚才其实也处在一大片魔法光团中,可他轻松自如的施展出了影墨,这真的要感谢从极美大学那里获得的暗月宁经。 神奇的暗月宁经彻底改变了墨凡的黑暗物质,更在墨凡的身体里注出了一条独立的黑暗之脉。 这黑暗之脉就跟墨凡身体里的血脉那样,是存在于墨凡身体内部的,影墨能够在这样有光系魔法的情况下不受限制的施展,正是因为这黑暗之脉有黑暗之力在身体内不断的循环,任凭外界怎么缺失黑暗物质,都不影响墨凡的任何施法。 影墨,留给那一大片魔法洗礼区域的不过是墨凡身上残留下的一缕影席,真正的墨凡穿梭而过,抵达了侧面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他在这里。 该死,是瞬息移动吗? 不对呀,我眼睛一直在盯着他,只要有空间荧光出现就会将他的空间魔法给打断。 我们的魔法降临前,他没可能使用瞬息移动的。 一名拥有心灵系魔法的蓝星骑士说道。 瞬息移动是很难在一片被元素轰炸的动弹的区域中施展出来的,莫防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这让他们感到无比费解。 小心脚下。 一名敏感的光系蓝星骑士发现了什么? 不少人立刻低下头去,呼的发现他们脚下的地面莫名的变成了一大片黑色泥潭,他们的鞋子都在不知不觉中往下陷落了几毫米。 这个黑色泥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快驱散它。 光系克制黑暗魔法,这是毋庸置疑的。 人多的好处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蓝星骑士里有不少是光系法师,在脚底下这黑色泥潭让他们有一种不祥预感的时候,便马上使用了光系驱逐。 驱逐魔法非常有效,任凭莫凡的暗影戏事超阶修为,驱逐一样可以让凝结的黑暗之力破散。 莫凡对此也不在意,本就是一次小尝试,被发现了那也正好浪费几个光系蓝星骑士们的时间。 莫凡阁下,小心。 克里青的声音在魔法轰隆中忽然响起。 莫凡一扭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另外三四个蓝星骑士摸到了自己后侧,他们施法速度很快,给自己来了一串带有唱鼓效果的极点。 莫凡是可以吸收雷系,可也不是什么雷都敢硬吃的,这种雷系技能明显具备着浑种,被击中的话浑身骨头会贪软。 岩杯。 莫凡没有回头,却是双手往上一捧。 这时他手掌上出现了一抹金褐色,紧接着身后一米的位置上土地下忽然有一块金褐色的岩石石碑拔地而起,牢固的立在了莫凡的身后。 即便打在了金褐色的岩杯上,却是彻底被隔绝,一点点雷电之微都透不过去,更无法穿透击中岩杯后面的莫凡。 可恶,怎么是吐戏? 那几名掌握着雷系能力的蓝星法师感到非常懊恼。 吐戏太过克制雷的穿透与传递了,几乎所有雷系法师看到这种厚实的掩体都要两眼翻白。 没事,我们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看上面。 背后的偷袭刚化解,莫凡的头顶上方就出现了十几块恐怖窒息的冰关灵鹫,他们已经朝着莫凡杂落了下去。 这十几冰封灵鹫就即便不直接将莫凡给重创,他们触地之后形成的那可怕冰封冻结之力也不是寻常人可以承受的。 莫凡反应算很快了,他脚下的泥土出现了波动,这让莫凡一动起来跟加持上了一层严层冲浪的效果,那十几块冰封灵鹫不是同一时间覆盖式砸落下来的,在这个时间间隙里,莫凡击击着自己灵活的身法和吐戏滑动来避开这些冰封灵鹫威力恐怖的冲撞。 咯吱咯吱吱。 果然,冰封灵鹫最强大的地方不是他那轰击效果,正是带给被撞击的地面的一层可怕无比的冻结之威。 这冻结的速度是席卷的,绝非冰漫那样缓慢的凝结。 这种情况下莫凡就不能再保留能力了。 猎然。 莫凡全身烈焰豁然冲起,天地结盐,猎侠之焰,流星飞火三种混火同一时间爆发,所形成的一片环形的领域就如一道冰雪攻不破的烈火之围墙,将那股冰封之力给震慑着。 烈火通体,小炎姬还在身边之前,冰系魔法可未必能够对自己产生绝对的压制作用,何况在更强的火焰面前,冰反而是被克制的那一个。 冰封灵鹫就再一次被化解,众蓝星骑士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了,群弓魔法的效果本来就要比单体强很多,他们这样一大群法师连续几波进攻居然还拿不下对方一个人。 继续攻击,中阶魔法也好,不要停下。 蓝星骑士们正在气头上,哪里会给莫凡喘息的机会? 高阶魔法需要一些喘息时间,中阶技能和其他能力却能够源源不断,法师军团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连妖魔都得退却,人类法师自身更无法承受。 中阶魔法师法很轻松,他们全部都是中阶,而四十人的中阶魔法高频率的释放,产生的威胁一样非常客观,靠研细身法来躲是没半点可能的,莫凡毕竟不是张小猴,随时都能够在枪林弹雨中如鬼风一样穿梭。 莫凡并不闪躲,但他却转到了一个可以面向大部分蓝星骑士们的位置,确保这一次身后不会再有偷袭者。 克里青非常有智慧,他似乎知道莫凡在单身身后,于是立刻冲到了莫凡这里,紧紧的盯着莫凡背后一些同样具备暗影系能力的蓝星法师。 中阶魔法施展起来太容易了,每一个蓝星法师都化作了魔法步枪,连续的扫射。 看到附近范围的所有魔法毁灭光都在自己这个点汇聚,莫凡没有选择瞬息移动转移。 瞬息移动用来转移没有任何意义,中阶魔法频率快,施法简单,这些蓝星法师完全可以等莫凡到了另外一个位置后,再重新释放一个中阶魔法。 莫凡站在那里,凝视着魔法在飞来的诡计。 混沌漩涡。 忽然,莫凡施展出了一个让所有蓝星骑士都意想不到的技能。 第1953章 班门弄斧 现在克里青知道莫凡为什么需要有人守着他的身后了,因为混沌漩涡最多只能够朝着一面。 那些飞舞在空中的中阶魔法们纷纷顿入到了这漩涡之中,就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无论组成多么强大的威力,都被彻底的吞噬了进去。 混沌漩涡有承在极限,可惜的是这些蓝星骑士们的中阶魔法明显远达不到混沌漩涡的爆炸范围,所有的能量被吸入到了漩涡里。 逆转。 莫凡反转了漩涡,一时间那些经过了加强的中阶魔法喷发而出,这让莫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扫射机枪,对着蓝星骑士团们就是一阵毁灭方式的枪林弹雨洗礼。 蓝星骑士们阵形立刻被冲散了,不少更是爆头鼠窜,混沌漩涡本身就是一种没有什么进攻性的魔法,靠的正是在漩涡释放期间不断的吸纳周围的能量,这么多蓝星骑士为混沌漩提供的运转,威力非同一般。 看到蓝星骑士们几个回合下来竟然根本没有伤到莫凡,一旁的蓝星斗观力多更是气得直咬牙,恨不得自己亲自上场。 漩涡逆转,战场中一片伤痕,并非所有的蓝星骑士们都具备防御能力,何况莫凡漩漩涡中释放出来的魔法洗礼其实就等同于有另外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四十人骑士团队在用中阶魔法对他们进行轰炸,怎么可能没有人受伤受创。 空气箭矢 莫凡眼睛立刻转换出了银色的光芒。 混沌漩涡也只不过是中阶魔法,它最强大的地方就是在遭到各种元素毁灭魔法激活的时候。 而结束了混沌漩涡的逆转后,莫凡马上又衔接上了空间系技能。 千丝万缕变成不断在自己身边生成的空气箭矢,这些空气箭矢急速的飞向了战场上那些沉浸在魔法硝烟中的蓝星骑士们,为等那些蓝星骑士们做出反应,就是一片片血花飘了起来,混乱中传出了不少蓝星骑士们的惨叫声。 莫凡的空气箭矢是这些蓝星骑士们根本没有见过的魔法,他们一方面想不到空间系的意念可以直接凝聚为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更想不到的是这些空气箭矢拥有自我巡航系统,他们可以飞到身后,然后在空中绕一个180度的弧线刺向蓝星骑士们的后背。 莫凡把控着这些空气箭矢,只要有蓝星骑士们周围出现了星座的迹象,立刻就会有空气箭矢滑破,即便伤不了目标也一定可以让它无法再施展高阶之力。 像你这样狂妄自大的人,是一定会被遭到所有人唾弃的。 一个高亢的声音在莫凡的身后响了起来。 莫凡转过头去,发现克里青似乎无法一个人阻拦得了好几名蓝星骑士,其中有一名风系火系的蓝星骑士已经冲到了莫凡的跟前。 他呈现一种风驰之姿,胸臂最大程度的拉伸开,一颗像火焰大烙印的拳头在靠近莫凡的时候,狠狠地朝着莫凡砸了过来。 莫凡看到了一对如鹰一样的火焰从这名风火系蓝星骑士的拳上涌出,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天生天赋的火系法师,所施展的烈焰竟然可以呈现雄鹰振翅的效果,威力上也明显要超越一般的高阶火系魔法。 鹰姬猎拳。 莫凡转过身来,嘴角扬起了一个嚣张跋扈的笑意。 你这是在扳门弄斧。 莫凡说道。 即便给对方先卷起火焰之势又如何,随着莫凡拳头与空气进行剧烈的摩擦,一团狂言瞬间杀出重围,生生地将这名蓝星骑士引以为傲的鹰姬猎拳给直接压灭。 呼呼。 猎拳带着恐怖的爆破,那名在莫凡面前使用猎拳的蓝星骑士直接被炸飞了出去,看似霸气凛然的鹰姬之焰也只不过表面上华丽,完全就招架不住莫凡这种将猎拳强化到恐怖第六级的人。 三魂火加六级猎拳,任凭你在天赋,在专精,都没法与这样霸道的威力抗衡。 那名蓝星骑士飞出了很远,在不断倒飞的过程中,他感觉不到全身带来的剧痛,反而是满脑子的难以置信。 明明是自己先出拳。 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 砰! 道落在场地边缘,这名蜂火系蓝星骑士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你们几个,别以为我的空气溅没有盯上你们就可以安全的释放出高阶魔法,没有人教过你们即便是构架星座的时候,也应该好好观察一下身后吗? 莫凡瞥了一眼在自己右手边大概两百米方向上的四人。 这四人都是毁灭法师,他们避开了莫凡混沌漩涡的枪林弹雨,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时机使用高阶魔法。 但是莫凡把控着整个战场的能力可不只有空气溅,这四名蓝星骑士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身体被一层阴影给笼罩,他们脚下的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他们的背上,正想是一个个使用酷刑的恶鬼,用肩刺刺向了受罚者的太阳穴。 莫凡自然不会使用暗影封猴,那可是杀人的手段,对付这些蓝星骑士,让影行者们让他们丧失战斗力就可以了,而黑暗的精神攻击与精神侵袭,有的时候比把敌人打残了还更来得有效。 这四名蓝星骑士完全意料不到莫凡这诡异的影子杀手,脑袋被狠狠的影扎了一次,立刻就失去了意识,软软的倒在了地上。 蠢货! 蓝星斗冠利多气得大骂了起来。 这么基本的防范都没有,竟然这么轻易的被对方的影之术给解决了。 这四个人他利多斗冠可记住了,往后绝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从自己手上毕业,简直蠢得无可救药。 我觉得这人好厉害呀。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掉了五名蓝星骑士了,一般人可真做不到。 一些观望的帕特农神庙成员们开始议论起来。 换做是我,估计连十秒钟都坚持不住。 他使用的多数还只是小技能,也不知道给他有机会酝酿的话,蓝星骑士团那边要一下子损失多少人。 第1954张影之圣楼,千军万马 骑士店秀丽风练习场是向很多人开放的,随着这场战斗的持续, 更多来自帕特农神庙不同所属的人前来观战。 我的天,我还以为是蓝星骑士团和某个团体打起来了,怎么是一场终极群殴啊? 一个刚刚抵达的信仰法师说道。 什么群殴,感觉是被人蹂躏。 又一个被干掉了。 哎,蓝星骑士还是太年轻,明明对方使用了雷系魔法,居然还不第一时间散开,或者用岩系魔法抵挡。 平良心说,那种可怕威力的雷电,是一般般的土系魔法承受得下来的吗? 没看见那些防御层层叠叠的全部跟泡沫一样被击碎了吗? 莫凡的十二倍暴君荒雷在这样的群战中仍旧是至关重要的。 到了高阶,很多人对魂肿都会有了一定的概念,知道某些极品魂雷威力可以达到寻常反肿的六倍,但哪怕他们有这样的理念在,面对魂肿雷电时会提升警惕,在莫凡的暴君荒雷面前一样毫无意义。 十二倍的雷系之威,哪怕使用的是中阶魔法,被强化的技能同样可以对这些高阶法师们造成很大的威胁。 莫凡施展出了雷系的中阶魔法,还真有一名蓝星骑士自以为能够抵挡,却被垫得外焦里嫩,让下场的人数再多了一位。 战斗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蓝星骑士团这边损失了正好十人了。 大部分蓝星骑士都是为了争一口气,面对莫凡时,也主要是那些心高气傲的骑士们在出手,其他人并没有完全拿出真正的本领,有所保留。 可在看到莫凡三番两次的将他们的人员击垮,让他们人数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后,这才意识到他们挑战的这个人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强大太多,再不拿出自己的实力,全力以赴的话,败下阵来的还真有可能是他们。 说实话,要不是有十名同伴在他们眼皮下失去了战斗力,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有一个同龄人可以挑战他们整个蓝星骑士团的班队。 克里青,你快给我闪一边去,你这个蓝星骑士的败类。 万迪无比气恼的朝着克里青骂道。 论实力,万迪真不比克里青强多少,甚至还在两人单对单的情况下占据了上风。 这让万迪非常的懊恼,他根本不想跟克里青打,他想要对付的人是莫凡。 你连我这关都过不了。 克里青说道。 可笑,你算什么? 别忘了在半年前,你还只是一个没落家族子弟,即便与我们一同进入到了帕特农神庙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孝根班,要不是因为得到了神女候选人的一些恩宠优待,你今天哪有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万迪狠狠狠的说道。 克里青听到这番话,脸上露出了男友的阴沉。 克里青天然呆归天然呆,他却不是愚蠢迟钝,在跟随着神女候选人之后,克里青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万迪这个以前的朋友对自己说话语气变得怪怪的,嘴里透出来的那股酸味,还带着几分不屑,最重要的是,他还在刚才逼自己做一个怎么都对自己会造成巨大影响的选择。 这个万迪,其实一直都在嫉妒着自己,嫉妒自己好运成为了候选人的预备骑士。 万迪,你真得很自欺欺人,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即便这场战斗是你们获胜了,凭你那一点实力也根本抵挡不住墨房阁下一招办事,战斗之初,你已经败了,他不屑对你出手,将你交给了我罢了。 克里青不再那么温和软弱了。 你,你给我闭嘴。 万迪恼羞成怒,身上的金凯释放出一切能够释放的力量,就连手中的斩模具也重新燃烧了起来。 看来你真得有些失去了理智,别忘了我还是一名召唤戏法师。 克里青说道。 说着这句话时,一头钢铁师就误然地从高空中俯冲了下来,在万迪还在以为能够击垮克里青的时候猛地扑落,锋利的爪子破开了万迪的胸膛,鲜红的血花也随之散开。 战斗受伤流血在所难免,钢铁师就的力道掌握得还算很不错,其实要是克里青狠心那么一点,钢铁师就完全可以将万迪的胸骨都给抓碎。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从候选人那里得到任何的优待和任何的资源,这些日子我只不过是在埋头修炼,你们却将我的所有努力归于运气,万迪,你有那么好的天赋,有那么优秀的背景,更有一身奢侈的模具,到头来却连我都敌不过,你将时间都花在了争强好胜上,花在了和那些跟你一样眼界狭窄的人相互吹捧上。 克里青对万迪真得很失望。 同期来到帕特农骑士殿,关系也算肥浅,可自从自己成为了神女候选人的预备骑士后,这层友谊就开始严重变质了。 你,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些,就算你胜了,也不代表你比我强多少。 万迪捂着胸口上的伤,一副极度不甘的样子。 那墨房阁下呢? 他有没有资格? 换作是你,一个人面对三十九名蓝星骑士,你可以像他现在这样还屹立不到吗? 克里青质问道,其实你就是不愿意接受别人比你强,将所有强与你的人归于运气。 克里青的话直扎入万迪的胸口。 万迪又不是智障,看到莫凡已经击倒了十名蓝星骑士后又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的实力比某些超阶法师还强,根本不是他们这些蓝星骑士可以比的。 一样的年纪,却是如此巨大的差距。 再难接受,他也是一个就在眼前的事实。 影之蜃楼,千军万马。 等待多时的黑暗物质,在那些蓝星骑士们根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已经笼罩出了一片浑暗区间。 没有黑魔坛那么明显,也没有四叶统治的黑暗幕布,浑暗区间就是黄昏悄然来临,让深陷在战场中的人仍旧以为还是白天,但黑夜早已接管,无数的影将在滋养,在壮大,在某个时刻等待莫凡的黑暗呼唤。 第1955章 召唤对召唤 虚暗区间里,影子不再是贴在雾面上,而是如活物那样站立着。 他们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踏入到这里的阴暗冰箱,那双空无的眼睛里却冒鲜红的恶光,感觉像是有团火焰在里面燃烧着。 他们降临到这里,接管着这里,寸草不生。 影者们是以这些蓝星骑士们的模样为弥化,但不同的是黑暗影者们却是跨坐在一头黑暗角兽身上,每一个都手持着不同的黑暗武器,身上不断冒起的黑暗煞气就如全副武装的盔甲。 黑色的虫装,更拥有黑影角兽,手持带有杀气席卷的利刃,哪怕还只是整装待发的时候气场就已经铺天盖地。 莫凡之前在埃及使用过影煞,千军万马,但当时呼唤出来的那些影煞战士们可没有现在这样精良的装备,如果说之前的是一群杂牌军冲锋的话,那么这一次莫凡从黑暗世界中唤醒的就是一群永不息的黑暗骑士,每一个影棋斗士都绝不容小觑。 千军万马自然只是一个夸张的数量,莫凡没有千军万马,可在他面前的这些影棋斗士却足以和一个庞大的冲锋军团相比,随着莫凡号令一旨,顿时黑暗骑士们踏沉而去,卷起的是漫天的黑暗死气。 蓝星骑士们面对这样的黑暗魔法,面对这样恐怖的气势,立刻就开始慌了阵脚,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进行防御。 众箭与魔枪纷纷刺穿过来,除此之外这些黑暗影斗士们的自身冲撞也无法忽视,随着这些影者斗士们袭来,蓝星骑士们身上开始出现了一道道腐化伤口,这些伤口会让皮肉出现如花尾粘一样的枯竭,速度非常快。 这影之神楼威力可丝毫都不逊色于一个超阶魔法,本身暗影系的能力就会在黑暗物质和黑暗力量的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出现无限的演变,哪怕还没有学习到暗影系的新功,莫凡一样可以通过黑暗物质来释放出等同威力的黑暗技能。 抄阶威力自然带着绝对的摧毁力,黑暗影骑士们的冲撞,让蓝星骑士们的招架更如摆设,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上了黑暗上伤痛,痛苦在身体上蔓延,不少甚至倒在了地上,全身冒起了黑色的腐气,彻底失去了作战的能力。 黑夜渗楼,像是古代战死的骑士,战士们在邪恶的月光照耀下醒来,发起对踏入这片无法安息的人的全军冲击,践踏过后,留下的就是一片惨败。 在这黑暗力量施展之前,蓝星骑士们每个人还带着要讨伐莫凡的盛气,可被践踏之后,每个人身上布满了伤痕不说,脸上更布满了震惊,他们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的无知。 这暗影系的能力,蓝星斗观利多呆呆的看着那片黑色气息开始消散的区域。 之前还无法完全肯定,现在利多已经清清楚楚的意识到,莫凡是一名抄阶法师。 抄阶就直接跳出了蓝星骑士的范畴了,因为有不少银月骑士都未必达到了抄阶级别,这个人的实力已经可以和金药骑士媲美了,一时间根本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在不自量力。 影之蜃楼千军万马过后,战场一下子明朗太多了,还能够与莫凡战斗的就只剩下了那么十八名蓝星骑士,他们身上都还带着一些影煞留下的一点点腐蚀的伤。 这些人,为蓝星骑士们保留着最后那么一点点尊严。 他施展出这样的技能后,整个人一定非常疲乏,就趁现在。 几名拥有召唤能力的蓝星骑士不甘地说道。 他们同时呼唤出了自己的契约兽,更不惜大量的损耗魔能,打开了召唤之门,将一群从召唤卫面的野兽群给呼唤到这里来。 莫凡对他们来了一次黑暗铁蹄的践踏,他们要以牙还牙。 四名召唤系的蓝星骑士凑在一起,产生的威力依旧非常客观,尤其是他们分别召唤出了四只契约兽,以及打开了四扇召唤之门。 一些浑身披着铁甲的重量型生物从召唤之门中冲出,他们迅速地填满了这片战斗区域,如同一头头看到红色的公牛,无所顾忌地朝着莫凡这里奔跑过来,地面随着他们的冲袭剧烈地颤动着。 飞川矮狼,小炎姬,这些召唤兽们都交给你们了。 莫凡打开了刺猿之门,召唤出了飞川矮狼,而小炎姬就在莫凡的身上,得到可以自己独立战斗的指令后,小炎姬显得非常兴奋。 戴上飞川矮狼,小炎姬总算可以肆意妄为了,看到战场上那么多的敌人,小炎姬直接朝着那群冲过来的兽群们吐出了一道瀑布火焰。 这瀑布火焰出地之后,立刻焚烧成了一大片火焰魔坛,阻挡在了那群召唤生物兽群的面前。 面对小炎姬的这种剧烈高温的火焰,兽群开始有些害怕了,想要绕道而行。 但他们刚要靠近莫凡那里时,飞川矮狼却利用自己的兵系能力创造出了一片如林寻山脊一样的兵域,将那些召唤兽们全部拦下,然后利用自己的身法和迅猛逐个击破。 莫凡没有打开自己的召唤之门。 说实话,一开始就动用召唤之力,将自己的白狼部队给呼唤到这个战斗场面中来,这些蓝星骑士们估计败下阵来的速度会更快,暂且不论白狼部队们是否真的能够与这四十名高阶法师抗衡,只要给莫凡这种毁灭法师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施法环境,这群蓝星骑士们有几个能够招架得住的。 莫凡的雷系高阶,寂灭死光,狂瓷重炮,火系的天燕葬礼,炎剑宇,都强化到了第四个级别,再有暴君荒雷家身淫礼赞,以及火系三魂火强势,哪怕施斩高阶魔法都不是这些蓝星骑士们可以承受的,更别说真正的雷系抄阶,九界之近莫凡都没有使用过。 让一个毁灭法师有一个完美的施法环境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莫凡在对付这些蓝星骑士的时候,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召唤之门莫凡是不会打开了,和这些蓝星骑士们对战本就是对自身魔法熟练度的巩固,也是在提升战斗的应对能力。 第1956章1956倍高阶 那几名召唤系的蓝星骑士们本是想要借着莫凡施展了一个大魔法的空隙将它击垮,谁知道莫凡也呼唤出了它强势无比的召唤兽来。 两边的召唤兽差距更是明显,四头契约兽基本上是被小炎机给追着打,剩下的那些没有太多组织纪律性的兽潮更是在一开始的烈焰与冰川攻势下被震射住了,失去了那股冲击与践踏的最好机会。 最强的召唤系,四人合力,最后却被莫凡的两只召唤兽给彻底碾压,这四名蓝星骑士的不甘一下子化为了绝望。 一头是刺元兽,另一头是契约兽,再没有别的神们了,他们几个人所有能耐加起来都闯不过别人这么小小的一关。 蓝星骑士可不是没有智商的,再看到莫凡刺元兽和契约兽已经强的这么恐怖了,当然能明白他还没有使用过的召唤兽潮会是怎么一个统治画面,强若已经愤出。 四名召唤骑士没有了斗志后,战场上就只剩下那么十几名蓝星骑士了。 剩下这些人顽强的站在那里,魔法没有间断的在施展着,看上去像极了一群神圣战士在抵御一位大魔王,一副坚决不会退缩的样子。 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最初的时候他们这个蓝星骑士的班队可是要好好地修理一番莫凡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等被莫凡的压倒性力量给修理了一番之后,他们变成了坚决守护助蓝星骑士最后那点尊严了。 面对剩下的人,莫凡并没有着急。 他可不是无敌的状态,一些带有特殊效果的高阶魔法落在自己身上,没有做好防备的话一样会将他重创,他的身上自然也带着大大小小的伤,只是丰富的战斗经验让他懂得如何去规避掉那些比较致命的攻击。 影之渗楼千军万马确实消耗了莫凡不少精力,这个技能就是抄接,不然也无法一口气让十名蓝星骑士直接失去战斗力,才刚踏入到暗影抄接的魔法美修为还不够巩固,一次性被抽走这么多的魔能,身体是会虚弱,精神力也会疲倦。 好在这种虚弱和疲倦会再不继续使用高强度的魔法的接下去几分钟里快速地恢复过来,正好让小炎姬和飞川癌狼的出现也能帮他缓解一下被一直围攻的压力。 十几名高阶法师不停地战装施法事件很可怕的事情,事实上换作暗影戏没有抄接之前,莫凡还真没有把握可以拿下这一个蓝星骑士的班队,主要是这种战斗很容易因为对方同时施展出毁灭魔法进行轰炸一轮就直接结束了,没有防御能力的莫凡很可能第一轮就撑不过去。 正因为有了暗卖,有了影墨这个堪称完美的神迹,让莫凡可以像幽灵魔影那样规避掉元素的毁灭攻击。 此刻,莫凡再一次使用了影墨能力,让自己身体如烟如墨一样在魔法咆哮中穿行,而影墨的时间结束前,莫凡会寻找到一个波动平静的位置,好确保自己能够使用出瞬息移动来,再一次避让开从天而降的魔法轰炸。 至于一些威力不算特别强的魔法,莫凡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吐系能力和意念之力进行直接防御,也可以凭借着吐系波动快速的华仪来闪躲。 拥有空间系,暗影系的法师本身就有些飘忽不定,很难将关键的毁灭力量攻击到他们,而吐系正好填补了一下莫凡在这两个能力间隙时的空白,让莫凡变成了一个战场里的幽灵。 十几名高阶法师的攻击最终还是没有将莫凡给拿下,莫凡的精神力在快速的恢复。 狂词重炮 高阶魔法信手拈来,其威力却足以秒杀大统领级别的妖魔,莫凡开始以十二倍威力的雷系来进行收场,他的目标正是站在比较靠远处的那两名主修光系的蓝星骑士。 这两名蓝星骑士似乎意识到用光系魔法来驱散附近的黑暗气息是没有用的,莫凡的隐没能力依旧可以使用,他们开始试图对莫凡直接进行光系魔法的圣光洗礼,想要暂时的封住莫凡的暗卖。 他们两个确实有蛮不错的洞察力,可惜他们要是早一点察觉的话,莫凡早已经在这群人魔法集火中败下阵来了。 狂词重炮简直不讲任何道理,若在这两名发现关键问题的光系法师之间后,直接送他们下场,完全没给他们洗礼的机会。 他们两个也试图用圣光庇佑来防御了,可没有进阶的防御光系魔法哪里抵挡得了莫凡这种连亚君主级生物都可以创伤的毁灭雷系。 没将他们直接雷碾成尘埃,莫凡相当手下留情了。 又有两名主修光系的蓝星骑士被解决,蓝星骑士班队的人数看上去似乎变得有些可怜了。 到了这个地步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落败的人懊恼,愤怒,不甘,还留在战斗场地上面的却焦虑无比,更显得格外慌乱。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的高阶魔法和对方的高阶魔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并非所有的蓝星骑士都拥有魂种,魂种本就是昂贵无比的。 也就是说他们一个普通一级的高阶魔法,配合上二到三倍威力灵种的话,毁灭力大概就是摧毁一栋大商场的样子,修位高一点的能够有二级高阶魔法,会三级的再少数,像万迪那种能够使用三级高阶魔法,同时有魂种的,其实并不多。 莫凡的高阶魔法,首先就是四级的,从技能毁灭力上就要比这群人高出了二到三倍了。 其次,莫凡的暴君荒雷是六倍威力,比他们这些灵种高出了二到三倍左右,加起来,莫凡一个四级的高阶雷系魔法威力就比蓝星骑士们高五倍上下。 然后再有神印里赞这种变态效果,五倍威力的基础上翻,直接就是十倍。 他们的高阶魔法若是一枚小雷管,莫凡的就是一滚炸药包。 所以接下去面对的十几名蓝星骑士,哪怕大家就各自站装,相互使用高阶魔法进行最直接的对轰,这些蓝星骑士们也未必赢得了莫凡,毕竟作为超阶雷系魔法,施法速度更快不说,魔法消耗,技能间隙都要比他们少太多了。 第1957章挑战斗关 剩下的十几人,莫凡直接跟他们进行了毁灭较量。 防御什么的,大家都不需要,就看哪边谁先倒下。 这个时候火系与雷系的霸道就更淋漓尽致的提现出来了,两边都是硝烟弥漫,毁灭之息肆意席卷,随着一些兵系,风系魔法的降临,莫凡的身上出现了许多伤痕,身体也开始有些摇摇晃晃难以站稳。 只不过,那些蓝星骑士们更惨,十二倍的暴君荒雷落下来,防御都是摆设,凯模具,盾模具的存在更毫无意义,一个接一个的在莫凡的雷火双重洗礼中倒下。 站在混乱的元素栖息之中,莫凡确实像一位魔王,做着两败俱伤的事情,可谁让莫凡就是这么刚猛,一个停墨之手就是他所有的防御,一切的进攻都化为了雷系属性,这些雷系属性在莫凡的强大雷系抵抗性一番进化后就迅速的变成了库存在莫凡身体里的雷能。 因此,莫凡的雷系魔法还并非是稳定的爆炸毁灭,蓝星骑士们越进攻,莫凡的雷系威力就越强,几个队轰回合下来,蓝星骑士班队已经零零散散,根本不剩下几个还有战斗力的了。 整个战场一片狼藉,这毕竟是高阶之间的战斗,若不是帕特农神庙的战斗场地足够结实,结界足够强力,整片山峰直接垮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魔法硝烟在山中狂风中慢慢的散去,这个奢侈大豆场坑坑洼洼,上面也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衣衫蓝绿的蓝星骑士,有的昏迷不醒,有的重伤趴地,有的纵然还能够平稳的站着却已经和一桩木头没什么区别,彻底失去了战斗意志。 双眼还绽放着精光,好像一由未尽的莫凡立在其中,尽管他同样停止了魔法,但那股狂息好像还缭绕在他的身上,气势凌然,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整个蓝星骑士班队,前不久还豪气冲云天光芒高万丈,眼下跟吃了败仗等待着被俘虏的残兵没有什么分别了,眼里再没有了作为蓝星骑士那桀骜之光,更没有了所谓的不甘心,更多的是在噩梦中醒来还始终无法回过神来的迷茫与惊恶。 输了。 他们一整个蓝星骑士的班队,竟然输给了一名统领法师。 最初的时候,他们可是每个人都想着能够与莫凡一对一,堂堂正正的将他给击败,好让全世界那些人明白他们不参赛的蓝星骑士才是最强的青年法师,是未来最中间的法师力量。 可最后的这个结果,假如他们帕特农神庙也有类似于日本武士战败之后的切副仪式挽回最后殿尊严的话,那眼下把他们四十个人把自己头、颈、胸、跟全部一起切了都无法填补这份耻辱。 利多斗官,看来你的教学还有待提高啊。 莫凡笑了起来,对在一旁早已经呆若目击的蓝星斗官利多说道。 利多看到莫凡的笑容,跟见到鬼没有什么分别。 有待提高个鬼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他以后别再帕特农神庙混了好吧。 剧情不是他想的这样啊,他要的是自己交出来的一名最出色的蓝星骑士打败莫凡,不是他妈的一个班队的蓝星骑士加起来被人家莫凡一个人给全灭了。 说实话,我打得还有点没过瘾,利多斗官不然你下来陪我再玩玩。 莫凡对利多斗官说道。 帕特农神庙那些观战的成员们听到这句话都叫出声来了。 打完学生,还要打斗官。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狂的人吗? 利多斗官那张脸岂止是用怪异来形容,说实话即便让他自己去一口气挑战整个蓝星骑士班队的成员,也未必可以做得到。 那个,我看还是算了,今天的战斗已经很精,精彩了。 利多斗官用最憋屈尴尬的语调说道。 你看,现在你整个班队的人差不多都服我了,就差你这个斗官,正好今天我有雅致。 莫凡对利多说道。 利多斗官脸已经成猪干色了,可他还是不得不抽动脸上肌肉方式的笑道,我都马上四十了,已经不能够算是青年范畴。 这世道,还讲什么青年,中年之类的,既然都是成年人了就得为自己的一些行为负责。 我倒是觉得整个蓝星最想挑战我的是你,你从一开始就摆着一副想亲自动手却碍于颜面和身份的欠揍样子。 别那么委屈自己,正好我骨头也才刚松开。 莫凡对利多斗官盛情邀请道。 莫凡这样咄咄逼人,利多那张脸上的表情真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形容,有愤怒,有羞辱,有崩溃,却更不得不死死的压抑住自己。 利多斗官哪里敢跟莫凡动手,蓝星骑士们如果还能够称之为学员的话,那他这个斗官就是真正的帕特农神庙中高层人员,他敢教唆自己的学员们跟莫凡切磋,那是因为蓝星骑士本身就算新人,学员,青年范畴,青年之间的战斗都可以称之为竞争, 但他一个斗官与一个青年切磋,本质就不一样了,候选人不把他全家族的人赶出帕特农神庙都算仁慈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真胆大妄为的去冒犯,最后输了呢。 利多斗官可是全程都在看的,莫凡的实力只能够用恐怖来形容,他一个蓝星骑士的斗官实力也就这个水准了,被打败了的话,真的这辈子不用再魔法领域混了。 莫凡,你身上的伤也需要处理一下。 这个时候,一个显得几分厚重的声音传了出来。 莫凡抬起头来,往席位上望去,发现是一个还算是见过几次的人站在那里,他应该是在这里观战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出声。 诺曼大斗官 诺曼大斗官 地位大概和一名普通金药骑士差不多,但是,金药骑士也是有教官的。 第1958章 别再穿上 金药骑士的斗官,那才是整个骑士店除几个店主,店老之外最权威,最值得所有骑士信服的人。 诺曼就是一名金药斗官,连最优秀的金药骑士都要尊称为老师,更别说是那些蓝星骑士,银月骑士们了。 福利女士,劳烦您为莫凡阁下疗伤,她毕竟是我们帕特农神妙尊客。 诺曼斗官对旁边一位同样在观战的女士说道。 这名女士这才回过神来,她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走到了莫凡那里。 这名女士明显是一枝沙派系那边的,她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帮莫凡疗伤,可今要斗官诺曼这样开口,她也无法拒绝。 有女士进场,和利多的战斗自然是没有希望了,莫凡觉得有那么几分可惜,但既然人家大人物都出来叫停了,再咄咄逼人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不管怎么说骑士殿都是海龙,是心下的,把他们踩得太狠他们两个也很为难。 看来你恢复得很好。 莫凡走出了战斗场地,也没有太在意那个有心思的女士。 还要多谢你们当时的出手相救。 诺曼斗官显得和谦逊。 举手之劳。 莫凡说道。 说实话,莫凡还是蛮佩服这个诺曼斗官的,当时整个亚洲魔法协会的苏璐派系成员都聚集在了暴君山脉的云崖之巅,他们花费了多年心血打算降服那头矿氏黑龙,面对那种场面莫凡等人也只能够选择隐忍退去,可诺曼却杀入重围,生生的破坏了苏璐这个超大计划,让苏璐没法成功控制黑龙大地。 苏璐真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的政绩再漂亮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让他获得了黑龙的辅佐,整个亚洲魔法领域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所以诺曼当初貌似干涉,至关重要。 敢与苏璐对抗,更敢在禁咒级别的魔法中厮杀,这个诺曼斗官真的铁骨铮铮。 利多,你过来。 诺曼淡淡地说道。 利多斗官人都傻了,他可没有想到诺曼就在这里,更想不到的是莫凡和诺曼竟然认识,关系还非常不错的样子。 利多斗官硬着头皮,他现在真得很想给自己一巴掌,吃饱了撑得好好教导蓝星骑士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去惹莫凡,丢人丢到想一头撞死不说,还被诺曼金药斗官给撞见了。 我离开骑士殿也有段时间了,敢问是从谁接管骑士殿开始,教导得你们怕特农神庙的骑士要争强好胜,要爱慕虚荣。 诺曼重重地对利多斗官说道。 利多听到这句话,吓得两腿都发软了,立刻跪倒在金药斗官诺曼的面前。 属下只是一时兴起,想让学生们多接触一下当今最强的几个青年法师的实力,这样做,只是想在将来更好的守护帕特农神庙,守护神女。 利多斗官急急忙忙说道。 那是谁教你们,可以为了一时之气脱下骑士之一。 诺曼斗官的声音忽然间加重,顿时整个山峰就好像被冠下了一道惊天众雷那般,连山峰都开始颤抖。 诺曼这一声大怒,可谓惊到了在场所有人,那些原本还在哀嚎的蓝星骑士们,只要没有昏迷的无不爬起身来,摇摇晃晃的半跪在原地。 骑士之一,不是想拖就拖,更不是想穿就穿。 诺曼不是因为他们与别人争强好胜发怒,更不是因为他们整个骑士店的风气让人失望,而在于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将骑士之一给脱下,失败,惨败,这些对于骑士来说都不算是耻辱,最大的耻辱是自己将骑士之一给退下,还在那里冠冕堂皇的谈什么为了骑士荣耀,骑士尊严。 诺曼一直就在这个训练场中,他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这群蓝星骑士主动请辞职位就为了争这么一口气的时候,诺曼恨不得将这群狗东西一个个全从这座山上扔下去将他们摔成一滩烂泥,在进入骑士店之前,没有人教过他们即便兵刃架在脖子上,作为一个骑士也绝不应该将自己骑士身份给放下吗? 这个骑士店,还是自己认识的骑士店吗?高层腐化不堪,连新鲜血液都像一群丸固子弟,丝毫没有将骑士店最重要的格言记在心里,这样的一群实力不济,意志不坚的人,就是帕特农神庙骑士店的未来,那这个未来只会是走向灭亡。 脱下的衣,就别再穿上了,你们所有人明天到信仰店报道。 诺曼不留任何的情面。 诺曼斗官,我们,我们。 一群蓝星骑士们听到这句话全部都有些崩溃了。 骑士之位绝对来之不易,不单单靠的是背景,更重要的是自身也拥有绝对过硬的实力,他们现在还只是刚起步的蓝星骑士,再给他们一些学习的时间,很快就能够超越所有同灵法师,谁能想到就因为这样一场战斗。 诺曼,莫凡看了一眼克里青,立刻想要劝阻。 莫凡阁下,这件事与你没有太大的关系,骑士店就是骑士店,我从来就没有期望过骑士店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顶尖的魔法组织,但却必须是这个世界上意志力最坚定,坚决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地方。 诺曼斗官说道。 莫凡想为他们求情,那是因为脱下衣裳的人还包括了克里青,诺曼这句话会让克里青也彻底从骑士店剔除,至于其他人,莫凡是没有多大的同情。 就这群臭鱼烂虾还是不要占骑士店成员的名额了,整个世界范围还有那么多更出色的魔法师想要到这里来。 只是,诺曼显然是不会听从的了。 哪怕自己救了他的命,他对自己感激归感激,但骑士店的整顿他仍旧不会有半点容情。 这些年来,诺曼一直都没有在管理过骑士店,他这次重伤养好之后,也在犹豫着是否继续漂泊,还是留在帕特农神庙里。 可看到今天这一幕,他是又愤怒,又痛苦。 别人看到的或许只是一场意气用事的争斗,一次颜面无存的事件,可莫曼看到的却是骑士店即将跨倒的未来。 他若离开,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这个骑士店被这样的一群人接管,又将会是多让人心如刀脚。 他决定留下了。 第1959章诺曼,不畏强权。 就在这群蓝星骑士脱下圣衣的那一刻,诺曼决定留下来。 再不拔除这样的风气,骑士店真就完了。 事情一下子在整个帕特农神庙传开,多年不见的金药斗官诺曼,一口气踢除了整整41名蓝星骑士。 41名蓝星骑士被踢除可是相当轰动,一时间只要是在帕特农神庙的最高层人员都出现了,包括那些在外执勤的,更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闻讯赶回来。 三位神女候选人,伊之沙,阿沙瑞雅,心下全部到场。 神女殿殿母,骑士殿殿珠海龙,信仰殿三大祭祀,包括那些已经有些半退隐却还暗中执掌着一些权力的老成员,也全部出现了。 整个大殿,满身世伤的蓝星骑士以及利多斗官跪在那里,金药斗官诺曼站立着,在他的面前是一排排帕特农神庙的高层,第一排为信仰殿与其他信仰代表,第二排为骑士殿斗官,殿主及人员,最上排正是神女风的大贤女,殿母,三位候选人。 诺曼,我们尊重你,为我们帕特农神庙付出了那么多。 但这个决定事关重大,每一个蓝星骑士的筛选,都是层层关注,你这样将整个班队包括一名神女候选人预备骑士一起踢除骑士殿,我们不能够允许。 银月骑士殿殿主首先开口了。 这件事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诺曼斗官,还希望你三思。 大贤女说道。 只是一次青年之间的争斗,就算是暂时将骑士殿的衣裳给脱下,信仰殿的大祭司开口道。 只不过,这位大祭司的话刚说到一半,诺曼那双眼睛就狠狠地盯着他,这名大祭司一时间不敢再说下去了,似乎他也意识到骑士之位是不能说请辞就请辞的,骑士殿根本就没有请辞这一说。 各位殿下,各尽其职,我很欣慰。 至于骑士殿的成员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该有我来决定。 金药斗官诺曼面对这整个帕特农神庙高层,却丝毫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 从第二排开始,那些殿主、副殿主、大女贤、殿母,他们的职位就算是和金药斗官都集了,更别说是三大神女候选人全部都在场。 诺曼没有退让,他坚持自己的决定。 诺曼,你可考虑清楚,一只杀声音有些微微发怒。 这群蓝星骑士,包括斗官多利在内,主要都是一只杀和心下的派系,少部分是阿沙蕊雅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三位候选人会全部到场的原因,要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派系的人,三位候选人肯定没必要同时到场。 诺曼现在对的不单单是骑士殿的这些蓝星骑士,也不是针对每一位候选人,而是一棍子全部打死。 莫凡坐在旁观席位上,此刻他也是一阵头疼。 这个诺曼,尼玛就是一个帕特农神庙中的大魔头啊,啥事都干得出来。 不管你什么派系,一起灭了。 当然,莫凡最头疼的还是克里青,他被卷入到这件事里来了。 讲道理,莫凡自己是不会知道请辞骑士之位这个行为是多严重的,他只知道开这场审判大会前,阿沙蕊雅给自己翻了一个超级大白眼。 好消息是,克里青自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他知道脱下了骑士之衣想要穿上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选择站莫凡这边。 至于以万迪为首的那些请辞蓝星骑士们,他们却没有想到大祸临头,他们可没有真的想脱,他们比任何人都在意这件光鲜无比的骑士之一。 最先提出请辞的人,不再被骑士殿录用,其他人在信仰殿杂役处接受一段时间的惩罚,再另做决定。 一之沙说道。 一之沙有些发怒归发怒,却还是不得不用商量的语态。 这里面有好几个蓝星骑士都与欧洲几个老牌家族有关,他们要是被踢了,自己还真没法和他们做交代。 不行。 带头者,与跟随者,都是脱掉了骑士之衣。 诺曼义正言辞的说道。 一之沙脸上露出了不悦,却没有再继续说话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主动请辞的,将不再允许进入骑士殿,只是脱掉外衣,没有请辞的代罪留下。 心下开口说道。 心下合一之沙也算是争斗已久了,不过就这件事上,他们难得是站在统一战线,估计这次案例可以载入未来帕特农神庙史册了。 不行。 他们是自己脱掉的外衣,我亲眼目睹。 诺曼说道。 赵满言和那个经常跟在心下身边的女士分哀坐在莫凡旁边,分哀满脸的忧怨。 还好你不是帕特农神庙的人,依我看哪,你和诺曼斗官加起来都可以做一个组合了,就叫做魔头组合,谁都不能惹,眼里不容煞,谁来都不好使。 分哀对莫凡说道。 莫凡,讲道理这货确实跟你很像,一只沙和心下两个神女候选人全被他对得哑口无言了,整个帕特农神庙有说话权的人这里估计来了大半,给这群蓝星骑士求情,你看看这货,有半点退让的意思吗,蛇战群雄啊,霸气,霸气,什么叫不畏强权,我今天是见识到了。 赵满言说道。 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坏事,你注意观察殿主海龙,这货看上去一副很心疼那些蓝星骑士的样子,其实心里暗爽极了,这种事情他早就想干了,可爱于他是整个骑士殿的殿主,做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很大,正好今要斗官诺曼这个威信极高,官职又不是殿主的人站出来了,帮他快刀斩乱马。 莫凡说道。 什么快刀斩乱马呀,这些蓝星骑士里面有不少是支持心下殿下的呀。 分哀嘟着嘴说道。 没事,没事,一只杀的人也不少,大家各消一些,就以诺曼这家伙的行尸态度,对心下以后是有利的,一只杀喜欢玩拳术,心下做口碑,诺曼当然是喜欢口碑好的,我刚才和诺曼聊了几句,他打算开始接管骑士殿了,他在骑士殿掌权,做店主海龙的利剑,帮海龙把那些乌七八糟,毒流,老货全砍了,相信很快骑士殿就是心下的了。 莫凡说道。 什么叫做口碑呀,又不是卖化妆品什么的,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 分哀没好气的说道,不过,诺曼大人要真的能够支持心下殿下,那就能够为殿下挽回当初在欧洲失利的事情了。 第1960章一定得在屋里 这次审判,莫凡算是见识到这位金药斗官的气场了,最终41名蓝星骑士的职位全部背下,利多作为这个班队的斗官,没有教导骑士们遵守最重要的荣誉格言,职位一样背下。 骑士殿人数不是非常多的,一下子背下了42名,算是一个不小的空缺。 高层们发现他们是无法改变金药斗官诺曼的决定了,想来也知道这位金药斗官的脾气,再愤怒,再不满,终究只能够想别的办法来补救。 蓝星骑士是骑士殿的新鲜骨感血液,金药斗官诺曼自己也准备开始重新选拔。 而其他那些蓝星骑士们,一个个也是瑟瑟发抖,那种争强好胜的世家子弟风气在短时间内直接被肃清,大家沉迷于苦修,生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被诺曼斗官给逮到,那真是神仙都救不回来了。 散场后,伊之沙特意走到了莫凡这边,那双带有刺光的眼睛盯着莫凡看了好几秒钟。 金药斗官诺曼,他是文太的养子,也算是伊之沙的侄子,在整个帕特农神庙里面诺曼的微信仅次于文太了。 他伊之沙自然清楚跟诺曼这种声望极高的人撕破脸皮没有半点好处,所以他将怒气都转移到了莫凡这里。 是啊,心下也损失不少,但伊之沙头疼的是怎么去和那几个欧洲老牌家族交代,这件事总要去处理的。 你这种人,也应该死后下黑暗地狱。 伊之沙一甩袖,抛给了莫凡这样一句话。 这年头,大家都在做着利己的事情。 伊之沙喜欢更过分一点,那就是损人又利己,这等于让自己一下子领先对手两个层次。 可是像莫凡这种,做事情损人又不利己的,真的破天荒神经病,这样的温神早点去死好吧。 莫凡一脸的无辜。 明明是那群骑士先挑衅自己的,自己把他们全收拾了,事情闹大闹也是诺漫干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在跟这些人打之前,莫凡压根就不知道这些蓝星骑士是投靠谁的好吧。 那个殿下,您这几天有空多陪陪莫凡阁下,我去为您处理下这件事。 塔塔对心下说道。 哦,哦,嗯,好。 心下一开始还没明白塔塔什么意思,等看塔塔脸上的表情,心下很快就明白了。 塔塔真是怕了莫凡了,真是走到哪,事情就到哪。 还好这次一只杀也很伤。 与其让莫凡这个定时炸弹在帕特农神庙到处晃荡,塔塔觉得心下放下手头上一些不算特别要紧的事情来看住莫凡会更好一些,天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来一个大爆炸,炸得大家遍体鳞伤。 莫凡哥哥,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心下同莫凡一起回到神女殿。 莫凡是不能去心下神女殿的寝殿的,他们一般都是一起去海警房那里。 怎么了,嫌我给你惹麻烦了。 莫凡挑起眉毛,做出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心下已经笑了起来,他想到塔塔临走前跟自己说的那句话,于是特意转述了一下给莫凡。 这老太婆什么意思啊,叫你看着我,我一个大男人,需要别人看着吗,他们不留我,我能把他们给拳打趴下吗? 莫凡立刻骂了起来。 诺曼能够回归,对骑士殿是一件好事。 心下说道。 他跟阿沙瑞亚是兄妹,不是吗? 莫凡忽然间想到这件事来。 嗯,不过你看到他今天的行为,觉得他会是那种因为阿沙瑞亚是他的妹妹便倾向于他的人吗? 心下说道。 也是。 对了,他大概跟我透露了一下,觉得你走的路线,是他比较认可的帕特农神妙信念。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找他,他是应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莫凡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 心下点了点头。 和一个诺曼相比,损失的那些蓝星骑士背后的势力那真的不算什么了。 诺曼重伤垂死,使心下救活了他,只是诺曼这个人性情难以揣测,他如果继续像之前那样在外漂泊,即便他支持自己,对心下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现在诺曼决定接管骑士殿了,只要自己初心不变,相信诺曼也会站在自己这边,这让自己又具备了羽衣之杀抗衡的重要资本。 莫凡哥哥,心下正思索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什么,声音立刻加重了起来。 干嘛? 还没有进屋呢? 没事,我看过了,附近没有人。 心下开始后悔了,后悔那天就不应该听从莫凡的邪恶叫缩,在那种地方做羞羞的事情。 自此之后,这几天莫凡的狼爪开始不分场合,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深入不该深入的地方,拦都拦不住。 不是还有几天吗? 心下脸颊红彤彤的说道,也不知道莫凡在急什么。 心下以为莫凡是猴急,可莫凡根本不是。 玩的就是刺激。 有些场合,就是格外亢奋。 真以为是一间的男女没钱开房呀。 帕特农神庙那么多风景雅致,人烟稀少的地方,简直给莫凡提供了无数作案空间。 心下,你不觉得一边看星星,一边做点小运动是很浪漫的事情吗? 莫凡说道。 莫凡哥哥,现在还是白天。 心下气鼓鼓的说道。 什么浪漫呀,做那种事情一定得有天花板,一定得拉窗帘,最好是床铺,还得是晚上,谁要看星星啊? 哦哦,看云,你看怕特农的天空,云多白,多像你的皮肤,莫凡说道。 莫凡终究没有叫缩成功,本来在心下的理念里,白天就不能做坏事。 行了,行了,屋子里就屋子里。 莫凡妥协的说道。 得我是。 心下忽然间想起什么,急急忙忙的补充道,那小脸颊早就红透了。 哦? 莫凡大叫了一声,眼睛里刚闪烁起来的狡黠之光马上就失去了。 果然让心下留在怕特农神庙是一件不理智的选择呀,心下现在越来越聪明了,那点小邪恶在他会光中无处存留。 第1961章天山之痕 看你这个春风得意的样子,再给你浪上个几天,估计你连来怕特农神庙干什么都给忘了。 赵满言忍不住骂道。 别酸了,说说看有什么进展吧。 莫凡说道。 还是你家零零靠谱,四十英这东西还真有了一个稍微可靠的线索,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国内。 赵满言说道。 在我们国内,那很好啊。 莫凡说道。 好个屁,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吗? 赵满言没好气的说道。 莫凡没吭声,看赵满言这态度和语气就知道,四十英肯定是在某个相当凶险的地方了。 国内有好几处都是世界文明的兄弟,莫凡其实也没有认真拜访过几个,过去实力确实不济,现在要闯上一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他妈的天山。 他妈的天山。 是啊,他妈的天山。 天山之痕这个出了名的近处你不会没有听说过吧,我们要找的四十英就是在这天山之痕里,一个终日见不到阳光,冰寒如人间地狱,妖魔强大跟一种变形,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图腾起源,人类起源的地方。 赵满言说道。 天山之痕,这个地方莫凡当然听说过,记得在那里还有总教官掌控的一个大心结,现在虽然算是解开了,却算是阴阳两格。 国内有很多著名的凶恶之地,黑色地带,可天山之痕那里可是真正的人类近地,不是进去的人再也没有出来过,就是几十年前的人突然出现,里面发生的一切走出来的人根本就不记得,那些没走出来的人更没有机会到来,神秘而又恐怖,民间传说无数,从中获得巨大宝藏蜕变的传奇人物一样不在少数,只是无论是悄无声息的买骨血痕中的那些勇士强者,还是名声在外的传奇人物,都没有人会愿意提及其他人。 天山裂痕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说道天山,好像谁告诉过我,要想知道牟指图腾的真面目就去天山。 莫凡开口说道。 天山这么古老的地方,被当地称之为圣山,别说是有图腾传说了,就算是天山上还活着好几只图腾我都不觉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赵满言说道。 你问过蒋绍旭吗,他的哥哥蒋绍君有没有提及过关于天山图腾的事情,既然我们这次不得不前往天山去找斯石英,我们为什么不把图腾一起挖出来,天山这地方,老子早就想去一趟了。 莫凡说道。 天山有图腾,这是毋庸置疑的,莫凡看过不少古文献了,就连埃及和希腊的古老资料中都提到过神秘的东方有座圣山,这个圣山指的就是天山,随着图腾之印逐渐拼凑,逐渐开始勾勒出一个又一个更加强大的图腾之文,莫凡自己也很想看看圣兽图腾的真面目,而要想寻找到一条主心骨,一枚可以让整个圣兽图腾整体轮廓出来的大印记,答案只可能在天山。 莫凡不记得谁跟自己提到过天山,但他绝对不止一次被告知要想真正了解图腾,天山必去。 确实,我们图腾线索总是会出现断层,靠奖少旭对他哥哥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回忆肯定也不完全靠谱,天山一定有我们要的。 赵满言点了点头。 提到图腾,赵满言便非常的有斗志。 图腾之路是一条非常明智的选择,让他突破到了超街不说,还逐渐能够得到千年老王八的认可了,厦门那次,赵满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主宰快感,难怪美国电视剧里那么多超级英雄,讲道理做一个拯救世界维护和平的超人,真得是一件爽飞天的事情,绝对不会比列艳差。 以前不懂事,总是想安安稳稳的过自己挥金如土的日子,现在赵满言变了,他要像钢铁侠那样一边挥金如土,一边睡遍全国名魔,一边拯救世界。 所以寻找图腾带给他巨大无比的动力,什么穆白危在旦夕这种事情都可以先放一放,人嘛,总会死的,穆白英年早是只能说他命波,他赵满言会替穆白没睡的那份妹一起睡掉。 说出发就出发,有关乎图腾的信息自然得到当地去收集。 在国内,在东方明珠,在猎人大厦确实是全国,国际上信息最为流通的几个地方,可像图腾这样,丝石英这样几乎不会被人们传到的事情就很难跨过那么多城市,那么辽阔的国土抵达。 这次出发的非常干脆,他们都没有先返回到魔兜或者樊雪山,直接选择在中国神兜拉萨集合。 樊雪山那边,零零,蒋少旭已经得到了信息,已经在出发的路上。 临走前,莫凡和心下道别。 本身心下就事务繁忙,能有这几天陪伴莫凡都算是拖了诺曼的福了。 该分别还是得分别,再怎么依依不舍,各自还是要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行。 莫凡哥哥,小炎姬就先留在我这里了,我昨天大概探索了一会,发现他没有完成蜕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可能是契约在牵制着。 心下开口说道。 契约牵制着。 啥意思,莫凡没太懂。 就像你和小阿帕斯的情况一样呀,阿帕斯的实力被你的契约给遏制了。 小炎姬不能一鼓作气蜕变为炎姬女王,是因为契约压制。 心下说道。 就是说,我再给小炎姬扯后腿割。 莫凡挑着眉毛问道。 心下咯咯的笑着,道,你要这样理解也没有问题。 不会吧,我现在好歹是两系超阶级法师,这种修为还给自己契约兽扯后腿,莫凡一脸的阴郁。 有没搞错。 自己的这两个契约是来喧宾夺主的吧,阿帕斯实力被自己契约压着还能理解,人家终究是三大美杜莎女王继承人之一,怎么成天偷懒,偷吃,睡懒觉的小炎姬也变成是自己实力不计导致的了。 莫凡哥哥,你也不用太在意,一部分是你的原因了,另外一部分是小炎姬需要一些足够强大的助力,你自己要去寻找资源的话会花费很多的时间,还是我这边来帮你吧,正好我的修心,等于强化她的心念。 心下说道 可自身也得变得强大起来,这个强大一方面是火系修为得强大,毕竟是基础,另一方面的在不依赖炎姬附体的这种霸道状态下把自己其他系的短板给逐渐补起来。 自己即便没有火系,还能够直接使用的都有六个系,这些系有些技能由于没有去认真练习和专心强化,变得非常鸡肋。 面对的敌人,对手级别越来越高,这些短板能力越是不去刻苦修炼加强,就越没有作用。 下门之行,莫凡是体会到了实力永远都是不够的,可自己让把修为变得更扎实技能更强大,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多。 高空的空气冷嗖嗖,纯白的云团像一块一块片皮冰一样扑悬在下方,看上去倒是非常的唯美,偶尔穿过一些比较薄的云层,还能够看见下方褶皱起伏植被稀疏的地貌,过往那些高耸的山,深邃的谷,遥远的道路,从高空俯瞰下去都变成了一些小小的褶皱,长痕,沟壑。 原来帕特农神庙还知道这样一条神级的路线,这样也好,节省了飞机票的钱。 莫凡靠坐在克里青的钢铁施救背上,舒适的瞧起了二郎腿。 克里青是一个非常敦厚的人,作为这次航班的乘务长,他不仅为大家提供了耐力超出寻常的钢铁施救这架毛茸茸大座棋,还全程用自己的魔法给大家维护着一个结界,防止高空狂风鞭策,这样风就会变得柔和舒适。 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线,还多亏了佩丽娜贤者,杜维祭祀以及众位骑士。 克里青显得彬彬有礼,语气中带着对几位同行者的尊敬。 近期航线不太平,一些领空都遭到了妖魔的侵占,希腊到中国的航班十个有九个都取消了,为了赶时间,末房和赵满炎也只能够乘坐克里青的坐骑了。 克里青遭到了惩罚,现在被降到了信仰殿,作为祭祀的一名随从法师,也就是那名杜维祭祀的手下。 不过杜维祭祀是心下那边的人,是分哀的大哥,这样安排说白了就是让克里青带罪执行任务一段时间,等这次事情过了之后,再慢慢将他的职位给升掉起来。 骑士他是做不了了,但整个帕特农神庙又不是只有骑士殿,他要是能够在信仰殿站住脚跟,荣获祭祀职位的话,反而作用更大。 祭祀的职位和金药骑士评级,由于金药骑士一般和女贤比较亲近,获得的尊敬会更大一些,但祭祀更有实权,帕特农神庙上上下下人员管理基本上要经过祭祀们的同意。 佩丽娜是女贤者,暂时分不清楚她的派系,即便在当时圣女候选阶段这个人好像也没有战过队。 佩丽娜是一位经常外勤的女贤者,一副对殿内争斗毫无兴趣的样子,塔塔得知佩丽娜需要前往天山之痕,一想到莫凡如果因为航班无法回到中国又要多逗留几天,于是塔塔亲自出面让佩丽娜执勤的时候顺便把莫凡和赵满言这两个人给烧上。 为了让莫凡早点滚蛋,塔塔特别同意给克里青安排了一个祭祀随从的职位,好让他戴罪立功。 克里青一听能够和莫凡,赵满言一起外出,整个人显得很兴奋,赵满言这家伙可不止一次在他面前提及他们周游世界的各种奇妙惊险经历,什么亚马逊,索马里,撒哈拉,金字塔。 男人骨子里都有一个冒险精神的,克里青敦厚老实的听从家族安排,成长路上几乎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这次被踢出骑士店,克里青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克里青,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家族里的人没找你麻烦吗? 骑士里,一名女闲骑士问道。 这是一名银乐骑士。 威廉大哥,他们叫我不要回去了,所以我正好出来走走。 克里青笑着说道。 那位银乐骑士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叹了口气没再询问。 没事的,克里青。 这件事过错在谁我们都明白,你只是没得选择,这次任务完成,你表现良好的话,我很快就会让你进入剑士祭祀,我记得你在入帕特农神庙之前,祭祀学术是满分的吧,后来为什么去做了骑士? 杜维祭祀倒是很看重克里青。 是,是我后母的意思,他可能觉得骑士更符合家族的状况。 克里青低声说道。 克里青骑士学术也是满分。 银乐骑士威廉说道。 可以啊,天然呆,没有想到你这么厚之厚觉得竟然还是个学霸,没事,没事,跟着我们混,保证你出人头地。 赵满言笑着说道。 银乐骑士威廉很嫌弃的瞥了一眼莫凡,能不再出事就很不错了。 这个时候女贤者佩丽娜也往这里看了一眼,就那么淡然的一扫,似乎这句话在之前她就想说了,这会正好有人开了头,她道,我看在塔塔前辈的份上带上你们,希望你们不要给我惹麻烦,尤其是干涉我的事物。 我会负责将你们带到天山之痕,在那之后你们出了什么情况我不会再负责。 听着佩丽娜那几分傲慢和不耐烦的语气,莫凡和赵满言保持着我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讲出来的微笑。 她好像很看不起我们。 赵满言低声对莫凡说道。 这还用好像,她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眼珠子都不愿意放我们身上,要望天。 莫凡道。 妈的,我最受不了这种高傲女,可惜了,木白这家伙英年早逝。 不然让她配点药,看我不弄得她上天入的的。 赵满言满嘴骚话。 第1963章神兜 女权组织的大部分这样,我们当时去阿尔卑斯山学府,他们也是这幅态度。 莫凡说道。 也是,克里青,那个祭祀,还有骑士,这一群男的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很容易就给这些女人培养出了高人一等的脾气来。 赵满言说道。 忍一忍,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有他带路,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莫凡说道。 女贤者在帕特农神庙的地位极高,同级的祭祀,金药骑士都是围着女贤者转的,而且听克里青有说,这位佩丽娜女贤者在帕特农神庙的地位比较高,他亚洲地区有极高的拥戴。 贤者,这次前往拉萨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 祭祀杜维开口问道。 他们这群人出发的比较匆忙,祭祀杜维只知道需要跟随一名女贤者去中国西藏,却还不知道具体事物。 女贤者佩丽娜瞥了一眼墨房和赵满言这两个外人,明显是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件事。 祭祀杜维也非常识趣,知道这次前往神都拉萨恐怕是一个比较机密的事情。 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之后,杜维渐渐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存在着很多不会向世人公布的事情,尤其是坐上了帕特农神庙祭祀之位后,所接触到的层面很多次都推翻了杜维原本的世界观,可在众多震惊和不敢相信之中,渐渐的有些事情变得不得不接受了。 女贤者佩丽娜在帕特农神庙的地位很高,不单单是因为她在亚洲拥有非常高的威望,更在于负责帕特农神庙外勤的她经常会被派遣去做一些秘密任务,这种任务一般都与五大洲魔法协会,一财院,猎人总盟,各国顶尖法师组织有关联。 作为祭祀杜维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希腊,帕特农神庙内部的事情,佩丽娜的接触却要广太多了,就比如说中国神都拉萨。 帕特农神庙对中国的魔法组织谈不上有什么好感,但他们却相当尊敬神都拉萨布达拉宫的圣公法师,佩丽娜在亚洲威望很高,也正是因为她与圣公法师走得很近。 克里青的钢铁师就确实是一种极品召唤兽,能够作为作奇召唤兽的多数都是耐力在妖魔之中相当突出,同时他们自身要散发着一种人畜无害的气息,确保他们在飞过和途径其他妖魔领地的时候不会受到攻击。 耐力强,速度快,气息无威胁,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妖魔和召唤兽其实已经算少了,更别说是克里青这种统领级的。 飞川矮狼这祸是不能当作奇的,莫凡偶尔急着赶路会骑成一下,主要原因是狼族气息太过侵略性,随随便便往别人妖魔家门口一经过,狼骚气就蔓延个十几里地,很容易就会被那些脾气暴躁的老妖怪给拦下来问话。 从希腊到拉萨这段距离,基本上算是夸了个大半亚洲,正常坐骑妖兽背着这么一群人没飞出半个国度就累成一滩了,何况是跨过这么多个国家,飞过那么多个妖魔兄弟,妖魔山脉。 当然,莫凡也是第一次知道其实高层法师们拥有一条坐骑航线,可以相对安全地穿过妖魔横行的地带进入到别的国家,这种航线掌握在某些特殊人群手上,绝不会公开的。 克里青,你这钢铁施旧的记忆力怎么样,像我这种不安分的人,又经常要去帕特农神庙的人,有的时候坐国际交通还真容易出点问题,这条路线能帮我记下来吗? 莫凡小声地对克里青说道。 国际交通经常会出状况的,而且莫凡算是很多人的眼中钉,有的时候行踪不想被别人知道,假如自己也能够获得这些特殊的路线,以后行动会更有选择。 这个,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画出来,但这件事千万别告诉贤者呀,像这种信息只掌握在他的手上,泄露出去就是大罪。 克里青说道。 你这都能记住,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山脉,沙漠,森林。 莫凡诧异道。 可能是我学术比较扎实吧,这一路上飞来我能够大致知道途径了什么地方,给我稍微琢磨一下地图基本上能够模拟出来。 克里青说道。 牛逼,不愧是学霸。 莫凡给克里青竖起了大拇指。 莫凡这地理白痴,飞过中东地区的时候竟然还觉得这片地带有点像非洲,要他记住路线是没可能的。 快要抵达神兜拉萨,高山是没可能直接飞越的,所以钢铁师就得从几个海拔比较低一些的国家绕入到拉萨,而不是直接从西向东。 高原氧气较为稀薄一些,却格外的干净清新,有一种在阿尔卑斯山山脉上的感觉,这也是莫凡第一次来到西域,来到这座盛名已久的神都。 神都地位极高,许多国际上的最权威魔法组织的会议都会在神都召开,国内最权威的法师组织,一个是顾宫廷的宫廷法师,另一个就是布达拉宫圣宫法师。 宫廷法师主内,圣宫法师主外。 圣宫法师与帕特农神庙关系比较密切,眼高于天的帕特农神庙成员从来不会在圣宫法师面前摆出那种优越模样。 你们就在山脚下等我吧,我要前往圣宫一趟,天山之痕之行大概在三天后前行。 佩丽娜女贤者对其他人说道。 贤者,我们也留在这里等候吗? 银月骑士威廉问道。 你们沉吐气太重,就在山下等候。 佩丽娜女贤者说道。 是。 佩丽娜女贤者独自登上了圣宫,骑士们可谓是性情刚烈,他们哪里也不去,就像一尊尊雕像那样守护在山下,那气派威风的模样一下子引起了不少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游客们的关注,纷纷小声的议论了起来。 不得不说,帕特农神庙骑士们行头是真得亮眼,特质的蓝星,银月骑士袍彰显高贵威严,寻常法师跟他们站在一起真得和土鸡娃狗差不多。 我们去和玲玲他们会合吧。 莫凡说道。 哇,这些人还跑去拍照,没见过世面呢。 赵满言看到不少人凑到骑士边上自拍,一脸无奈。 第1964章 撩骚 难怪帕特农神庙骑士那么多人崇拜,在帕特农神庙的时候还感觉不大出来,可只要往平常的地方那么一站,这群人就跟从天上下来的那样,与其他凡人有着天壤之别。 骑士尚且如此,被骑士们簇拥着的女士,女贤那就更是如天女下凡那般了,这样一番对比。 再去重新审视那位正轻轻捏着裙边一步一摇曳的踏上布达拉宫的女贤者佩丽娜确实别有一番高贵出众。 莫凡,我算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总被人瞧不起了,第一眼就觉得我们是那种市井小鳖三,我们行头不行,旁边更没有一群衣着光鲜,训练有素的小弟在衬托,什么东西都是需要衬托对比的,什么时候我们也拉帮结派,把我们弄得牛逼红红,走到哪里自带气压,自带吸睛效果。 赵满言摸着下巴说道。 莫凡深表认同。 他们几个自由惯了,多数独来独往,这种情况下别人哪里会把你当回事。 再看看帕特农神庙成员的出场,骑士护驾等候,祭祀陪同,哪怕再气貌朴素也会一下子出众很多。 灵灵他们说让我们在广场这里等。 莫凡看了一眼手机,是灵灵发来的信息。 正好我们在研究一下行头的问题。 赵满言觉得这个很重要。 广场上游客非常多,他们不停的议论着,似乎也有几个见多识广的,认出了这些骑士们是来自帕特农神庙的。 原来是帕特农神庙的骑士,难怪这么霸气。 应该是有什么大人物上山了,可刚才只看见个女人。 不会那个大人物就是刚才那女的吧? 几个猎人就在莫凡和赵满言旁边议论起来,目光不断的朝着已经走到远处了的佩莉娜女贤者。 有银乐骑士,应该至少是女贤者级别的。 银乐骑士,是不是非常强? 我们一个猎人团加起来都不一定打得过人家一个银乐骑士。 满脸胡须的老猎人说道。 高原云气会少许多,天空看上去就格外的蓝,带着几分蓝宝石一般的鲜艳。 莫凡和赵满言两人满目无聊的等候着,从研究行透的问题渐渐的已经变成在跟其他到这里的女游客们搭讪了。 在拉萨,游客和本地人真是一眼就能够分别,莫凡和赵满言两个人很容易就被其他人从那几个帕特农神庙成员中区分开来,融入到普通游客当中。 我们刚来的,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比较好玩,就先来布达拉宫了,不过好像近期有什么事情发生,布达拉宫没让游客们上去参观,好可惜啊。 一个干净利落俏皮短发的女孩说道。 你们刚毕业吗? 赵满言问道。 嗯,我们做毕业旅行,你们呢? 另一个显得很开朗外向的盘发女孩说道。 好巧啊,我跟她也是。 莫凡张口就道。 啊?那确实好巧呀,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短发俏丽女孩问道。 我们明珠学府的。 明珠学府?那可是名校哦。 还好,还好了。 话说起来,你长得有点像一个人也。 你说的是世界学府之争第一的莫凡吧? 对对对,好像哦。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其实我也很无奈,总活在那个人光芒之下。 莫凡做出苦笑的样子。 话说你们就四个女生来这么远的地方,男朋友不担心吗? 赵满言问出了他最老恋的问题。 果然,几个女生害羞的笑了笑道,我们几个都没有男女朋友了,就他有,但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包括他自己。 赵满言点了点头,看了一眼那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发现这女孩是三个中长得最白嫩最成熟一些的,也很好看,让赵满言没有想到的是,莫凡好像早就盯上了他,已经把人家撩得笑不拢嘴了。 赵满言嘴角一抽,莫凡这混蛋果然越来越没下线了,下手速度比自己还快。 既然他撩了那个妹,哼,剩下三个就全归他赵满言了,好久没有三菲了。 赵满言泡妞是有套路的,正在他打算继续身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个熟悉的身影往这里走来。 莫凡,玲玲他们来了。 赵满言提醒了莫凡一句。 来了就来了呗。 莫凡完全没在意,因为他已经套出了人家的住店处了,房间号一问,基本上什么都成了,哦,你不要误会,她是我小妹妹,刚才说到哪了,对,那种成天怀疑你这,怀疑你那个男人,说白了就是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跟这种人在一起确实很累,你选择不理会她的反对到拉萨来确实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在这里你会豁然开朗的。 你蛮懂的吗? 女孩娇笑了起来。 一般般了,莫凡也笑了起来。 莫凡,玲玲他们来了。 赵满言再一次提醒道。 哦,玲玲,你和蒋少旭先去猎者联盟逛逛,收集一些信息吧。 莫凡这才转过头去,打算将玲玲给打翻了。 本身收集情报的事情就是玲玲做的,虽然天山在新疆,但西域所有的信息交汇都在拉萨这边。 只是,这么一转头莫凡误然发现玲玲身旁还站着一个身材出众,肌肤雪白的女子时,脸上那和姑娘们撩骚的笑就一下子僵住了。 我们去收集点信息吧。 慕凡雪和平常一样,那富冰冷冻的样子给人一种一切与他无关,生人物尽的特殊气质。 之前在帕特农神庙就说好了,会过来的就只有玲玲和蒋少旭。 让莫凡完全想不到的是,慕凡雪也来了。 而且从他那句话说话的语调与语气就可以大致知道,他从远处走过来到抵达莫凡身后,一直都在看着莫凡和那个感情纠葛的女孩吊笑。 也不知道贵搓衣板这东西对慕凡雪管不管用,总之到了夜里,慕凡雪都没和莫凡多说半句多余的话,感情一下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莫凡也很无奈,别说是那个女孩的房间号没问出来,现在慕凡雪都不让她进屋了。 只能够孤独的在拉萨半夜悠冷气候下修炼到天明。 第1965章极度危险的人 雪雪,怎么也一起来了。 莫凡问道。 怕你们这次到天山会应付不过。 另外,来上一次突破到高阶,便是因为到了一趟天山,这里冰雪灵气很强,会对我比较有帮助,慕凡雪回答道。 到了第二天,慕凡雪才正常和莫凡说话。 莫凡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慕凡雪也知道莫凡是什么德性,懒得和他计较了。 天山算是你的福地啊。 莫凡点了点头。 记得当初慕凡雪被雪府队伍淘汰,他就是独自到了天山这里修炼了一段时间。 在凡雪山修炼虽然也很专注,但历练一样是不可缺少的,正好听了莫凡的行程,便也决定一起前往天山。 拉萨的街道并不多,其实走上一阵子基本上可以将那些道路给踏过,这里的古老石板,基本上都有信徒的磕痕,论虔诚和执着,拉萨的信徒们确实不会逊色于帕克农神庙。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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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和慕凡雪走在厚重的石路上,与没有半点征兆的落了下来。 作为日光城,每天日照时间可以超过八小时的地方,这样没有招呼的低语也算比较少见了,只不过路上的藏民们却显得很愉悦,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到时那些靠旅客们赚钱的商贩就满脸晦气的样子。 这是怎么了,日光城要变成雨泼城了吗,这才几天又下起雨来。 一个商贩老板抱怨道。 莫凡正在商贩老板这里买果汁给慕凝雪喝,听到他这样不满,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这里不是经常求雨吗,这雨来了,怎么还不高兴了。 求雨,那是刚旱季才求的,这些年风调雨顺的,雨多了反而是坏事懂吗? 而且,真的太怪了,这个月都第五场雨了,在过去这个季里,有一场雨都算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商贩老板一边说着话,一边瞟了一眼站在街上等待的慕凝雪,不由挑了挑没道,小伙子,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啊,跟话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 老板,你真会说话。 这两瓶多少钱? 莫凡问道。 五十。 卧曹,你怎么不去抢? 爱买不买。 你怎么说话的,怎么做生意的? 买了一把伞,莫凡和慕凝雪也不想太招摇的用什么魔法结界来遮雨,难得能够和慕凝雪这样在一个抑郁柔美的地方雨中漫步,莫凡就不计较这把伞那个商贩老板卖自己六十这个问题了。 雨稀稀利利,路人纷纷开始躲雨,莫凡和慕凝雪踩着大石阶,一转角正好看见一个销瘦的身影,身上披着很老旧的一件布纱,正匍匐在道路的正中央面朝着某个方向朝拜,看上去。 雨像是在感谢老天恩赐的雨露。 雨水滴落在她身上,她纹丝不动。 花枝招展的旅客们从她身旁走过,丝毫没有相互打扰。 雨开始越下越大,她没有站起身来往前走,那扣手下去后就好像化作了一尊雕像,时间对她而言也像是静止着。 怎么了? 沐凝雪见莫凡站在原地不动,有些疑惑的问道。 莫凡眼睛很久没有从这个人身上移开,在她脚下其实渐渐的有些积水,那些小积水莫名的笼罩上了一层暗埋,暗埋却是来自于莫凡自己。 不知道,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莫凡摇了摇头道。 从匍匐在地的那人身旁走过,莫凡还是特意看了她一眼,巧的是,这位不杀流浪者也正好将头转了起来。 这名不杀流浪者不是完成了朝拜后将头抬起来,他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将脸的一侧仰起来,用左边的那双眼睛上瞄了一眼从旁边走过的莫凡。 莫凡看到此人面孔,看到此人那双的眼睛,身体里的暗埋莫名的加速流动起来,莫名的产生一种寒冷之意透到莫凡全身,再从肌肤的毛孔散了出去。 那人保持着这个怪异姿势,莫凡俯视着他,像是对视僵持。 莫凡浑身汗毛树立。 那人,过了几秒钟似乎也显露出了几分不安的样子,又将头埋了下去,保持了原来那个朝拜的姿势。 莫凡和莫凡雪已经走到了街尽头,抵达了主街北京中路。 你怎么了? 莫凡雪发现莫凡还没有从刚才的状态中回过神来,接着问道。 我身体里有荣慧全身的暗埋,是暗月宁经赐语的,将我的黑暗物质力量整合了起来变得更强,同时获得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其中一种是威胁感知。 莫凡挽着自己手臂的莫凡雪说道。 威胁感知? 这是很强大的能力。 只是刚才我们只是走在街道上,你敢知道了什么? 莫凡雪说道。 那个不杀流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暗埋好像感知到了他身上有某种危险隐藏,而他好像也察觉到了我身上这种能够预知他气息的暗埋能力。 莫凡说道。 我刚才没感觉到他对你有敌意,你又怎么会有危险预感呢? 莫凡雪废解道。 刚才在街道上,莫凡和那个不杀流浪人的行为确实相当古怪,好似两个世仇在某个地方偶遇,气氛凝固如霜落,雨水寒冰。 明明素不相识。 是,这就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 他对我没有敌意,暗埋预警让我不寒而栗,他也好像怕被我识破什么一样。 莫凡说道。 会以前见过吗? 慕凝雪问道。 没有。 他明显不是针对我的,只是暗埋似乎像告诉我,那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要远离。 莫凡说道。 极度危险,慕凝雪重复了这个词。 莫凡和慕凝雪继续走着,也没有再提那个人。 慕凝雪似乎想到圣公上去走走,可惜圣公近期并不对外开放,两人只能够绕着外围走了一圈,这个时候,忽然布达拉宫上一下子出现了好几对闪耀着圣芒的瑰莉翅膀,那洁白,金光的雨疏展开,给人一种天灵降临之感。 莫凡仔细看去,这才发现是布达拉宫上有好几名圣公法师正飞出,像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第1966章一财院,财教 看得出来,那几名圣公法师都是修为比较高的,他们飞行的速度也非常快,从布达拉宫上方光芒四溢的雨翼那么一闪,到下一刻他们已经抵达广场上空了,那双眼睛正警惕无比的扫视着附近,找寻着什么。 莫凡抬起头来,发现女贤者佩丽娜也在其中,她驾驭着一头能够踏空而行的灵兽,看上去更是高贵无比。 在那个方向,好大的胆子,竟然敢闯入到圣城来,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她再逃走了。 其中一名绑着粗辫子的圣公法师说道。 这附近太多藏民和游客了,我们还是要小心行事。 另外一名四十来岁的女圣公法师说道。 先找到她的位置再说。 四名圣公法师立刻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分散飞出去,像是四道射线在布达拉宫上方展开了四方轴线,引起了一大片民众的惊呼。 圣公法师都是比较低调,不是紧急的情况,他们都会选择在广场处停落,用步行上山,以表达对圣公的尊敬,像此刻这样直接在众目睽睽下施展瑰丽魔法,威风凛凛,圣起逼人的情况确实相当罕见。 不知道为什么,莫凡下意识的看了一眼刚才走过的那条小街,直觉告诉莫凡这些圣公法师要找的人正是那个不杀流浪人。 佩丽娜女贤者留在原地没有动,但她还是缓缓的落到了地面上。 她落到了祭司和骑士们那里,祭司杜维也一直在这里守候,看到女贤者便和其他骑士一样立刻行礼。 有什么吩咐吗,贤者? 祭司杜维问道。 真没有想到,那个家伙这般胆大包天,竟然直接到了圣城,还离圣宫这么近。 佩丽娜说道。 您说的是。 祭司杜维不太了解情况。 佩丽娜还没有开口说明,圣宫上又有一道黑色的身影在石阶与布达拉宫道上急速跳动,就见到一大串残影留在那里,而其本身却已经抵达了广场这里。 这个黑色急速之影在佩丽娜附近这里停了下来,正是一名身穿着充满乌金质感的欧式僧侣袍的男子,全身散发着一种威严与咄咄逼人之气。 高手可真多呀。 莫凡暗暗感叹。 在别的城市,人群中有几个高阶法师那都是极为突出的了,更别说抄阶这种尊贵无比的人物,可在这圣宫附近,才短短的时间里就涌现出了这么多强者,让第一次来拉萨的莫凡不由的心生敬畏。 才叫,您确定他就在布达拉宫附近吗,不超过一公里半径。 佩丽娜说道。 我很肯定。 那位被称之为财交的男子说道。 他是否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佩丽娜问道。 我们的职责就是在他做出极端行为之前将他缉拿或者禁除。 才叫说道。 莫凡就在这几个人不远处,他们的谈话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慕丽娜低声开口道,才叫,这不是义才院的殖民吗? 嗯,义才院的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莫凡说道。 圣才院与义才院,都是高于五大洲魔法协会的最权威组织,圣才院监督的是全体魔法成员,包括黑教廷成员。 义才院负责的范围,这就有些神秘了,正常人基本上接触不到义才院,小的是,莫凡暂时列为了义才院名单之中。 似乎有某种奇怪的感应一样,那位被称之为财教的乌金僧侣教医男子呼的转过头来,眼睛像猎鹰那样盯着莫凡。 莫凡心里可不痛快了,才这么一会,自己就被人用这样怪异的眼神看了两次,自己这样的无好青年怎么就跟脸上贴了不良标签一样,是个人都看得出。 你是谁? 那位财教直接走了过来,重重的质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整个广场这么多人你不问,问我做什么? 莫凡相当反感道。 根据包老头的友情提醒,义才院的人基本上都是怪物,让莫凡没事别去招惹。 圣财院很多时候都还会依照规则办事,他们多少会被全世界各大权威组织和五大洲魔法协会监管着,但义才院,至今没听说过哪个组织与义才院做对的。 你身上有印记? 这名财教语气咄咄逼人道,像是一个捕快在审问一名犯人。 什么意思? 莫凡再一次反问道。 你身上有我们义才院的印记? 财教说道。 你是说,我有你们义才院的案底了。 莫凡说道。 可以这么理解,至少有嫌疑。 这名财教语气很肯定的道。 听到这句话,莫凡脸一下子就黑了。 真是草他义才院的。 当初将冷诀交到圣财院手上的时候,圣财院和义才院的人就给自己保证,只要自己不使用违背魔法常规的毁灭力量,就会将自己的背露从两院中消除。 印记 莫凡还真不知道义才院的人什么时候在自己身上留了一个可能犯罪的印记。 结果倒好。 这一名教材一眼就识别出了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用那种看怪物看异端的眼神盯着自己,人与人之间这点诚信都没有,他们圣财院和义才院还凭什么站在世界之巅。 我要和你们领导谈谈。 莫凡冷哼一声。 简直混蛋,冷诀被暗杀的事情,莫凡都还没有跑到圣财院和义才院兴师问罪,当初守护宏伟之城抵抗冷诀党派的时候,北疆士兵死了多少,他们有脸去面对这些英勇亡魂吗? 若不是你在这里,干扰了我的判断,那个异端已经逃无可逃。 财教冷冷的说道。 这名财教也知道,莫凡只是有暗底,并非是真的异端,上头没有净除命令前他是不会去理会莫凡这个特殊的家伙,可是正因为这个暗底印记,使得财教没法准确的捕捉到另外一名真正异端的具体位置,现在那异端很有可能已经逃走了。 莫凡一听,直接就炸毛了。 难怪包老头要特意提醒自己别去惹异财怨的人,异财怨的人简直脑子有病。 他们自己先不诚信,不把自己的印记消除便算了,居然还把找不到真正有印记的人问题归咎到自己头上。 这种神经病的逻辑,莫凡真他妈服了。 第1967章一端嫌疑人 你拉不出使,难道也要怪我身上的印记让你分心了吗? 莫凡对这名财教说道。 你是怎么说话的? 财教威怒道。 怎么不先问问你自己是怎么说话的,我暂且不去跟你废话我身上怎么还会有你们异财怨印记的这个问题,即便是我有印记,我有做什么违背你们异财怨规定的事情吗? 莫凡却是反质问道。 有印记,便有嫌疑,有嫌疑,便应该盘问。 你到底是谁,尽快秉明身份,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财教一脸肃然的说道。 哦,那我偏偏不回答。 莫凡摆出了一副和对方刚到底的态度。 财教脸立刻就拉了下来。 这个时候,佩莉娜女贤者也走了过来,她见到这边情况有些紧张,于是解释道,财教大人,这位是莫凡,我们候选人的家人。 你是莫凡。 财教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就好似一个捕快撞见了一个从凉了的惯犯,带着很是怀疑的态度。 知道了莫凡的身份,财教便没有再继续盘问下去了。 显然,这名财教还需要找到那个真正的异端,原本对方客客气气的,好好的跟自己说话,莫凡兴趣还会给这名财教指个方向,因为莫凡觉得那个不杀流浪人大致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但现在,就看他们这样的行尸态度,天知道哪一边才是异端。 哪一边才是横行霸道者。 莫凡才教离开之后,佩丽娜重新打量了莫凡一遍,那双浅碧绿的眼睛里透出了几分异样之光。 莫凡才教说的有一个摇摆者和异端者,原来摇摆者指的是你。 你过来是一个有问题的家伙。 佩丽娜语气不是很友善的说道。 人位高处的风比较大,把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都给吹坏了是吧? 莫凡说道。 佩丽娜对莫凡的嘲讽没有什么表示。 祭司杜维发现他们这样谈下去迟早要出事情,于是急忙撞开话题道,佩丽娜贤者,是出了什么大事吗? 为什么连异才院的才教都出现在了这里,莫凡阁下一直都跟着我们,应该没有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吧? 佩丽娜眼睛这才从莫凡身上移,既然莫凡也算是异才院在盯着的人,他觉得这件事也没有必要刻意隐瞒什么了。 佩丽娜不再避讳莫凡,开口说道,你知道异才院对异类的界定吗? 不是很了解,望贤者告知。 祭司杜维非常恭敬的说道。 我们人类使用的力量称之为魔法,魔法文明经过数千年的裁定,逐渐有了我们现在的魔法体系。 白魔法,次元魔法,元素魔法,黑魔法,佩丽娜开口说道。 这些算是魔法常识了,每一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懂。 这些我们还是知道的。 祭司杜维点了点头。 到了超阶,我想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还存在着不少超出魔法纲目的力量,这些力量被叫做禁术。 佩丽娜说道。 这些略有耳闻。 祭司杜维说道。 禁术范畴最大,不少禁术其实也在被各大魔法协会和魔法组织进行考究,争取成为我们魔法纲目中一个新的基础魔法图路,乃至一个新的戏。 禁术之中,还有一个界定,那就是邪术。 使用邪术者,全部都会被异财院盯上。 佩丽娜说道。 佩丽娜说的这些,莫凡都知道,当初被异财院的人盯上,就是因为恶魔戏的问题。 幸好有包老头和一些神秘者帮自己顶住了压力,不然自己身上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嫌疑印记了。 这个世界终究是有一些真正维护和平的圣法师的,莫凡明显处在这些破坏地球和平的边缘。 在邪术之上,还有一个界定,称之为离术。 邪术者,魔法协会与圣裁院都会进行处决和裁断,而离术者,才会由圣裁院的人出动,进行缉拿和净除, 离术者不单单是他们的力量没有在魔法纲目之中,更在于他们的离术过于强大,足以威胁到整个魔法社会的安定,甚至会造成巨大伤亡。 离术者,就是一枚在人群中行走的大魔鬼,无法预测他们的魔鬼真身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可在野外,也可在人群,若是人群,必定生灵涂炭。 佩丽娜说道。 离术! 这个还真没有听闻过,即便是杜维祭司,他了解的也只不过是邪术这一层。 我这次到圣宫来,正是协助异财院和圣宫法师们净除一名异端,这名异端身体里的离术已经爆发,在青藏高原一座叫做端云村落中,造成了整个村子的人集体罹难,随后这名异端又试图对亚洲魔法协会分会进行报复,当时正好被圣宫法师给阻止,现在此人好像迁怒于圣宫,逐渐出现在了圣城一带。 佩丽娜说道。 报复亚洲魔法协会分会,甚至威胁到圣宫,这个异端也太疯狂了吧。 杜维惊呼了起来。 不然怎么是异端呢? 佩丽娜说着这句话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莫凡。 这个眼神,让莫凡相当不舒服。 那莫凡阁下。 杜维马上担心了起来。 他只是有嫌疑印记,不过由于一开始他的这个嫌疑印记,使得莫勒才叫将最关键的锁定时间浪费在了他这里,这才无法精确锁定那名异端的位置,城内如此多人,要找到那名异端恐怕有点难了。 佩丽娜说道。 难怪莫勒才叫对莫凡阁下隐隐作目。 但这也不能怪莫凡阁下。 杜维说道。 莫凡嘴角开始抽起来,看来自己真是对圣裁院和异裁院太客气了,下次他们跪在自己面前,也休想让自己再把黑教廷的半个成员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向世界邀功,获得了所有魔法组织的赞扬美誉,稳固了权威地位,到头来自己还是一个异端嫌疑人,狗日的。 第1968章天山裂谷 好不容易和莫凝雪雨中散步,本来应该是很浪漫的事情,后面的姿势莫凡都幻想好了,哪知道一连串这样晦气的事情。 返回到了旅店,莫凡雪有些担心莫凡那个印记的问题。 看来异裁院是没打算那么轻易放过你的,至少会对你一直监管。 莫凝雪说道。 这般虚伪的东西。 莫凡骂道。 我听说,异裁院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追印能力,被烙上了他们的异端印记,无论逃到哪里最终都会被他们找到,并且被直接处决。 莫凝雪说道。 莫凝雪还是担心莫凡的恶魔系能力,恶魔系力量实在过于强大,很难避免会波及到一些无辜者,就现在异裁院对待莫凡的情况来看,只要莫凡恶魔系伤及到任何一个无辜者,马上就会将他的嫌疑印记变成罪人印记,成为一个真正的异端。 一旦被打上异端身份,莫凡就彻底没有活路了,异裁院无比冷酷,行为手段更是蛮横至极,当初圣子文太会被禁除,异裁院是功不可没的。 圣子文太这样的人物都难逃圣裁院和异裁院的处决,莫凡哪里可能和他们作对? 也庆幸黑教廷冷决这个红衣大主教帮莫凡挡了一箭,否则等裁决开始,莫凡就无处遁行了。 恶魔系的来源本就来路不正,是被各大魔法协会给禁掉的,当初军统陆年不顾各大魔法协会的禁令继续研究,造就出了几个怪物,最后这个强大的禁术落到了莫凡的头上,在莫凡这种天生双系的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契合,于是诞生了这样一个恶魔系。 所以,根据佩莉娜之前对魔法的描述,莫凡的恶魔系力量确实就是大大的禁术。 这个恶魔能力,确实大有问题。 莫凡弹了一口气。 怎么能怪你呢,当时你也是为了救我们,莫凡雪抓紧了莫凡的手。 思来想去,莫凡当时踏上恶魔这条路也是被逼无奈,获得了恶魔之力更是为了救自己和其他人。 在之前,莫凡雪还不太清楚莫凡的恶魔由来,现在了解到了全部,她不禁更心疼莫凡。 回到了旅店,玲玲、蒋少旭、赵满言三人已经在楼下的茶馆里谈论着了,玲玲和蒋少旭应该是有所发现,显得很激动的样子。 有收获。 莫凡挑起眉毛问道。 嗯,根据一些从圣宫中流传出的消息,天山之痕其实是有一个入口的,哪怕雪山再恶劣,高原风帘再强,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入口,顺着裂缝一直前行攀爬,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天山之痕。 玲玲说道。 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找到入口。 莫凡说道。 莫凡,你真是一点功课都没有做呀。 蒋少旭有些不满的说道。 莫凡尬的挠了挠头。 天山之痕在积雪冰川层,天山积雪冰川层茫茫无边,山脉起伏不定,天山之痕的位置根本无法确定,甚至找到过的人再重新寻回去都不大可能,很多人在寻找的路途上就死去了。 另外,天山之痕所在的海拔存在着冰心封边,魔法师的肉身无法承受,修为再高的人都会魔能枯竭,被永远留在雪山上。 莫凡雪给莫凡解释道。 莫凡雪自己到过天山高处,对那里的一切记忆深刻。 还有,能够在积雪冰川层栖息的妖魔,都是妖魔中的战斗机,战将多如狗,统领满地走,君主也常有。 赵满言说道。 而天山之痕又是整个天山冰雪层里最凶险的地带,在天山之痕里行走的生物,寻山寻谷的小妖小魔都至少是统领级,这就是为什么天山之痕被称之为世界强者目的的原因,统领起步的地带,走进去就是送外卖。 蒋少旭接着说道。 莫凡张了张嘴,目光从他们的脸上扫过。 怎么好像就自己不知道天山之痕的状况。 最弱统领级。 这天山之痕里面岂只是恐怖啊。 那你们说的那个天山之痕入口是怎么个回事? 莫凡询问道。 这个入口不算是什么大秘密了,其实也就在上个月才被得知的。 有一对探险者在山地草原带发现了一条深不见底,弯颜爬上的天山大裂谷,大裂谷没有尽头,一直前行就会逐渐渗入到更高海拔的区域,穿过荒漠层,山地草垫层,侵蚀高山层乃至冰雪冰川层,据说最终会抵达天山之痕。 玲玲开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莫凡说道。 这很重要,我们要进入天山之痕,暂且不说我们进入到里面会有多凶险,更大的可能是连天山之痕都找不到就无功而返,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寻到这样一条神奇的裂谷入口。 慕凝雪说道。 道过天山的人都知道,天山之痕是一个永远道不尽的话题,探险者前仆后继,有人因此蜕变飞升,更多的是买骨雪山,据说天山还有一个盼阵,里面贴满了那些失踪者的画像,贴满了寻人悬赏,更注满了那些苦苦等待探险者归来的亲属,其中在等待个十年,二十年,最终在天山脚下定居的都有很多。 传奇雪山,讲道理莫凡确实没有做多少功课,不然他也会这次前行心生敬畏。 另外,我们收集到了一点图腾信息,据说有人看到了一种圣灵羽兽,曾盘旋在天山屋脊。 知道其中具体消息的人我们已经联系了,到时候会以交易的方式将具体内容告知我们,我们到盼阵就去见他。 玲玲说道。 还有,天山圣虎传说也收集了一些,这个天山圣虎与其中一位圣兽图腾关系密切,该圣兽地位在圣兽玄武之上。 这些信息权要钱,价格很高,但经过了一些鉴定,消息应该相对准确。 蒋绍旭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过了小半会才严肃的说道,话说,你们收集了这么多信息,有关司石鹰的事情有去找吗? 玲玲和蒋绍旭相互对望了一眼。 蒋绍旭率先露出了尴尬之色,开口道,哎呀,天山让人激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丝石鹰这种偏门的东西,还真不好找吗? 玲玲急忙点头认同。 所以就是忘记了。 莫凡问道。 别这样说,大不了我们再去一趟,或者直接去了天山再说。 蒋绍旭道。 我看木白还是早点闭目安息的好。 莫凡说道。 第1969章神偶遇。 莫凡没有继续待在拉萨,天知道那个智障的莫勒才教自己找不到那个真正的异端,最后把麻烦找到自己的身上。 和克里青和杜维祭司打了一声招呼,莫凡,木凝雪,赵满言,蒋绍旭,005人便直接前往了天山脚下,那位佩里娜女贤者也是需要前往叛阵的,但莫凡也懒得等他们了,既然有了比较价值的线索,直接去找就好了。 叛阵,坐落在天山南路,它和其他一些特殊的驿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的出现确实如之前说的那样,是由于那些天山失踪者们的亲属期盼着他们的归来自发的在天山脚下的一个河水带搭建木屋居住,逐渐形成了村落。 镇子,后来那些想要前往天山的人也为了寻求物资和落脚的方便,纷纷都往叛阵去了,将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前往天山的南面出发地,陆陆续续猎人,探险家,雇佣军,学生,历练者挤满了这座小镇。 新疆本地民众不多,大多是外来者。 抵达了叛阵的时候,这个完全是因为天山之名而成立的镇子比魔法想象中得要大不少,接近有半个博城了。 墨凡还以为这里可能会像许多法师驿站那样比较简陋,房屋以实用性为主,道路上会做满那些商贩,卖魔法药剂的,卖房具的,卖魔石的,卖信息图的,求队友的。 这个副本,相当热闹啊,山脚下都发展成了一个大镇,比许多城市的魔法集市还热闹。 赵满言说道。 这些人都不怕死的吗? 墨凡说道。 天山那么大,根据不同的海拔也分许多层,这么多的法师,应该不是所有人都是冲着冰川积雪层去的,其他几个层同样有不少宝藏。 灵灵说道。 要进入到冰川积雪层,实力怎么都得高阶级,整个叛阵法师少说五六千,实力可都没有达到高阶。 但看得出来,会到这里的法师们明显都不是魂子,整体实力和战斗气势都要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 喂,你们三个,有带我们在国府的徽章吗? 蒋绍旭忽然问道。 有啊,这东西还蛮好用的,可以找到其他人的位置。 赵满言说道。 慕凝雪也带着,放在了空间手镯里,蒋绍旭这么一提醒,他才将国府徽章给拿出来。 国府徽章材质特别,是取自于同一块心灵时尚的营片做的,可以用来感应相互之间的位置,通过光芒的强弱。 如果是距离过远,国府徽章就起不到太大的效果,只能够像指南针一样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指引,距离近的话,徽章就会亮起来。 国府徽章是身份定制的,现在从国府中走出来的铜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枚,虽然都已经毕业了,也完成了世界学府支争大赛,大家都当作纪念一样留着。 怎么亮了,是因为我们几个站得比较近吗? 慕凝雪有些费解的问道。 不是,是有别人。 蒋绍旭说道。 别人? 你是说,有其他国府的人在附近? 莫凡说道。 嗯,我们顺着光找过去吧,看看是那个家伙也跑到这天山来找死了。 蒋绍旭笑着说道。 徽章会亮起,这确实是一个有些让人意外的事情,国府成员在学府支争大赛结束之后,基本上都各奔东西了,也就蒋绍旭这个痴迷于图腾的家伙与他们走到了一块,包括跟莫凡,赵满延关系很不错的疆域都不怎么见得到,多半忙活着自己的前程。 国府之争,国队获得了第一,本身每一个进入到国府队伍的人背后都拥有巨大的背景在支持着,再加上第一的这个超级荣誉,这意味着只要是在国府队伍里的人,基本上都会极宠于一身,魔法道路上更加耀眼夺目。 莫凡,赵满延,慕宁雪三个人都达到了超阶级,他们三个都不算是有大背景支持的,主要是靠自己修炼,既然他们达到了这个级别,想来其他几个修为更为扎实的人,实力也绝对很强。 顺着徽章的指引,五人走在了盼阵的大道上。 道路上人来人往,徽章的光芒越来越亮,闪烁的频率更快,几乎连续在了一起。 很近了。 应该是穿着赫麻色衣服。 我靠,这你都能知道。 你瞎吗,就在你面前,别低头看徽章了。 赵满延一抬头,这才发现街上就站着一张黑铜面孔,正是穿着一件赫麻皮衣,裹了条将整个人修得更加鹰气逼人的瘦毛围薄。 他立在那里,同样一脸错愕的看着迎面走来的莫凡等人。 有趣的是,他手上也拿着一枚徽章,显然也发现了有老队友在附近。 我靠,这不是爱大队长吗?赵满延说道。 怎么是你们,你们四个都在。 爱疆图也是一连猛,他可没有想到在这种地方会一下子撞见四名国府老队员。 什么都不说了,找个地方喝几杯去,哈哈。 蒋绍旭显得很开心。 那个,我带你们去见几个人。 爱疆图说道。 气氛在大家全部坐下来之后都还显得几分怪异。 一张八人桌,莫凡,赵满延,蒋绍旭,慕宁雪四个人坐在这一边,对面坐着的分别是爱疆图,男,江玉,关羽。 八双眼睛,个个瞪得滚圆。 我们这是同学毕业后的年聚会吗? 江玉先开口打破了这种气氛。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来天山? 我们也没想到你们会来天山啊。 哈哈哈哈,真是老天爷都知道我们要干一番大事,把我们这群中国最强队员呼唤召集在一起了。 谁都没有想到,一切真就是这么巧合。 一番笑得前腐后仰后,大家才慢慢的聊起怎么个回事。 是这样,几位导师们邀请我们北方的几个去帝都给一些学生们上课,我们几个便小聚了一下。 老爱说,他打算暂时离开军队一些时间,到外面去历练。 我,江玉还有关羽都有这个想法。 正好前阵子听说天山出现了一条天山大裂谷,竟通天山之痕,于是我们干脆没有回去,一拍即合的往天山这里来了。 男笑着给大家解释道。 第1970章 天恒雪莲 男是一个性情很平淡的人,但看得出来他此时眼睛里也闪烁着愉悦的光辉。 学府之争结束后,大家就再没有见过面了,却在这天山中聚集了。 八个人,算起来基本上是国府所有成员了。 至于其他人,完全就属于何不来的,甚至是对立面的,如果有这些人在场的话,那还真不能叫做一场神偶遇的聚会了。 真正强大的法师,天山是无论如何都要走一趟。 爱疆图似乎对天山一样执念非常深。 天山执念,很多人都有,只是正好在一个非常巧妙的时间众人一同前来,这让原本对天山的神秘,危险还带着几分犹豫敬畏的几人不由得多了几分信心。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赵满言问道,你们要是早点到就好了,我们四个人加入了一个拥兵团,毕竟我们对天山的气候,兵亲风榻,地形,妖魔分布,突发情况都没有太多的准备,光靠收集那些信息都是理论起不到什么太好的作用。 江玉说道, 跟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要不这样,你们也跟我们入这个拥兵团吧,他们正缺人呢,到时候让团长将你们分到我们一队,跟着大部队走,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男说道, 环境一旦恶劣无比,修为高低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主要是经验丰富,处世睿智。 天山大猎谷的路途非常长,确实需要跟团走。 玲玲说道, 假如没有遇到爱疆图他们,玲玲也打算让他们几个人加入到一个大猎人团里,既然男他们选择了更加严谨,训练有素的拥兵团,那也不错。 这些天,陆陆续续进入到天山大猎谷的法师少说也有两三千了,这么一大批人最后走到天山之痕的人估计也没有多少。 其实他们也无所谓,这沿途估计就可以获得很多天山珍藏不见天的瑰宝。 玲玲说道。 玲玲在说话的时候,目光还是不自觉的往慕宁雪那里闪烁,但是玲玲注意到慕宁雪不仅仅是坐在墨房很近的地方,更是肌肤挨着。 男女之间是这种距离的,只可能是恋人。 关于其实得知樊雪山成立后,就知道自己这段感情多半是要凉凉了,只是在见到墨房和慕宁雪这般亲密,心里怎么都会不舒服。 雇佣兵和猎人比较接近,不同的是,雇佣兵会比猎人更整体,更贴近军事化管理,包括他们的团队人员和基本上是固定的。 猎人更为闲散,自由,主要跟着悬赏来奔波,雇佣兵可以称之为私军,艾江图应该是习惯了军队那种素养,他更倾向于选择更有执行令的雇佣团,而非猎人团。 雇佣团一般都是从猎人精英中筛选,艾江图选择的这个雇佣团是亚洲前三级别的,人数一共有110多人,一共分为了十番队。 莫凡等人进入到了麦龙雇佣团第九番队,看得出来艾江图跟雇佣团的副团长是关系很不错的,不然这种人员相对稳定的雇佣团是不会轻易接受陌生法师的。 麦龙雇佣团,没有想到连长驻在迪拜的组织都闻讯赶来天山了,这次天山之行不要太热闹啊。 赵满言说道。 麦龙雇佣团,亚洲名气颇大,成员实力强悍无比,他们接的单子都不叫悬赏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一些纷争他们都敢接。 难得进入到这样一个大雇佣团中,这次天山之行赵满言一下子安心了很多。 我听说,麦龙雇佣团在中东是有自己的属城的。 蒋少旭问道。 恩,他们有自己的城,和一些政府一样主要是收税。 不过他们的主业还是雇佣与探险,这次他们是受李登王室的赞助出资前往天山之痕探索,一方面给李登王室多一些征服世界的名头,收藏,另一方面是想为重病的王妃寻找天恒雪莲。 爱疆图对大家说道。 李登王室终究是财大气粗啊。 赵满言感慨了一声。 你们赵家的旗也有,雇了我们国内数一数二的猎人团。 关于说道。 赵满言撇了撇嘴,没在这个话题上纠结。 也不知道赵有钱那家伙在搞什么鬼,聘请罪国内最烧钱的猎人团来这天山之痕。 这东西又不是灯月,抢着在上面插旗。 那个李登王妃是得了什么病? 莫凡问道。 关于李登王妃的事情,莫凡有从心下那里听说了一些。 塔塔坚决不允许心下使用复活神术,是因为塔塔希望心下能够将仅有的那点神力用在李登王妃的身上,以此来获得李登王室的支持。 事实上,心下和一之杀都试过了,这个李登王妃的病情他们都解决不了。 其实也没的什么病,就是寿命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命百岁的,有些人五六十岁其实就差不多气数已尽了,李登王妃的情况很简单的。 江玉说道。 听了江玉的话,莫凡恍然大悟。 难怪一之杀和心下都束手无策。 寿命降至,这个给你复活神术都救不了。 复活神术又不是长生不老,对自然死亡的人是无效的。 李登王室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王妃与嫡长孙不合,想要把自己的所有遗产保留给自己最小的孙子,遗嘱都立好了,但是他这个小孙子还在小孙媳妇的肚子里,需要大半年才出生。 没有出生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 也就是说,他如果坚持不到他的小孙子出生,那么他所有的财产都会塌地长孙了。 赵满言说道。 天狠雪莲可以续命,据说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 这么说来李登王妃是真的不介意花大价钱去请卖龙雇佣团了。 蒋绍旭说道。 这样也好,他们找他们的天狠雪莲,我们找我们的图腾。 赵满言说道。 什么图腾? 男眼睛忽然间亮起来,质问道。 赵满言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满脸的尴尬。 我们是来找图腾的。 蒋绍旭觉得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就直接到来。 天山圣虎。 男问道。 你知道天山圣虎图腾,蒋绍旭也一脸吃惊的样子。 你忘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古仪,其中最神秘的古仪就是我们古老图腾啊。 难道。 第1971章 天狠圣虎的馈赠 天山大裂谷的出现还没有半个月,这天山脚下却已经聚集了无数世界各地的法师,叛阵前所未有的热闹,甚至在夜里睡觉的时候都还有一些冤家路窄的势力在街道上相互大骂,选择约架地点。 灵灵将联系好的情报贩子手上的信息给买来之后,便开始进行分析了。 每一次灵灵在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都会建立一个数据组,将所有的信息如拼图碎片那样放在一起,然后从这些真真假假,灵灵碎碎的信息之中来寻找出比较真实的线索。 并非每一个花大价钱购买来的信息都是真实准确的,而且信息也会存在误差,所以这就需要更多的准确度高的情报来烘托出那些最为可靠的线索。 关于斯石英,灵灵得到的信息确实不是很多,若不是有阿沙瑞亚的帮忙,进入天山之中也如大海捞针。 图腾的信息和传说非常多,很多法师并不知道图腾的存在,可关于雪虎、白虎、天恒圣虎传说不少。 国内拥有不少非常强大的妖魔种族,其中魔虎一族是站在最顶尖的,比较著名的便是敦煌魔虎、天山魔虎、昆仑魔虎这三大族系。 天山魔虎和昆仑魔虎的实力都比较强,天山魔虎以冰雪为息,多数遍体通白,血色威武的毛发在白血矮矮之中显威严尊傲。 天山魔虎一族中,天恒圣虎为王。 但可惜的是天恒圣虎一直都是天山中最为罕见也最为稀少的存在,别说见过真面目了,能发现其足迹都是一种奢望。 传言,天恒圣虎对人类友善,他会在每年秋季的末尾在天山之痕中行走,遇见的第一个人将会得到天恒圣虎的馈赠,就有人因为天恒圣虎的馈赠而彻底蜕变。 零零开口说道。 对人类友善,说明天恒圣虎有可能就是古老图腾。 莫凡说道。 嗯,对人类友善,同时实力又强大至尊的妖魔并不多,这天恒圣虎多半与图腾有很大的关系,并且是圣受图腾。 蒋绍旭说道。 零零,你说的那个天恒圣虎馈赠的事情,真的还是假的呀,我在拉萨的小酒馆里也听过一些人说过这件事,总感觉有些扯淡。 赵满言说道。 这件事还确实是真的。 男开口道。 你又怎么知道,既然没有人见过天恒圣虎,凭什么说天恒圣虎会那样做,人家天恒圣虎又不是新手村的奇遇NPC,见面点击就送好礼。 赵满言说道。 因为有人获得过这个馈赠,还是一个我们都熟知的人,他现在所获得的成就与地位,与天恒圣虎有很大的关系。 男说道。 谁呀?蒋绍旭问道。 大议长邵政。 男开口道。 坐在桌前的众人一个个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尤其是莫凡,眼睛更瞪得极大。 邵政。 不会吧,大议长邵政就是得到天恒圣虎馈赠的人。 怎么没有听他说过呀? 话说起来,我在读邵政个人传记的时候,里面确实有笔者描述他曾经在天山待了有三年的时间,原本二十五岁前还并未凸显出多精士之才,从天山下来之后此人就一路高歌猛进,最后更直接坐上了我们国内法师最高的几个位置上。 江玉说道。 邵政大议长在年轻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过天山待给他的蜕变,也因为当时年轻透露出了天恒圣虎,近二十多年来,正是因为邵政大议长的亲身经历,让无数人坚信天恒圣虎的存在和天恒圣虎的馈赠。 男说道。 难怪邵政会让我们尽全力寻找图腾,原来他自己就受到过图腾的恩赐。 莫凡恍然大悟道。 因为近二十年来,太多人因为这个传说前往天山,也有很多人因此丧生,大议长邵政在近十年来都没有再提起过天山之痕的事情了。 男说道。 原来如此,现在好像就是秋季末尾呀,天山马上要进入最寒冷的季节了。 莫凡说道。 也是天恒圣虎沉睡前六弯的时间,难怪世界各地的最顶尖私立法师组织蜂拥而来。 赵满言点了点头。 你们赵家聘请的猎歌猎人团,好像就是冲着天恒圣虎来的。 关于说道。 不好好圈钱,怎么主意打到这种事情上了? 赵满言摇了摇头,一副不想听自己赵家状况的样子。 关于自然知道赵满言对外宣称是一个死人,能够猜到他与自己家里产生了很大的变故,于是也没有提及了。 关于过去是与祖吉明,南戎尼,穆婷颖混在一起的,后来貌似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关于与他们也没法相处了,由于都经常在帝都,关于渐渐的和疆域,爱疆图,男三个走得比较近了。 这家伙也算是弃暗投明,倒不是很用担心这家伙会将图腾和赵满言没死的的事情泄露出去。 既然邵政的亲身经历,那么天恒圣虎传说真实度就更高了,何况馈赠这东西莫凡自己也体验过的,是严树的果实便是一种馈赠,类似于神隐礼赞的效果,讲道理这种东西应该比世界上任何宝物都让修炼者心动吧,莫凡强大绝伦的雷系若没有深隐礼赞的绝妙效果,也不可能达到越级挑战的状况。 说起来,誓言果实莫凡一直都还没有使用,本来是留给心下的,既然除了自己之外的人都用不了,是时候找个时间好好品尝一下了,张小猴,蒋绍旭,白红飞,赵满言好像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也不知道自己这边能获得什么特殊的祝福。 你们刚才说要找思石英,这么古老和这么带有黑暗邪性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会感兴趣? 南开口问道。 你知道思石英,莫凡不由的瞪大了眼睛。 思石英这种东西,一万个人里面都不见得有人听说过,更别说是了解他的属性,南一语就切中了重点。 南笑了笑,解释道,思石英是黑暗王的最爱,就像巨龙喜欢那些金光闪闪的珠宝,金币,玛瑙一样,你们要找思石英的话也算来对了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还会存在思石英的地方也就只有天山之上那拥有百万年历史的不化冰川了。 第1972章歧视和骚动 踏破铁鞋无秘处啊,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去找寻线索,知情人,到头来你难就知道。 莫凡一拍脑门道。 零零,蒋少旭一脸鄙夷的看着莫凡。 莫凡什么时候花时间去找思石英的信息了? 我想整个国内应该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思石英,告诉你们来天山之痕寻找的人也算得上行家。 难说道。 你有办法帮我们找到吗,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狗命。 赵满言说道。 不好说,试一试吧。 在过去数千年里,有很多法师将思石英作为与黑暗王交易的筹码,获得了黑暗之力,到如今思石英确实太稀少了,她的成形本就需要经过数十万年,上百万年的演变,如今能够保留个十万年地貌不变的都少了。 极南之地或许会有,再就是这里。 难说道。 极南之地,赵满言嘴角抽动了起来。 要是天山没有,他们岂不是的前往极南之地。 真不如直接去掐死木白,让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极南之地,那就是天山中的天山。 以后你们要寻找一些古老的东西,可以先问问我的。 你们花了多少钱买丝石英的信息? 难说道。 莫凡将目光转向灵灵。 灵灵还是莫凡的财政大臣,卡在他的手上。 不久前莫凡刚囤了点小钱,少说十个亿吧。 一两亿吧。 灵灵轻描淡写的说道。 筐! 莫凡险些从椅子上摔下去。 一两亿,都能够在大城市最奢华的地方买套海景别墅了,结果花在了那些准确度不是很高的情报上。 情报这东西有上亿价格的吗? 我买了大概一百多条,平均价格都在百万左右,里面多数是其他结晶,矿物质的情报,如果去找的话到能够赚回一些,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我把这些信息转手卖了,没赚多少钱,这里的人对矿物质都不感兴趣,眼里只有天山。 天山之痕的稀有物品。 灵灵说道。 灵灵,你别把钱看成是数字啊,哥哥我穷孩子出身,买两瓶水多花了几十块钱我都很心疼的。 莫凡哭笑不得道。 没关系,这些信息有意外收获,到时候我再和你们说。 灵灵说道。 你还没有付钱的就别买了,我可以保证那些卖你信息的人石有星号是假的,他们其实不是很分得清楚真正的丝石鹰和另外一种暗魂石鹰。 南说道。 嗯,你说的没错,情报里面确实有一小半是关于暗魂石鹰的。 灵灵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对南瓜木相看了。 会知道丝石鹰和暗魂石鹰的差别,就说明男士真得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灵灵自己也是亏损了很多钱才摸清楚暗魂石鹰和丝石鹰有区别。 灵灵,你花的这些钱,是包括图腾的,还是单单丝石鹰的? 莫凡忽然想起了这个问题,急切的问道。 当然只是丝石鹰的,寻找的东西越昂贵,情报就越昂贵。 灵灵回答道。 莫凡开始后悔,自己不应该太专心的在帕特农神庙和心下鬼混,以至于自己的金库被捅了个窟窿都不知道。 还想买点好模具,眼下又只能够继续赤身裸体闯天下了。 灵灵对此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这次获得的情报,哪怕没有找到丝石鹰或者图腾,沿途靠着那些百万级情报而收获也绝对可以把亏损的钱给赚回来。 第二天,爱疆图便将他们六人引入到了拥兵团的第九番队里。 为了确保灵灵和没有到达超阶级别的蒋少旭的安全,莫凡特意把阿帕斯呼唤出来。 阿帕斯有很长时间都在自我修行,不像以前那么贪念人间趣事,本来他很不情愿出来给灵灵做保姆的,可听闻是前往神秘的天山,他那双腰美帝眸子里就闪烁起了光芒。 这地方,他很感兴趣。 六人入队,拥兵团副团长是一名印度血统的女子,她皮肤有黑,鼻子颇大,浑身散发着一股子运动气息,也透着如母豹一样的野性。 再看到莫凡,赵满炎等人身旁携带着的多数为女子,其中灵灵和阿帕斯两个年纪还这么幼少,脸上露出了几分不悦之色。 那个,他们拥有很多情报,放心,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危? 爱将图只能够硬着头皮给副团长库玛说道。 我不担心他们安危,倒是担心他们的身杰,我手底下的那些雇佣兵服从命令归服从命令,却一样是一头头随时会失去理智的野兽,天山之上,毕竟是一个无法律的荒芜世界。 库玛作为一个女人,对这种状况直言不讳,并且摆明了若是这种事情发生,她都不会干涉。 还是好好提醒一下你们的手下,别来自寻死路。 慕宁雪对库玛的态度有些不满,冷声说道。 副团长库玛听到这句话一边的眉毛扬了起来,紧接着像一个操汉子一样大笑了起来,道,有点意思,我会温馨提醒的。 麦隆雍兵团里确实多数是男人,偶尔见到一些女法师,大多也和副团长库玛那样,壮硕程度和彪悍程度一点都不逊色于男人。 队伍里一身中性装扮的难道还好,她在外甚至都把自己扮成男装,慕宁雪,蒋绍旭,阿帕斯,小玲玲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上去和都市里走出来的柔弱小姐姐没什么分别,一个比一个碧月修花,沉鱼落雁,多看上几眼就要浑身冲血。 那么第九番队,你就作为队长了,正好你们人数也不少,我再派几个人魂子,新人给你们,凑够十三人。 库玛说道 不能给我们点靠谱的队员吗? 爱江图苦笑道 那可没办法,本来你们入队就违反规定了,打着让你们带魂子带新人的旗号,其他队员才不会有意见。 副团长库玛笑道 好吧 爱江图无奈道 果然不出意外,随着慕宁雪,蒋绍旭,阿帕斯,小玲玲入队,整个麦龙雍兵团都有些骚动起来。 吹口哨的吹口哨,口嗨嘴见的更多,确实让人不太舒服,可既然决定了加入雍兵团作为临时成员,他们便没再做打算了,反正在实力面前,任何骑士和骚动都会被摁下去。 第1973章消化过的尸骨 天山大裂谷不在这片草原地带,而是要绕过几座天山下的低海拔山脉。 进入到那片荒漠区域。 麦龙雍兵团算出发的比较迟的,这一整个团一百多号人抵达位于荒漠层的天山大裂谷入口时,已经有不少法师驻足在那里了,搭起了一些临时的帐篷,或者用魔法搭建起一些土屋。 怎么回事,这些人还在这外面看戏吗? 江玉说道 大裂谷就是一个新地,哪怕不进入到天山之痕,里面一样藏着许多宝藏,按理说法师们知道消息之后应该是争分夺秒的进入到里面,尽可能的将大裂谷中的宝藏给搜刮走,哪会像现在这样一个个反而搭起了帐篷。 据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副团长库马队身边的第三番队队长托米说道 托米一看就是一个老江湖了,他游走在那些不同的团队之间,没多久变浑熟了。 把情况打听清楚之后,第三番队队长托米就跑了回来,对副团长库马说道 大裂谷里面好像出现了红石流,将半天前进入到里面的一队猎人团队给直接活埋吞没了。 第三番队队长托米说道 不过是一点小状况,至于把这群人都给吓倒了吗,别忘了这里可是天山,勇者之地。 团务长说道 没那么简单 红石流好像是不定时发生的,毁灭力相当强,尤其是我们如果身处在大裂谷之中,再忽然间遇到奔来的红石流,逃无可逃不说,更挡无可挡。 托米认真的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筑起防御之强还挡不住。 库马问道 挡不住,天山大裂谷本身就是一条从最高海拔逐渐往下沉的地势,尤其是在裂谷坡道极长的地方,红石流经过不断的翻滚带入更多的泥沙,岩石的同时变得湍急,勇猛,除非在一些地势平缓的地方,他们自行平静下来,不然就是等着被砸碎火埋。 托米说道 有规律吗,这种红石流? 库马说道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抵达平缓峡谷就安全了。 莫凡走了过来,对副团长库马说道 库马,托米,团务长以及其他几个队长都转过头来,其中桀骜无比的团务长率先开口了,哼出一声道,你又是哪来的菜鸟,这里轮到你来说话了吗? 库马摆了摆手,阻止了团务长盖文。你对这种怪现象有了解?副团长库马问道 红石流逝由于双层不断有双血融化,大裂谷一些地段就变成了一条湍急而下的大河谷,河谷里的激流冲刷到了这里的荒漠层,将泥土,沙粒,岩石一同卷入,就变成了可怕的红石流,所以趁着这些天温度还算比较低,光线也不够充足,尽快赶路。 再过一阵子,太阳大晒,气温回升,很快就会迎来新的一场红石流了。 莫凡说道 是这样吗?副团长库马询问起队长托米 确实有那么几个老猎人提过这个可能,只是大家各有说法。 托米说道 那就出发,既然都是我们拥兵团的成员,当然应该选择相信,小子,看来你做了不少功课呀。 副团长库马笑了笑道 莫凡自然没有做功课,这些是零零花钱买来的信息,要不是还需要这些拥兵团的人给自己开辟道路,莫凡还真不舍得就这样把花钱买来的信息给抛出去。 麦龙拥兵团的人开始前进,人这种生物就是特别喜欢跟风,随着麦龙拥兵团这样强势踏入,那些犹豫不决的法师团体们也跟随在后面了。 大猎谷不是只有一条长长的冗道,进入道里面之后,大猎谷里面就会出现无数的分叉,究竟哪一条是继续通往更高海拔层的路谁都说不好,毕竟这条大猎谷实在太长了,身处在其中一条古道之中,根本无法判断其地是是平缓还是上升,何况并非上升的古道就一定畅通无阻,有可能走了个几公里最后是一条死路。 大猎谷里面可以称之为迷宫,有蜿蜒,有分叉,也有相互通达,更有迂回之道,有的时候再走回头路都不知道。 阳光很难照射近来,猎谷有些地段非常深,非常狭窄,抬起头来看到的都是那些临寻弯曲的岩石,不见天日,需要举着火把燃起光药才可以继续前行,但有些地方又豁然开朗,宛如踏入到了一个平谷之中,光线充足,地势平缓,若不是远处依旧能够看到拔地而起的裂痕。 真得和走在一个寻常荒漠中没有什么区别。 该死,这鬼地方到底要怎么走? 团务长盖文显得极不耐烦的说道。 应该是那个方向。 应该。 我可不想再绕回到刚才走过的那条满是蜘蛛粪便的洞穴了。 盖文骂道。 不久前,他们穿过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条继续通往大猎谷深处的路了,从最早发现了大猎谷的人那里也流传出过蜘蛛洞穴的信息,整体走对了,偏偏接下去的路非常奇怪,他们无论往那一条古路走,都会返回到蜘蛛洞穴来。 可以去问问那个中国人,他不是做了很多功课。 托米这个时候想起了莫凡。 先原地扎营休息吧,我去问问。 库马说道。 库马让团队原地休息,自己走向了第九番队那里。 接下去怎么走,你们知道吗? 库马直接询问道。 莫凡发现库马在看着自己,于是将目光转到了玲玲那边。 怎么走,他哪里知道。 顺着红石流会来的方向走。 玲玲说道。 库马一开始以为这个小丫头在开玩笑,可刚要开口时忽然意识到什么,脸上露出了谎恶。 小丫头的笑容,对呀,红石流是从高层的双体融化而来,他们必定是顺着一条通畅的道路抵达了这里。 真聪明。 劝你最好别在这里扎营。 玲玲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与其说洞穴里堆满了粪便,不如说是堆满了被消化过了的尸骨。 玲玲道。 第1974章荒漠石骨珠 小丫头,我的人已经检查过这附近了,并没有任何妖魔活动的痕迹。 那些留下粪便的蜘蛛已经离开了。 库马说道。 说明你的人不怎么样,你们检查过上面吗? 玲玲问道。 上面,库马愣了一下。 被玲玲这么一提醒,库马立刻走到了一处跋升道高出的裂骨之壁上,并用手掌摁在石壁上面。 库马很专注,过了大概有几分钟时间,他神情有了变化,在看玲玲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不可思议。 只不过他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而是快步走到了全体扎营的人员位置,高声道,准备应战。 应战? 附近并没有妖魔。 托米满脸疑惑的环顾着四周。 是啊,我特意检查过。 擦亮你们的狗眼盯着石壁上面,库马脾气火爆的骂道。 这个时候雇佣兵的众人才仔仔细细的去检查石壁上端。 裂骨很深很深,他们这里并没有多少光线,上端石壁更是带着明显的弯曲,凹凸,让人很难看得清楚更高处的状况。 在我这里,在上面,我的天哪,是荒漠石谷珠。 一名佣兵大叫了起来。 这名佣兵站在石壁位置,他特意把脑袋探歪一些,这才看到稍微宽敞的头顶裂缝两边,爬满了好几十头荒漠石谷珠。 他们一个个都拥有肥瘦无比的毒线,尖小的头颅像极了恶腹猙獰阴狠石的样子,细长柔软的爪子能够完全贴在垂直的石壁上,并且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都不会发出一丝丝的脚步声。 大部分魔法师都是以地波来感应地面上的生物,尤其是有妖魔在移动的时候,地波可以很好地捕捉到踏地声,数量越多,踏地声就越强烈,所以有经验的土系老猎人是不会让自己陷入到被妖魔群体包围的境地的,妖魔群体活动,踏土声更明显。 然而,这些荒漠石骨珠,他们一丝丝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安静的靠近,安静的窥视,安静的让人毛骨悚然。 最重要的是,他们数量还非常庞大,这么一大群妖魔抵达这么近的距离他们才察觉,要是再往一些,很可能连防御都来不及布置就被他们全部给扑倒了。 这里还有。 另一个佣兵也叫道。 副团长,我们这里很多,上百只。 慌什么,有多少杀多少,这些杂种还以为我们是来给他们送粮食,我们倒要让他们知道知道卖龙拥兵团的厉害。 副团长库马声音嘹亮无比。 拥兵团确实训练有素,不久前还在随意的扎营,现在已经整理好了阵型,一群研系的法师和光系的法师站在了外围,毁灭法师站在了他们的保护圈内,一些身法灵活,动作敏捷的法师在更外围吸引着其他方位上的妖魔注意力,也有几个实力较为强大的。 便自由发挥。 靠,这些家伙怎么没把我们保护进去? 赵满言破口大骂道。 言细,光系保护圈融入了其他九个番队成员,他们第九番队却好像被挤出到了外围,那些荒漠石谷猪是有脑子的,他们看到这群人落单,当然会优先攻击他们。 是我们自己迟钝了,排阵时,我们就应该立刻往中心靠,现在为了保持阵型不混乱,我们只能够找个地方线缩着,自求多福。 番队里一个新人佣兵说道。 第九番队里还有另外四个人,其中两个是新佣兵,另外两个一个是高原反应的病号,一个是魂子。 看得出来,和其他井然有序的番队比起来,他们这一队人确实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到那里去,是也开阔一些。 爱疆图指了指一处比较宽阔的大龙石说道。 到那里去,岂不是等着被这些蜘蛛包围吗,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头顶上有石壁,有安全感。 新人佣兵说道。 其他人都听爱疆图的,迅速往那块附近比较开阔,上方空间很大的大龙岩石跑去,那名新兵留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新兵下意识的抬了下头,猛的发现头上石壁一条缝隙中钻出了四个爪子,才几秒钟时间,更多的爪子从里面伸了出来,一头头荒漠石骨珠生生的从那些霞缝里挤了出来。 新兵下的魂飞魄散,撒腿就往莫凡等人那里跑去。 荒漠石骨珠是群居生物,猎石也是群体出动。 他们白天会埋在荒漠沙土下面,等一些猎物刺头罗网,到了夜里就会钻回到裂缝,洞穴里。 灵灵对大家说道。 能不能百科典有价值的东西呀,比如说他们怕什么元素,他们大致实力线。 莫凡说道。 大裂谷地形是相当复杂的,尤其是头顶上的石壁,裂缝,道岩,垂坡,那些荒漠石骨珠可以完美的在上面攀爬,基本上没见到有爬到地面上的。 这意味着这些荒漠石骨珠的攻击方式是从上往下,在施展出强大的毁灭魔法前必须先考虑到不会将头顶上的掩体给轰塌,免得将自己埋在裂谷下面。 更多的荒漠石骨珠现身,他们都不触地的,全部爬在,倒挂在上方,这让所有人不得不抬起头来。 放! 库马一声令下,拥兵团的法师们主动施展出了第一轮的攻击。 嘶嘶嘶。 荒漠石骨珠反应非常的化,他们刚才还一副紧逼猎物的样子,在魔法飞向他们的时候竟然集体缩回到了那些可以让他们藏身的石缝里面,动作快而整齐。 一番魔法扫荡,结果并没有杀死几头荒漠石骨珠,这些荒漠石骨珠显得非常有耐心,就始终掉在大家的上方,翠绿色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拥兵团的人。 他们很狡猾。 继续,听我命令,攻击。 库马再一次说道。 拥兵团的阵型也是有错开的,并非是第一轮魔法释放了就马上没有衔接,他们的魔法火力本就是错成两个梯队,第一轮攻击后可以马上接上第二轮。 显然,拥兵团也是很有战斗经验。 第1975章 保护色魔珠 第二轮的火力更猛,魔法轰在那些石壁上,阵的这整个峡谷倒都颤了起来,许多大块大块的火力。 岩石砸落了下来,也附带将几只荒漠石蛊猪带到了地面上。 只可惜,顺着那些滚落,砸落的岩石到地面上的荒漠石蛊猪并不多,那些自由行动者看到坠落的荒漠石蛊猪后,迅速的将它们给击杀。 这些家伙的嗅觉好像很敏锐。 团务长盖文说道。 哼,一点小伎俩。 副团长库马不屑地说道。 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待那些落实完全沉淀,荒漠石蛊猪们仍旧非常谨慎。 这和许多群居妖魔确实有一些不同,大部分群居妖魔一旦见到人类,基本上就会野性十足地扑上来,那争先恐后的驾驶往往很容易被训练有素的魔法师方队给来个一网打尽。 这些荒漠石蛊猪却截然不同,它们明明盘踞在峡谷上方,数量也非常多,却没有几头荒漠石蛊猪会冲动的跳下来扑人,并且利用峡谷的上方地形更是连续躲开了拥兵团两次魔法进攻。 这份耐心非常少见,也不知道它们是对它们这群人有所忌惮,还是在等待着什么。 放! 又一轮攻击,不同的元素魔法轻飞上了高处,不断地击断那些岩石,也有不少荒漠石蛊猪因为躲避在过于脆弱的岩层后面而直接被击落,相比于所有荒漠石蛊猪的数量来说是显得有些少了。 它们难不成要这样跟我们一直耗下去? 第三番队队长托米不耐烦地说道。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有人提议道。 库马也觉得这些荒漠石蛊猪有些不大对劲,于是让队员们开始往较为宽阔的道路上落。 一挪动,荒漠石蛊猪就有行动了,它们发出相当细微的爬动声音,整个拥兵团一挪,它们也跟随着转移阵地。 这些东西始终攀爬悬挂在大家的头顶,窥视着,俯视着,又伺机而动,确实给人一种极其烦躁的压力感。 没有人喜欢这种被成百上千的蜘蛛给盯着的感觉,而且你不得不一直的抬头观察,时刻注意附近的岩石壁上是不是净趴着一只,在它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就扑上来。 网阔侠挪,到了哪里,这些东西就只能够攀爬在我们两边的石壁上了,到时候它们要再敢跟着,就将它们一网打尽。 团务长盖文说道 拥兵团继续前行,大概有五六百米的距离处就是阔峡,那是一条比较直接的大裂缝,宽度有三百米左右,头顶上是天空,两边是岩石悬崖,荒漠石谷珠就无法躲入到那些林寻怪异的岩石缝隙里面了。 大概又前行了一百米,卖龙拥兵团的人开始心惊了起来。 身后的那些荒漠石谷珠没有在跟随了,但是它们前行的两边以及头顶上的岩体,全部都爬满了这些荒漠石谷珠,这让原本最为纯粹褐色的岩壁看上出现了可怕猙獰的纹理,还有那一双双让人不寒而栗如群星一样闪烁的眼睛。 怎么会这么多? 队长托米心惊道。 其他佣兵成员开始心慌了起来,这些荒漠石谷珠的数量比他们想象中得要多,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仍旧静守着,没有主动攻击。 为什么我有一种我们在自投罗网的感觉? 关于说道。 他们到底想干嘛,是觉得我们这群人比较厉害,打算放过我们,等待后面那些更弱小的猎物吗? 赵满言说道。 如果没打算捕食我们,他们就不会现身了,我们之前就没有察觉到他们。 玲玲说道。 这样好崩溃呀,我最讨厌这些有绒毛脚的东西了。 江玉说道,他全身一直都在冒鸡皮疙瘩。 莫凡开始涌动自己的暗脉,将暗脉之息渗透到附近,包括那些被岩石遮蔽住的死角,好确保不会有级别更高的生物。 这些荒漠石骨珠莫凡倒不是很害怕,他担心的是里面存在着高级别的物种,一旦突然偷袭,拥兵团必定要捡员。 啊! 一声惨叫,回荡在了每个人的耳边。 这种有些幽闭的地形本身就给人极大的心理阴影,现在这样来来回回在峡谷,岩缝中传递的尖锐叫声就更让人毛骨悚然了。 偏偏视线还很狭窄,道路又蜿蜒,走在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往后退,所有人往后退,退回到刚才扎营的地方,副团长库马嘹亮的声音响起。 拥兵团后退的速度很快,众人快速地返回到了之前扎营的平地。 但是明明所有人的回到了原地,惨叫声还从之前的地方传来,可见是有人被团队直接放弃了,他正在被包围,正在被星号啃视。 死了几个? 赵满言问道。 我听应该是三个。 男爵说道。 不会吧,这就死了三,我们才进多少米深的地方啊。 天山的生物本就是妖魔物种之中最为凶狠毒辣,杀鸡四伏,让任何一个拥兵团进来都不能保证全员安然无恙。 可是,那也死人死得太早了一点,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死的,明明那些蜘蛛没有动啊。 我去问问。 爱疆图说道。 爱疆图走到了队伍的前面,发现库马、盖文、托米以及其他几个番队的队长都在,他们正一脸愁容。 你确定你看到了? 库马认真地质问一名雍兵。 是的,我确实看到了,就在地上,我看到会蠕动的石层呈现出了大蜘蛛的轮廓,紧接着那三个前探就回不来了。 那名雍兵满脸苍白的说道。 这些到底是什么鬼蜘蛛,为什么还拥有保护色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只有一些统领级以上的妖魔才会有的吗? 团务长盖文愤怒地骂道。 我们太低估天山的生物了。 爱疆图听了他们的谈话,脸色也沉了下来。 保护色。 也就是说,这些荒漠石谷珠可以依附在岩石上,身体皮肤完全与岩石色相同,只要他们静伏在那里不动,并且闭上眼睛,人从他们身边走过都察觉不到。 那三名探路的就是那样死去的。 第1976章 这些荒漠石谷珠 荒漠石谷珠直接扑下来,现在他们需要不停的观察四面八方,任何一个眼睛看不到的死角都有可能趴着一头荒漠石谷珠。 荒漠石谷珠在一些其他沙漠、戈壁、荒野都有气息,可从没有听说他们具备着保护色这样的能力,天山的荒漠石谷珠完全不知道是因为在恶劣的环境中自我进化了,还是某个古老的血统,实在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草木皆兵,四面埋伏。 整个霞凤变得安静了起来,荒漠石谷珠没有任何的叫声,更听不到他们挪动的步伐,反而是拥兵团所有人重重的呼吸声,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男爵,你也听不到他们的分布吗? 关于问道。 男爵摇了摇头。 这些荒漠石谷珠的步伐太轻太轻了,移动时发出的声响都未必有苍蝇轻拍一下翅膀的声音来得大,我们人之所以可以听见苍蝇嗡嗡响声,那是因为它高频率的摆动。 荒漠石谷珠相当狡猾,他们爪子移动起来都是慢慢的,无比谨慎的,难觉得音隙听感起不到太好的作用,除非那头荒漠石谷珠主动发起攻击,或者那耐不住开始快速攀爬。 我的黑暗入侵也没有什么效果,这些东西纹丝不动。 莫凡也无奈的说道。 实在不行我们就这样跟他们耗着呗,他们不动,我们也不动。 赵满言说道。 大家不敢轻易再走那些没有仔细检查的地方,天知道身旁或者脚下是不是就有一只,幸好这些荒漠石谷珠不是完全的隐形,他们一动起来,还是能够看到石壁,岩石上有一些怪异的蠕动纹理的。 卖龙拥兵团没有想到好的办法,荒漠石谷珠们仍旧不进攻,偶尔能杀上几只不太小心的,可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咚咚咚咚咚咚。 远处,奇怪的震动声音传了过来,听感强大的男爵竟立在原地,专注的聆听着。 在远处,男爵喃喃自语。 聆听了几分钟,男爵再一次开口了,他眉头一皱道,是受潮吗? 你在说什么呢? 莫凡不解的问道。 很磅礴的东西,正在从远处过来。 男爵说道。 有多远? 莫凡问道。 七八公里外吧? 男爵说道。 哎,七八公里外,那关我们什么事啊,没准是哪个猎人团惹上了一群大荒兽,正在被追屁股呢? 赵满言说道。 又不太像,男爵摇了摇头。 男爵总觉得不安,依旧继续听着。 大概过了有十分钟,男爵的脸色开始难看了起来。 我想我知道这些荒漠石谷猪在等待什么了。 男爵说道。 难道他们还有别的同伴? 爱疆图,你得立刻告诉副团长,半个小时内我们必须寻找到一条的逆反长坡,不然我们所有人都会被红石留给掩埋,这些荒漠石谷猪想等到我们被活埋了之后,再将我们从石砂堆里。 挖出来吃掉。 这些荒漠绿非常熟悉,他们没有扑下来与佣兵团的人厮杀,正是因为他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办法让他们全军覆没,那就是好好的将他们看守在红石流壁京之道上。 红石流卷过,他们可以躲避,这些人类却做不到。 什么? 红石流半小时左右会冲到这里。 该死,该死,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荒漠石谷猪应该用这个方法杀死了不少猎物了,不然如此贫瘠的地方为什么会繁殖出这么多来? 副团长库马现在更是眉毛拧在了一起,逆反长坡他们倒是有留意,大概在原路返回的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可现在他们连前行个四五百米都做不到,怎么退回这一公里呀? 这一公里的路途上趴着多少早已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荒漠石谷猪。 没别的办法了,赶紧退到逆反长坡。 第九番队,去前面开路。 其他所有番队立刻跟上。 副团长库马命令道。 是。 是。 赵满言一听到这个命令,马上就炸毛了。 卧槽,凭什么让我们去做探照灯啊,谁不知道这附近全是荒漠石谷猪,赵满言大骂道。 我在前面,你们跟上。 爱江图说道。 你小心哪,这些荒漠石谷猪可能离你只有几米甚至更近的距离,连魔法都来不及释放。 男爵说道。 没事,我反应足够快。 爱江图相当自信的说道。 我在他身后,帮他处理掉视线死角的目标。 慕宁雪说道。 爱江图和慕宁雪开路,其他人迅速的跟上了两人。 第九番队一出发,卖龙庸兵团的人果然也全部跟了上来,大家都保持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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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可是,就在他们这群人要逃离这里的时候,那些一直躲藏在岩上面的荒漠石谷猪却动了。 这一次他们不再试试探,明显是知道这群人要逃跑,于是这些蜘蛛如黑色鱼一样从上方的悬崖,石壁,裂缝之中落下来,疯狂地扑咬着正逃离这里的佣兵团成员。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继续前进。 莫凡料到他们绝不会在上面继续观望的,空气箭矢早早就盘绕在了自己周围。 荒漠石谷猪从两边和头顶弹射,俯冲,扑击,莫凡的空气箭矢便准确地贯穿过去。 第1977章 凶猪八面埋伏 后退的路,还真潜伏着不少保护色荒漠石谷猪,爱疆图急速地奔跑的过程中,两边的石壁马上就有东西在蠕动,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只是岩石上出现了一层米水,可下一秒他们就会将那携带着可怕剧毒的蜘蛛前找狠狠地扑抓向奔跑中的法师,从人的双肩位置直接戳下去。 爱疆图眼光八方,有三只变色荒漠石谷猪离他非常近,他的意念凝聚成披斩下来的空气大剑,在他们刚有行动的瞬间将他们给秒杀。 慕宁学锦随在爱疆图身后,他的周围始终都有银色的冰霜银带在缭绕,本身就扮悬浮状态即行的他看上去像一位正在清扫邪魔外道的冰雪仙女。 指尖一指,游刃的冰雪银带会立刻变成坚韧无比,狠狠地击打在那些荒漠石谷猪的身上,直接将他们鞭打得血肉横飞。 爱疆图,停一会。 慕宁学说道。 爱疆图正要转入前方的狭窄岩石涌道,听到慕宁学的声音便马上止住了步伐。 月冰闪。 慕宁学站在岩石涌道口,他抬起了右臂,呈手刀姿势,纤细修长的手指上迅速地凝结出了月白色精英的冰霜,从指尖一直到了他的右臂臂弯弯位置,看上去就像是幻化出了一柄月滑刺。 月滑双兵被慕宁学挥出,可以看到一轮直径为十米左右的冰霜月牙朝着昏暗的岩石涌道中飞去,月霜滑光让涌道稍微有了一些冷冷的亮光,随着这一道月冰闪如红雁掠过,从涌道的入口开始,一个又一个潜藏着的身影浮现了出来。 咯吱咯吱咯吱。 趴在涌道壁上的荒漠石谷珠在这月冰闪中无可遁形,他们身体化作了冰体,无疑幸免。 爱疆图愣在那里,在进入这个岩石涌道前,他就预测到里面肯定趴着很多荒漠石谷珠,却没有想到数量比他想象中得还多上三四倍,要不是慕宁学这霸道的阅兵直接顺动,刚才那么鲁莽的冲进去肯定是要出事了。 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冻住,你小心点。 慕宁学交代了一句。 已经很好了。 爱疆图说道。 还是以疆图冲在前面,穿梭过这个涌道的过程,他施展出了空间律动,开始让这个涌道高频率的颤动起来。 空间律动一颤,所过之处那些被冻结了的荒漠石谷珠全部震成了冰渣,纷纷掉落在了地上,扑得满地都是。 其他人快步跟上了爱疆图的步伐,反倒是那两个拥兵新人跟在众人的后面,看得有些傻眼了。 一开始他们以为这些人跟他们一样是新人,是魂子,哪知道战斗起来这几个人如此生猛,别的法师杀荒漠石谷珠的时候都是一只一只杀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失误,需要其他队员的支援救助,他们倒好,一出手就是灭一群,爬得到处的荒漠石谷珠都还没有来得及扑上来,一道魔法灵光闪过,全部变成了尸体。 爱疆图,你的人很不错呀。 已经跟上来了的副团长库马大赞道。 沿途都是尸体,第九番队的战斗力差点没把拥兵团的人给吓住,让他们开路说白了就是让他们做炮灰的,结果那些扑向他们的荒漠石谷珠却成为了炮灰。 安全穿过了岩石涌道,摆在麦龙拥兵团面前的正是一条狭窄的长缝,这长缝甚至只可以让两三个人并排走,队伍的活动空间变得非常狭窄。 偏偏长缝两臂非常高,抬头往上一看,就会发现荒漠石谷珠们早已经趴在岩石壁上,简直跟排好队那样在等着他们这些人的刺头罗网。 嘶嘶嘶嘶嘶嘶。 荒漠石谷珠疯狂的扑下,毛骨悚然的蜘蛛雨落,这已经不是有人开路就可以顺利通行的问题了,只要进入到这个长缝中的法师,都会遭受到攻击。 麦龙拥兵团在这里只能够成长龙阵,可长龙阵的防御能力确实不怎么样。 别只盯着头上,小心两侧的那些实裂。 第五番队的队长高声提醒道。 长缝上不是完全密封的,上面其实有很多裂痕,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裂缝其实正好就是组成蜘蛛网纹,遍布了所有有岩石壁的地方,而这些荒漠石谷珠它们身形较为扁平消瘦,一些看上去最多只有一亩宽的裂缝它们都可以自如的穿梭行走,这就导致了即便没有那些变色荒漠石谷珠,其他荒漠石谷珠一样可以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靠近魔法师。 惨叫声再一次响起,一片慌乱中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有人转过头的时候骇然的发现,有半截身子全部都是血,正在被一群东西使劲的往那些壁裂中拖拽。 人的体型和骨骼是很难进入到那些缝隙裂痕里的,但那些东西的力气实在太大,就那样生生的将捕捉到的佣兵给挤压,挤扁的拖进去,残忍的血迹从缝隙里缓缓的流出,看得人心惊挡寒。 快点离开这里,团务长盖文大吼道。 活动空间太小了,许多毁灭魔法更是难以施展,更可怕的是那些荒漠石骨珠就在离他们几米的岩石壁里面,再厉害的魔法师也很难守得住这么近距离的攻击。 长缝不算特别长,可当卖龙拥兵团的人从压抑的空间中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心脏还在剧烈的跳动着,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 前面是一片比较空旷的硬土地了,快走,快走。 第九番队,继续冲,继续冲,团务长盖文大声命令道。 离开了恐怖的猎文长缝,麦龙拥兵团面前是一片豁然开朗的宽古平地,两侧的岩石壁相距最宽的有一百多米,最窄的也有二十米,虽然不规则,却要比刚才那个狭窄压抑的长缝好太多了。 你休息下,这次我在最前面。 莫凡对爱江图说道。 爱江图一路斩杀的荒漠石骨珠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他这样高强度的使用魔法,肯定气息会接不上来。 好,你小心。 爱江图说道。 莫凡双腿未动,利用吐蕃来进行移动,他的脚下似有一艘在激流在冲行的极州载着莫凡前行,双臂打开,莫凡将雷电环在了臂上,双目极快扫视,一看到有行动的荒漠石骨珠就立刻一道霹雳击电打过去。 第1978章步步违线 莫凡的雷系一样是秒杀,而且有暗麦的危险预知的存在,他甚至不需要担心一些盲区偷袭,只要有近距离的荒漠石骨珠必定被莫凡击杀,都不给对方发动攻击的机会。 别掉以轻心,这里可能还更多。 莫凡皱起眉头说道。 暗麦危险预知,让莫凡浑身更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整个硬土平骨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平浪静。 哼,找死。 莫凡目光一闪,马上锁定了一头就匍匐在自己五米不到位置的变色荒漠石骨珠。 这变色荒漠石骨珠相当有耐心,特意等到莫凡靠到这样距离才稍微透出了杀意,可惜,面对一个拥有危险预感的黑暗法师,这种偷袭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荒漠石骨珠弹射而来,前爪竟然是直接朝着莫凡面门来,好似要将双爪从莫凡两个眼珠子里刺进去。 莫凡伸出了左手,虚空一抓。 意念抓取直接将这头荒漠石骨珠给牢牢的遏制在了偷袭半空中。 炎。 火焰从莫凡的手指之间窜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那被遏制住的荒漠石骨珠身上也出现了一大串剧烈燃烧的粉骨魂焰。 这头荒漠石骨珠被剧烈的燃烧,不到几秒钟时间就被烧成了一堆黑色的胶尸,抽搐的爪子倒在了地上。 这种变色能力的荒漠石骨珠应该是更高级的。 莫凡对身后的人说道。 和那些全身鸵色的荒漠石骨珠相比,变色的荒漠石骨珠明显更强,速度上,力量上,防御上,莫凡要杀死这样的变色荒漠石骨珠需要花点小心思,而不是一个技能杀一群那么轻松。 快走,红石流越来越近了。 男爵极度不安的说道。 他能够听到,红石流明显是在加速,这表明在这七八公里的大裂谷距离上,出现了一段地势非常陡的地段,使得红石流变得更加湍急。 给予他们的时间更少了,荒漠石骨珠却还堵在道路上,没有抵达逆反长坡,大家全部都要埋在石流里,哪怕运气好活了下来,最后还要被荒漠石骨珠从里面挖出来。 一想到这个结果,众人就更是毛骨悚然。 莫凡杀伐更果断直接,他高级别的中阶魔法在这种战斗中优势非常大,不需要因为一头逼近了的荒漠石骨珠就开启高阶星座,也不需要因为魔能与气息衔接不上勉强使用威力鸡类的小技能。 沿途还算顺畅,他们第九番队已经快要抵达平谷尽头了,可是身后还是陆续传来惨叫声,更听到了团务长盖文愤怒嘶吼。 你们第九番队是怎么开路的,沿途上还有那么多荒漠石骨珠?盖文骂道。 小心脚下,小心脚下。 拥兵团的人在这个地形中可以稍微散开,奔跑过程中十字护手,这种前行阵型可以确保每个人的前后左右都一定会有一名队友。 但是有些人跑着跑着,忽然间就不见了,十字护手阵出现了不少空缺,这让拥兵团的人更加惶惶不安。 嗖嗖嗖。 嗖嗖嗖。 硬土发出奇怪的声音,第九番队在队伍最后面的男爵回头望了一眼,猛的发现地面下伸出了蜘蛛爪子,那些爪子跟猎人的猎家一样,藏在了猎物不能够察觉的地方,只要有人从上面一走过去,蜘蛛爪子就猛的闭合,死死的抓住佣兵的身体。 有几个没有来得及呼唤出凯模具的佣兵,胸骨,腹部都被蜘蛛爪子给撕了个穿,然后再一转眼的功夫就被拽到了地底下去。 怎么回事,我们明明从那些地方走过去,他们都没有攻击我们,怎么那些佣兵们一个个遭殃了,赵满言回头看到不少人被捕时,有些恶然的说道。 明明他们在开路,那些佣兵们也是顺着他们走过的路前行的,那些荒漠石谷珠却让他们通过了。 筛选目标,这些家伙大概是意识到我们不好惹,于是选择后面那些更弱的佣兵们下手。 玲玲说道。 多半是莫凡气场太强了,把那些变色的荒漠石谷珠都宰了不少。 江玉说道。 莫凡,回来,回来点。 蒋少旭急忙将已经冲到很前面的莫凡给喊了回来。 莫凡发现队伍有些脱节了,正想骂这群佣兵归宿,结果发现佣兵团的人正被一只又一只的爪子给拖拽到地底下。 妈的,这下面全是荒漠石谷珠。 赵满言大骂道。 怎么感觉掉进了一个蜘蛛洞穴里,正一层一层的被他们用蜘蛛网给裹住。 江玉说道。 蜘蛛在森林里捕猎,他们编织的猪网很多时候很薄很薄,一些体型稍微大一些的昆虫直接飞过去都能够撞破,但是这不代表蜘蛛无法困住大昆虫。 过于大意的昆虫飞过蜘蛛网,薄薄的没有去在意,让蛛丝挂在自己身上,等再飞过几个蛛网时,他意识到翅膀被什么给粘住了,飞起来有些吃力,可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彻底落入到蛛网陷阱中了,只要挪动,就会被缠绕更多的蛛丝,直到被蛛丝挂满全身,最终精疲力尽,丝毫无法动弹地挂在了某个看似薄薄的树枝蛛网上。 现在,他们就像是处在这种一步一步落入蛛网的困境中,并非被真正的蜘蛛丝给缠住,而是正不断地坠入到他们早已经布置好的陷阱里,越慌不择路,越被危险缠身。 莫凡,你刚才是怎么察觉到那些变色荒漠石骨珠的,能够提醒其他人吗? 爱疆图问道。 很难,只要他们不对我产生敌意,我就找不到他们。 莫凡无奈地说道。 暗卖危险预感是现在莫凡获得的最强大能力之一了。 可现在荒漠石骨珠们已经不选择攻击自己了,他们不攻击自己,不对自己露出敌意,暗卖的危险预感就不能侦察到他们了。 这类似于一个信号,当有人要对莫凡产生威胁时,暗卖就会立刻捕捉到这种进攻信号,并以心跳加速,毛孔扩张,肌肉收缩,皮肤发冷等身体感觉来反馈给莫凡,而人家荒漠石骨珠都不攻击莫凡了,暗卖还怎么反馈? 还有一种状况,那就是身边有过于强大危险,有瞬间杀死莫凡能力的物体时,暗卖也会捕捉到并预警莫凡。 可惜荒漠石骨珠远没有到暗卖危险报警级别。 第1979章摆脱纠缠 即便知道脚下全部都是危险无比的蜘蛛魔爪,卖龙拥兵团的人员依旧要硬着头皮往前冲,不少拥兵更是刚猛,宁愿将自己的双腿截断了,也不要被这些荒漠石骨珠给拖拽到地底下。 这条平骨,一样牺牲了一些人,等到终于全部通过的时候,那条逆反长坡才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逆反长坡类似于一条宽阔的悬崖战道,沿着斗翘巍峨的悬崖壁缓缓上升,与下方的裂骨道直接上下错开。 大家纷纷爬上了逆反长坡道,荒漠石骨珠们好似知道他们的意图,早已经在逆反长坡上铺满了,架向空中的逆反长坡连背面都倒挂着无数,远远看上去宛如一串串驼色的猙獰玛瑙。 他们是要将我们堵死在坡道下面。 队长托米恼怒道。 只能够杀上去了。 酷马冷哼一声,却是一下子冲到了队伍的前面,甚至到了第九番队前方。 这位副团长要亲自领队,在这群葡萄架一样悬挂着的蜘蛛长坡上杀出一条血路来。 酷马是一名植物戏法师,他将一枚枚红色的种子弹射到前面的道路上,就看见红色的种子触碰到干燥的硬土岩石后,立刻快速的生长,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已经长成了一朵硕大喇叭石肉花。 大喇叭石肉花向春季更滋润过的草地,一朵接着一朵的绽开,大喇叭石肉魔花的根莖会摆动,他们一嗅到了那些荒漠石骨珠身上的味道,喇叭花上便一下子长出了无数石肉尖牙,这些尖牙一圈圈,细长无比,随着大喇叭石肉花一口咬下去,能够将一串的荒漠石骨珠直接吞咬进去。 跟上副团长 跟上副团长 麦龙拥兵团也没有因为人员的死亡而自乱阵脚,前一刻还在大笑聊天的同伴下一秒就变成尸体的画面他们又没有少见,拥兵们求生意识更强,顺着那条被副团长库马开辟出来的大喇叭石肉花道路,麦龙拥兵团涌起了一波士气,一鼓作气的冲上了挂满荒漠石骨珠的逆反长坡。 要再往高出走,不然还是会被红石留给掩埋。 男爵说道 你们去殿后,一群没有用的东西。 团务长盖文说道 盖文根本就不会理会实力不实力的问题,他只看结果,在评估的时候,第九番队就是没有做好开路这个任务,让不少拥兵成员白白搭上性命。 爱疆土也是脾气好,这种时候都忍着。 也是,现在都在生命关头,没有必要去做无意义的争吵。 第九番队又到了队伍的最末端,这个时候从不同狭缝,猎笔中爬出来更多的荒漠石骨珠,他们试图将他们这群人全部拖住,不让他们前行。 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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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经不需要男爵的远听了,现在整个大裂谷都处在剧烈的颤动下,那山崩地裂般的气势让麦隆隆兵团的成员更感觉到压迫感,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被这可怕的红石流给吞没。 麦隆隆兵团的法师们更加卖力的消灭荒漠石骨珠,整条逆反长坡上流淌着的蜘蛛血如大溪流一样不停的往下冲刷,在最低洼处形成了一片血泊。 死亡的荒漠石骨珠残肢断驱滚落,没多久就堆成了一座小山包。 整体实力上,麦隆隆隆兵团还是强,在与这些荒漠石骨珠正面抗衡上,他们显得极其强势,等级算不上很高的荒漠石骨珠阻挡不住他们的杀戮步伐,渐渐的隆兵团已经离最低洼处有七八十米了。 砰!砰! 站在一个地势较高处,回头看了一眼之前走过的长缝,岩石涌道,平骨的,本以为红石流氏会如河水入骨一样,顺着河谷骨架再走,谁知道红石流威力远比预想的还夸张,完全就像一头充满了力量的钢铁魔龙,在地表裂缝下横冲直撞,轻易的就将裂缝摧毁的面目全非,甚至还将裂骨原来的地貌给冲宽了数倍。 红石流很近很近了,幸好殿后的第九番队在最后又猛的往前冲了一段距离,不然始终会有人被直接卷入到这场冲垮毁灭当中。 声音巨大到已经让所有人接近失聪了。 红石流呈现黑褐色,魔龙一样震撼恐怖的冲撞而过,看着脚下的一切被毁灭殆尽,所有人都庆幸他们提前抵达这个安全点,并不顾一切的在荒漠石谷珠不满的情况下杀出一条血路来。 真得好可怕。 蒋绍旭说道。 没有见到红石流的时候,都以为那只不过是很平常不过的自然小灾,可见使道其毁灭力,这才意识到自身有多渺小,哪怕一身强大的修为一样是无法承受得下这天灾席卷。 这些荒漠石谷珠是真得奸诈,发现我们没有被活埋后,竟然马上就退走了,退散的速度比潮水还快。 赵满言说道。 他们确实懂得趋利避害,在没有把握将我们全部吃下去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耐心等待下一批猎物,反正蛛丝若是被某些强壮的生物给撞破了,他们重新编织就好了,要做的就是耐心,沉得住气。 灵灵说道。 荒漠石谷珠来得凶猛,退得更出人意料。 只是仔细算起来的话,麦龙拥兵团还是损失了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在冲上逆反长坡的时候,拥兵团相互作战,训练有素,整齐划一,人员伤亡很小,死亡的主要是在平地陷阱那里,被那些保护色荒漠石谷珠拖到地面下。 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若是没有被红石榴这样逼迫,他们倒可以停下来将那些被困住的人给救出来,做到人还活着就不会抛弃,可身后还有更恐怖的洪流魔鬼,别无选择。 这还是荒漠层,就遇到这么大的阻碍,等到了更高海拔,遇到的险境和遇到的妖魔,岂不是更难应付了? 关于说道 卖龙拥兵团确实算很有实力了,换做是一些心理素质差一些的,没准早就被这些荒漠石谷珠给拖到集体活埋。 第1980张拥兵团的赌风 狡诈至极,更歹毒无比,初次撞见天山上的这种妖魔,却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还以为就凭我们这些人的实力,只要不到冰川鸡血层,这些妖魔基本上奈何不了我们,哪知道还是这么惊险。 赵满言也有些心有余悸的说道 荒漠石谷珠确实不能算是级别比较高的妖魔,他们却懂得利用对大自然来捕猎,如此即便遇到一群实力比他们强大很多的敌人,他们一样有机会每餐一顿。 难怪很多修为高的法师们都命丧在这里,还只是在这荒漠地带,妖魔捕食手段变这般高明了。 卖龙拥兵团的人轻点了一下伤亡,整理了一下情绪,等待红石流移过,队伍又继续前行出发了。 余兵团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执行任务中死人的事情再习以为常了,他们没有那个心思去悼念死者,更多的是开始自省,开始重新审视天山,如果还只在荒漠层这里就死了十几个人,那么不等到冰川鸡血层,整个队伍就不剩下几个活人了。 卧当,你去石队那里要点青山冰水来,爱疆图对其中一个新人说道。 哦,好。 卧当点了点头。 卧当有着欧洲人面孔,年龄也就二十多岁出头。 他前往了石藩队那里,整个麦龙拥兵团地石藩队是管理出行物资的,食物,淡水,药品,仪器,一次性模具。 卧当刚到第十番队,就看见三名老兵围在一起,一边抽着大烟,一边在做着什么小交易。 我只能说算那小子走运。 但我不服,我赌他活不过下一次遇事。 第十番队的老兵李宇说道。 说着这句话,老兵李宇把书的钱递给了那个物馆许罗青。 许罗青笑着接了钱,道,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第九番队的那几个人实力这么强,没他们的话,卧当和稀徒这两个家伙肯定是要被那些。 蜘蛛给拖下去吃了的。 卧当就在这几个人身后,听到这些话气的满脸通红。 平常这些老兵各种刁难,将他当做杂役一样呼来喝去就算了,好不容易可以参加一次正规的任务,他们居然拿自己的命来赌博,难不成那个叫做李宇的家伙巴不得自己死,就好为了赢那么点钱。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命就这么贱吗? 卧当马上就爆发了,怒道。 几个老兵也很意外,卧当就在身后。 不过这几个老游子根本就没把这事情当一回事,许罗青接着笑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玩一玩。 玩一玩? 我看你们巴不得我死。 卧当怒道。 卧当,不要这么小孩子脾气。 我小孩子脾气? 你们拿我的命赌钱被我发现了,还跟我说只是玩一玩。 卧当骂道。 有什么大不了的,哪一个新来的没被我们拿来赌过? 本来你这种菜鸟到队伍里来就是拖累,除了能给我们娱乐娱乐,还有什么用? 别再大呼小叫的人,赶紧滚回自己队伍里去。 李宇完全没把握当当一回事,不屑的说道。 卧当听到这句话,更气得浑身发抖。 许罗青确实劝道,卧当,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要清洗伤口的冰水。 卧当重重的道。 来,给你。 许罗青道。 我会告诉副团长,你必须向我道歉。 卧当愤怒道。 你尽管去,像你这种在学校被人欺负了还要哭着回去告妈妈的,确实只适合躲在家里让你妈妈好好疼爱,没有必要到拥兵团里来,对了,许罗青,我刚才赌多少来着,我要加码。 三倍,他能活过下一次遇事,我给你们三倍,有人接吗? 李宇大喊道。 有,有,我们接。 三倍,李宇你这家伙玩大的呀,行啊,我接。 卧当,你可要为我们的赌金争计呀。 我能赌他死吗?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吧,你看卧当宝宝都生气了。 一群老兵就喜欢看热闹起哄,卧当被这些老佣兵们嘲讽的无地自容,只能够愤怒无比的拿着清水离开了。 佣兵团里老赌鬼特别多,才发生死人事情根本不影响他们的娱乐,就在卧当转身奋离的时候,他又听到了有人在说赌的事情。 对了,之前说的那个,谁能上了那个银发美女,所有人给那个人五倍愁的事情,还算数吧? 当然算数,这可比赌卧当的命有意思多了。 老兵李宇说道。 你们可看到了,那个雷系法师实力很强的。 是啊,我也看到了,我觉得应该加点筹码,七倍愁,你们敢不敢? 七倍就七倍。 哈哈哈哈,我要大爽胯下不说,还要发大财了。 一个声音道。 卧当气得更浑身哆嗦,这群老拥兵简直没有一点道德素质。 将清水拿了回来,卧当看了一眼莫凡,犹豫着要不要将刚才的事情告诉他。 仔细想了一会,卧当还是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还是算了,别人赌什么,自己能干涉什么。 他们赌自己能不能活过下一次,他都没法阻止。 清水来了。 卧当说道。 爱将图接过了清水,看了一眼卧当的神色,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没什么。 卧当摇了摇头。 卧当退到了一边,这个时候莫凡却朝着他走了过来。 大家都看得出来,莫凡是那个银色头发美女的男友,卧当第一次看到那女子的时候也被惊艳到了,想来整个拥兵团里无数人都垂涎。 那个生病的人是怎么回事? 莫凡询问道。 你是说帕克吗? 卧当说道。 嗯,我看他很痛苦的样子。 莫凡说道。 一开始我们以为他是高原反应,于是就想着先带上他,没准在路途上就适应了,可谁想到都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康复。 卧当说道。 没有医生们,你们队伍。 莫凡问道。 有吧,但现在应该都在照顾那些受伤的佣兵了,帕克跟我一样也是新人,只要不是病死,他们都不会理会的。 卧当说道。 卧当说道。 第1981章死音不明。 肯定不会有什么意外。 莫凡拍了拍卧当道。 哦,哦,但愿吧。 卧当回应了一句,又不禁抬起头来看了眼已经离开的莫凡背影。 说实话,刚被佣兵团的那些队员们这样羞辱,在听到莫凡这句话心里反而挺感动的,可是卧当又觉得自己不能把每个人的话都太当真,在这危险的天山里,先不说这个人能不能保全他自己,即便自己出了状况,没准也跟其他老佣兵一样直接转身就跑了。 话说得漂亮,谁都会。 红石流这个恶哉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卖龙佣兵团可以清楚的知道继续前行的路线了。 红石流是从上一层冲击下来的,所以顺着红石流的残骸前行,肯定不会错。 大概等个半天的时间,红石流就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沙利、沿途,虽然一下子改变了沿途上荒漠大裂谷的不少地貌,但大裂谷还是大裂谷,不会因为红石流的冲击堵住,也不会因为红石流而填满消失。 我觉得这天山大裂谷的成因石有星号与这红石流有关,在过去的很漫长时间里,天山就存在着这样的地表下激流,天山大裂谷也早就存在了,只是始终埋藏在地表下,山石,冰川里,而在最近红石流才冲开了地表,打开了一条通道口,使得我们可以进入。 灵灵认真地分析道 是啊,不然这么壮观的天山大裂谷怎么会说出现就出现? 男爵很认同灵灵的推断 山谷、河谷、间隙都是因为雨水不停地冲刷形成的,这天山大裂谷想来也是因为无数次的红石流冲刷,最终在大半个月前在天山山路冲刷出一条裂谷入口,这才使得法师们可以进入里面。 也因此,这大裂谷的最终源头一定是天山冰川基层。 冰川基层上存在着冰心风踏,这是实力再强的法师都很难抵御的可怕自然力量,宛如天山拒绝世间一切外来生灵的禁制,而在天山大裂谷内进入到冰雪基层的话,就可以免受冰心风踏,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进入到无处寻觅入口的天之痕。 难怪无数法师从世界各地前来天山大裂谷,这就使得很多法师即便不需要很高的修为,只要路线走对了依然有可能进入到天之痕宝库里。 红石流过后,整条荒漠层裂谷都变得寂静了起来,沿途也可以看到一些被掩埋在表层的尸体,显然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有的时候也一样无法躲避这样突如其来的恶灾。 这里有一些尸体。 负责寻路探路的托米说道。 尸体有什么好奇怪的? 团务长盖文说道。 是人的。 哦,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托米看了一眼副团长库马,接着说道,这些人不是被红石流冲刷死亡的,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躲避了红石流,可不知道为什么死了。 被什么妖魔给杀了呗。 盖文不耐烦地说道。 没发现什么明显的死亡痕迹。 大概是毒物吧。 库马回答道。 嗯,我也这么想,他们既然死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就说明我们接下去也可能遇到。 托米说道。 在拥兵眼里,遗体早就不是什么吓人的东西了,哪一个通往宝藏的道路上没有尸体,很多时候尸体可以表明周围的状况,该尸体是支离破碎,说明有凶猛的妖魔狂兽,该尸体是全身只剩下白骨,说明可能存在着一群饥荒捕食者,若是安然无恙保存完好,中毒的可能性大,或存在别的什么因素,这些都可以成为后来者的预警信号。 队伍从这些遗体上走过,在比较靠后的第九番队过了一会才看到遗体。 玲玲明显是老手,马上就戴上手套和一个口罩,凑到了那些遗体的旁边进行了检查。 我当和其他几个第九番队的成员看到这只少女萝莉两眼冒光的跑过去,脸上的表情别提有多怪异了。 玲玲浑然不在意,遗体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了,这前路茫茫,自然因素,妖魔因素都存在,就算莫凡他们几个实力极强,一样会遇到修备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一个队伍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保障大家都安然无恙。 所以信息很重要,从这个未知的天山大裂谷采集到的任何重要信息,都可以避免掉一些难以控制的恶事。 有什么发现吗? 莫凡询问玲玲道。 很奇怪。 玲玲第一句话就让人莫名的心头一紧,从他们身上的衣物来看,他们是抵达了草垫层的,草垫层才有的苔藓,阴草还挂在他们的衣服上。 他们既然走出了荒漠层,到了更高的海拔峡谷,为什么又跑回到了这里,而且还死掉了,男爵说道。 死因是什么? 莫凡问道。 死因是窒息,可是什么导致窒息的我却找不到? 玲玲说道。 毒。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可如果是毒的话,他们更应该待在草垫层,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哪里中了毒就应该在那附近寻找解毒体。 玲玲说道。 会不会是他们在草垫层中了毒,然后被红石流给冲了下来? 他们身上没有被红石流冲击的痕迹,我留一块样本,继续往前走吧,可能需要结合之后的环境因素才能够找到他们正确的死因。 玲玲说道。 也有可能他们实力弱。 他们实力不弱,其中一个是大高阶。 身上没有战斗过的痕迹,这表明他们的死和实力无关了,男爵说道。 队伍走到前面了,我们先赶路吧,出现什么状况,也会有卖龙拥兵团的顶一顶。 爱江图说道。 老爱,这就是你加入拥兵团的真实原因吧,可以让他们在前面荡肉店。 赵满言笑了起来。 你话真多。 爱江图说道。 嘿嘿。 第1982章 病号翻队 天山分从海拔最高处往下走,分为冰川基层,高山灵温层,草垫层,荒漠层。 天山大裂谷是蜿蜒而上的,所以走出了荒漠层的话就意味着他们抵达了草垫层,离冰川基层就更近了,也离天之狠所在地更近一步。 顺着红石流的热乎乎线路,麦隆雍兵团的人也成功走出了荒漠层,开始进入到有苔藓,棱草的草垫层了。 草垫层就意味着他们头顶上的大地覆盖着厚厚的高原草垫,放眼望去是一片大多数是青山绿地,空灵圣洁,唯美壮观。 由于麦隆雍兵团处在大裂谷之中,这种壮观的美景是无法见到了,不过草垫层的大裂谷地势明显更开阔,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呈现出山谷,盆地,低洼草场的样貌,他们同样继承了草垫层的特点。 草垫层的大裂谷,一开始只是脚下覆盖着一些明显生长在低洼之地的植被,但继续往更深处走的时候会发现,连头顶,两旁的那些悬崖峭壁也布满了植物,有些大叶片的爬山草,更是蜜厚的如意堵墙,没有靠近过去还以为走入到了一条死路之中。 这样覆盖着植被的地方,确实会有更多生物栖息,有毒物种更多,好不容易走出了荒漠层,本来是应该值得欢喜的,可进入到这一片更复杂的领地。 神经又不由的紧绷了起来。 在荒漠层的时候,麦龙雍兵团遇到的妖魔群体并不只有荒漠石谷珠。 沿途遇到很多个捕食种群,他们都被击退了,这就是纯粹实力上的碾压了,正常情况下荒漠层的妖魔种群应该是拦不住麦龙雍兵团这样级别的法师团体,也幸好在荒漠层里,他们没有再遇到类似荒漠石谷珠这样极其狡诈可怕的种群,至于其他法师团体是否有遇到其他更可怕的种群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荒漠层的大裂谷生态形体算是比较简单,主要是岩石、沙粒、悬崖、石裂,这草垫层就多样化了,栖息的妖魔物种会更多样化,数量也绝对更庞大,经历了荒漠石谷珠的袭击,现在没有人会不敬畏天山。 老爱,去把副团长、团务长叫过来下。 男爵说道。 哦,好。 大家在一片干台险上扎营,爱将图将库马,盖文给叫了过来。 又有什么事? 团务长盖文显得有些不耐烦,开口问道。 他好像快不行了。 男爵指了指那个重病的成员帕克。 帕克从进入到天山大裂谷开始就生病了,起初还能够跟随在队伍里前行,到现在基本上都瘫着,有另外两个混子拥兵在轮流背着。 帕克,你到底在搞什么,温暖的地方呆舒服了,到了条件恶劣点的地方就变成这个样子,你难道是个娘了吗? 团务长盖文走了过去。 劈头盖脸的骂道。 我,我需要医生。 帕克有气无力的说道。 那么多人因为战斗受伤,医生哪里忙的过来,生病这种事情,是你自己体质不行? 盖文说道。 让华纳德来看看。 副团长库马说道。 真是的,就这点小事还把我们几个叫过来。 盖文极没有耐心的道。 那个叫华纳德的医生没多久就过来了,但确实看得出来这位医生很憔悴,一副连口水都来不及喝的样子。 他检查了病号帕克一遍,直言道,症状还是和之前一样,高原反应,只是加重了不少。 帕克,看来你并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里啊,正常人的高原反应大概一两天就好了,你却越来越严重。 帮,帮我想想,想想办法。 帕克哀求道。 这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够靠你身体自己调节,多做深呼吸。 华纳德说道。 生病这种事情,治愈法师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何况还是高原反应这种问题。 众人离开后,帕克眼里无光,他看上去非常痛苦,队伍却不可能因为他返程。 他早应该在镇子里休息的。 谁会想到这样加重啊? 再这样下去,帕克会死的。 哪怕是小小的感冒,若是不饿止住,都会夺走一个健康壮年者的生命,何况高原反应使得病号帕克持续多种症状,不见适应,不见减缓,呕吐,头疼欲裂,浑身水肿这些非常明显。 帕克现在几乎吃不尽东西了,先不说会不会病死,饿死的可能性都有可能。 莫凡等人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莫凡和爱江图尝试着用空间系魔法来压缩空气,让帕克获得更多的氧气,可惜这样一样起不到作用。 看来这个病号帕克是被放弃了。 江玉摇了摇头道。 很多佣兵团都是这样,路途漫长,病号时常会出现,多数病号都是需要回到城市有医生,有设备,有药物才能够恢复,所以病号被遗弃的事情经常有发生。 爱江图说道。 这就是军队和佣兵之间的区别了,军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许这样做,甚至是个死人了,抬也要抬回去,佣兵就比较冷漠,眼里只有金钱和任务。 老爱,刚才团务长盖文跟你说了什么? 男爵说道。 他让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帕克丢下,给他自生自灭。 爱江图说道。 我靠,这么畜生的事情凭什么让我们来做? 赵满言道。 我没答应。 爱江图说道。 队伍继续要出发,不过却有两个老佣兵抬着一个人到了第九番队这里,放在了爱江图和其他人的面前。 怎么了? 爱江图问道。 他好像也出现高原反应了,团务长让我们将他抬到这里,让你们负责照顾他,正好你们对病号比较关怀。 那个叫做李宇的劳赌鬼说道。 劳赌鬼过来后,除了跟别人说话,眼睛总会往慕宁雪胸前放,那富贪婪如狼的样子根本掩饰不住。 什么鬼呀,我们第九番队又不是病号联,他是哪个番队的,不是应该有哪个番队照顾吗? 赵满言立刻叫道。 没把伤者都抬过来给你们照顾就不错了,何况你们队伍女人这么多,帮忙照顾一下病号和伤者很正常的吗? 那个李宇说道。 第1983章集体反应 带着两个病号,第九番队行走起来就更吃力了,当麦龙雍兵团进入到了一片布满了双冻青苔之地时,他们已经有些落后于队伍了。 麦龙雍兵团有在路途上做前行的标记,掉队了大概一阵子后,爱疆图总算发现雍兵团的人在一片视野比较良好的地方进行了扎营。 不是还没有到休息的时间吗? 男爵问道。 大概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吧? 爱疆图说道。 雍兵团这些家伙又整什么幺蛾子? 莫凡对麦龙雍兵团已经有几分不耐烦了。 到了扎营处,他们发现团务长盖文和一群人正围着另外三个人,那三个人都躺在了简易担架上。 盖文皱着眉头,当他发现莫凡等人走过来的时候,开口说道,正好,你们把这三个也抬到你们队伍里去。 他们怎么了? 爱疆图问道。 生病了,症状也是高原反应。 盖文说道。 我们队伍里已经要照顾两个病号了,这样下去连队伍步伐都跟不上。 爱疆图马上说道。 这是命令,既然加入了拥兵团,就应该为拥兵团分担一些责任,这会就先在此地休息,三个小时后继续出发。 盖文说道。 你这家伙不要太过分,我们又不是单价医疗兵,搞清楚你们的人战斗力还没有我们强。 赵满炎终于是忍不了了,指着盖文骂道。 呵呵,小子,这个世界上会缺乏实力强的人吗? 你的实力再强,能敌得过我整个佣兵团吗? 盖文冷笑的对赵满炎说道。 哼,就你们这帮废物,也不值得我们跟对。 赵满炎骂道。 行啊,本来就是临时成员,你们想滚蛋就滚蛋,我绝对不阻拦。 盖文说道。 好了好了,这种时候有什么好吵的,第九番队,你们不想携带这么多病号,其他番队也不想,那事情处理起来就简单,你们几个,把病号们抬到旁边去,三小时后他们若是没有健康腹,就看他们自己的腿脚快不快。 副团长库马说道。 众人都听到了副团长库马的话,尤其是那三个病号,一下子吓得全身都发抖了起来。 来的时候我就嘱咐过你们了,一旦影响到队伍的任务,影响到团队行动,任何人都会被放弃,包括我这个副团长,如果你们还记得自己签过这个协议的话,那就自己老老实实的离队,免得要我们亲自动手。 库马说道。 三个病号继续哀求着,其他拥兵团人员却沉默了。 拥兵之间的感情远没有猎人队伍那么牢固,大家最纯粹的追求利益,只要不是自相残杀,拥兵之间没有义务要保障其他队员的安全。 他们每出一次任务,都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拿不到钱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把他们三个送到我们翻队吧。 片刻,爱将图还是开口说道。 哦! 这次可不是我们勉强你们。 库马说道。 我是军人出身,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爱将图说道。 很好,希望你们不要掉队,不然我们也可能放弃你们,你可知道我们团队还有九十多人就指望着这次的钱过下半生了的好日子了,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很不高兴。 库马很直接说道。 这笔用金非常高,拥兵有自己的规矩,那就是即便你死在了路上,你的用金也一定会发放,在执行任务前,签字的拥兵要写上一个家属名,任务顺利完成后,会由拥兵团的团长将死者该得的那笔钱送到亲属手上。 库马上,拥兵团无情冷血,自私自利,但前这个问题上是一定分明的,没人可以贪走,也因为这个规矩,拥兵自相残杀的情况不会太常见。 爱将图,你把这些病号全弄到我们这里,我们还怎么混呢? 赵满言哭丧着脸说道。 没办法,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冷血。 爱将图说道。 我也是服了,他们这些卖龙拥兵团正牌队员不管这些病号的死活,我们这些临时的成员却要担负起他们的性命,我们又不是菩萨。 赵满言说道。 老爱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毕竟不是拥兵,有些法师道义是该坚持的。 男爵说道。 莫凡,你怎么看? 江玉问道。 老爱怎么做,就按照他的做吧,这几个都是外国人,就当是给我们自己国家打一波人道主义的广告好了。 莫凡说道。 对伍一下子多出了五个病号,江玉干脆召唤出了他的严巨人,用藤条编织成拖单架,一口气拖着这五个病号前行。 五个病号跟躺尸没有什么区别,看他们痛苦的样子,再看看拥兵团成员冷漠的模样,国府成员也只能够叹气。 到底怎么回事,一下子病了这么多个。 慕凝雪感觉不大对劲,开口道。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还会发生。 玲玲说道。 三个小时后,队伍开始继续前行,不得不说这裂骨之下氧气确实有些稀薄,那些职产本身就是阴性的,不接受阳光的照射,没有阳光的植物就没有净化空气这么一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呼吸沉闷和呼吸不畅的感觉。 哼呼。 哼呼。 关于发出了几声鼻腔被什么黏着的声音。 关于,你感冒了? 蒋少旭扭过头问道。 不知道,突然间有很多鼻涕。 关于发现自己鼻子堵住了,于是用嘴进行呼吸。 他呼吸声开始加重,蒋少旭一直在观察他,渐渐的发现关于的脸色开始苍白。 关于,你确定你没事? 蒋少旭问道。 我,我有点喘不过气,好累,好难呼吸。 关于步子有些摇晃,附着旁边的石台就坐了下来,然后胸脯上下大幅度起伏着。 不会吧,你也出现高原反应了,赵满言说道。 我也有点不大舒服。 爱将图开口道。 我也是。 玲玲声音微弱道。 莫凡背着玲玲,转过头去看他,才发现他小脸双白双白的,小嘴唇一张一合,像一头搁浅的小鱼在很努力的做腮呼吸。 玲玲。 莫凡急忙将他放下来。 有点头晕。 玲玲说道。 第1984张山霜之帘。 妈的,是不是什么传染病啊,就说不能带着这几个病号的,现在搞得我们队伍全部被传染了。 赵满言看着玲玲和关于的状况,马上紧张起来。 梅智宇戏法师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这下怎么办,一下子到了好几个。 江玉说道。 紧随关于之后,玲玲和爱将图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头疼恶心,浑身疲乏的有点迈不开步子。 不,不是,不是传染,玲玲声音极其微弱。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 莫凡极其心疼玲玲,没让他再开口。 他说话的戾气都快没有了,整个麦隆雍兵团就只有一个三流的治愈戏法师,面对这种古怪的症状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根本就不能指望。 莫凡扫了一眼其他人,一个个询问他们的状况。 队伍里,爱将图,关于,玲玲都出现了这种反应,其他人暂时没有这种症状。 男爵前去与走在过于前面的麦隆雍兵团的人交涉,没多久男爵脸色难看的返回了。 麦隆雍兵团也有二十多人出现这种情况。 男爵说道。 二十多人,赵满言倒吸了一口气。 这该怎么办,不会到最后整个队伍全部病倒了吧,可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呀,除了急性传染病,哪有可能一下子放倒这么多人,好歹大家都是魔法师,体质怎么可能这么弱。 江玉说道。 爱将图不是已经抄接了吗,抄接法师都生病。 应该和修为无关。 慕宁雪说道。 慕宁雪这句话刚说完,前方忽然间亮起了一片火光,有些耀眼的红光映出了几十个穿着拥兵团衣上的身影,他们一个个显得凶神恶煞,愤怒无比。 一定是他们,他们身上携带了病体传染给了其他人,副团长之前就说要将他们扔下,你们这群假人假意的东西为什么还做这样愚蠢的事情,现在却害得我们更多人得病。 怎么的,你们还想把你们自己的队员给全烧死不成,那你们那边病倒的二三十人是不是一起全烧了?莫凡见这些人来势汹汹,反而对他们嗤之以鼻。 这些拥兵,实力是有那么一点,可素养是真得低下,果然百闻不如一见,以前从来不和拥兵们打交道是正确的。 别再胡闹,都给我安分点。 副团长库马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 副团长,这些病体不能留着,只会让我们更多人得病,到时候大家都得死在这里。 带头的人正是那个劳毒鬼里语。 现在分成两队,健康的人走在前面,病号到后面进行隔开。 假如是传染导致的,那么病号队伍的人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生病者。 库马说道。 可是。 别废话,按照我说的执行。 雷厉风行的库马将麦龙拥兵团分成了两个大队,前队有五十个健康的队员组成,他们与病号团相隔大概三公里,沿途都会给病号团留下路线标记。 病号团里,一共有三十多人都生病了,只能够让健康的人轮流使用魔法来载着他们继续前进。 妈的,五十人的团,躺着的就三十多个,这要是遇到了类似于荒漠石骨珠的种群,还不得全部死瞧瞧。 赵满言骂道。 我们自己的人也病了。 男爵无奈的说道。 现在说什么离队也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处境是一样的,只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生病者的数量果然还在持续增加,健康团之中,又大概有十个人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病号团这里二十个健康的人,也有五个生病了,其中包括了慕宁雪。 慕宁雪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莫凡召唤出了飞川癌狼来,让他来驮着玲玲和慕宁雪。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所有人都慌了。 到底是怎么生病的,而且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病倒的人。 莫凡,我鼻子也有点不大舒服。 赵满言说道。 不舒服各旦,你别他妈自己吓自己,真是日了狗了,一路上什么妖魔鬼怪没见到,却被这种奇怪的病给缠住了,还没有任何的办法。 莫凡说道。 赵满言倒还确实没有什么事情,无非是心理作怪。 现在有接近一半的人都病倒了,看到一群呼吸困难的人在那里努力的抢夺氧气,即使没有事的人都会给蒙上一层呼吸障碍。 麦龙拥兵团健康队伍此时也返回了,经过这次隔离前行,已经可以明显判断这种病根本就不是传染导致的。 如果是传染,病号团五十人中有三十多个病号,那接下去的时间里病倒的肯定会更多,而健康队是在上风处,没有人携带病体,最后却还是十边个人病倒。 生病的比例是一样的。 副团长库马说道。 既然不是传染,那就确实是环境因素了。 那位医生华纳德说道。 你别告诉我病倒了这么多人,你最终才确定了这么一个破原因。 盖文脾气火爆道。 我们走荒漠层的时候不是遇到了几具遗体吗,我想我现在知道他们的正确死因了。 他们一定是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情况,于是想要返回到城镇里,便从这草垫层逃回到荒漠层,但最后还是在刚躲避红石流不久便病死了。 医生华纳德说道。 我不要这些没有用的分析,告诉我怎么可以让他们康复,或者不会出现更多的病人。 库马很没有耐心的说道。 在草垫层有一种叫做山霜之莲的植物,据说是天山冰莲枯萎的叶片随着融化冰雪流淌到下一个海拔层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植物,能解毒,能致消除病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会生长山霜之莲的地方。 华纳德说道。 山霜之莲我也听之前那些在峡谷口的人提起过。 托米说道。 那就找到他。 库马说道。 莫凡作为第九番队的代替队长,他也接到了寻找山霜之莲的这个指令。 回到队伍里和其他人商量,这个时候昏昏沉沉的玲玲发出了呢喃声。 玲玲大概是告诉莫凡,山霜之莲确实在一些百万之密卷轴里有说过,在进入天山大裂谷之前最好背着山霜之莲。 玲玲有去买,可惜压根买不到。 这东西应该确实有用,我,蒋绍旭,将预带几个人去找,老赵,男爵你们留下来照顾他们。 莫凡说道。 第1985章活着一个算我输。 山霜之莲并不算太难寻找,卖龙庸兵团的人也不是什么功课都没有做,那位叫做托米的队长他拿出了自己之前购买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卷轴,带领着十几人开始攀爬一些山峰。 山峰是从大裂谷之中拔地而起的,有些山峰更是如一条通往外界的门柱,被一些奇形怪状的植物覆盖着,更垂掉下无数如绳索一样的漫腾。 你们几个,注意入口处。 放心,我们不会让那些找猎猫妖进来的。 莫凡在悬崖侧面,负责观察从另外一条狭道中闯进来的山谷鸟妖,副团长库马带着另外几个队长攀爬山峰,摘取山霜之莲。 在上头留意好,要是让那些山谷鸟妖掏了我们屁股,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第四番队的队长说道。 管好你自己那边。 山谷鸟妖是一种翅膀看上去就像是两片大芭蕉叶的群居低等生物,它们很多时候都是像一缕咆哮的气流,会对目标一拥而上,它们繁殖能力强大,周期也非常短,为了能够让一个种群吃饱肚子,牺牲什么的完全无所谓。 这种自杀式一拥而上让很多高级的妖魔都承受不住。 这么快就来了。 站在悬崖高处,莫凡已经听到了一片嘈杂之声。 往峡道边缘观察,莫凡很快就发现有一大群青绿色的物体正像一条在空中奔竹的湍息,顺着下载的山间之道一股脑儿的往这里冲。 这些山谷鸟妖不喜欢阳光,有一半火辣辣的阳光倾泻的洒落到那条它们飞来的峡道上,会发现原本灌满了整个峡道的山谷鸟妖群遇到了前方他方障碍一样,纷纷从有阴影的地方穿过,整个队形就像被倾斜的切了一半。 你们不怕死是吧,你们只要有一头能穿越得过我的火墙就算我输。 莫凡双手托起,两手掌之间同时有两道徐徐上升的火焰。 火焰抛出,第一道火落在了峡道的最狭窄的一个关口处,那里并没有什么容易燃烧的植物,如晚霞一样燕红玉滴的火焰在那片区域剧烈的燃烧起来,顷刻间就充满了。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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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谷鸟妖们发出了如蝙蝠一样难听尖锐的声音,他们确实一往无前,被包裹了不知道多少层的飞行大队直接穿过了莫凡的烈火,其他芭蕉叶鸟妖们的神区,翅膀就是整个攻击队伍的外衣。 莫凡手中还持有另外一道火,眼见更多的山谷鸟妖往这里冲来,他却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第四番队的队长听到了山谷鸟妖们越来越近的声音,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莫凡那小小的火苗们都快要被山谷鸟妖群给扑灭了,不禁大吼道,你的魔能是金子吗?这个时候了还不知道用高阶魔法吗? 蠢祸。 莫凡看了一眼后面的山谷鸟妖们,发现它们基本上都进入到了自己的火焰地带,这个时候它手中第二道火才抛了出去。 这道火看上去就跟最普通的火焰球没有任何区别,可一落到了那些已经在峡谷中燃烧着的烈焰石,却好像一下子给烈火注入了一针助燃剂,一时间看上去不温不火的火墙瞬间变成了一片都要燃烧到数十米高的火海,庞大群体的山谷鸟妖们身影立刻就被火焰给吞没。 火墙越烧越高,越烧越厚,已经在火焰中穿行的山谷鸟们那层同伴外衣根本就承受不住,没多久连被保护在里面的山谷鸟妖也被化成了灰烬。 猎侠之炎强大的地方就在于所有被焚烧的生命都会成为助长火势的燃料,这种成群结队的生物是猎侠之炎的最爱,它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头。 熊熊火光中发出烧焦的琵琶之声,风一吹还传出了一股浓浓的肉香味。 看来这山谷鸟妖还是美食的材料,可惜了,火候太猛了一点。 莫凡嗅着这飘荡在满山谷里的味道,笑着说道。 另一边,第四番队的队长还在疲惫的应付着那些被惊扰的爪猫妖,爪猫妖一样不属于高等生物,它们强大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利用山谷的阴暗和植物的繁密进行难以捉摸的穿梭与偷袭。 果不其然,第四番队的人还是将爪猫妖给放了进来,大概有三十多只爪猫妖们顺着山峰去追逐副团长库马等人。 蠢货,连这些山猫都拦不住,高处,副团长咆哮声跟一头野兽那般。 第四番队队长满脸尴尬,他看了一眼在一旁显得几分轻松的莫凡。 是不是需要帮忙? 莫凡问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四番队队长厚着脸皮说道。 我不是很愿意。 一些低等的爪猫妖自然是为难不了实力雄厚的副团长库马,只是这样会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 副团长,拿到手了。 托米兴奋的说道。 快撤,快撤,好像更多的妖物往这里聚拢了。 副团长库马说道。 撤离路线被一群不知名的怪物给拦住了。 杀出去。 麦龙拥兵团战斗能力还是强,被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的妖魔群给围堵,仍旧可以从容离开。 他们原路返回,也有专门的人负责断后,整个大队伍没多久就离开了这片妖魔秘籍的地方。 回到了原来停歇扎营的地方,天又开始黑了,没有光线的裂谷里,只有一些比较简易的火把在照明,光系魔法师们连点灯都不舍得用,怕魔能消耗过多。 山霜之连拿回来了,现在该怎么做? 库马问道。 应该是煮水服用。 华纳德将山霜之连的半都给踢出来,放入到饮用水中进行水煮。 没多久,一股浓香就传了出来,那些生病的病号们嗅到这股香气后好像忽然间恢复了精神一样,一个个睁开了眼睛,目光都朝着山霜之连这里看来。 看来确实管用。 库马心中一喜。 只是香味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那服用下去,这些人基本上康复了。 小心点,这种香味可能会引来妖魔的。 托米谨慎的提醒了一句。 哼,等我们的人全部康复了,来多少就杀多少。 库马说道。 第1986章病症爆发。 一个显得几分粗狂的人影突然钻入到帐篷,慕宁雪疲倦的睁开眼睛,那双眸子里却没有任何的慌乱。 说实话,别说你能够让我一下子赢得所有人的七倍筹码,哪怕让我付给其他每个人这样一笔巨款,能够在你身上爽上一夜我都愿意啊,你真是我见过最诱人的了。 团务长盖文站在那里,欣赏着半趟在帐篷内的慕宁雪。 从他的精致的容颜,到白皙修长的脖梗,再到柔弱的身子。 你们副团长没有告诉过你什么吗? 慕宁雪声音微弱归微弱。 他? 他能说什么,就那个女人,实话告诉你,在十年前她还有一些姿色的时候,那也是拥兵团里面的玩物,那些老拥兵们哪一个没有在酒后交流过和她的细节,要不是几年前她走了大运,成为了抄街,副团长的位置又怎么会轮到她? 盖文一边说着一边靠近。 三步 慕宁雪说道 你说什么,盖文笑了起来,他接着道,你身边的人都被我支开了,放心,这里现在只有我们。 傭兵们喜欢赌,其实加入了赌局的人都知道,提出慕宁雪这个赌局的人就是他副团长盖文。 一想到这样觉姿的女人竟然跟在一个小青年旁边,盖文就越发的想要在此刻证明自己的勇猛。 一步 慕宁雪看着盖文贴近。 别怕,马上我们就零距离了,哦,副距离。 盖文笑道。 慕宁雪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他轻轻闭上眼睛,手指上有一缕冰光在慢慢的亮起。 吼吼。 慕宁雪深厚,一道月色的裂痕不知何时出现,裂痕宛如链接着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赫然传出了一阵携带着冰霜之力的嘶吼,这雄厚的力量一下子将毫无防备的盖文给击飞了起来。 盖文全身被刺入冰块,鲜血散开,整个人更翻飞出了有五六十米远,狠狠的撞在了悬崖石壁上。 这咆哮惊吓了所有人,他们能够感觉得到那是属于某种强大生物的吼声,并且离他们很近很近。 发生什么事了? 有笑声。 团务长,团务长。 一群人围了过来,正好看见满身是血的团务长盖文倒落在地上。 盖文满脸愤怒,整个人像一个被点着了的炸药包,他眼睛死死的盯着慕宁雪。 慕宁雪已经站了起来,纵然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身上却盘踞着一股如有天兽附体般的强大气场。 你敢袭击我?团务长盖文大怒道。 慕宁雪没有回答,这种人在他眼里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跟死人自然没有什么好谈的。 团务长,要不算了,这个时候,许罗青过来劝说道。 哼,在这里我说的算。 盖文说道。 许罗青又怎么会不知道盖文刚才去做什么,既然被发现了,还被打伤了,该忍就忍,不然等第九番队的其他人回来,这件事就不好交代了。 这女人竟然偷袭我,你们几个还看着干什么,给我把她拿下。 盖文瞥了一眼身旁几个人,命令道。 团务长,这不大好吧,要不等副团长回来再做决定。 你们到底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团务长放在眼里? 盖文更怒了起来。 不提副团长库马还好,一提就彻底触到了盖文最憋屈的地方,他身上泛起了一大串卷动的深红色烈火,星座掩藏在这伙势当中。 噗! 就在星座要完成之时,在盖文旁边的一名雍兵猛的喷出了一口绿渣来,整整好拳涂抹了盖文一脸。 你想死吗? 盖文更暴跳如雷,那双眼睛如着火一样盯着这名雍兵。 可不等气势压过去,这名喷涂出绿渣的雍兵直接就瘫软在地上了,身体如中风那样,四肢摆出了一个畸形的姿势。 同一时间,又有几名围过来的雍兵出现了一样的症状,他们鼻子里被绿色的喳喳给堵住了,想要将它们清理出来,胃里却不断地反涌出这样的绿色残渣。 一开始只是堵住鼻腔,没多久开始填满口腔,四五个雍兵症状急发,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更加古怪悚然。 砰! 砰!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还在气头上的团务长盖文自己都傻了,这些人怎么跟集体中毒了一样,还在一个相差不大的时间里发作。 团务长,团务长,帕克死了,我的天,大家都怎么了。 队长托米从另外一道跑来,正要汇报情况,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个倒下的可怕一幕。 我,我也不太清楚。 盖文自己也猛了。 团务长,他们好像也快不行了。 许罗清惊愕地说道。 倒下的好像都是之前生病的人。 有雍兵发现了这个情况。 他们不是都健康了吗? 其他分散巡路的人得到消息之后,陆陆续续回到扎营处。 可是当他们全部赶回来后,却发现整个雍兵团一下子躺着几十具尸体,每一具尸体都是无孔涌出了那种绿色的残渣。 副团长库玛自己都震惊了。 才一会的功夫,怎么人死了这么多? 好像都知之前得病的人,华纳德低声说道。 混蛋,你不是告诉我,山霜之连可以治好他们吗? 为什么全部死了? 库玛勃然大怒,差点将医生华纳德给拿去喂食人花了。 我也不知道啊,这天山如此古怪。 整个雍兵团弥漫着诡异的死亡,这远比之前大家纷纷病倒要可怕多了,因为那些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包括修为非常高的人。 那个,副团长,第九番队的人好像没有死。 托米压低声音道。 副团长库玛带着一群人前来,第九番队的病号爱疆图,灵灵,慕宁雪等人都没有事,只是他们的病情也没有好转。 我需要一个解释。 库玛冷冷地扫过第九番队的众人。 我给你解释。 莫凡从相当深邃的一条长峡谷中走了回来,那张脸上还带着几分速冷。 第1987章病症爆发,下。 一个显得几分粗狂的人影突然钻入到帐篷,慕宁雪疲倦的睁开眼睛,那双眸子里却没有任何的慌乱。 说实话,别说你能够让我一下子赢得所有人的七倍筹码,哪怕让我付给其他每个人这样一笔巨款,能够在你身上爽上一夜我都愿意啊,你真是我见过最诱人的了。 团务长盖文站在那里,欣赏着半趟在帐篷内的慕宁雪。 从他的精致的容颜,到白皙修长的脖梗,再到柔弱的身子。 你们副团长没有告诉过你什么吗? 慕宁雪声音微弱归微弱。 他? 他能说什么,就那个女人,实话告诉你,在十年前他还有一些姿色的时候,那也是拥兵团里面的玩物,那些老拥兵们哪一个没有在酒后交流过和他的细节,要不是几年前他走了大运,成为了抄街,副团长的位置又怎么会轮到他? 盖文一边说着一边靠近。 三步 慕宁雪说道。 你说什么,盖文笑了起来,他接着道,你身边的人都被我支开了,放心,这里现在只有我们。 拥兵们喜欢赌,其实加入了赌局的人都知道,提出慕宁雪这个赌局的人就是他副团长盖文。 一想到这样觉姿的女人竟然跟在一个小青年旁边,盖文就越发的想要在此刻证明自己的勇猛。 一步。 慕宁雪看着盖文贴近。 别怕,马上我们就零距离了,哦,副距离。 盖文笑道。 慕宁雪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他轻轻闭上眼睛,手指上有一缕冰光在慢慢的亮起。 吼吼。 慕宁雪深厚,一道月色的裂痕不知何时出现,裂痕宛如链接着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赫然传出了一阵携带着冰霜之力的嘶吼,这雄厚的力量一下子将毫无防备的盖文给击飞了起来。 盖文全身被刺入冰块,鲜血散开,整个人更翻飞出了有五六十米远,狠狠地撞在了悬崖石壁上。 这咆哮惊吓了所有人,他们能够感觉得到那是属于某种强大生物的吼声,并且离他们很近很近。 发生什么事了? 有笑声。 团务长,团务长。 一群人围了过来,正好看见满身是血的团务长盖文倒落在地上。 盖文满脸愤怒,整个人像一个被点着了的炸药包,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慕宁雪。 慕宁雪已经站了起来,纵然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身上却盘踞着一股如有天兽附体般的强大气场。 你敢袭击我?团务长盖文大怒道。 慕宁雪没有回答,这种人在他眼里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跟死人自然没有什么好谈的。 团务长,要不算了,这个时候,许罗清过来劝说道。 哼,在这里我说的算。 盖文说道。 许罗清又怎么会不知道盖文刚才去做什么,既然被发现了,还被打伤了,该忍就忍,不然等第九犯队的其他人回来,这件事就不好交代了。 这女人竟然偷袭我,你们几个还看着干什么,给我把她拿下。 盖文瞥了一眼身旁几个人,命令道。 团务长,这不大好吧,要不等副团长回来再做决定。 你们到底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团务长放在眼里? 盖文更怒了起来。 不提副团长库马还好,一提就彻底触到了盖文最憋屈的地方,他身上泛起了一大串卷动的深红色烈火,星座掩藏在这伙势当中。 扑! 就在星座要完成之时,在盖文旁边的一名雍兵猛的喷出了一口绿渣来,整整好拳涂抹了盖文一脸。 你想死吗? 盖文更暴跳如雷,那双眼睛如着火一样盯着这名雍兵。 可不等气势压过去,这名喷涂出绿渣的雍兵直接就瘫软在地上了,身体如中风那样,四肢摆出了一个畸形的姿势。 同一时间,又有几名围过来的雍兵出现了一样的症状,他们鼻子里被绿色的喳喳给堵住了,想要将他们清理出来,胃里却不断地反涌出这样的绿色残渣。 一开始只是堵住鼻腔,没多久开始填满口腔,四五个雍兵症状急发,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更加古怪悚然。 砰! 砰!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还在气头上的团务长盖文自己都傻了,这些人怎么跟集体中毒了一样, 还在一个相差不大的时间里发作。 团务长,团务长,帕克死了,我的天,大家都怎么了。 队长托米从另外一道跑来,正要汇报情况,却发现了这样一个个倒下的可怕一幕。 我,我也不太清楚。 盖文自己也猛了。 团务长,他们好像也快不行了。 许罗清惊恶地说道。 倒下的好像都是之前生病的人。 有雍兵发现了这个情况。 他们不是都健康了吗? 其他分散巡路的人得到消息之后,陆陆续续回到扎营处。 可是当他们全部赶回来后,却发现整个佣兵团一下子躺着几十具尸体,每一具尸体都是无孔涌出了那种绿色的残渣。 副团长库玛自己都震惊了。 才一会的功夫,怎么人死了这么多? 好像都知之前得病的人,华纳德低声说道。 混蛋,你不是告诉我,山霜之连可以治好他们吗? 为什么全部死了? 库玛勃然大怒,差点将医生华纳德给拿去喂食人花了。 我也不知道啊,这天山如此古怪。 整个佣兵团弥漫着诡异的死亡,这远比之前大家纷纷病倒要可怕多了,因为那些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包括修为非常高的人。 那个,副团长,第九番队的人好像没有死。 托米压低声音道。 副团长库玛带着一群人前来,第九番队的病号艾江图、灵灵、慕宁雪等人都没有事,只是他们的病情也没有好转。 我需要一个解释。 库玛冷冷地扫过第九番队的众人。 我给你解释。 莫凡从相当深邃的一条长峡谷中走了回来,那张脸上还带着几分速冷。 第1988章怒鸦麦龙拥兵团。 哼,他们会死,没准就和你们有关。 有人反咬一口道。 莫凡没有理会,而是走到了其中一个尸体旁边道。 你们会发病,本就是这个山霜之脸导致的,它散发出某种花粉颗粒,弥漫在了空气中,这种看不见的花粉颗粒会让一部分体质的人陷入到类似高原反应的突发过敏症状。 很多植物它们会结出果实来,该这些果实成熟后被一些动物采摘吃进肚子里,不久之后果子的果核会随动物的粪便排出,落在山林的其他地方,这个过程等于是该植物将自己的种子播撒出去。 山霜之脸也是如此,它先让生物畜在一种紧急状态,需要依赖它的解毒致病功能来缓解症状。 山霜之脸确实能够解很多的毒,但不包括这种被它当作播种者的病号。 服用了山霜之脸,等于吃下了它的果子,每个人腹中携带有种子,种子不会随排泄排除,而是直接在身体里进行掠夺,将病号直接致死。 被杀死的人,尸体将成为该种子的滋养,若干年后在尸体处就会长出一株新的山霜之脸。 莫凡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将其中一具尸体给刨开,然后直接取出了这个人的心脏。 将心脏再捏碎,忽然里面爆将出一大片绿色枝叶,就在众人觉得恶心十足时,一颗长着虚腿的牙腰像跳蚤一样猛的蹦了出来,惊慌失措的要钻入到土壤里。 莫凡随手就将这在死者心脏里的牙腰给抓住了,并放到副团长库马的面前。 牙腰猙獰,只有小指大小却好像力气极大,进攻性也非常强,他迅速的生长出脚蚀往莫凡的鼻腔位置窜去,要堵住莫凡的呼吸道。 莫凡目光一凝,这家伙的绿色脚蚀就直接化为了粉碎。 众人看到这一幕,更是惊恶后怕。 原来导致那么多人死亡的就是这样一个可怕却不起眼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在许多包括当地人都觉得可以用来解毒致病的山霜之莲,竟然具备着这样一种残忍歹毒的繁衍手段,更是在所有人无法防备的情况下夺走了整个麦隆雍兵团几十人的性命。 你们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团务长盖文怒道。 我刚才在寻路的时候,看到了一队猎人团死在了山崖下面,他们症状和我们之前在荒漠层看到的那几具死因不明的尸体很相似,而在那个山崖下长满了盛开灿烂的山霜之莲,土壤里藏着全尸骸骨,有一头山霜睁腰,已经大如松树,我顺手将它给灭了。 莫凡轻描淡写的说道。 莫凡前去搜寻道路,跟随自己一同前往的佣兵里面,有几个病号全死了。 这个时候莫凡便意识到了阿帕斯说的那些话,于是顺着弥漫出来的一缕缕香气寻到了那个山崖。 灵灵在重病前,也将之前荒漠不明死因的尸体检验样本给了莫凡,结合起这些样本,一切就不难想明白了。 自然界魔鬼一般的植物,伪装成大自然馈赠灵物的东西,莫凡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那,那我们喝了煮水的人,队长托米此刻感觉到一阵浑身不自在,尤其是亲眼目睹了那个从心脏里拔出来的腰牙。 有这种症状的生病者的体质才适合山霜之莲发芽,没生病的,喝了山霜之莲煮水倒不会有事,顶多就是精神变得非常亢奋,情绪被过度放大,出现的状况就比如说为了钱把队友给当狗一样宰杀了。 莫凡说道。 莫凡在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李宇整个人为之一颤。 我没有。 李宇立刻申辨道。 我没说你。 莫凡说道。 这时,一名巡逻拥兵扑东一声,重重的跪在了副团长库马的面前。 我没想杀西文的,我真没有想杀他,一定是这个妖帘控制了我的精神,我,我没有,这名老拥兵几乎要哭出声来。 西文签下死亡招领署名是你吧? 亏他那么信任你。 托米看着这名老拥兵,无奈的长叹一口气。 对不起,对不起,这名老拥兵脑袋都已经在石头上磕出血来了。 你呢,你有什么话要说? 莫凡这个时候才将目光移向了李宇那里,慢慢的道,我队伍里那个叫沃当的家伙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他是跟你一起去巡逻的吧? 李宇,你不会真把沃当给杀了吧? 为了赌金,许罗青跟看怪物一样看着李宇。 李宇脸色越发的难看起来。 副团长库马用猎豹一样的眼睛盯着李宇,李宇终于承受不住众人的压力了,这才开口道,他好像察觉了我的意图,我没能杀掉他,他重伤跑掉了。 现在他可能被某些妖兽给拖拽到洞穴里了。 李宇, 你疯了吗? 第十番队的队长许罗青大怒道。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非常,就跟他说的一样,非常亢奋。 李宇说道。 佣兵团一片沉寂。 副团长库马意识到山霜之连的可怕性,立刻开始统计人员。 不具体统计还不知道,被山霜之连杀死作为种子祭品的大概有三十三人,但失踪而没有归队的有物人,这里面包括了已经死了的西文和生死未卜的新人卧当。 佣兵团气氛更加古怪,山霜之连让那些没有生病的人精神亢奋,还有三个失踪者究竟是妖魔杀的,还是佣兵团人杀的,根本不得而知。 你做得很好,将根本问题找出来了,天山,可怕的天山,我已经想要回头了。 副团长库马开口对莫凡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对第九番队的人有了认可。 副团长,你的人干不干净我懒得过问,不过有件事情可不能这么简单的救过了。 莫凡语气开始变了。 之前的口吻,只是平淡的叙述,最多因为团队内的人心叵测而唏嘘一番,但说到这件事,莫凡声音里可是带着冰冷之意的。 盖文的事情,我听说了。 不是没有发生什么吗,盖文自己也吃到了苦头。 库马说道, 你真把我当三岁小孩吗,什么都没有发生就算了。 我实话告诉你,就你们拥兵团的这些自以为精英的东西,在我眼里跟一群废狗没多大区别,我要让你们死,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包括你这个副团长在内。 莫凡气势豁然大增,身上更是被笼罩着一层黑色的狂影。 本就漆黑的峡谷,忽然之间被一层须暗给笼罩着,所有以为宁静了的拥兵们身后影是刽子手赫然立在那里。 这些在拥兵团成员身后的诡异的影区是那么清晰可见,拥兵团成员相互看见别人的影子就跟是刑罚瞥见其他刑罚身后的处决妇人一般,是那么的悚然惊魂。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副团长库马脸色彻底变了。 给你个选择,继续护着盖文,你们卖龙拥兵团一起陪葬,或者我一会去改了他的时候,你让你拥兵团的人都给我老老实实滚一边待着。 莫凡凌然道。 第1989章活着不好吗?你觉得我会怕你吗?副团长库马重重的说道。 全死,死一个垃圾,这是你的选择,你怕与不怕我根本不在意。 莫凡回答道。 副团长库马目光扫视过周围,他是一名超阶级的法师,事实上这个麦龙拥兵团里一共有三名超阶级法师,团务长盖文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那些可怕的魔影处决人已经将刑刃架在了绝大多数拥兵成员的脖子上,库马却根本不知道莫凡是什么时候布置的这样一个暗影行阵,还是说这个让所有人命悬一线的能力完全就是他一瞬间的爆发。 无论是哪一种,这表明莫凡说的话没有错,在他眼里整个拥兵团的人真得和废狗没有多大区别,他只要下达一个死亡命令,超过七成的拥兵都会被莫凡的暗影处刑人给直接秒杀。 不怕,库马当然不怕,他甚至并不认为眼前这个青年能够强得过自己,可自己的拥兵们会死这是肯定的。 这算是你们的私事,我可以不插手。 但是,如果你被他杀了,我也绝对不会管,别太看得起自己了,盖文不是省油的灯。 副团长库马说道。 私人恩怨。 莫凡要的就是这句话。 没有必要的赶尽杀绝,就没有必要做,还算这个副团长库马有点脑子。 腰牙可以让病情恢复,莫凡将腰牙让爱疆图、玲玲、慕宁雪等人喝下,他们渐渐进入到了正常状态。 我自己来吧。 慕宁雪对莫凡说道。 我来。 你是我的女人,得先让这般家伙知道,动我莫凡的女人是什么下场。 莫凡说道。 慕宁雪也没说什么。 莫凡走到了盖文的旁边,副团长盖文还是有那么一点小特权的,拥兵团里少数的几个女拥兵其中之二就在帮助她处理伤口,这些伤口当然是慕宁雪造成的,盖文还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别处理了,反正马上就会被我打烂。 莫凡站在盖文很近的地方,那双眼睛俯视着坐在地上的盖文。 盖文抬起头来,却是忽然间大笑着,开口道,你都说了,那是精神亢奋导致的。 你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友,整个拥兵团有谁不打她的主意呢,大家都是男人,你应该能明白。 我当然明白,我在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发誓一定要她成为我的女人,只不过,想是一回事,付出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莫凡说道。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脑子里不存在着一些肮脏的事情。 莫凡不介意卖龙庸兵团的人如何一银,哪怕他们下流的赌局存在,那也不能说明什么,连不是赌鬼的人都凑热闹参与了。 但真正付出行动的,就只有她团务长盖文一人。 这是精神亢奋的缘故吗? 显然不是,哪怕不精神亢奋,只要有机会,她盖文依旧会那么做。 看得出来,你以前没少做这样的事情。 莫凡说道。 是又怎么样,你是警察还是法官? 你可以去起诉我呀,能起诉成功,我就蹲我的监狱。 盖文说道。 以前你安然无恙,是因为他们太弱小,太懦弱。 但看来你一生的好运都用光了,惹上我这么一个不该惹的人。 莫凡说道。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那我倒要好好领教一下你的花拳绣腿。 盖文猛地站了起来,气势立刻爆发。 盖文是一名火系法师,他起身那瞬间就有无数的火焰爆弹从他身上散射出来,轰得周围一片狼藉,拥兵团的人都纷纷退散开。 离我这么近,就是你一个很愚蠢的行为。 盖文说道。 他的身体散发出白痴火光,之前那些散射的火焰爆弹貌似只是一些能量过程箭洒开的火星,而真正的威力就在盖文自己的身上,盖文全身透出的白痴使得他血液,骨骼都看得清晰,里面流淌着的是沸腾的溶浆血液,随时都要喷爆出来。 此刻的盖文,便是一个最大的烈焰爆弹,沸腾,狂躁,同时又被压抑。 两个女佣兵吓得花容失色,连滚带爬的逃离,莫凡还站在那里。 你这是在找死? 盖文见莫凡这般轻视自己的能力,大怒的吼道。 轰。 全身容将爆开,烈焰流弹之微朝着整个山谷席卷。 地洞山摇,烈火熊熊,遍布在山谷的植物林化为火海,陡峭的山石纷纷断裂,凹凸不平的沿的化为了焦土之坑。 卖龙拥兵团的人都知道盖文的力量,早早就退到了远处,并且合力支撑起了结界防御,可还是有一大批人被烈焰流弹给卷飞,震伤。 而且,越靠近盖文,爆弹的威力就越强,莫凡刚才离盖文也就几步之遥,那种距离下除了盖文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生还者。 我才是你最不应该惹的人,不自量力的东西。 盖文深呼吸一口气,全身如蒸汽机一样涌出了无数的白色气体,完全是刚刚完成了一次大型运转后的冷却形态。 白色蒸汽快速的散去,盖文扶起了嘴角,开始寻找那个必定被自己轰得面目全非的蠢货,多半会像条死狗一样倒在焦土中。 可是,目光刚凝聚,一个黑影赫然立在前方,而且几步之遥。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对方身体虚暗如幽灵,在炙热的空气里正慢慢的清晰,慢慢的恢复成一个完整的色彩。 你,你,你,盖文看到莫凡站在原地没有动,看到莫凡保持着他渐渐没有温度的笑容,就跟见到鬼了一样,脸色剧烈抽搐起来。 毫发无伤。 那么强大的烈焰榴弹,更是在这样威力顶峰的近距离,连军主级都要被轰飞出去的最强爆裂,这个年轻的法师凭什么连一片衣角都没有被烧到的样子,凭什么可以这样从容淡定的站在自己面前,还用那可怕的眼神盯着自己。 团务长,活着不好吗? 莫凡对盖文说道。 你,你是个怪物。 盖文惊恐地叫道。 莫凡身上黑暗气息更加浓郁起来,这让他整个人的轮廓都好像出现了几分风百般的虚幻。 守城半爪,臂膀一扫,煞石衣服在莫凡身上的影异长者像饥饿的御魔扑出。 第1990章影异妖莲 影异长者这一次他并非是那粗壮上身的形态出现,而是一个拥有怀抱着所命连的死神幽影,他窜出之后,直接释放出黑暗魂锁, 呈现出一个黑暗杀阵的图状将将团物长盖文给死死的禁锢在了崖壁上。 盖文从未见过这样的魔法,开启的盾模具和楷模具起不到丝毫的防御作用,他背部狠狠地撞在了崖壁上,身体几乎陷入到岩石里,黑暗魂锁纵横交错,似黑猪之父,却更霸道,更惊悚,感觉整个崖壁都被锁住了。 结结 诡异的笑声从影异长者那里发出,一副即将开始享受什么的样子。 刷 刷 刷刷刷刷刷 怀抱着的黑暗命连狂舞了起来,频率快的只能够看到一条条黑色的韧线持续闪烁。 影异长者霸道至极,这连掌过后,被锁在崖壁上的盖文胸膛竟然直接被刨烂,他身上的那件楷模具根本抵御不住。 鲜血淋漓,从崖壁上持续不断的流淌下来,看上去是那么触目惊心。 连仍旧在武,盖文身体各个部位继续遭受狂袍,白色的骨森然可见,惨叫声钻入到每个人的耳朵里,直达内心最深处。 这个过程其实很迅速,可对于被这样刨杀的盖文来说却是无比漫长,更留给整个麦龙庸兵团一次含力震撼。 毫无反抗之力,那真的是他们的团务长盖文吗? 一具脑袋还保存的非常完好的森森白骨悬挂在那里,整个死亡过程的那份痛苦,绝望淋漓尽致地呈现在那张变了形的脸上,明明没有了一点点生气,依旧那么悚然惊魂而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团务长盖文。 不远处,副团长库马呆住了。 在见到盖文这幅下场感到无比骇然的同时,内心竟然涌起了那么一丝庆幸。 他没有去挑战这个青年的愤怒,不然自己要去用什么抵挡那个让盖文毫无还手之力的影翼魔鬼。 回想起这些人最初入队时,慕宁雪说过别让这些人来自寻死路,库马这才意识到他不是说说而已,团务长盖文都活不了。 莫凡的残忍让整个卖龙庸兵团的老鬼们在内心里被狠狠的来了一刀,别说是付出什么轻薄的行动,现在他们连稍微脑子里幻想一下就会在下一秒被盖文死状给充斥,很长时间挥之不去,而且除了慕宁雪,现在卖龙庸兵团的人跟第九番队的其他女人接触都变成了最完美的绅士,哪里还会像之前那样眼睛乱瞟。 莫凡,还是你行? 蒋少旭给莫凡竖起了大拇指。 这些老拥兵,十个里面有七个都是老流氓,蒋少旭每次稍微出现在他们视线中,便好像被那些人的目光给剥了个精光,着实让人不舒服。 这下好多了,那些老拥兵们恨不得表明自己是个gay,以表清白。 话说得亏他们是一群老拥兵,换作是平常的一些猎人队伍,遇到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死了那么多人,基本上都要打到回府了。 赵满言说道。 拥兵有一点好,那就是死再多人,路一样要走,恐惧这东西在他们这里是会被金钱和权力给战胜的。 草殿层妖魔更多,种类更是千奇百怪,除了小心那些妖兽魔怪之外,还要格外小心那些植物生灵。 植物生灵不常见,最难防,一旦撞见了凶物,那真是吃人都不吐骨头的。 幸好山霜之连给麦龙拥兵团上了一刻,大家在之后的路途上看到任何光鲜的天灵地宝石,都会不自觉的产生警惕性。 这个警惕性,救了拥兵团很多人的性命,人为财死鸟为石王,一路上确实会有许多难寻稀有的宝物,在天山这样的生态圈,任何天才地宝都伴随着危险,不是它自身存在着夺命规则就是有什么妖魔在附近,麦龙拥兵团的人都是小心在小心,才勉强存活了下来,但是其他猎人团,拥兵团以及法师组织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猎谷路途上,死骨太多,多数死因不明,究竟有多少队伍活着走出了草殿层真得很难说。 灵灵购买的那些织密卷轴在这草殿层上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哪些地宝可以拿,哪些绝不可以,哪些用什么方式拿,哪些关系倒更有价值的东西。 麦龙拥兵团的人在经历了盖文的事情后,对第九番队的人惧怕不已,可随着灵灵给予他们指了一条又一条发财路后,他们立刻又对第九番队带有好感了, 从惧怕渐渐变成了敬畏。 拥兵有任务执行赏金,死亡体恤金,任务完成的高额回报金,除了这三个由东家发放的钱之外一路上执行任务过程中获得的东西,那都是归个人所有的,具体如何分配,副团长库马会确保队员不会有任何意见。 现在麦龙拥兵团这六十多人所获得的分配财物就已经超过了他们一开始获得的执行金了,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钱吗,假如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他们真得可以吃上半辈子了。 人多就是力量大呀,换做平常我们遇到这些被妖魔守着的地灵,基本上都不敢太耗费魔能去拿。 赵满言感慨了一声。 恩,所以有他们在,我们抵达天山之恒后的状态应该也还不错。 爱江图说道,还能够收获不少好东西,这天山真是满地黄金,路边一棵草都比外面的值钱。 江玉已经开心的何不拢嘴了。 是啊,这种冷凝叶,用来快速止血的药剂原材料,一般都需要生长个十年更替了上百次花叶才能够做出优质的,这放在一些深山老林里都不常见到,这天山里却很常见不说,百年的千屉花叶都有,药商们进来药室行走安全, 单单是采摘这些稀有高年份药材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了。 关于说道。 小钱,小钱,这些都是小钱。 莫凡,你说你杀掉了山霜之妖,山霜之连一株都卖很贵,这东西繁衍的时候歹毒归歹毒,它本身药用价值就是特别大,那山霜之妖岂不是?赵满言忽然想起了这件事,询问道。 我拿了牙妖母。 莫凡说道。 卧槽,这东西是生前机器啊。 一般牙妖母都是可以生产培育的,要是找到了好的培育方式,没准可以批量产出类似山霜之连效果的药剂来,你靠这个药剂就能够建立起一个企业。 赵满言说道。 第1991章天山魔虎 解毒药剂这些,价格要比血剂、凝剂、自愈药剂高尚一些,尤其是这种解百毒解毒剂,是个猎人团哪怕模具少买那么一件两件的,身上都会配备上这样可以解百毒的药剂,毕竟没有几个猎人团里面是会有治愈系法师。 普通的腰牙,都只能够做一部分材料,而牙母经过某些出色植物系法师之手,有很大的可能变成一种培育牙,持续的培养生产。 海岸线对解毒药剂需求很大,你们确实可以花点钱弄个你们凡雪山专属的解毒剂,假如可以培育出来的话。 赵满言说道。 嗯,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慕宁学点了点头。 一个成熟的世家,首先是得有一个标志性的产业,其次在涉猎各个领域。 凡雪山现在人员也不少了,关靠私有领土的收税是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更不能使得他们更加精锐,一些该有的产业必须陆续扩展。 一路上谨慎淘金,当麦龙拥兵团的人发现他们即将走出富饶的草垫层的时候,竟然还有那么一些不舍的。 天山真正的宝藏是藏于高山层和冰川层,那是不经过一丝破坏与采摘的净土,一想到只在草垫层就已经这样大赚一笔,拥兵团的人便更期待天山更高的地方。 抵达高山层,植被就明显变得稀少了,大部分都是那些陡峭严峻的高山岩,由于这里海拔落差更大,行走在这大裂谷之中有很多地段都好像深处在黑暗悬崖之下。 好不容易从一片昏暗的山谷下面走出,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片阳光非常充足的裂谷之路。 这片裂谷行走起来并不像是在大地裂缝的下面,更像是前方和两侧耸立起宏伟壮阔的山平,连绵起伏的山崖一直触碰到广阔蔚蓝的天空,一些山峰上更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雪线,神圣的白色折射着白昼光辉,让前方更蜿蜒陡峭,漫长遥远高山险路更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托米怎么回事,半天没有回来汇报消息。 团务长库马神色严肃的说道。 会不会遇到了什么状况? 许罗青说道。 遇到情况他会给我们发信号。 再等等吧。 在没有完全了解前方状况的时候,他们这么一群人是不能够轻易进发的,天知道会不会再步入到某个山崖谷底的时候被一大群妖魔给为个水泄不通。 有血腥味。 爱将图指着前方,警惕的说道。 风从更高处带着旋转吹下来,冷冰冰的像一条条进过冷水的鞭子,爱将图目光注视着前方辨的落差极大的裂谷山地。 山地上,一个身影灵活的跳跃着,他借助那些不规则的掩体在反复的弹射,从远远的一个小点渐渐到可以看清他的模样。 托米 许罗青说道。 他受伤了。 爱将图快速的往前,上去接应第三番队的队长托米。 第三番队负责探路,托米是队长,不久前他带了大概四个人去前方地形复杂的高山裂谷巡路,探查,但是返回来的貌似只有托米一个人,而他的身上还满是鲜血。 爱将图接应到了慌慌张张逃命的托米,他特意往托米背后看去,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追逐他,但是爱将图只察觉到了一丝丝远处的空气波动,下一秒那个追逐者便消失了。 魔虎,天山魔虎,他们几个都死了。 托米急促惊恐地说道。 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可以隐藏好自己吗?副团长库马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我们甚至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可他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他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往我们这里靠近了。 托米说道。 他,许罗青加重道。 只有一只。 恩,只有一只。 托米点了点头。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仅仅一只天山魔虎便险些将他们这个小队给全部杀死了,负责探路的他们完全就是闯进了一个山王的地盘里,没有什么挣扎余地。 这里是高山层了,天山魔虎栖息的地方,看来前面是某只天山魔虎的山剑了。 天山魔虎的领地意识非常强,不死不罢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避开这些家伙。 麦隆雍兵团的人实力已经很强了,只是在天山魔虎面前,一样跟山羊般轻松被猎杀。 先在这里扎营休息吧,接下去怎么走到天黑商量商量。 库马说道。 原地扎营。 天山魔虎是血统非常高的生物,高山中的捕食者,面对这种强大的妖魔,他们麦隆雍兵团如果全力以赴的话倒也能够对付,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好减员的准备。 天山魔虎的习性很难摸透,成年的天山魔虎实力更是统领级到君主级不等,要是遇到一些统领级的天山魔虎倒还好,麦隆雍兵团是不会惧怕统领级生物的,可君主级的。 若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麦隆雍兵团的人包括第九番队的国府实力强悍的人员们都可能被君主级的天山魔虎给秒杀,因此到了这风霜高山层,每往前推进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一个错误的路线会轻易导致全军覆没。 还是让我去探路吧,第三番队的人这样出去,就等于是给这个山界的魔虎们送晚餐。 关于开口说道。 你自己没问题吧? 艾江图说道。 我当然没问题。 副团长库马知道第九番队的人个人实力很强,见关于站出来给队伍探路,脸上马上有了色彩。 那有劳了。 库马说道。 麦隆雍兵团第三番队的人多数都是风系、土系,属于速度非常快的成员了,连他们都逃不出天山魔虎的追逐,整个麦隆雍兵团当然没有几人再敢单独行动。 我让叶罗刹跟着你吧,有个照应。 江狱说道。 喵哦。 叶罗刹懒洋洋的趴在江狱的肩膀上,一脸的猛。 叶罗刹的意思是,你江狱怎么不自己跟去,派他一个契约兽跟别人去探路是几个意思。 我不是笨笨拙拙的吗,你速度快,碰到什么危险也可以和关于快速撤离。 江狱尴尬的给自己的小岸猫灵解释道。 第1992章 无踪捕猎者 到了夜里,麦隆雍兵团的人才继续出发。 都知道天山魔虎不好惹,所以他们决定尽可能的避让开这些天山魔虎。 幸好天山魔虎不是群居型生物,他们拥有各自的地盘领土,关于和叶罗刹搜寻出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之后,众人顺着这条道走就可以了。 他们的警觉性非常强,主要是通过气息、声音,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拥有某种更强大的感知能力。 关于说道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不然我们所有人都被卡在原地。 副团长库马说道 对于关于的能力,库马非常的赞叹,被以为这第九番队带上来会是一群累赘,哪知道这群人里面有好几个都深藏不露。 连夜赶路,天山魔虎喜欢白天出没,夜里出现一些小动静的话只要不是离他们非常近,他们都不会太过去在意。 天开始发亮,橘色的晨光照耀在了这片真夜林生长的高山地带,这个大裂谷之中也有许多真夜林,天山大裂谷不是所有的地段都阴暗,狭窄,深邃,到了这风霜高山层,行走在天山大裂谷中就跟行走在大山之中没有多大的区别,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怀疑自身还是不是在大裂谷内。 速速 速速 地面上,铺着一层真落叶,踩在上面会发出轻微的响声。 冷霜会在天亮的时候融化开,于是落叶显得湿漉漉的,走在这样一条铺满了叶子的道上,空气中给人一种不安之感,因为很多时候你分不清楚是近处队友们发出的脚步声,还是躲在某处某个猎物按耐不住的声响。 墨凡有点口渴,拿出了装着干净水的水壶,习惯喝冰的他随手将水壶递给了慕宁雪。 慕宁雪抬起美丽的眼睛来,唇微微一撅。 将水壶递回给墨凡,墨凡还以为慕宁雪懒得理会自己的这种无聊玩笑,接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水壶已经冰感十足了。 喝上了一块大口,墨凡回头看了一眼阿帕斯,发现阿帕斯时不时的会往后看上一眼。 你先走,我训训宠。 墨凡说道。 说着墨凡走到了靠后的位置上,阿帕斯见到高他半个头的墨凡忽然间凑过来,满脸生气不懈的样子,别过脸去懒得和墨凡说半句话。 后面有什么? 墨凡问道。 不知道。 阿帕斯回答道。 阿帕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墨凡雪生病的时候,我让你好好的看着他,你做到了吗? 墨凡语气加重道。 我,阿帕斯看到墨凡的眼睛忽然变得凌厉起来,一时间净露出了胆怯之色。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怕墨凡,总之墨凡一旦严肃起来确实让人不敢造次,我只是有些好奇他的其他能力。 下次再敢这样,我会把你扔回到埃及。 墨凡毫不客气的说道。 阿帕斯听到这句话,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求之不得。 阿帕斯重重的哼了一声。 给我站住。 我不是你的奴隶。 说完这句话,阿帕斯往旁边一条长缝中跑了去。 他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奔跑,可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墨凡瞬息移动到了那个转角去找他,竟然也不见了他的踪影。 本来墨凡想将阿帕斯强制召唤回来,可想了想这样估计会更惹恼他,摇了摇头,便随他去了。 他其实一直在我帐篷旁边。 慕宁雪说道。 哎,一个契约兽怎么感觉比女朋友还难伺候。 墨凡叹了一口气,忽然意识到自己这句话说错了,急急忙忙改口道,我不是说你哈,对了,我听说你生病的时候你附近出现过一声咆哮,将盖文给震伤了,那是什么? 我的第三系? 慕宁雪回答道。 第三系? 我还以为你为了更专注于兵系魔法,连第三系和第四系都没有去觉醒。 莫凡说道。 第四系还没有去觉醒,第三系说来有些复杂,慕宁雪说道。 慕宁雪正要跟莫凡说这第三系的事情,忽然男爵那边发出了一种如风哨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只有队伍里的人才可以听得见。 好像出了什么状况? 莫凡说道。 过去看看。 麦隆雍兵团的人已经停了下来,那些番队的队长和副团长库马都往队伍的后面走去。 在队伍比较靠后的是第七番队的人,这个番队人员保存还算完好,他们现在接替了第九番队作为断后。 我们后面有东西跟着。 第七番队的队长奥本说道。 有三个队员失踪了。 他们应该死了,我听到了他们被什么东西拖走的声音。 男爵说道。 该死,我们连是什么都没有见到,就一个很快很雄壮的身影闪过,紧接着就看到比较靠后的家伙被抓走到了那上面的悬壁上,我们都不会飞行,也没有吐息,风系法师,想追都追不了。 第七番队队长奥本说道。 圆的观察,保持警惕。 副团长库马下达了命令。 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周围什么动静都没有,甚至真夜脚步声都彻底消失了,大家摒弃宁神,偏偏周围除了悬崖峭壁,高松道腾之外什么都没有。 好像走远了。 男爵说道。 那我们赶紧走,估计误入了什么家伙的地盘。 库马说道。 被拖走的几个人要找回来是不可能了,该撤离就立刻撤离。 麦龙庸兵团的人继续前行,这次他们放快了步调,既然明知道此处危险,九流肯定是不明智的选择。 队伍又前行了许久,到了傍晚才坐下来休息,傍晚的光辉跟尘光竟然非常相似,一样是橘色,照耀在这片落满了真夜的高山之地,看上去像一副充满生命力的壮美画卷。 慕宁雪走向玲玲,担心她不适应这里的寒风,特意将自己比较宽厚的外套披在她的身上。 玲玲正趴在飞穿矮狼的背上睡觉,慕宁雪将外套盖在她身上时,也轻轻地拍了拍她。 速速 细微的脚步声呼得从身侧某个石壁角落传来,那里长满了矮针叶树,叶子在摇摆,也不知是风吹动的还是里面有什么。 第1993章 白影掠食者 慕宁雪美眸凝视着那片矮叶林,与此同时一名第七番队的一名女佣兵往那里走去,想要采摘矮林上的一种灯笼果实。 这种真夜灯笼果实是高山层最美味的食物了,吃多了干粮,吃上一个这样真夜灯笼果实确实能够让人胃里舒服很多。 别过去 慕宁雪朝着那名褐色麻变发的女佣兵喊道。 那位女麻变女佣兵看了一眼慕宁雪,嘴角却是不屑的一幅,特意大步走到了那个真夜灯笼果实那里,将它摘了下来,宛如挑衅的一般在上面重重的咬了一口,宣示着这个美味果实的得主。 速速 那个彩叶脚步声再一次响起了,慕宁雪虽然什么都没有看见,但她意识到那里绝对藏着什么。 搜 果然,真夜矮林窜出了一个速度相当快的白影。 白影在眨眼功夫制服了那名麻变女佣兵,然后一口咬住她的尖臂位置猛的跳跃到了一颗横向生长在石壁上的严松上。 借助严松的韧性,那白影叼着女佣兵再一次弹月出,直接抵达了另一侧延展出来的悬崖石上。 这个时候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有情况发生,纷纷抬起头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悬崖石的底部,完全没有看到白影刚才急速的捕获,更没有看到女佣兵被叼走。 在悬崖石上面 慕宁雪说道 只不过,附近的佣兵实力明显不强,没有几个在速度上能够和刚才那个白影相比的。 慕宁雪对飞川排狼说道,保护好玲玲。 说完这句话,慕宁雪身上已经卷起了一阵狂风,整个人笔直的升空。 在二十多米的高处稍微一停顿,他的背后豁然打开了一片片洁白柔软的翅膀,完全由几乎乳白色的风线编织而成,华贵而又唯美。 呼! 一阵翅,慕宁雪以喷射方式飞向了更高处,几乎高过了这两边的山崖石壁了。 抵达高处,慕宁雪开始目光往悬崖石上面扫去,发现那个白影正在那些高低不一的山面上快速的移动着,时而垂直攀爬,时而在两山壁之间反复弹跳,时而贴着脚下的山地击齿。 好灵活的家伙! 慕宁雪也被这家伙的灵活动作给给惊到了。 这些高山地形之间还生长着许多硕大的真叶树,若不是看见地面上时不时会有一阵凌乱的叶飞舞而起,慕宁雪都不敢完全肯定那里有东西在移动。 呼呼呼! 慕宁雪背后的翅膀扇动着更强劲的气流,那风之一化成了螺旋桨一般,将慕宁雪一下子又送出了好几百米远。 只不过,慕宁雪很快又发现那白影窜入到了一堆叠仗高山岩中,从这个视角追踪过去已经不能够完全看清她的移动走向了。 慕宁雪不得不转变风之翼,让自己迅速的升空,好能够鸟看到更远更高的地方,至少不至于丢失目标。 一 一声尖锐的啼叫从冰冷的高空中传来,慕宁雪往上方看去,发现一头被夕阳光辉照耀的如金属战机般的雄鹰展开了翅膀,一双火眼金睛正凝视着更低空的慕宁雪,明显透出了很强大的敌意。 慕宁雪意识到自己要触碰到高空生物的领空了,急忙降低了自己的飞行高度。 果然,下降到了百米范围,那熊鹰便没有在那般咄咄逼人了。 只是这样一折腾,白影更难追踪了,慕宁雪不得不尝试贴着那些叠障临巡的山岩峭壁飞行,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前方的山矿又相当的复杂,光是躲避那些突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山石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更不用说山石中还有许多粗壮苍老的真叶术。 那白影明显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哪些地方有穿山洞,哪些地方有山剑,哪里有可以踏脚的真叶术,如此复杂怪异的地形却对它的速度丝毫不造成任何影响,慕宁雪一直追逐,勉强利用夕阳的余晖在寻找。 太阳完全下山了,大裂骨开始变暗。 一阵风从上方刮下,麦隆雍兵团第七番队的人立刻警惕了起来,眼睛凝视着上方。 一个被白色风之翼包裹着的婀娜身影飘落了下来,正是前去追逐白影的慕宁雪。 怎么样? 莫凡立刻走了上来。 只找到这个。 慕宁雪将一个还流淌着血液的手给放在了岩石块上。 连你都赶不上他,赵满岩一脸愕然的说道。 慕宁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专精于兵系与风系,如果他都无法制止和追逐那个白影捕猎者,那这里的人就更别想寻到那家伙的半点踪影了。 在大平原上的话,他应该逃不掉,高山之地就……慕宁雪轻叹了口气。 大概知道是什么吗? 莫凡问道。 天山魔虎,半身是白色的。 慕宁雪说道。 天山魔虎的血统平定非常简单,全身白色毛发越多,代表着其级别和血统就越高。 寻常的天山魔虎大体上矿冰蓝色,虎纹为白色,慕宁雪追逐的这只有一半身子都是白色的虎毛,这意味着那是一头血统相对比较高等的天山魔虎了。 应该是杀死第七番队三名成员的那家伙。 蒋少旭开口说道。 不会吧,我们不是已经离开了那家伙的领地了吗? 是啊,何况我们一路上走得这么快,也特意检查过背后没有尾随者,他是凭什么又找上我们的,奥本说道。 都给我打起点精神,眼睛用冰水擦一擦,盯清楚附近的情况。 库马大声说道。 副团长,副团长,第三番队的托米急急忙忙的往这里跑来,像是有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在外侧巡逻的队员,好像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库马问道。 十五分钟前。 托米说道。 库马立刻皱起了眉头。 又是三个。 慕宁雪喃喃自语道。 如果是十五分钟前,这代表着那个麻辩女佣兵是第三个被袭击的目标,那家伙太过神出鬼没了。 第1994章移动食堂 山地很高,麦龙佣兵团又选择连夜离开,这一次他们行进的速度更快,尽可能的摆脱掉那个白色捕食者的领地。 一直走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充足的阳光照耀在了这片不断起伏而上的山层上,也让大裂谷中温暖了几分。 好久没有晒到太阳了,好怀念中东啊。 一鸣裹着帽子的佣兵说道。 我看你是怀念你刚炮上的女友温暖的一罩杯了吧。 另一个佣兵鞋笑着说道。 哈哈,被你说中了,讲道理他对我其实还有一些爱理不理的,这次大赚了一笔之后,我回去舒服几次后就把他甩了,换个脸也好看的。 裹着帽子的佣兵笑着道。 说着这些话,一个冰冷的影子缓缓地出现在了这名佣兵的头顶,紧接着就是一双带有威慑力的眸子,流露出一种看待食物一般的漠然。 有敌人。 佣兵大叫道。 嗖。 风一样的声音,转眼的功夫那挡住阳光的身影就不见,等目光开始朝着附近临巡石堆中搜寻时候,除了一些还在打转的落叶之外,什么都没有。 哪有敌人? 刚才还看到的,就在那边。 佣兵说道。 一团光药朝着佣兵指着的方向飞了过去,一下子化成了致白之盲,清晰地将那片区域给照耀出来。 这种光药一般是能够将生命给闪烁出来的,尤其是处在移动状态的。 你不会再耍我们吧,大家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你这样一惊一乍的,知道会浪费我们多少宝贵的精力吗? 老佣兵严厉地训斥道。 我,我很抱歉,埃罗,你刚才也看见了什么对吧,我想我们,埃罗,这名佣兵扭过头去。 结果发现刚才还在跟自己攀谈的埃罗佣兵不见了。 他急忙四处看去,仍旧没有看到埃罗,问题是刚才那会他们还站在一起,怎么会说消失就消失呢? 这个时候其他老佣兵才意识到确实有什么出现,他们急急忙忙召集在一起。 今天第三个了。 反对队长托米说道。 是啊,而且还是有一个佣兵就站在埃罗旁边的情况下,说来也奇怪,以那家伙的能耐应该完全可以一口气将他们两个都杀掉顺便带走吧,为什么只杀了一个然后就消失了? 奥本说道。 这么看来,那家伙一天的食量大概就是三个。 这个时候副团长库马开口说道。 众人听到这句话,立刻觉得骇然。 想想也是,连续第三天了,那家伙都是抓走三个佣兵,多得绝不杀,即便明明可以一起杀死,他也没有下手。 该死,那家伙不会是在镇养我们吧? 奥本说道。 据说天山魔虎都比较喜欢吃鲜活的,死掉的他们秀都不会去秀。 托米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就是说,那畜生把我们当他的一栋保鲜食堂了是吧? 奥本气愤的道。 确实是这样。 一栋保鲜食堂,莫凡觉得这个比喻确实很恰当。 那是一头相当狡猾的天山魔虎,他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们这群人,专门挑选那些稍微在外围行动的佣兵下手,几乎不露任何马脚的将佣兵一个一个拖走,唯一一次小失利还是因为离木凝雪太近。 可木凝雪这样实力的人都留不住他,更别说那些佣兵们了,就连身边人被掳走都反应不过来。 不过是一个只赶在我们外围打转的胆小畜生,既然今天他吃饱了,那我们今晚就好好消息,明天再将他引出来宰了,给每个人熬一锅天山魔虎大肉汤。 第一番队的队长鲁修说道。 还是别放松警惕吧。 是啊,万一那家伙晚上想加个餐呢,埃罗那家伙那么的瘦,经不起魔虎几口的。 点起了一团篝火,到了夜里整个高山大裂谷显得寂静无比。 那家伙很聪明,他好像能够大致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实力,从来就不靠近我们。 莫凡说道。 这样下去,不用多少天,卖龙拥兵团的人就被吃得不剩下几个了,天山的死亡率未免也太高了吧,这都还没有进入到冰川积雪地带,这个亚洲强大的拥兵团就折损了一半了。 江玉说道。 我现在很不明白的是,那家伙究竟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关玉说道。 他难道不是一直跟着我们吗? 蒋绍旭说道。 他没有跟着我们,但是不管我们走了多远,他总能够在第二天没多久便找到我们,整个高山层大裂谷这么大,分岔路那么多,要说领地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走出了那家伙领地多少公里了,他究竟是怎么追踪我们的。 关玉无比费解道。 关玉,你确定他不是跟踪我们? 莫凡问道。 绝对没有,甚至我怀疑这家伙每餐一顿之后都会回到自己朝学去睡上一觉,第二天太阳出来再跑过来。 关玉说道。 这天山魔虎,卫星眼啊,赵满言说道。 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他是怎么追踪到我们的,将他彻底甩掉的话,大家就安全了。 关玉说道。 或者我们在他捕食下一个的时候将他拿下。 莫凡说道。 我可不那么认为,假如他那么容易被拿下,之前慕宁雪就将他给制服了。 关玉说道。 你用你的办法,我用我的。 莫凡说道。 第二天太阳升起,麦隆雍兵团的人员就进入到了一种戒备状态,队伍前进的速度也因此放慢了很多。 前行需要有巡逻和侦察人员,而一旦离队伍有些距离就非常容易被那头神出鬼没的天山魔虎给捕走。 一整天,阳光都和充足,可悬着心的麦隆雍兵团却根本没有见到那头天山魔虎,一直到了夜里他也没有出现。 他不会是察觉到我们在守株待兔吧? 奥本说道。 看来今天他是要挨饿了。 第一番队队长鲁修却是笑了起来,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莫凡也非常无奈,他可是特意将虚暗之力遍布在了附近,就等那家伙的出现,因此还浪费了很多的魔能,谁知道那家伙警觉性这么高。 第1995章天山极节点 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入夜时分,高山上刮起了一阵阵如野兽咆哮一般的狂风声。 搭建着的杖横根本无法支撑,不得以下指能够让两个光系的魔法师在路口位置给守着,不断地使用光之必又放置强冷的风灌入。 呼呼呼呼呼呼 狂风更加肆意,正因为狭长的地形缘故,从更高处灌来的风经过峡谷的巨龙在整个天山大裂谷中形成了如风之巨龙吐息一般的力量,狠狠地打在了他们这群天山不速之客们的身上。 卖龙拥兵团的人毫无准备,那两个镇守在口处的光系法师更是直接被卷飞了起来,被风重重地拍在石壁上,当场血肉模糊。 后面的成员们同样没有料到在夜里会被山风这样袭击,人员被吹得一片散乱,防御魔法一层又一层的释放,竟然难以完全抵挡这源源不断灌来的高山之风。 该死,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托米,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收集情报的,这样的怪风撞来谁承受得住? 鲁羞怒骂道。 我,我也没有听说过呀,天山本来就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恶劣因素,大概是因为我们扎营的地方正好是高山的一个风口吧。 托米盯着狂风说道。 这一场凶猛的风之吐息来得快,持续时间却很久,一整个夜晚狂风在疯狂地摧残着他们这群人。 结结不断地撑起。 仍旧有一些脆弱的魔法师被这可怕的猎谷妖风给卷走,轻则飞到很远的地方,昏迷不醒,重则拍死在石壁上,或者直接被刮到根本就找不到的地方。 铃铃,这是怎么个回事? 莫凡问道。 假如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冷气流正好沿着这条高山大猎谷的轨迹吹的话,这大猎谷确实会像一个飓风筒,形成现在这样的凶猛妖风,但这样的概率其实很低,也不知道是我们运气不好还是别的什么。 铃铃说道。 我好像听到了些什么。 男爵忽然警觉性地说道。 这些风听上去就跟发动机在耳边转一样,能听到什么呀? 赵满言说道。 风停歇下去是在天亮的时候了,库马立刻让第三番队的队长托米去统计人员,不出意外的是,昨晚又失踪了五个人。 其中有两个光系法师是当场毕命的,那风之吐息来得太突然,他们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而剩下三个人,被刮得很远很远,也不见他们返回来,多半是没可能活下来了。 这鬼地方我是一刻也不想呆了。 奥本说道。 是啊,感觉前到手后,我们都没有命花。 人员不断的死亡,现在脉龙拥兵团的人快要不足之前来的时候一半了。 只是,退回去的路一样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副团长库马的威慑力下,拥兵团的人只能够继续前行。 大概又前行了两天,这两天难得太平,之前那个天山魔虎也没有再出现捕猎,让拥兵团的人稍微安心了几分。 你们发现没有,这两天走的路好像都没有再怎么见到分叉了,我们应该不会走错了吧。 赵满言说道。 海拔在陆续上升,而且已经可以看到远处血线了,不会有错。 灵灵很肯定的说道。 那就是说,这就是通往冰川基层的唯一道路了。 赵满言说道。 嗯,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了,你往前面看。 灵灵指了指。 赵满言往前面的高处看去,忽然间发现有一杆金色的棋子立在了一块翘石山,上面还写着一些英文。 其,赵满言看得有些傻了。 这种鬼地方怎么会有棋啊? 说明有人已经比我们先到了,他们情况跟我们差不多,到了高山层这个位置,道路开始变得曲直起来,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不只是那一个。 灵灵说道。 队伍继续往前走,果然除了那个金色的英文旗之外,在上头山口处扎营的法师团体竟然还不少。 上了一个比较大的踢坡,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天山山口湖泊,湖泊还非常大,直径有超过四公里,很难想象天山大列谷所通往的位置竟然正是一直都在传言之中非常圣洁美丽的天山之池。 天山之池上面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冰面,人勉强可以踩在上面,那些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法师们纷纷都在天山之池附近扎营,池边上正好有一排排可以挡住狂风冷霜的真叶古树。 还以为我们动作算比较快的,没有想到已经有这么多同行到了这里。 库马撇了撇嘴,显得对这次行程相当不满。 在这附近确实没有比那一片真叶古树湖畔位置更好的扎营地,只是让人费解的是,这群人为什么会像集会一样逗留在这里,而不是为了品尝到天山的最纯净美味争先恐后的前行。 是麦隆雍兵团的人 麦隆雍兵团不是在亚洲排的上号的。 很好,又有一个强力的法师团体可以加入了,这样我们会更有把握。 麦隆雍兵团的人进入到了真叶巨树扎营地,其他法师团体的人竟然非常热切的围了上来,这让库马不由的提高了警惕。 大家严格上来说都是竞争者,甚至巴布的其他人在路途上就死了,表现出这样的热情可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库马 一名眉毛浓密的高大男子叫了一声。 猎王亚森 库马有些意外的看着此人。 你们情况还好吗?那位猎王亚森问道。 不算很好,死了一半的人。 库马直言道。 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猎人团一共十七个人,本来以为人少目标会小很多,方便行动,谁知道这一路上就死了有五个人了。 猎王亚森说道。 你们修为那么高,怎么也会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库马诧异道。 猎王亚森在世界可是有名头的,他带的队伍那必定是猎人中的顶尖,连他们队伍都出现了这么大的折损,那他们卖龙拥兵团其实没全军覆没那都算不容易了,毕竟卖龙拥兵团再怎么精良也没法和猎王亚森的队伍相比呀。 在天山,恐怕最不值得一提的就是修为了。 亚森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这么多队伍聚集在这里,是前面的路走不通了吗?库马问道。 能走,只是单凭某个团队很难活着通过,真是没有想到啊,神秘古老的天山竟然要逼得我们这些竞争者们不得不团结在一起。 猎王亚森说道。 第1996章天山兽群 前面有什么强大的妖魔吗? 库马问道。 说起来还有几分复杂,一会还是自己看吧。 猎王亚森说道。 库马更是疑惑了。 特意让卖龙拥兵团的人也选择在真叶距林附近停歇下来,静静的等待着那让所有强星号师团体都不得不在这里集结的事情。 莫凡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他此刻已经爬到了一棵非常高大的真叶树的顶端。 其他人也想知道这片结冰的湖泊上究竟有什么,纷纷到了大树上方,从这里看过去,能够看到朦胧半个湖泊,不少区域倒是被冰雾给笼罩着,再往远处就是一片彻彻底底被冰雪覆盖着的冰寒山极了。 在前方湖泊对岸的山极已经非常巍峨险峻了,给人一种壮阔之感,但是在更高的天边远端,却还能够看到藏在云冰中的神山冰角,这就是说眼前壮阔的冰雪山极对于真正的天山而言也不过是小小的山丘。 你们看到山极上盘旋着的那些玻璃珠光的小点了吗? 江玉指着冰封天池对岸的山极说道。 会不会是一些冰晶粉尘受到太阳光照射呀? 莫凡看得不是很清楚,大概猜测道。 你家的冰晶粉尘会那样盘绕飞的呀? 大概是什么生物吧? 看了一会,那些发着光盘旋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迹象,但是没多久在天池对岸的山极陡坡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动静,听上去像是有什么成群结队的东西正在往天池这里冲。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白霜不满的真夜巨树林中传来了其他法师团体的高声呼叫。 莫凡等人在高处,正好能够看到山脊陡坡上有一群浑身长满了钢针一样尖锐毛的肥瘦生物奔了下来,一口气闯入到天山冰池中,并且看他们奔竹的方向,正是往法师们这里跑的。 妖兽,副团长库马看着那些长满钢针毛的牛兽,脸上带起了一些轻蔑。 钢刺牛兽,这在天山上属于战将级的种群,偶尔也可以见到一些全身泛着荆棘外壳的大牛兽,是统领级的存在,可即便如此这些钢刺牛兽与冰汗荆棘级牛兽,也不至于让这么多高强的法师铸留此地。 龙龙龙龙龙龙龙 动静开始变大,没过几分钟时间,那被一层冰雾笼罩着的天池多层山脊山上又出现了更多的妖兽,数量一下子多得有些甚人,因为之前多层山脊山上明明还看上去那么平静,这会妖兽们就跟是大山发汗了一样冒出来,并且纷纷往下滴落,汇聚在了天山冰池处。 兽群,副团长库马这个时候脸色才发生了变化。 兽群在狂奔,他们正是下山之势,也就是说他们冲过了那冰层覆盖的湖泊。 就会直接抵达他们这群法师们扎营的真叶巨树林。 是的,兽群。 猎王亚森说道。 准备迎敌。 副团长库马见到这一幕,立刻向自己的拥兵团成员们下达命令。 一旁的猎王亚森立刻阻止了库马,有些无奈的对他说道,不用着急,你们再看一会。 这么庞大数量的兽群足以将一个法师军队给冲得血肉模糊,不提前做好准备怎么可以。 库马认真的说道。 你尽管放心。 猎王亚森说道。 库马将信将疑,却还是让队员们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真叶巨树上,莫凡等人已经眺望到了兽群下山。 这天山冰池好像就是高山层和冰川基层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了。 凌凌说道。 那些妖兽是察觉到我们了吗,这样冲下山来,赵满言说道。 不像,如果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大致会成锥撞分布往我们这片区域对岸奔跑。 凌凌说道。 对岸的多层山起山上出现了许多兽群,不单纯是天山牛兽,还能够看见其他种类的妖兽在狂奔,急动怒狼兽,冰原山兽,天山啸雄,顿角冰妖。 这些妖兽都是天山的土著居民了,他们占据了整个天山比较大的生物比重,主要是分布在鸡血层,高山层和草垫层,他们会根据季节对居住的环境进行变迁,比如说到了春季,草垫层的植物资源会变得非常丰富,也会有大量的小生灵,奴仆及妖魔供给他们填饱肚子,这些妖兽们就会集体迁移到了草垫层。 都是些等级算比较高的兽群啊,除了在天山其他地方确实很难看到这种场面。 蒋绍旭说道。 有一种成百上千名召唤戏法师一起使用召唤兽潮这个魔法的及时感。 江玉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 召唤兽潮是高阶魔法,能够从召唤兽潮的大门中冲出来的妖兽等级至少是战将级,并且多数是属于蛮力型,铁蹄冲撞型,狂造奔跑型。 现在从那多层山脊山上奔竹下来的这群妖兽们确实也属于这几个类型,一个个肌肉发达,盔甲覆盖,獠牙暴露,别说是一片巨树森林了,放在他们面前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也会被他们给踏为平地。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那这样往山下跑是做什么,莫凡感到费解道。 兽群们行为很奇怪,如果只是下山的话,没有必要弄出这么大动静来,没见过有什么迁徙的妖兽群体赶起路来跟后面有什么追着撕咬一样,而且率先抵达了冰封湖泊中的那些妖兽,他们速度还在加快,争先恐后,又惊慌失措。 是遍际了。 貌似下山的道路并不多,这天池是一个,所以都在这里汇聚。 第1997章 天山食物链 他们为什么不早点下山呢,非得等到这个时候,都秋末了,马上最凶猛的领冬风暴就要来了,他们这么没有时间概念。 莫凡说道。 秋季末的冰川积雪层最为富饶,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世界各地的魔法组织要来天山大裂谷,来年春季这条天山大裂谷也不见得会消失,可不单单是因为天山圣虎的传说。 玲玲说道。 原来如此,那就是说这些兽群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是到白茫茫的冰川积雪层寻宝的。 莫凡说道。 嗯,只是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一起冲下山呢,尤其是这个天池,他们明明属于不同的种群,而且严格上来说他们是竞争者,他们这种状态就好像现在的我们。 玲玲说道。 现在的我们,莫凡被玲玲这句话说得有些迷糊了。 我们团队和其他团队也都是竞争者,却因为这个天池集结在了一起。 那些不同的兽群也是,虽然他们是下山,我们是山上,可到头来都是要经过这个天山兵池。 玲玲说道。 玲玲这么一说,大家还真有些恍恶过来。 你的意思是,阻挡这么多强星号师团体上山的,不一定是这些兽群。 蒋少旭问道。 玲玲没有回答,只是那双充满灵晦的眼睛盯着那冻结着冰的湖泊。 湖泊依然平静,说来也是诡异,明明看上去那么薄的湖泊冰面经过那一大群妖兽重量践踏竟然都没有直接碎裂的痕迹,已经大概有七八十头妖兽冲到湖泊中央位置了,而他们的速度丝毫没有减缓,甚至更带着几分亡命一般的恐慌。 密。 高空中,一声啼叫误然传出,任凭兽群的声势有多好大,这从高空降下的尖锐叫声还是那么清晰。 是高处的玻璃光,我靠,那是一头鹰。 赵满岩指着那泛着金属光的东西说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金属之光从盘旋姿态变成了俯冲,似一颗垂直撞击地表的小芒星朝着圣洁冰蓝的天山之池中跌落,冰面甚至还能够倒映出他的极速流光般的身影。 搜。 那极寒谷鹰在离冰面只有五米不到的距离尚呼地打开了雄壮无比的翅膀,竟然完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急停悬空,前一刻还向如意柄寒光之剑倒叉,这一刻却如静止,羽翼的强大让湖畔对岸的法师们叹为观止。 极寒谷鹰并不是在表演自己高超的飞行技巧,他急停的位置正是一头钢刺牛兽奔竹过来的位置,那钢刺牛兽好不容易看到了极寒谷鹰,刚要停止下来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 咔!咔! 锋利而又充满抓力的鹰爪直接凿入到钢刺牛兽的骨骼里,极寒谷鹰将移动状态的妖兽瞬间捕获,紧接着又是猛的几个震翅,竟然将吨位超过他自身几倍的牛兽给轻松的拖拽到高空。 没有任何沉甸甸的感觉,抓一头再幼小不过的小鸡那样简单,一头浑身长满钢刺的牛兽便被提到了数十米的高空,并不断的往更远处的冰川山巒之中飞去。 刚刚抵达这里的麦龙拥兵团还没有从这个惊人的画面中回过神石,高空中那些盘旋着的光点一个接着一个俯冲下来,目标正是那些在奔竹的兽群。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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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接着一头极寒古鹰在恰当的贴湖高度舒展了开斥雄姿,完美的悬庭,在湖泊上方一个高度平线上绽放。 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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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只妖兽被鹰爪凿,被从湖面上狠狠的拽入到空中,无无可躲。 这画面堪比一个工厂上机械流水线,应就是那精确度量好的机械之爪,妖兽们就是传送带运输过来的物件,如此复杂的捕捉过程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只是这种感觉让湖畔对岸的法师们看得心惊不已,看得毛骨悚然。 这,这就是你们不过湖的原因,酷马脸上再没有半丝丝的困惑了。 只要目睹了这么一幕,没有人会那么不自量力的觉得可以安然无恙过湖,兽群数量何其多,天上的那些极寒古英们却根本没有放走多少头。 兽群们别无选择,继续留在冰川层上,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存活超过三天的,到时候必定会被冻成一具冰雕,这个湖泊是他们唯一的活路,只是天空中的死神没有半点姑息。 既然闯了真正的生灵天山,就没有活着离开的可能。 好,好可怕。 男爵声音带着微颤。 最可怕的是,这些极寒古英在这些兽群秋季进入冰川层的时候就可以捕猎他们,但他们没有。 极寒古英做的只是整个秋季末守候天山支持上空,冰川基层孕育的山灵宝藏这些妖兽们会漫山遍野的帮他们搜罗,然后在这里送到他们嘴里。 灵灵说道。 听到灵灵这般分析描述,在有眼前这震撼人心的集体捕猎画面,一种更甚于冰寒的冷意在每个人心底盛开。 也就是说,我们进入到积雪层后,假如不找出另外一条出路来,在下山的时候一样会遭到这些家伙的高空捕食。 莫凡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上山的话,会不会也遭到他们这样的攻击? 赵满言说道。 肯定会呀,不然这些法师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 那些不同种群的妖兽之所以结伴同行,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里有极寒古鹰在守株待兔,一起冲下去的话,还能够看运气逃走那么一部分。 一样的,现在那些法师组织们集结在湖畔,等待其他陆陆续续抵达这里的别的法师团体,人数差不多够了就一起冲向湖泊,然后各安天命。 蒋绍旭说道。 蒋绍旭这话说完没多久,下面麦龙庸兵团的人就卷起了一阵骚动。 看来麦龙庸兵团的人也知道了所有法师组织们的打算了,可才目睹了那么凄惨与骇然的画面,一想到自己也将沦为那些妖兽,不是谁都有勇气接受的。 第1998章被认出来了。 一想到自身将变成被送入到屠宰场中的牲畜,生死全看屠夫们的手指向水,每个人心里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发自内心的恐惧。 这座山,终究还要不要继续攀登? 摆在他们面前的分明就是一条死路。 天山之痕就在我们眼前,翻过了多层山几山,这条大裂谷将直接带我们抵达天山之痕,天山之痕内究竟有多少宝物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 猎王亚森作为这次集结法师联盟的领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安抚一下葛星浩施团体的情绪。 亚森,这些极寒古英总会吃饱的,你说我们再多等一批这样的兽群们下来送死,等极寒古英们填爆了肚子,我们相对安全很多吧? 逆鸟猎人团的领队赵康问道。 亚森摇了摇头回答道,据我所知,这些极寒古英是在为冬季存储食物,即便是他们这种栖息在冰川层的强大古老血统的妖魔在某些恶劣的节气里一样有可能被困在巢穴中很长时间,而为了抵御寒冷,对于极寒古英来说肚子填饱是相当重要的。 这些兽群往山下冲,冲撞力一样非常夸张,我们也不能趁着极寒古英在捕捉兽群的时候冲上去吧。 副团长库马说道。 大概在三天前,有一对前辈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尝试在兽群往下冲的同时他们上山,结果他们用生命告诉了我们,极寒古英明显对我们这些身体里蕴含着庞大魔法能量的人类更加感兴趣。 亚森说道。 并且,极寒古英的数量非常多,他们的巢穴似乎也离这里不大远。 天山之池,简直就是他们的盛宴帝。 来自于自由神殿的一对特聘探险队说道。 自由神殿是美洲最高魔法协会,地位极高,显然自由神殿的严丝会对中国神秘天山一样感兴趣,他们为高权重不想冒生命危险,于是特聘探险队。 那到底什么时候适合上山? 来自于牧师氏族的行徽说道。 等兽群不剩下多少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十分钟之后,同样这也意味着大家只有十分钟的考虑时间,前进,还是后退。 猎王亚森说道。 亚森这句话然让很多法师团体都沉默了。 十分钟之后,他们的命运将和那些兽群一样,能够抵达天山支持的法师在社会中都算是有一定影响力了,他们可不像许多小猎人,小傭兵那样一无所有,如此高的死亡率下,已经不单单是关乎到勇气这两个字了。 陆陆续续,有一些小法师团体选择了下山。 他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一路上他们不断的折损人员,内心备受折磨好不容易熬到了这里,还以为前途一片光明,谁知道是这样一幅地狱捕猎场景,他们宁愿保守一点在高山层或者草垫层搜刮点东西回去。 掉头离开的人占了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让莫凡都有些诧异,按理说看到刚才那样恐怖的一幕,正常团体能够留下来的超过五分之一都算很难得了。 看来剩下的人不是因为不害怕,而是对自身的实力有相当大的自信啊。 莫凡扫了一眼最终留下来的魔法组织,多数都是在国际上有名投的,其中也包括了肇事旗帜的和牧式大旗的。 天山出现了一条通往天山之痕的大裂谷,作为国内两大士族的标杆。 没有他们出没的身影也确实说不过去。 是啊,基本上都是见过大场面的才不至于被这种场景给吓住。 江玉说道。 麦隆雍兵团怎么样,走还是前进? 蒋少旭问道。 应该是前进。 众团体准备出发,整个冰封的天山之池上弥漫着一股冰冷的血腥味,那些血气甚至凝结成了红色的冰雾,还飘荡在这座湖泊的上空。 猎王亚森瞥了一眼麦隆雍兵团的人,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第九番队的这群人身上。 之前他就有注意到了,于是笑着问道,你们麦隆雍兵团什么时候将中国国府队给收编了? 中国国府队,库马扭过头去看了一眼第九番队的人。 库马只知道爱疆图是中国国府成员,至于其他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在他看来世界学府之争无非是一群小孩子之间的课堂辩论赛,怎么可能和他们这种真正的法庭生死博弈相比,所以他从来就不关心学府之争。 原来是一群天之骄子啊,竟然也有胆量跑到这天山来,看来能够拿下世界各大高校第一名也是有点东西的。 逆秒拥兵团的赵康不禁笑了起来,语气带着几分玩味。 那等等可要多照应照应他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前辈,可不能让一群有这么高名头的初出社会的大学生们死在了我们这些法师团体集结下,传出去我们这些人可不好在国际上混了,哈哈哈哈。 纽约神殿探险队的伯坦说道。 几个团队领袖谈论起此事,那些团队人员们也纷纷看向了这里,眼神却未必非常友善。 我们被认出来了。 关于说道。 现在才认出来我都觉得他们有些迟钝了。 蒋绍旭说道。 我可不觉得是这样,这些年在各国游荡,我发现那些老社会分子还真没把我们世界学府之争当一回事。 莫凡说道。 莫凡亲身经历,自己很少乔装打扮,始终把自己这张帅气的脸随意洒脱的放在繁华世界中,奈何收到的可很少有尊敬,赞美,哪怕是被认出来了十个里面都他妈有八个是跟蓝星骑士团团斗官力多一个德性。 没办法,本身世界学府之争入选的人员多数背后都有庞大的团体在支撑,在魔法社会多数人眼中我们就是一群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没有什么社会经历,只会花拳锈腿。 江玉说道。 莫凡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世界学府之争提名的状况,还真是实力决定了入选资格,背景确定了名额。 不过莫凡又会过来想了想,似乎包括慕宁雪在内自己身边这群人还真是一个个富二代,兴号,法二代。 也就是说自己这个实至名归的世界学府之争第一并不被整个大魔法社会的人接受,正是因为这帮家伙。 第1999章冲天池 准备出发 猎王亚森作为领军人物,显然在这一大群来自各个地方的强者们威望非常高,众人也愿意听从他的集体指挥。 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红色的兵物,没有多少聚尸体,因为绝大多数被极寒古鹰给抓到他们的老巢里去了,囤积食物。 以猎王亚森为核心的猎人队伍冲在了最前面,这群人的实力卓越超群,尽管没有见他们使用任何的超阶魔法,但从对各种细魔法的掌控来看基本上实力都在超阶上下了。 也难怪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的法师团体会以猎王亚森的队伍为首,他们实力就摆在那里,面对那些俯冲下来的强大极寒古鹰丝毫不见步伐有任何的紊乱,不同魔法技能的切换与相互之间的配合让其他法师团体们都叹为观止。 冲! 死在天山之上总好过残废在病床,冲啊! 没有我们征服不了的地方,天山不过如此。 除了麦龙雍兵团之外还有另外四个大雍兵团,他们的人数都远比麦龙雍兵团要多,他们的运气似乎会比麦龙雍兵团好很多,一路上折损的人并不算多。 拥兵团和猎人团组成了这次冲击天山冰川鸡血层的人数,随着猎王亚森的队伍在前面如利剑一样开辟道路,拥兵团和猎人团的人开始挺进,他们看上去像是几批正在执行任务的精锐军队。 呼呼呼呼呼呼,青色的风在多名风系法师的组合下形成了一艘青帆,在这树立而起的风帆下,所有勇往直前的猎人,拥兵都享受到了一种踏风而行的速度,这让那些没有什么移动技能的法师们可以更好地跟上队伍。 不至于出现严重的脱节。 麦龙庸兵团的人也终于开始前行了,他们这群人在整个行进大军的左翼位置,主要负责火力上的压制。 跟着我的光耀印记走。 第一番队的队长鲁修高声吼道。 鲁修是麦龙庸兵团的第三位抄接法师,同样是一名进入到抄接仅仅一年的新进,与浮夸无比的概文相比,鲁修的战斗力要强太多了。 此人主修光系,他的光耀印记非常的特殊,一旦给那些极寒古英打上了光耀印记之后,会根据极寒古英释放出来的能量强弱而绽放出强度不同的印记光辉来。 战况从来都是混乱不堪的,有些极度危险的妖魔个体就是需要激活秒杀,不然会迅速的冲散掉法师们的阵型,从而让整个队伍崩溃,鲁修的光耀印记锁定的证实那些实力达到了大统领级的极寒古英,这些大统领极寒古英扑入到麦龙拥兵团内,可以瞬间杀死很多拥兵。 光芒耀眼,率先俯冲下来的确实是一只大统领级别的极寒古英,他的坠落宛如极寒流星那样冰冷无息却可以在地面上瞬间造成难以想象的毁灭,随着麦龙拥兵团的毁灭法师连续三轮魔法洗礼,这头大统领在下降到湖面三十米左右的时候被杀死,这让拥兵团的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别放松,实话闪烁光耀的敌人。 鲁修高声命令道。 土系法师站在麦龙拥兵团队形的靠中央位置,他们很快注意到了有大概十几只极寒古英竟然是从低空位置袭来的。 这些极寒古英之前就在那团血色的兵雾中,冲进入到湖泊内时大家完全没有注意到,幸好鲁修及时用大光药术将它们罩了出来,不然以它们锋利的翅膀那样低空飞来,估计可以将麦龙拥兵团全部拦腰斩断。 炎魔之铜,实话 先后共有七名土系法师锁定了这些极寒古英,他们的瞳孔变成了流动的褐色,随着一抹妖异的灰色闪过,实话之力呈现一个扇形状快速的扩散开,直逼那群低空飞行的极寒古英。 极寒古英们警觉性很强,察觉到有土系魔法袭来后,又猛的辗转羽翼猛的拉高飞行高度。 实话自然是有范围,看到极寒古英们竟然是阳公,鲁修立刻皱了下眉,嘴里骂了一句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脏话。 研磨之铜,重力地带 就在那些极寒古英要飞出石化区域时,一个声音从更后面响起。 鲁修转过头去,发现那个杀死盖文的家伙双眸变成了金褐色,一股雄厚的土系魔力如做无形的大山压在了那片石化技能的地带。 极寒古英好不容易拔升,升空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随着重力地带的出现,这些家伙一个个挥动翅膀变得越来越吃力。 极寒古英没有被这重力给压垮,却被恰到好处地拖住了,很快石化之力扫过他们的身体,坚硬地沿流覆盖在这些极寒古英们的身上,让他们短暂地滞留在半空中。 过了一会,被石化的极寒古英又猛地坠落下来,重重地砸在了湖泊上化成了一堆碎块。 不错,不过没有我命令,不要随意插手别的小队事情。 鲁修对莫凡说了一句。 我当然也耽误不了自己的事情。 莫凡无所谓的说道。 土系高阶魔法,莫凡也算是第一次使用在实战里面了,这研磨之铜是一种大幅度提升土系掌控力的技能,重力这个能力莫凡之前就掌握了,可以研磨之铜的方式使用出来,却是可以将飞翔在一百五十多米上空的极寒古英给死死的压制住,这让莫凡多了一种应对。 对空中生物的妙招,假如再配合上空间系的压缩空间,混沌系的重力颠倒,估计君主级的生物在自己这多重重力地带下都会如履年沙里,变得举步艰难吧? 君主级? 君主级? 忽然前方有法师高呼出声音,听上去像是猎王亚森队伍里的强者。 极寒古英是天山冰雪层中食物链最顶端的几个种族了,他们和天山魔虎简直是天山的标志,果然在统领级都相当常见的妖魔群体里, 君主级极寒古英是必定存在的。 莫凡抬起头,想看一眼那君主级的极寒古英,只是除了看到一轮耀眼的日芒之外,莫凡并没有看到那头君主级的极寒古英。 第两千张兽群在后。 就是那个光。 我有些睁不开眼睛了。 该死,别抬头,会被啄瞎的。 法师团体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叫声此起彼伏。 莫凡在知道那头君主级的极寒古英后立刻往那道夺目的日芒望去,谁知道锐利的灼光像烈日当空那般,让人双目一阵刺痛。 妈的,那英军太霸道了,我们一抬头就得全部变成瞎子。 那我们还怎么知道那些极寒古英什么时候攻击我,哎呀,一名猎人大师猛的发出了惨叫声。 鹰爪刺穿了这名猎人大师的背部,还没等痛苦完全传来他就被拔到空中,周围的人全部都没有反应过来,听到的惨叫声也只不过是从头顶上空好几十米时才传下来的。 赵康,快让你们的人阻止那头英军的光灭眼。 猎王亚森高声说道。 为什么是我们,逆鸟猎人团的赵康不满道。 那你们来应付前面那家伙。 猎王亚森怒道。 赵康往前望去,发现前面除了一片冰面却是什么都没有,可下一秒冰封的湖面出现了一道又一道裂痕,看上去是有什么东西要从湖泊下面撞出来了。 砰。 一声巨响,前方的冰封湖面煞时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带着几分热度的湖泊之水溅洒到空中,但与外面的空气接触了没有几秒钟时间后便凝结成了冰珠,然后清脆的打落在冰湖面上。 窟窿位置,一头白色的驱魔钻了出来,他的一截身子仍旧在冰面湖下,拥有着洞穴大口的头部露在外面。 他的身体是軀壮,但皮囊却一层又一层的叠在一起,随着猎王亚森等人靠近天池的中央位置,这白色驱魔猛的张开了吞噬石道。 白色驱魔看上去明明只有一栋普通楼房的大小,可那一层又一层的皮囊却跟肠子一样可以极大范围的撑开,当这家伙的皮囊稍微撑开到看上去没有多少成褶皱与叠肉的时候,他的食道已经大到让前方变成了一片恐怖夜幕。 漆黑,深邃,满是切割獠牙,这白色驱魔嘴张开的时候简直可以将一个天池湖泊给吞进去一般,而所有挺进的法师们更是一群送入聚精之口的小虾米。 天上的家伙我们,我们来搞定。 逆鸟拥兵团的赵康看到这一幕,呆了片刻才对亚森说道。 恐怖到浑身肌肉都在收缩,猎王亚森在进发的时候就特意提醒过所有人这个天山之池下面是有东西的,有的时候极寒古英们都可能沦为他们的食物,可谁也没有想到下面的家伙是一个如地狱深渊霸主级的存在。 这个天山之池到底是养肥了多少怪物啊,谁认识前面这个狂喷毒口水的东西,赵满言一边施展魔法抵御头顶上空极寒古英的狂爪,一边大骂道。 是天山古老虫王,据说是以极寒古英和天山魔虎为食的,但是明显这家伙是要换口味了,妖魔多数都对人类比较感兴趣。 男爵说道。 修炼魔法的法师身体里蕴含着庞大魔能,就相当于一个能量充盈的魔石,拥有一定智慧的妖魔们都会将修为高的人类作为大滋补品的,所以行走在外的强大猎人们,不少是靠猎杀高级妖魔发财的,也有不少养强了高级妖魔。 白色驱魔的出现可谓雪上加霜,好消息是极寒古英们明显也有些畏惧这东西,没敢再无休止的攻击。 白色驱魔也不是智障,现在三方鼎立,他没有必要给极寒古英们作收渔翁之力,所以在与猎王亚森的队伍稍微交手了几个回合之后就马上钻回到了湖泊之下。 这家伙对人类感兴趣,极寒古英一样不放过,将庞大的身躯索回到天池下面的时候他顺便带走了几个傭兵和几头极寒古英。 走,快走,别逗留。 猎王亚森见白色驱魔下狐去了,立刻高喊道。 跟这群天山老妖们在这里斗下去就是自寻死路,他们能够在食物链的顶端,能够活这么长时间,不单单是有着恐怖可怕的实力,更具备不逊色于人类的智慧。 目的是天山之痕,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这里,至于谁死了,谁活下来,管不了那么多了,本来宝藏之山下面就会堆满尸骨,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极寒古英根本不让我们靠近英军,不过他的光灭眼被我们处理了。 逆鸟猎人团的赵康说道。 这就够了,没瞎的都给我盯着脑袋顶上,亚森高喊道。 极寒古英们在高处盘旋了一会,发现白色驱魔没有再出现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送上来的人类美食的诱惑。 在他们眼里,这些人类就是百年,千年一动人生,战将的极寒古英啃上一个高阶人类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体质强化几分。 天山这种地方,从来就没有平稳成长和平发育这种气氛,这里的食物链更为紧凑,弱者必成为暖腹能量,过冬粮食,不继续变强的话最终结果只有一个。 嗖嗖嗖嗖嗖。 极寒古英在发动了总体进攻,一道道寒光笔直的坠落下,他们速度快的让人反应不过来,一些普通些的防御结界更阻挡不住极寒古英凶猛的攻势,数百人的法师队伍不断有人沦围了之前那些兽群一样的命运。 兽群名知道他们在回城的路上会被收购路费,包括生命代价,可他们还是在秋季络绎不绝地进入冰川积雪层,人为财死鸟为石王,巨大的天山宝藏诱惑面前,这天池上演的残酷可以称之为心甘情愿。 龙龙龙龙龙龙龙。 多层山挤山上,一大片震动声让法师们不得不往那里望去。 法汉一样冒出,似乎知道天池正处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之中,要下山的妖兽竟然再一次出现了。 这些妖兽们之前一直都在山挤山的一些反面,大家本以为自下那一大群妖兽是这一批冲下山的所有了,哪知道还藏着那么多,他们明显也是闻着动静来的。 该死,山上还有很多妖兽群,他们好像要趁乱下山,副团长库玛大骂道。 第2001章天山笑雄 猎王亚森看到兽群在山上持续不断的出现,整个人也傻了。 他们还打算利用兽群来稍微削弱一下极航古鹰的捕捉,在兽群死后冲向天山,谁知道山脊山上还有一大批兽群,他们特意等到人类被极航古鹰攻击的时候才选择下山。 到头来,这些兽群反而利用了人类的小聪明,更重要的是,兽群冲下山的这股气势势必会对要上山的法师团体造成极大的阻碍。 妈蛋,我们被这群畜生被摆了一道,天山的动物怎么一个个都跟成精了一样。 赵满言一遇到危险就有一个喜欢怪叫的毛病,他的嗓门在这一大片混乱中依旧听得清晰。 得有人去挡住兽群。 男爵说道。 兽群要下山,他们像一群肉坛战车那样并排着冲击下来,必定对人类的队伍造成巨大的冲散。 在如此多数量,实力又强大的妖魔面前,法师个体是相当脆弱的,正常情况下一名高阶法师很轻易的就会被统领级的妖魔给杀死,法师们唯有组成这样的阵型,队形才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猎人团和拥兵团。 第九番队,前面挡着,鲁修的声音忽然传来。 开得什么玩笑,凭什么又让我们荡肉盾,赵满言骂道。 难道你觉得队伍里这般家伙能够挡得住吗? 鲁修反问道。 麦龙庸兵团的人应付天上的极寒古鹰已经精疲力尽了,不少人开始后悔没有跟之前那群下山的队伍一起离开。 确实,靠他们来阻挡这兽群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前面去,他们要是死了的话,我们也很难通过这天山之石。 爱疆图说道。 爱疆图带着队伍往前面赶去,他正准备充当最前面的先锋,莫凡却站了出来对爱疆图道,你的空间系境界更高,最好坐镇中心,这样才能够照料到我们整个队伍的人,其他人的死活我估计也没有那个闲情去在意,但是我们自己人可不能出半点意外,老爱,你就留在中间指挥全队,保障大家的安全,我和慕宁雪负责打头阵。 爱疆图看了一眼莫凡,又看了眼慕宁雪。 论战斗力,整个队伍里确实没有人比莫凡和慕宁雪这两个人更猛了,要说魔法的进攻性与毁灭性,爱疆图知道自己确实远远比不过他们两个人,于是点了点头道,好,我会照料好其他人,你们放心。 恩,大家自己也千万小心,现在整个天池不仅有极寒古鹰,下山兽群,还有天池下未知的怪物,防御模具随时捏着,可不想你们有什么事。 莫凡对身后的众人说道。 这种混乱不堪的战局,不得不让莫凡担忧,大家现在的修为虽然都很高,可面对的妖魔同样是最凶猛的。 莫凡,寒铁荆棘牛兽。 男爵提醒了莫凡一句,并且用一种特殊的阴鬼方式提醒了莫凡那头寒铁荆棘牛兽的位置。 莫凡顺着声音寻去,发现两头寒铁荆棘牛兽就在下山兽群的队列之中,他们全身就跟披着用灰银尖长钢钉做的皮甲一样,体型又达到一辆双层巴士的程度,随着他们奔跑的速度,这股冲撞力确实可怕。 混乱之序 莫凡用手划开了一道非常奇怪的裂痕,那两头寒铁荆棘牛兽看到了莫凡的魔法,但为了尽快下山他们打算用自己强壮而又锋利的身体去撞开一切,于是他们直接撞向了那一道看上去非常怪异的裂痕里。 他们宛如进入到了莫凡为他们开启的另外一道门内,大概过了半秒钟不到的时间,两头寒铁荆棘牛兽马上又从裂门中冲了出来,诡异的是他们冲撞的方向却是两旁的其他钢针牛兽。 寒铁荆棘牛兽的冲撞力确实夸张,他们分别向着两侧,一口气撞翻了十几头钢针牛兽,就看见牛兽与牛兽如连环车祸现场一样,身上铠甲如机械零件那样洒落飞溅,有的翻滚,有的滑行,有的刚停下右背后面的牛兽给撞飞。 我们头上有几寒古鹰,七只。 男爵立刻说道。 交给我。 莫凡自信的说道。 他看了一眼另外一批已经离得很近的天山啸雄,见他们一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狂暴样子,不由笑了笑道,你们对天上的那些家伙应该积怨以身了吧,我送你们上去尽情发泄发泄。 银色的星座迅速的描画,莫凡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空间系的高阶魔法。 瞬息移动。 一个唯美的银色图座出现在了那些天山啸雄的脚下,身躯魁梧的他们正打算一爪子将面前的渺小人类给拍成肉酱,可忽然间脚下的空间魔法启动了,将他们直接瞬息到了半空中。 大概离地面有七八十米左右的高度,小的是有七只极寒古鹰正从他们上方俯冲下来,对于横空出现的天山啸雄,极寒古鹰也有些措手不及,急急忙忙在那个高度急停。 天山啸雄算是少数能够与急行古鹰抗衡的生物了,但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劣势就是永远都够不着急行古鹰,往往会被一群急行古鹰给活活折磨致死。 忽然之间,天山啸雄发现这些急行古鹰往他们宽厚的怀里送上来,于是完全一种本能的挥舞起了天山神力熊爪。 啪! 一片血肉模糊,天山啸雄的神力熊爪连急行古鹰都承受不住,这几头撞上去的家伙直接伸手一触。 挡住兽群,你们逆鸟猎人团的人尽快挡住兽群。 怎么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做,他妈的,天山怎么还吓起白色狗熊了,逆鸟拥兵团的赵康大骂道。 不知道这几头天山啸雄怎么上去的。 别管那么多了,快冲,快冲。 英军出动了,英军出动了。 不是之前那只。 天哪,有两头军主级的急行古鹰,赶紧让猎王亚森出手。 猎王亚森正在死死的盯着那头在天池下面的白色驱魔,他觉得这家伙的威胁一样非常大,可没有想到的是急行古鹰中又出现了一头军主级,看来急行古鹰的主将陆续被派遣出山了。 第2002章有人搅局。 莫凡,你他妈在玩咋耍呢? 赵满言在后头,见莫凡将空间系魔法和混沌系魔法运用的这般花哨,不由吐槽了一句。 这叫睿智与艺术,难不成像你这个智障一样,把全身包裹成圣斗式铠甲一样,然后一头撞上去? 莫凡说道。 不同系的魔法在莫凡的手掌间交织,经过多次强化过的初阶魔法,中阶魔法在这种混乱场面下还是非常适用,往往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兽群可不是一群温和的生物,随着更多的妖兽试图逃离天山冰川积雪层,莫凡面前出现的妖兽越来越多,小技能已经不足以解决眼前的巨大问题了。 都闪开,都闪开,我要释放兽潮了。 卖龙拥兵团的鲁修大声说道。 鲁修开启了自己的召唤之门,便看见一群全身披着厚厚长毛的獠牙野猪怪物出现,他们发出了嘹亮的吼叫声,一拥而上。 长毛獠牙野猪大概有四五十头,它们体型接近一辆越野车,奔跑起来的厚厚的蹄子踏在冰面上,让冰面出现了众多的裂纹。 只是,前方那些钢刺牛兽和天山啸雄完全没有把这群长毛獠猪放在眼里,两边相互冲撞,就看见那群长毛野猪一个个血块飞溅,一个个翻到在地,完全就不是一个重量级与力量级的。 妈的,它们数量太多了。 鲁修骂了一句。 你还是靠后点,我来吧。 莫凡对鲁修说道。 你,鲁修轻蔑撇了撇嘴道,难道你的召唤兽巢能比我得强不成? 劝你还是好好用你的雷系魔法,依我看你就这点拿得出手了。 所以你让一让。 莫凡重复了一句。 鲁修狠狠地瞪了一眼莫凡,却发现莫凡莫凡身上泛起了月白色的光,一道道星图交织成了一扇华贵为美的月痕大门,大门树立在冰雾飘动的冰面上,缓缓地朝着妖兽群使来的方向开启。 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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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咆哮从月色之门中响起,如奔流一样的兽兽卸出,紧接着就是一个个魁梧的身影似虐得从门内的另外一个世界冲撞出来。 就如同一头看到了鲜红色的公牛,全身都透出了一股子狂躁与暴怒,那浑身都覆盖着乌金色铠甲的严兽迈开了充满力量的四肢,盯着前方的妖兽直接冲了上去,毫不畏惧。 无尽铠铠甲的严兽看上去像一头头地龙,背上还有尺壮耸立而起的背肩甲,头颅位置的鸡脚更是如骑士冲锋时的长枪一样凌厉,随着这样的乌金严兽成群结队的从刺猿之门中冲出,践踏在冰湖上,丝毫不逊色于那冲下来的兽群气势。 砰!砰! 乌金严兽与钢刺牛兽,天山啸雄们终极力量碰撞,后时的铠甲与连着血的肌肉顿时飞溅开,最纯粹,最野蛮的较量,必定是身体最为强壮的一番获胜,没有任何的战斗技巧,并且每一方在这个时候有稍微的胆怯与退缩,一定会被撞得四分五裂。 乌金严兽的野蛮健壮 莫凡的召唤兽巢可不只有那群白色魔狼,之所以一直呼唤魔狼军队是因为从整体实力和调遣方面都要优秀于这些随机从召唤位面中呼唤过来的兽巢。 每一个召唤之门开启,都可以呼唤出完全不同的召唤兽,莫凡自己也清楚这种场合下将白色魔狼们呼唤过来只会出现大量伤亡不说,还沦为那些极寒古鹰的捕捉粮食,远没有现在的这乌金严兽群来得直接了当。 乌金严兽简单粗暴,兽群们冲入到冰面天池中,看到乌金严兽也一脸的猛,纳闷这些浑身乌金严石覆盖的妖兽是一群脑残吗,冲错了方向。 头顶有极寒古鹰,可以在它们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将它们捕捉到,面前还出现了一群阻碍,于是一片兽养牛翻,这些体型厚实的家伙在光洁的冰面上翻滚。 莫凡,你的召唤兽巢有点牛啊,那些妖兽群都要绕到了。 江玉看到这一幕,眼睛闪亮的说道。 江玉自己也是召唤戏法师,他很清楚召唤兽巢也是召唤法师实力得一个大鸿沟,强的召唤法师一个召唤兽巢,那真叫百兽下山,猛龙过江,那些没有什么专精的一个召唤兽巢简直像一群小鸭过河。 鲁修召唤出来的那群长矛撩猪就是属于后者了,魔法这东西很多时候也是需要对比的,不与强硬无比的天山妖兽较量一番又怎么知道某些小魔法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 依靠一些魔剧完成的大兽巢召唤,算什么本事? 鲁修被莫凡完全给比下去了,但一切功劳都归在了莫凡手上的那枚戒指。 鲁修眼力还算不错,知道莫凡能够一口气召唤这上百头乌金严兽很重要的因素是魔眉戒,只是即便是魔眉戒让莫凡的召唤变强,那也是自己一口一个惊魂未强的。 对于这种打死不认输的人,跟他计较也没有意思。 麦隆雍兵团在莫凡的这个召唤兽巢开路下明显顺畅的前行了不少距离,反观别的几个法师团队,他们倒真的被妖兽群们给截住了,被困在了冰封天池的中央位置,那里的上空盘旋着大量的极寒古鹰,他们疯狂的捕猎,不少法师都被直接拖拽到了天空中。 一 一 忽然,麦隆雍兵团的上空又出现了一大群翅膀,这些羽翼在不同的高度上交错飞翔着,有的速度快的甚至只能够看见他们的残影,狡猾的极寒古鹰总会有一些试探攻击和突然袭击,稍有不留神便会在背后出现一双锋利的爪子刺穿肋骨。 怎么回事,这些家伙忽然间全攻击我们,赵满言一下子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的几个结界都被极寒古鹰猛坠给打破了。 蒋绍旭皱着眉头,眼睛忽然间锁定了逆鸟拥兵团里的一名穿着黑红色衣服的烟熏装女人,骂道,那个贱人,他用心灵系魔法将极寒古鹰的愁怒转到我们这里,由此来分担他队友们的负担。 第二零零三张人来犯我 蒋绍旭自己是心灵系法师,他刚才就很奇怪怎么明明随机攻击的极寒古鹰会忽然间在他们这里头顶上汇聚,稍微用心灵感知一探,便找到了原因。 愤怒情绪 那个黑红色女法师将愤怒情绪转嫁到他们这群人的身上,这让盘踞在他们头顶上空的极寒古鹰一下子增加了三四倍。 搜 搜 江玉,小心后面。 男爵忽然间大叫道 江玉正在召唤自己的兽巢,他的兽巢虽然没有莫凡的霸道,可一样可以在前方冲开一条很干净的道路来,谁知道背后忽然传来剧痛,一根锋利的爪子从他的肩胸位置刺了进来。 喵 叶罗刹反应相当快了,猫之利爪及时飞来,生生的将这头极寒古鹰的鹰爪给削断了几根。 可惜,极寒古鹰还有一根爪子在江玉的背上,江玉被猛的提到了半空中。 喵哦,叶罗刹在一跃而起,利爪猛的由上而下,来了一个满月黑刃扫。 灵力的爪子直接破开了极寒古鹰的身体,小小的叶罗刹在极寒古鹰面前其实也就跟一只跳蚤没有多大的分别,可这娇小玲珑的猫区里就是蕴含着可以撕碎熊鹰的可怕力量。 极寒古鹰被破开,身体里的东西全部泄落了下来,无比可恨的是,这头极寒古鹰在临死前竟然将江玉狠狠的往更高处抛了上去,竟然与更高处的同伴完成了空中食物接力。 叶罗刹看到江玉没有安全着落,怒得全身黑色发亮的毛发都立了起来,他速度快的像一团黑色的光影,借着一头低空飞行的极寒古鹰,叶罗刹在他的翅膀上一个弹跳,急速追上更高处那头抓住江玉的极寒古鹰。 那极寒古鹰加速非常快,潜住了猎物后马上就朝高山上飞,叶罗刹并不会飞行,他只能够凭借着卓越的身法在那群高低不同的极寒古鹰背上不断的弹跳,飞跃。 江玉被抓上去了。 赵满言有些迟钝的大喊道。 爱疆土好不容易保护下蒋少旭,一抬头发现有人被拖到了天空,眼神一下子变了,正要强行追上去的时候,一层又一层的翅膀覆盖了上来,让刚要升空的他生生的被堵了下来。 那个贱人,江玉要是有什么事,他也别想活。 蒋少旭怒骂道。 心灵魔法谁不会,要玩心计蒋少旭还会怕他吗? 既然他不仁,蒋少旭也不必跟他们客气。 蒋少旭同样施展出了心灵涟漪,他将一种恐慌的情绪注入到了那些慌不择路的妖兽们身上。 妖兽们本来就受到了莫凡的兽巢冲撞,在麦龙庸兵团这里绕到了,这会再加上蒋少旭的群体心灵恐慌,于是原本要冲向麦龙庸兵团的那些妖兽一下子全部往那个逆鸟庸兵团的女人位置拱去。 红黑衣服的女人全神贯注的在利用极寒古英祸害别人,殊不知一群带着蒋少旭愤怒的妖兽群已经往他们那里撵了过去。 我飞不上去,疆域怎么办呢? 赵满炎抬着头望去,发现天空中已经有些不见疆域的身影了。 极寒古英数量一下子出现太多,他们这群人也应付不了。 叶罗刹不会飞,他这样勉强追上去,有可能自己性命都不保。 男爵说道。 咯吱咯咯咯咯。 大家正担心疆域安危时,头顶上方莫名的凝结起了一只一只冰云母来,他们毫无征兆的出现,同时又拥有很强的粘附能力,可以将附近的极寒古英给吞噬到冰云母的身体里,让其彻底丧失所有的能力。 冰云母侵略性极强,那一大群极寒古英被粘附了大半,随着一缕封边呈螺旋式飞舞上升,所有被粘附着的极寒古英被打成了冰渣碎片。 冰渣如雨一样落下,冰云母与封边之间悬浮着一个身姿妙慢的优美身影,一头银色艳美的头发舞动着。 千叶锋刃 一个如五步般的旋转,漫天的青色锋刃如同柳刀一样朝着四面八方高速打去。 一道青色锋刃伤不了极寒古英的坚韧羽毛,那么成百上千的锋刃掠过呢? 极寒古英化成了一片血雾,从空中洒落了下来,千叶锋刃灵力的往方圆一公里的生物身上肆虐刮过之后又迅速的回到慕宁雪的手上,换成了一道巨大的锋刃魔剑。 图风斩 一抹青色的线误然出现在蔚蓝色的晴天上,远处已经快要飞到高山上的那头捕捉着江玉的极寒古英身体忽然间在空中一致,下一秒,那极寒古英身体无比规则的一分为二,变成了两片缓缓的落了下来。 江玉也落到了地面,慕宁雪看了一眼距离,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叶罗刹,对叶罗刹道,去保护他。 叶罗刹眼睛里闪烁着一抹感激的光,迅速的朝着江玉要落下的地方奔跑了过去。 叶罗刹身材娇小,在大型生物眼里确实跟不起眼的小兔子没有什么分别,这也让他在这昏乱不堪的战局中更加来去自如,也压根没有什么生物会理会他。 江玉身上有件君主及都撬不动的楷模具,一时半会应该死不了。 关于开口说道。 还好打下来了,要是被拖到极寒古英的巢穴里,那金刚不坏楷模具都要凉了。 赵满言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旋即看了一眼空中大杀四方的慕宁雪。 不由得道,关键时候还是得靠慕女神呢,看看莫凡那搓样,一身七个细魔法真正鼎用的不见得有多少个。 老子是陆地鸭子,下水的,飞天的,我都管不了,但你们谁要是在陆地上出了事,死了我莫凡给你陪葬。 莫凡听了赵满言的话马上就炸毛了。 空中的事情,能算事情吗? 不会飞,是自己的错吗? 自己又不是他妈的天鹅,海陆空三象全能。 江玉好像变成第一个上山的人了。 赵满言说道。 你也可以去搭这个顺风车。 男爵没好气地说道。 伙伴们,那贱人你们打算怎么办? 蒋绍旭愤怒未消地说道。 不是那个家伙将极航古鹰全部吸引过来,江玉也不至于坐了一次鹰飞机,差点小命都没有了。 人不犯我都犯人,何况人来犯我,动我们国府大队的人。 一起整死他压的。 莫凡骂道。 第2004章 赵家家丑 莫凡,现在局面这么混乱,要不先算了,等过了天池再找他们算账不值啊。 男爵求稳地说道。 等事情过了,有点脑子的都会死不认账的,这种事情就是需要当场解决,你们跟着沐凝雪往前走,我去搞死那女人。 莫凡说道。 你这家伙怎么过了这么久脾气还这么糟? 男爵无奈地说道。 我不糟啊,我很心平气和。 莫凡说着这句话的时候,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他没有使用瞬息移动,可身影却没有任何预兆地窜出了两三百米远,最多只能够看见一缕缕黑色的蚕息。 接下去的行踪也是诡异的难以捉摸,好像他的盾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带使用。 莫凡这家伙,暗影细修味怎么变得这么夸张了,关于看着莫凡那鬼魅行踪,不由得吓了一跳。 他关于好歹算是刺客法师,讲究得就是一个字,飘逸。 再看看莫凡,那在混乱战场之中穿梭的身法,那么多高强的法师都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小妖女呢? 蒋少旭转着脑袋,忽然间发现那个长相漂亮的小个妖精的浑血少女不见,于是急急忙忙往天上看去,担心他是不是被极寒古鹰给抓到天上去了。 他跟莫凡去了。 玲玲说道。 你干嘛叫人家小妖女,多刺耳。 关于说道。 难道不是吗,像这种女孩子放在古代就是霍国殃民的,也不知道慕凡血心怎么那么大,就不怕出点什么乱子,莫凡从头发到脚趾头都不像是一个正人君子。 蒋少旭说道。 话说,那小妹妹这样跟莫凡过去没问题吗,她能保护好自己吗? 关于非常担心的说道。 关于你就别瞎操心了,你口中的这个小妹妹,比你还能打,你们应该可以应付吧,我跟莫凡去搅局好了。 赵满言想了想,搞人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少了自己。 你们能不能专心点,江玉才刚出事。 他不是没死吗? 逆鸟猎人团,在国内数一数二的猎人大团,其中赵康正是逆鸟猎人团的一位小团长,受赵氏氏族的雇佣钱来天山。 事实上赵满言一直都知道逆鸟猎人团背后的大赞助人就是赵有钱,而赵康这个勉强算是赵满言堂堂哥的家伙会在这里面担任要职也并非奇怪的事情。 赵满言已经乔装过了,赵康和赵满言接触的并不多,他并没有认出赵满言来,不过赵满言很清楚这个赵康是一个和赵有钱走得非常近的家族成员,据说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赵有钱都是让这个赵康去做的,为此赵满言老爹还和赵有钱大吵过一次。 大概是在世界学府之争决赛没多久。 网逆鸟拥兵团那边靠近的时候,赵满言也将这个赵康的背景给莫凡大致讲了一遍。 赵有钱有干不少黑勾当对吧? 莫凡开口问道。 恩,我爹又不是弱智,我明显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他最后把位置传给我,无非是看穿了赵有钱做得一些有损赵氏名誉的事情,虽然说做生意的人没有多少是干净的,但要真得想做长远,做大,底线是一定得有的,什么钱可以赚,什么钱不能赚。 赵满言看到了赵康,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很多事情。 这个赵康算是赵有钱的马钱族了,以前就经常看到他跟一条狗腿子一样跟在赵有钱的身边,赵满言以前就很看不起这个赵康,未想到他现在居然都浑到了逆鸟拥兵团小团长的位置了,由此看来近几年他的手上应该沾了不少肮脏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还以为你爹是无脑偏爱小的,才引发了你哥便犯病。 莫凡一边朝着逆鸟拥兵团靠近,一边询问道。 本来他以前积累的那些事情要东窗事发了,我爹也看出来,如果家里面的位置落在他的头上,赵氏名声肯定臭的不行,这才改变了主意。 你知道赵有钱有多丧心病狂吗? 他捂死了他他妈亲爹后,把自己以前干的事情全嫁祸到我爹身上,来一个死无对证,搞得我爹的国际追悼会上被一群暴徒闯入,灵堂被砸了个稀烂。 几十年的名声被毁得不成样,真得让人忍无可忍。 赵满言提起这件事便咬牙切齿。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 莫凡挑起眉毛道。 家丑谁爱提,我也没见你提你丈母娘和后妈的事情啊。 赵满言说道。 卧槽,你吃炸药了,在搞死那个女心灵法师之前我先把你做了算了。 莫凡骂道。 先搞他,那个赵康别弄死,我留着他有用。 赵满言说道。 状况很简单,赵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歹毒之人,让那位女心灵法师将极寒古鹰情绪转移到国府队的人就是赵康。 赵康对国府带着不少怨念,显然是赵有钱的关系,不然这么多法师团体赵康不选,非要选他们国府队伍,还是说他们觉得国府队伍的这群年轻人好欺负。 不管是哪个原因,赵康和这个心灵戏女法师都不会轻饶。 阿帕斯,能操控天上那些极寒古鹰吗? 莫凡回头问道。 极寒古鹰心智很高,很费劲。 阿帕斯回答道,他的目光往那穿着红黑衣的女人身上扫过,却是浮了浮粉红色的唇角,露出了小鞋恶表情道,操纵他反而简单很多。 你可以直接操纵他。 莫凡诧异道。 他的心灵有很明显的破绽,修位虽然比侄女高,但远没有他那么扎实。 阿帕斯说道。 侄女,莫凡一阵纳闷。 说的是蒋绍旭吧,赵满言说道。 人家是美人质,不知道为什么从阿帕斯嘴里说出来就怪怪的。 算了,蒋绍旭也给阿帕斯起外号,他们两个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吧。 阿帕斯,让他脱掉全部,跑到最前面兽群钢管舞,然后让兽群撞死他。 赵满言说道。 阿帕斯对赵满言的变态要求充满了鄙怡。 第2005章 以牙还牙 赵康队伍已经快要靠近山下了,他特意看了一眼卖龙庸兵团的人,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 黑桃,他们好像损失的并不大。 赵康队身边的那位黑红心灵戏女法师说道。 他们队伍里应该有高手,李登皇室看来这次是在天山圣连上花了不少钱,请动了那么多高手。 黑桃说道。 亚森他们好像和李登皇室关系很好,假如他们获得了天山圣连,时有星号会卖给李登皇室王妃派系吧。 赵康说道。 猎王亚森我们可动不了,他们实力太强了。 黑桃低声道。 那就多在卖龙庸兵团上下点功夫。 赵康狠狠道。 康哥,我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打压为李登皇室效力的人呢? 黑桃不解道。 大哥和李登长孙是兄弟,李登长孙让赵有钱大哥把前往天山的李登庸兵给处理掉,等老王妃一死,赵有钱大哥就可以做李登皇室那边的生意了。 黑桃,皇室的城堡有住过吗?等事情成了,哥带你在那里住上个十天半个月,让你享受一下什么叫皇室身份。 赵康说道。 黑桃眼睛立刻放亮了起来,皇室城堡,那种地毯上铺满了鲜花,墙壁上镶着珍宝,就连吃一顿早餐都有好几个女仆在一旁伺候着的生活。 可是康哥,我们要弄死卖龙庸兵团的人倒简单,猎王亚森他们就,这个任务有点难呢,一路上我们也损失不少人。 黑桃说道。 放心吧,我们这里不成,赵有钱大哥那边还有一招,嘿嘿嘿,赵有钱大哥就是喜欢双重保险,没办法,钱哥就是做大事的人。 赵康眼睛里闪过了几分毒光。 两人攀谈的话语一字不差的落到了阿帕斯的耳朵里,阿帕斯也顺便转述给墨房和赵满言。 原来是李登皇室,我说赵有钱怎么会派人到天山这里来,他生意再怎么扩展也不至于到天山来发财。 赵满言恍然大悟。 其实自己早应该想到这一层,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赵有钱就和李登皇室的人走得很近,也一直想要做中东那边的生意,李登长孙就是最好的切入口。 赵有钱的双重保险。 什么意思? 莫凡有些费解道。 无非是把那个怀有继承者的女人给做了。 阿帕斯轻描淡写的说道。 赵满言冷了一下,刚才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会听阿帕斯一说顿时浑身一颤。 赵有钱是越来越丧心病狂了吗? 如果只是派人来阻止卖龙拥兵团,不让他们拿到天山圣连,那赵满言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毕竟派系之间的争斗本身就不可能风平浪静,阴招,很招谁都会打出来。 可是对那个里登老王妃的小孙媳妇下手,这真得毫无人性了。 你哥是有点扭曲了。 莫凡说道。 妈的,再这样让他搞下去,我们赵家真就完了。 人在坐天在看,我不信他赵有钱真得每次都能够把手上的血给洗干净,我得尽快把赵有钱送到全国最有名的神经病院去。 赵满言愤怒道。 人家应该没有精神病,就是残忍扭曲了点。 莫凡说道。 谁管他有没有,难道你不知道很多大家族内部的争斗里,像我这样不至于大义灭亲的人,多半都是把输掉的那一方送到精神病院去,反正你要是听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拉撒,你就可以舒坦的做一个废人。 人,要是还想搞一些乌七八糟的,那精神病院就有一套专门的刑具伺候,你以为人家精神病院的医生不知道你是正常人?重点是人家需要你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赵满言说道。 莫凡听得惊诧不已,大使族原来都是这么搞的呀,学到了,学到了。 而且,这种精神病院这种费用很贵的,我把赵有钱送进去每年估计还得花上个星号十万的,有这钱我养个金丝却不好。 赵满言说道。 就凭你现在的实力还想送你哥进精神病院,我看你更像是如假包换的。 莫凡说道。 有钱不是什么都可以的。 是,有钱是请不动禁咒法师当保镖,但关键时候让人家禁咒过来给他站站台,称称场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知道你的千年老王八达不打得过禁咒法师。 莫凡问道。 赵满言沉默了,过了半晌,他狠狠的盯着逆鸟拥兵团的赵康和黑桃道,这对狗男女,竟然搞我们大国法师。 他狠狠队伍,先处理了他们再说,还给老子惦记着去李登皇室当贵族梦,我先送他们进天山停尸池。 你很真实。 砰。 前面冰封的湖猛的炸开,冰片像剑刃飞鱼一样射来。 窟窿中,一头全身皮肉一圈又一圈叠腾在一起的巨区怪物立了起来,他的身体好像可以无限把掌一样,从一开始的十几米没多久就拉伸到了有一座摩天大厦那么高,大口声声的将盘旋在空中的一群极寒古鹰给咬入进去。 逆鸟猎人团的人正前行,哪知道白色驱魔出现在前面,吓得如冰棍一般立在原地。 嗨,还好他的目标不是我们。 猎人团里的一位猎人大师说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大家别轻举妄动,别惹他。 赵康对猎人团的人说道。 这个时候黑桃往前站了几步,他的头发莫名的扬动,一丝丝心灵之连从他的眼眸中传递到那头正专心捕捉极寒古鹰的白色驱魔。 黑桃,别动这个家伙心思,这样反而会触怒他。 赵康急急忙忙说道。 黑桃没有听,依旧在使用心灵魔法。 黑桃,你这贱货在干什么,我他妈叫你不要惹他,赵康暴怒道。 似乎感受到了心灵魔法的挑衅,白色驱魔猛的将脑袋弯了下来,只有大口的头颅对着逆鸟猎人团的人。 赵康脸色都变了。 一旁的黑桃这才回过神来,当他发现头顶上那摩天怪物正朝着他们宣泄着愤怒时,黑桃自己也傻了。 怎么回事,自己在干嘛? 为什么会对这个怪物施展激怒与挑衅之意的心灵魔法? 第2006章各队结盟 白色驱魔的杀伤力可是要比极航古鹰强上许多,尤其是他盯上了某个目标之后。 赵康发现情况不妙,立刻就朝着猎王亚森那个队伍逃去,自己猎人团的人随后就遭受到了白色驱魔的肆虐,逆鸟猎人团惨叫声在天池中响起,有好几个猎人大师都被那可怕的白色驱魔给直接拽入到了冰层下面。 冰层下面是一片寒冷刺骨的湖水,湖下还潜藏着什么,到底有多深都不得而知,被白色驱魔给一口闷下去并带入到湖下的人不管修为高低,肯定是活不成了。 你这件人到底在干什么,猎人团的成员都不是傻子,他们清楚的看到黑桃对白色驱魔施展了心灵系魔法,紧接着白色驱魔就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其他人法师组织现在陆陆续续都靠近了山下,大家的合作关系其实非常薄弱了,没有人会愿意回头去救人。 逆鸟猎人团被白色驱魔那么一阻隔,再加上几行古鹰的争抢,队伍伤亡惨重。 赵康跟在了猎王亚森的队伍后面,好不容易逃窜到了山脊山处。 救我,康哥救我。 黑桃在兵面上狂奔,甚至碍事的外衣都脱掉了,就希望自己能够跑得再快点。 哼,就因为你妹的那点破事就怀恨在心,要这样报复我。 既然你自己想死,那就怨不得别人。 赵康狠狠地说道。 你说什么? 你和我妹妹,黑桃冷了一下。 赵康哪里会理会黑桃的表情,面对黑桃的呼救,他反而手一扬,施展出了一道岩石山平,山平从兵面上无征兆的隆起,阻隔住了黑桃逃跑的去路。 黑桃显然不属于伸手矫健的法师,当他看到前面隆起的岩石,看着赵康那张冷漠的脸迅速地被无情的岩石给遮挡,黑桃浑身都在剧烈地抖动。 而在黑桃的背后,冰块崩碎,白色驱魔慢慢地逼近,那一张吞天大口猛地张开,将黑桃这个挡杆挑衅他的人类收入腹中。 你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队员呢? 猎王亚森说道。 他死有余辜,竟然去激怒那头怪物,差点害死了我们全队。 赵康不屑地说道。 是吗? 猎王亚森也没有再做过多的评价,他看了一眼逆鸟猎人团的其他成员,发现这些人倒是一个个身怀绝技,分散开了之后他们陆陆续续地抵达了山下。 至于其他还停留在天池中央的法师队伍,猎王亚森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他们明显没有处理好妖兽群,被死死地堵在了天池的中央部位,而那里极寒古鹰覆盖密集,不从那里冲出来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存活的几率。 怎么样,有多少队伍冲过来了? 亚森询问道。 麦龙拥兵团的人抵达了纽约神殿的探险队,他们好像全员安全抵达,逆鸟猎人团损失了一些人,牧师的人好像惨重了一些,只剩下大概五个人了,天兴拥兵团也比较顺利,其他的估计就对不成对了。 亚森身旁的一位女猎人说道。 修为低得死了很多。 确实,他们很难过得了极寒古鹰那一关。 众多法师组织,向猎王亚森这个修为比较高的猎人队伍保存的还算完整一些,这种环境下实力足够强大是最大的生存保障,至于那些人数众多的拥兵团和猎人团,说白了生死看命,运气好就活过来了,运气不好基本上变成了天山猛兽的口粮。 死了很多人,冲天池前和冲天池后,人数消了有大半。 这天山,宛如鬼门关。 现在怎么办,大家各奔东西,还是继续集结在一起,副团长库马问道。 麦隆雍兵团从一百一十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三十八个,库马自己也处在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 他们才抵达冰川鸡血层,还只到天山之痕的入口处就死了一大半,先不说能不能得到天山圣连,即便获得了又有几个人能够活着离开。 天山远比我们想象中德可怕,如果单独行动的话,估计没有多少队伍能够有幸存者。 猎王亚森说道。 你的意思是,大家联盟。 库马说道。 恩,天之痕内的妖魔最低都是统领级,君主级别的生物很大概率会撞剑,并且还不止一两只, 我也知道大家有自信应对一头君主,可两头,三头同时出现的状况,估计大家都没有把握逃走吧。 猎王亚森说道。 我的人死得差不多了,联盟也没有什么问题,但规矩得定好,牧师的领头人行徽说道。 愿意联盟的,我只希望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团结一致,有人从中作梗的话,我亚森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亚森重重的说道。 好像有人并不太愿意结盟啊。 赵康说道。 那无所谓了,不联盟的就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不抢球。 库马作为麦隆雍兵团的首领,他是非常相信猎王亚森的为人,提出结盟的时候,库马马马上就同意了。 主要是天山已经把库马的所有自信给蹂躏得一点不剩,队伍的这些残兵败将若不依仗大部队,如何在更可怕的天山之痕中存活。 你们牧师有点丢人啊,看看童子军,他们可是只死亡一人。 自由神殿的伯坦嘲讽道。 行徽瞥了一眼麦隆雍兵团第九番队的人,这队人竟然安然无恙的从天池中走出来了。 他们平均实力抄接。 亚森说了一句。 猎王亚森对国府队伍已经完全有改观了,他们这个猎人队伍平均实力也才达到抄接的线,可那群年轻人中基本上都是抄接修为,要说精英,恐怕他们才是真正的精英吧。 奇怪,这山上面怎么有几个废弃的帐篷,忽然库马说道。 亚森往那里望去,还真发现了被冰雪没有完全覆盖的帐篷,饮用壶,还有几件破损的衣服。 好像已经有人比我们更早进入天山之痕了。 亚森皱起眉头说道。 不会是那群人吧? 除了他们,也没有别的队伍有这么恐怖的实力了。 第2007章 打一顿就老实 莫房和赵满炎将将狱从山背后面给接了回来,将狱状况还算不错,也就摔断了两条腿,胳膊靠近胸膛位置被鹰爪刺穿,外加脑壳磕在岩石上,有点头破血流。 我看你是在帝都只醉金米酒了,连一点生存意识都被抹平了,着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身体触地吗? 赵满炎抬着满身是血的疆域,喋喋不休道。 你别说了,他是脚找地的,不然腿怎么断了,着地后滚到山背下面,脑袋才撞破的。 莫房给不能够说话的疆域辩解道。 哦哦,我错怪你了,幸好我跟莫房两个人及时赶过来,不然你小命就没有了,另外我们在冲过来的路上顺便把害死你的女人给做了,你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 赵满炎说道。 我,我觉得我还可以,还可以抢救一下。 江玉声音轻弱得道。 麦龙庸兵团里没有治愈系法师,唯一的那个医生大概已经在某头极寒古鹰的肚子里正被消化了。 还好麦龙庸兵团选择了结盟,不然江玉这种状况没有治愈法师,基本上熬不过一天的时间,天寒地冻,冷风如箭,正常人都承受不了更别说这种满身是伤的。 队伍里伤者这么多,我们总得挨个挨个来吧。 你们想要优先治疗你们的伙伴也行啊,让国府最耀眼的大美人慕宁雪来给我们跳段燕舞,让我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那我可以先帮你们朋友治疗治疗。 探险队的伯坦摆出了一副老流氓的姿态说道:"你可能是不知道,慕宁雪是暴躁天王莫凡的女朋友,你这些话最好还是不要让他本人听见。 爱江图对伯坦说道:"我知道,莫凡嘛,学府之争最强,号称青年法师第一人,还是全世界名头,我其实早就想领教领教了。 自由神殿的伯坦说道:"爱江图见伯坦并不愿意施救,眉头也紧锁起来。 返回到队伯,爱江图江伯坦的态度告诉了大家,当然自动省略掉了他那段对慕宁雪的调侃,免得莫凡真就提刀杀过去了,莫凡这人是什么脾气,爱江图非常了解。 老爱,我跟你说和国际友人聊天的时候就不能够太客气,我去一趟,保证他马上过来给江玉治疗。 莫凡站了起来,准备亲自出马。 别,别,我再想想办法。 爱江图急忙劝阻莫凡。 能有什么办法,治愈法师就一个,他们自由神殿探险队一名。 说实话,南荣尼这女人是恶心,可有的时候也非常管用,下次出门无论如何都要勾搭到一名治愈法师,不然真得难受。 你看那伯坦得意的样子,感觉全世界的人都要求他一样。 赵满言说道:"当时国府队伍治愈法师就一名,南荣尼,如今还是沐冥雪的死对头。 以前有木白这家伙在,他这个半吊子钥匙关键的时候还确实能够起到治愈作用,尽管赵满言很恐惧他的那些治愈方式。 阿帕斯,你会疗伤吗?" 莫凡走到阿帕斯的身边,认认真真的问道:"美杜莎像是会治愈复苏之光的种族吗?" 阿帕斯反问了一句。 我觉得你可以扩展一下自己的业务,别总学一些害人的东西,这样美杜莎会渐渐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莫凡说道:"呵呵。 阿帕斯眼睛一瞟,懒得理会莫凡。 男爵与爱江图前去和猎王亚森商量,话还没有说上几句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了几声嗷嗷大叫声。 这个莫凡,果然和传闻说的那样,一点道理都不讲。 猎王亚森无奈的笑了笑。 男爵与爱江图站在那里,愣愣的看着莫凡拽着伯坦脖子后面的领子一路拖到了疆域的面前。 莫凡一边拖一边骂,喝口水你呀喝半小时,非得逼我动手,自己识相点过来买上几口让我朋友恢复一些不好吗? 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伯坦直接认怂了。 伯坦道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那个架在自己裤裆下凉凉的东西是什么,但一回想起那份惊悚,但处仍就隐隐静暖。 治好了我朋友,去篝火那边给我们跳个钢管舞,不然你今天别想安然无恙。 莫凡踹了伯坦一脚,骂道。 这,这我不会钢管舞啊,伯坦说道。 你会什么来什么,以后对我女朋友要放更尊重点,不然下手绝不会像这次这么轻。 莫凡说道。 一定,一定。 莫凡瞥了一眼已经回来了的爱江图和男爵,见两人表情有几分怪异,于是耸了耸肩道,天寒地冻,环境恶劣,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小只以情动之以理啊。 莫凡,讲道理我觉得你才像是一个法二代,官二代。 男爵说道。 对,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怎么可以这么横行霸道的吗? 大家都是尊贵的法师,什么事情不能用和平一点的方式来解决,我不就是和你们开个玩笑,既然大家都结盟了,又怎么会有不治愈的道理? 你们年轻人脾气别那么大呀,这个世界上强者那么多,每天遇到了你打不过的,你总不能也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对吧? 博坦说道。 莫凡对博坦这些话吃之以鼻。 碰到打不过的,那就小只以情动之以理,天寒地冻,环境恶劣大家被困在天山之痕入口处不有的是时间。 治愈法师确实少,很多人都受了重伤,结盟队打算在山脊山背面再休息调整一会再继续前往天山之痕。 天山之痕其实就在眼前,他们这群人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了。 只是,要迈出下一步更需要深思熟虑,这一路上遇到的危险状况在大家坐下来相互交流一番后更加心有余悸,因为大家的遭遇各不相同,意味着他们很多人能够活到这里那都是天山圣灵在保佑他们了,没有撞见更可怕更百毒的生物。 博坦,你们队伍来天山做什么,不会是真做研究吧? 莫凡见博坦正殷勤地给队伍其他受了小伤的人治疗,于是语气温和了许多,像老朋友一样询问道。 其实博坦这种打一顿就立马老实的性格的人,莫凡不算讨厌。 第2008章 天山之痕真面目 我们其实也就是给神殿法师打工的。 是这样,自由神殿与迪拜法师塔之间有一项比较大的战略合作,迪拜法师塔需要自由神殿提供纯度可以达到近乎完美的元素钻石。 你们也知道元素钻石是非常稀有的物资,找遍了整个美洲,能够搜罗的也就那些,其他的多半是落在那些黑商,私人,世家的手上,要从他们手上买过来,价格不知道要翻多少,自由神殿不想被痛财,于是就出了一小部分的钱让我们来天山收集元素钻石。 嘿嘿,刚才在天池的时候,我就拿到了一块,天山真是一个宝地啊,从未被踏足的天山之痕里,想必更多这样昂贵的元素钻石吧。 伯坦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莫凡就随便问了一句,伯坦就说了一大串。 元素钻石 00露出了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嘿嘿,很多人都只知道纯净的元素魔石是提供我们现代城市各个能源的主要载体,却不知道有一样东西其实是可以给魔法师进行魔能充能的。 伯坦见到00那副号学的样子,画匣子不由自主的就打开了。 元素钻石多用于一些非常精密的魔法阵,比如说需要非常精确瞬息移动的法阵上。 00说道 没错没错,小妹妹你懂得不少吗,但是你可知道其实一些魔法不一定完全要从法师身体里调出最新鲜的魔能来作为消耗品,而是以法师为媒介,让整个大魔法抽取元素钻石里的庞大纯净魔能。 举个例子,手电筒要发光,需要电池和电筒设备,法师就扮演一个电线的角色,能量完全由电池来提供。 元素钻石就可以起到电池的效果。 伯坦说道 你的意思是,以后我们法师出门在外就不需要考虑魔能充盈不充盈的问题了,只要随身携带着几颗这样的南浮牌元素钻石,就可以无限的使用魔法了。 莫凡听了一个大概,并用自己的方式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技术是无法推广的了,因为只有特定的一些人群可以这样,具体是哪些人,嘿嘿,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伯坦说道 要是能推广,确实是一项大发明。 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蓝量跟不上。 莫凡说道 元素钻石一颗的价格可以买一套海景别墅了,先不说怎么做这个电线的问题,就是这架都不是正常人用得起的。 赵满言不屑的说道 和伯坦闲聊了几句之后,那边几个领头羊已经在开会讨论接下去的方针策略了。 天山马上就要入冬了,他们不能耽搁太长时间,一旦他们没有在那场风山大雪之前走出来,再想要从天山之痕中出来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甚至能不能出来都是一个问题了。 天山的残酷,是连抄街法师都不会放过,入冬的风山之雪一定会将所有外来客给留下,不然那群实力算是非常雄厚的妖兽群为什么要拼死下山呢,那些本身就是兵属性的极寒古鹰为什么要存过冬的粮食。 天山的冬天,真正意义上的寂静。 风山大雪大概还有十天左右,我们谁都不想在这里过年吧,没什么其他意见的话,天一亮我们便进入天山之痕。 天山之痕的地势可以为我们化解调兵钦锋踏,不至于魔能枯竭。 猎王亚森说道。 没有问题,我们其实也想尽快进入这个传说之地。 行辉说道。 既然选择了联盟,希望大家就不要有什么个体想法了,我知道大家都是有目的,有悬赏,有任务,既然选择暴成团就一起去达成,总好过莫名其妙死在冰山里。 猎王亚森加重了语气道。 天一亮,法师联盟便进入到了天山之痕中。 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认为天山之痕是一座漆黑、冗长、深邃、冰冷的地下裂痕,可见到真正天山之痕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 就像是踏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白色的冰川如一件广阔巨大的凯依覆盖在错落起伏的山栏上,连绵到了无垠遥远的天线,近处雪的白色,高处蓝白色的岩脊,更遥远碎蓝色的山脉,以及视线最远端胜蓝色的山影与蔚蓝色的天穷融合在一起,这放眼望去变相是一位鬼斧神工的大师用一辈子心血雕琢出来的充满层次唯美感的宏伟雕画。 最为震撼的是,在天空中不同的高度上,分布着那些一块块如沙一样悬浮缓慢移动着的薄冰云,小的薄冰云大概就一个篮球场那样的大小,大的薄冰云完全就像是一件冰之沙衣,遮住了天山最高海拔领空的壮阔,这片天有多宽,它就有多广。 我总算是明白什么叫传言不可信了,这天山之痕哪里是他们说的样子,我感觉自己是踏入到了一个冰服国度,是在天国,不是在地底。 这真得太美了,原来这才是天山之痕,真正的天山之痕。 冰川倒挂,如云之瀑布,走在一些冰泊云比较密集的区域,你甚至会感觉头顶上那悬挂着的绵绵冰层才是地面,自己是走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里。 那么多传言,可笑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对天山之痕真正的样子,不是被形容成一片冰寒深邃的地狱,就是被传成幽谷悬崖漫天飞雪,事实上天山之痕内没有漫天飞雪,一切看上去就像静止的话,山巒像镜,冰云像沙,氧气稀薄,空气却无比清新。 没有可怕的争鸣的,所有人在步入到天山之痕前都是带着往鬼门关踏入的心情,可推开了门看到的却是一个美德忘记了一切痛苦,恐惧,不安的圣地。 如果天山之痕内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被风山之雪永远留在这里也不算是没法接受的事情。 蒋少旭已经有些沉醉在里面了。 给我一个美女,我能在这里创造一个民族。 赵满言感慨道。 第2009章古英之潮 人是容易被美丽的事物给吸引,并会因此放松警惕的,就连什么黑暗面都见识过了的莫凡走进这里的时候,整个人神经也莫名其妙地放松了下来,明明只是视觉上的一种极致享受,却好像耳边有一位穿着圣洁云纱的高贵温柔女神,在用端庄与柔美的声音在与自己说着心里小秘密,没有人不会对这样的感觉敞开心扉。 可怕。 天山之痕怎么会可怕? 反倒是还没有抵达之前对女神姐姐产生的那些贪婪想法,还有过往所做的不纯净的事情让人自行惭愧。 很安静,天山之痕内没有野兽嘶吼,也没有怪异啼叫,所有的事物都跟沉睡了一样,行走在这样的兵之国度中脚步声都是噪音,说话不自觉放低,语气不禁柔和,人与人之间相处都能变得更加的友善。 妈的,这么大的地,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找丝石鹰啊,木白失手怕是要凉透了。 莫凡望着茫茫冰川,一时间没有了半点头绪。 几个女孩们都在感受着这样前所未有的净土气息,被莫凡这一嗓子熬得,顿时什么心境都被破坏了,尤其是木凝雪,她作为一个天生冰灵体质的人,来到这样一个兵之圣地会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奈何莫凡这个家伙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叫尊敬大自然,什么叫感受世界之美。 你们看前面的冰川和冰云,怎么那么有艺术感啊,全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这种造型说实话能治好我的密集恐惧症。 赵满言指着前面的冰川云冰地带说道。 前方出现了一片冰云比较低矮的地带,山巻整体呈现一种往上的走势,而那些倒挂和悬浮的冰云又稍稍往下沉,于是挤压出了一片上下都被冰包围起来的壮观天洞地貌。 和一开始看到的连绵冰层不同的是,这冰川天洞周围的冰体有众多大小不一的对穿窟窿,多数都是在冰云上面,远远看上去像是块状风潮。 居 前面,猎王亚森忽然间停住了脚步,回头对所有人做出了静音的手势。 大家还在沉醉于美景,见亚森忽然间如此严肃,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所有人站在原地不敢动,也不敢发出声音,只是用那双双警惕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我们,我们好像走到极寒古鹰的巢穴了。 亚森用非常低的声音对众人说道。 极寒古鹰的巢穴? 不少人差点惊呼出来,这些极寒古鹰怎么会在大马路上安巢穴呀,这让他们怎么继续往前走?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们之前都从天山之池走过去了,以我们这些人的实力,不说是将他们杀的片甲不留,要从这下面的闯过去肯定是可以的。 博坦说道。 你很天真。 灵灵语气里带着对博坦文化程度的藐视,大部分群居的妖魔都有一种分工模式,比如说狮群,他们在一个族群里母狮就负责捕捉猎物,公狮只要等着母狮们将食物喂到自己嘴边就可以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公狮就是一头种狮,当整个狮群受到其他生物或者其他狮群威胁的时候,公狮就会站出来杀死威胁到他们的东西,以此保护群体。 灵灵在说话的时候,猎王亚森也转了过来,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小姑娘,你的意思是,之前在天池袭击我们的全部都只是母鹰,而实力更强的公鹰其实都是在巢穴里,抵御外敌和入侵者。 亚森询问道。 鹰族的话,熊鹰更强,你们自己看一下高处巡逻的那几只,是不是和我们之前遇到的有些不大一样? 灵灵指着那些潮枯垂云兵说道。 众人望去,仔细观察,还真如灵灵说的那样,盘旋巡逻的那些熊鹰拥有非常俊逸跋扈的鹰观,呈现出了一种泛着耀阳一般的光泽。 体型上,熊鹰一掌和骨架之前的极寒骨鹰明显壮硕很多,就连那鹰爪都透出了无坚不摧的力量感。 天池那些极寒骨鹰和这里的比起来,都算是小巧玲珑了,我的天,我们真的要从这里穿过去吗?没有别的路了,伯坦已经有些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 在知道真实情况后,众法师们的心也凉了。 母的极寒骨鹰都让他们焦头烂额了,更何况这里有更多,更强大的熊鹰。 别忘了,在巢穴附近的话,那些鹰主、鹰后、鹰王基本上也会出现。 亚森补了一句。 求你别说了,我就原路随便找一点比较值钱的石头回去交差好了,这鬼地方我再也不想往前多走一步了。 伯坦说道。 总会有办法的。 大家一片沉默,也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些,免得被那些高处巡逻的熊鹰给发现了。 莫凡,极寒骨鹰的幼卵是需要放在极寒极暗的环境下孵化的,那种环境也是丝石鹰最可能孕育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找的东西其实很明确简单。 男爵回头对莫凡说道。 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我虽然读书少,但你也不要认为我不懂生物习性啊,即便是妖魔它们也将自己的蛋啊,宰呀看得比自己命还重要,尤其是下蛋的窝,百分之一万有超强的鹰主在守着,你告诉我丝石鹰在人家产卵地。 莫凡说道。 我只是说有可能有,丝石鹰孕育的条件非常苛刻,如果极寒古鹰的产卵地没有的话,你们可能得到更深处。 男爵说道。 你就别捕刀了。 莫凡哭丧着脸。 现在莫凡心也跟那些鹰巢一样满是受伤的窟窿。 吼吼吼。 正头疼如何处理眼前情况时,远处冰云天枯下忽然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那雄厚的声颤竟然让附近山巒上的那些数百年冰川直接断裂滑落,看上去是整座山的厚厚岩石表层剥落了一样,吓得所有法师们急忙远离这些脱落之山。 耳朵好痛。 好强的吼力。 第2010章是友军。 莫凡目光朝着吼声来源的地方望去,猛的发现一头浑身闪耀着华贵白光的郡傲生物立在了一座拔地而起的冰封最尖端,他一身洁白而又修长的毛发在呼啸的冷风中肆意飞扬着,随着他又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冲上云霄,感觉一切生物都将被他踩在脚下。 全身白的魔虎,这家伙血统是相当得纯啊。 莫凡深呼吸一口气。 之前在高山曾遇到天山魔虎他们身上只不过有一些白虎斑纹,硬痕而已。 但这头魔虎却完完全全的雪白色,这遍体纯色的毛发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威风贵气,而强壮无比的身躯又让他看上去充满了极致的力量,野性。 天脊白虎,这家伙怕是一头真正的圣虎后裔。 凌凌目光闪亮了起来,好似发现了什么稀有的东西。 天山之痕就是天山之痕啊,难得一见的天脊白虎都能够亲眼目睹。 男爵开始感叹了起来。 凌凌,这天脊白虎和天山圣虎又有什么关系,和我们要找的图腾呢? 天山魔虎这个强大种族的祖先就是图腾圣兽,魔虎这种生物好像最讲究的是血统,如今传说中一直提到的会赐予人类特殊礼赞的天山圣虎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圣兽图腾之一,类似于玄蛇,霸夏,神鹿这些,不过据记载天山圣虎的实力应该是远在大部分古老图腾之上,是相当接近帝王级的存在。 凌凌说道,那天山圣虎是最强的四大图腾圣兽吗?赵满言问道。 不是。 蒋少旭却非常肯定的摇了摇头,开口说道,天山圣虎应该也只是四大圣图腾的子图腾,与他相关的昆仑族虎,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与玄蛇,霸夏相似。 那现在这家伙呢?莫凡急忙问道。 应该是比天山圣虎低上一个血统的,就算是这样看他胡须就知道是一个在天山之痕中修炼了上百年的强大白虎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间出现在极寒古鹰的巢穴附近。 这头强大无比的天际白虎是冲着极寒古鹰的巢穴咆哮的,那吼声让几块明显更为薄弱的鹰巢倒垂冰云直接从空中塌落下来。 还在远处眺望的时候,以为那鹰巢冰云里面大概只栖息着个十几头极寒古鹰,但看到冰云掉落的过程中那些极寒古鹰犹如被惊扰的马蜂蜂群那样涌出来后,众法师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那么看上去还算比较小的鹰巢冰云里竟然有上百头极寒古鹰,那么其他几块庞大到有些遮天蔽日的鹰巢冰云里又会有多少。 极寒古鹰虽然不完全都是统领级生物,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猛禽的战斗力特别强大,那些拥兵团里面的中阶法师们在极寒古鹰的面前都跟小鸡仔那样。 他们好像冲着那头天际白虎去了。 玲玲说道。 极寒古鹰的巢穴被震落后,激起了他们的愤怒,成群成群的极寒古鹰朝着天际白虎所在的那座冰峰扑了过去,请客兼兵云天窟下形成了一片深灰色泛着金属光的羽毛漩涡,笼罩在了天际白虎的上方。 天际白虎并没有在此地徘徊,他开始顺着那些起伏不平的冰川山脉奔跑。 好像是故意要被极寒古鹰们看到,天际白虎奔跑在那些山际,山顶,山尖上,确保自己的身影总能够被头顶上方的极寒古鹰给注视着。 天际白虎的速度相当快,跳跃能力更是夸张,两座山峰的顶端相隔数百米,天际白虎也可以完成跳跃,没多久天际白虎就消失在了那些叠障的冰川山栏深处,而极寒古鹰们更是对这胆大包天的天际白虎穷追不舍,越飞越远。 这天际白虎怕是有军欧,帮我们引走了那么多极寒古鹰。 赵满言高兴的说道。 那我们趁现在赶紧穿过冰云天窟,穿过他们的巢穴吧。 给看那位猎王的意思。 猎王亚森犹豫着,天际白虎确实吸引走了大量的极寒古鹰,可那里终究是巢穴,里面还有多少极寒古鹰很难做出判断,危险系数还是很大。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个时候都不赶紧前行的话,我们恐怕只有打到灰府了。 行辉有些急躁的说道。 行辉是代表牧师前来这里的,一同前来的牧师成员死伤惨重,假如他行辉再不带回点让牧师行动的宝物,他不仅没法进入牧师的核心,还可能被放逐到一些偏远的地方。 是啊,我们都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那就走吧。 极寒古鹰的实力大家是见识过了,相信我们任何一个单独的团体踏进去都是九死一生,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 全军覆没的局面谁都不愿意看到。 猎王亚森语气肃然的道。 放心猎王,大家算是一条绳的骂战了。 出发! 出发! 天际白虎的出现给大家缓解了巨大压力,联盟队伍顺着冰云天窟的一条冰川长鹤小心翼翼的前行,这条冰川长鹤可以上去。 稍微避开极寒古鹰们高空俯视,如果头顶上方没有级别非常高的生物,也许可以不惊动它们的情况下顺利穿过去。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是兵器元晶。 还有魂集的冰种碎片,镶嵌了很多。 鹰巢上面好像有冰鼠钻石,我的天,我的小心脏快要受不了了。 伯坦发出了压抑着自己的声音。 既害怕被极寒古鹰群给发现,却又恨不得爬到高处,将那些闪闪发光的宝物给抠下来,他们这些人都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了,可他们从没有想过魂集的这些资源居然会如最不值钱的小鹅卵石一样扑在冰云上面。 莫凡是一个很需要钱的人,草根法师与法二代之间是真得有很大差距的。 莫凡手上所有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提升自己修位,强化能力,模具什么的完全没可能有余钱去购买,但国府队这帮家伙包括赵满炎在内,哪一个不是穿着一整套的极品模具呀? 第2011张英群的屯粮仓 莫凡跟其他佣兵,猎人一样,眼睛都要放出钱光来。 放在别的地方,头顶上这些宝物随便一颗多半不是在几千米长谷最深处,就是在某头力大无穷的妖魔屁股下面,哪里会像现在这样一颗颗跟葡萄串那样就挂在措手可得的地方,别说是那些高阶法师们看得眼花缭乱,心仰无比,他这个超阶法师都要原地爆炸了。 钱,全是钱,随便一颗都是百万打底,现在谁要跟莫凡说,咱们把这些极寒古鹰全部宰了然后把冰云上面的这些小闪光全部收走,莫凡都会狂点头。 叶罗刹,你能弄点来不,江玉也忍不住诱惑了,小声的对叶罗刹说道。 江玉的叶罗刹除了战斗力特别强之外,还有一个相当让人艳见的本领,那就是偷宝物。 叶罗刹自身附带超级娇小,蒙翻天,人畜无害的光环,绝大多数穷凶极恶的妖魔都不会对叶罗刹露出任何敌意,更别说是一些神经还比较迟钝的大家伙。 极寒古鹰属于比较锐利型的了,可从之前在天池的情况来看,叶罗刹一样可以在他们鹰群中穿梭自如。 喵,叶罗刹对闪闪发光的东西也非常喜爱,尽管头顶上那些东西在他眼里跟玻璃珠没什么差别。 我再警告大家,千万不要打上面的东西主义,安全度过英朝才是上策,后面自然会有更值钱的东西等着我们。 猎王亚森表现得相当沉着冷静。 江玉听到这句话,犹豫了一下。 去呀,你家黑猫去英王的窝里面撒抛尿都安然无恙,就头顶上这些浮空兵云怎么了,赶紧去,弄下来大家好分赃,我有些穷怕了。 莫凡却是急忙怂恿道。 叶罗刹行动我们还是放心的,不过别让亚森他们知道。 男爵也说道。 男爵都这么说了,江玉自然安心了很多。 江玉的叶罗刹,大家都懂,所以不管猎王亚森怎么嘱咐,他们还是让叶罗刹上去偷。 权归我们了,嘿嘿嘿。 发财了,发财了。 老子总算可以买件像样的模具了。 莫凡说道。 叶罗刹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灵物,他在极寒古鹰的那些兵巢中穿来穿去,很多极寒古鹰甚至都看见了他娇小玲珑的黑色身影,却就是不予理睬。 叶罗刹相当通人性,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小身子能装得非常有限,于是什么贵头什么,江玉给他定做的那一身萌萌的小衣服没多久就沉甸甸的了。 国府的人假装循规蹈矩的跟着队伍前行,眼神却时不时的往上面瞟,心里基本上的独白都是,对,就是那颗,发了,发了。 那些极寒古鹰好像反朝了。 男爵远远的听到了什么,急忙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猎王亚森。 众人脸色一变。 他们还在鹰朝范围内,极寒古鹰反朝的话,他们肯定会被撞剑,这等于是被堵在了人家老巢内。 这可怎么办? 库马道。 往这边,仙朵里面,应该不会被反朝的极寒古鹰发现。 伯坦发现了一条类似于冰川洞穴的道路,急忙说道。 走里面,走里面,就算被发现也不至于被包围。 队伍迅速的改道,进入到了一个冰川碎洞里面。 这冰川碎洞是不断往冰川内延展的,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冰川内的温度极低,正常人在里面会处在一种冰亲状态,这种冰亲相当寒冷之毒的渗透,一旦渗透到全身血管,让血液停止流动,人就永远被冰封在冰川里了。 天山的冰川层中有很多强大到人类根本无法与之对抗的妖魔,因此也有很多魔法师为了躲避天山强者而进入到这种冰川里面,可也有很多人因此再也没有出来过,冰之入侵是一种类似于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意识到死亡来临的时候,身体可能已经不听使唤了。 和极寒古鹰厮杀是自寻死路,现在他们也只能够赌一赌运气,先到冰川碎洞里躲一躲,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机会逃离。 这冰雪好深啊。 还好阳光能够透进来,不然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库马说道。 你们看到血迹了没有? 看到了。 前面血迹更多,我们不会是羊入虎口吧? 血迹在冰碎洞中越来越多,再往里面走一些,他们甚至发现了一些还算比较新鲜的血迹。 你们看前面。 我的天,那不是麦特吗? 我看着他被一头极寒古鹰给抓到天上飞向了巢穴。 前面还有,是结冻撞的钢刺牛兽。 这边是天山啸雄。 抵达冰碎的更深处时,大家骇然的发现冰碎两边的冰墙里面正封着许多鲜血淋漓的妖兽,除了妖兽之外,那些在天池被极寒古鹰给捉走的人竟然也在里面。 他们已经是死误了,可是却变成了一个个洞在厚厚兵体内的标本,这让误入到这里面的法师们感觉是踏入到了一个尸库兵窖里,毛骨悚然。 我们,我们好像到人家的食堂冷藏室里了。 莫凡说道。 你别说了,我快要吐了。 蒋少旭捂着嘴发出含糊的声音。 也就是说冻在兵里面的这些尸体,就是极寒古鹰们过东屯粮,只是一想到前不久这些人还跟他们并肩作战,现在却变成这幅样子,实在让人有些精神崩溃,何况这里面不少屯粮还是其他猎人团,拥兵团,家族人员的同伴。 一 一 就在这时,冰川外面传来了极寒古鹰的叫声。 男爵很快就听到了极寒古鹰的动向,他神情一变道,不好,他们好像要进来取食物了。 这他妈不是还没天黑吗,这么早吃完饭是有病吗? 赵满言叫道。 你管人家什么时候吃完饭呢,赶紧想办法,我们可不能被堵在这里面,迟早也会跟他们一样被冻住的。 关羽道。 老子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的食物在存放上很明显有进行良好的分类,看来他们是出于要有保障的过完整个冬季。 最里面的那批妖兽被动得很厚很厚,大概是半个多月前被送进来的,靠近我们这边的被动得比较薄,还鲜血淋漓,是不久前我们在天池的那些伙伴们和妖兽们,玲玲说道。 所以说呢,极寒骨鹰有遗传性强迫症。 莫凡道。 玲玲翻了一个白眼,冷静的不像个孩子,开口道,从前面被化开的冰痕来看,他们之前都是从半个月前的食物开始吃起,而近期囤货会留着过冬。 闻,闻,我们可以让宁血姐姐将我们全部冻在这一头,假装成近期被抓来的食物。 第2012章选餐时间 男爵将灵灵的这个办法告诉了猎王亚森,行辉,赵康等人听了之后直接骂了起来。 开的什么玩笑,这跟等死有什么区别? 赵康说道。 那就跟他们打。 库马说道。 库马知道第九番队里的灵灵是一个智囊,其实他反而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被冻结在冰层里面的话是不会透出气息的,而且极寒骨鹰们也将一些活着的生物给冻在冰箱里,所以极寒骨鹰肯定分辨不出来。 要么打,要么装食物,我选择后者。 猎王亚森说道。 装成食物,说实话猎王有些佩服那个小丫头的想象力,这种危机的情况能够想出这样的应对办法。 打。 在别人巢穴下面的冰箱里跟极寒骨鹰厮杀。 这跟一群老鼠企图在雄鹰的洞穴里将它们咬死有什么分别? 最简单的,极寒骨鹰只要派一群成员将这个冰川碎洞的两个出入口给死死把守住,他们这群人就会在二十四小时后变成真正的冷藏食物。 时间不多了,赶紧做决定。 男爵已经听到极寒骨鹰们成群进入到食物冷藏室了。 那就动,谁的兵系修位高,行灰一咬牙,这种情况下只能够认了。 慕宁雪的兵系气息早已经囤积,他先将队伍里的其他人给洞上了一层霜,好让他们看上去更加逼真。 法师联盟中也有其他兵系法师,他们显然不是那么信任慕宁雪,都选择自己来伪装自己。 慕宁雪也不强求,他将自己队伍里的和麦龙拥兵团的人给全部洞住。 话说,你要是不给我们解冻的话,我们岂不是全部得死在这里。 鲁修还是不大放心的说道。 被冻结的人要自己解冻是很难的,本身这里就是一个极寒冷藏室,裹在身上的冰层只会越来越厚实,越来越坚硬,别说是其他属性的法师了,兵系法师要是没有掌握好冰层厚度,自己都会被永久冰封在冰块里面。 你可以选择别的队伍的兵系法师。 慕宁雪说道。 还是你来吧,可以给我薄一点,这种等死的滋味我非常不喜欢。 鲁修说道。 辛辛苦苦到了抄街,就是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可到了这天山之痕里,他们反而像一群朝不保夕的地沟老鼠,还需要装死来保全性命。 宁雪,他们过来了,你动作要快。 男爵说道。 嗯? 需要动的人不少,为了确保每个人身上的冰层不会伤及到他们的性命,慕宁雪需要挨个挨个对他们施法,不能够太冰寒,也不能够太脆薄,极寒古鹰的声音陆陆续续传来,非音系法师都可以听得清楚了。 有男爵这样一个音系法师的好处就是,任何突发情况都可以被预知,这会给他们不少准备的时间,否则极寒古鹰从外面冲进来,别说是想办法了,估计连营战都会非常仓促。 呼呼呼呼呼呼,翅膀拍打的声音很近很近了,近来取餐的极寒古鹰数量不算非常庞大,但惊动了他们其实就等于惊动了整个鹰朝冰川大厦,慕宁雪的冰细魔还在施展,麦龙雍兵团有一队人还没有动住。 快呀,快呀,他们来了。 该死,不如我自己来。 几个兵系法师施展出了魔法,开始了自我冻结。 慕宁雪扫了他们一眼,发现他们冻结得非常粗糙,并且很有可能没法自我解除。 雪雪,别管那些家伙了,保护好你自己。 莫凡说道。 莫凡话刚说完,慕宁雪的兵系气息就包围了过来,他们像一件件没有温度的柔软衣裳将莫凡的身体包裹住,在一点一点的堆后。 莫凡甚至没怎么感觉到寒冷,只是外层裹着一层比较特殊的坚硬大衣。 慕宁雪的冻结是不处碰到人的肌肤,身体不与冰寒直接接触的话,血液被冷冻的速度就会慢很多很多,里面的人也有氧气可以呼吸,不至于出现供氧不足昏迷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慕宁雪要一个一个冻结,这些人在冰封里面有氧气,有血液循环,解冻之后还能够保持战斗力,不至于像某些冰冻者直接变成一滩烂泥。 一 结果霜气凝结的速度非常快,已经变成一堵厚实无比的冰岩墙踢了,极寒古鹰一头撞在了上面,发出了一声惨叫声。 这个时候,其他极寒古鹰飞了进来,他们发现那个心急的家伙居然用脑袋去撞冰墙,发出了一种尖锐怪异的嘲笑声。 那头极寒古鹰爬了起来,显得有些愚蠢,他看了一眼冰墙里面的慕宁雪,最后还是在其他极寒古鹰的嘲笑声中飞向了另外一边。 冰墙内没有完全包裹住慕宁雪,另外一侧其实还有一个缺口,刚才若是那头极寒古鹰聪明一点,绕到这一头再检查一番,慕宁雪肯定会被发现。 还好他被嘲笑声给弄走了,慕宁雪急忙将这个缺口给补动上,完全冰封空间起来之后,慕宁雪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呼! 呼! 慕宁雪呼吸着,吐出来的气都在下一秒变成了霜,粉尘那样洒在了面前的冰体上。 冰川内真得非常寒冷,冰心已经开始了,连他这个天生冰属性体质的都感觉到了一丝丝不舒服,何况是其他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安全渡过难关。 最多只能够冻结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如果不解开冻结就会被永远冰封在这里。 慕宁雪暗暗道。 现在只能够祈祷极寒古鹰们不是市场大妈性格,选餐时间不要超过一小时。 第2013章瑟瑟发抖的食物 正如零零推测的,极寒古鹰取餐主要是取那些半个月前捕捉的,最新的食物全部要留着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天。 大家都冻结在冰层里面,冰层是纯净透明的,相当于是隔了一个360度钢化玻璃,极寒古鹰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他们一举一动看得非常清楚。 猎王亚森、赵康、伯唐还有他们的队员们看到极寒古鹰们陆陆续续将一些厚冰层的食物给刨开来取出去,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看来这个办法是真的可行,不然这会他们已经在拼死和这些极寒古鹰们厮杀了。 被冻结着,身体无法动弹,倒是眼睛还能够眨动,慕宁雪的冻结没有把人给彻底封死,还给他们留了一点点活动的小空间,防止有意外的发生。 莫凡一直在留心观察,他发现有几头熊鹰在他们这块区域徘徊,就在赵满岩和关于后头。 赵满岩和关于不能转身,他们并不知道身后就有几头极寒雄鹰,于是莫凡疯狂的转动着眼珠子,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与对面兵橱窗里的赵满岩和关于交流。 赵满岩看到了莫凡那行为,脑子里冒起了疑问,莫凡脑子里的兵是不是换了? 神经病啊,转眼珠子干什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他妈这样能掉出三十条命不成? 后面,后面,你们后面的极寒古鹰在凿兵,莫凡恨不得自己的眼睛里能传达精神意念,好告诉那两个蠢货这件事情。 极寒雄鹰在用爪子凿兵,这几个体型更强壮的家伙行为非常的奇怪,他们没有去取那些半个月前的冷藏食物,反而是冲着这边新鲜的冷藏食物来的。 阿帕斯,能不能把那三个雄鹰赶走,莫凡用契约心灵与阿帕斯交流着。 阿帕斯就冻结在莫凡旁边,阿帕斯困难的抬了头,用眼神告诉莫凡,不能。 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应该把新鲜食物留着过冬吗,这几头雄鹰不按套路出牌呀。 莫凡心中道。 很多妖魔都是喜欢吃鲜活食物的,虽然说极寒古鹰确实要将食物留着过冬,但你别忘了极寒古鹰里面还有那些地位比较尊贵的一类,他们可没有必要吃那些冷藏了超过半个月口感差的食物,所以他们应该也会取一些新鲜的食材,用来取悦那些贵族极寒古鹰,臭丫头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阿帕斯用契约心灵与莫凡交流道。 那你之前这么不说,莫凡道。 说了又能怎么样,有别的更好办法吗,兴许玲玲已经想到了,只是没有说出来。 你用心灵之音告诉赵满言和关羽。 我尽量,但冰封确实会严重影响能力。 赵满言和关羽两个人没多久就接到了阿帕斯心灵信号,告诉他们两个背后的雄鹰打算将他们作为贵族盘中餐。 赵满言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背后有熊鹰在凿冰,外藤的冰块已经碎了很大一部分。 关羽也吓得眼睛乱窜,有没有搞错,这里被冻结的新鲜食材那么多,熊肉不吃,牛肉不选,选他们两个做什么,他们才挤两肉啊。 沉住气,沉住气,不能冲动。 赵满言用眼神来告诉关羽自己的想法。 关羽也用眼神回应,行,我们跟他们拼了。 两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交流着,这个时候阿帕斯的精神信息又传了过来。 沐宁雪让你们不要动,不要涌动魔能。 赵满言和关羽听到后脑勺爪子不停凿的声音,偏偏他们又什么都看不见,总感觉下一秒后脑勺就会被一个锋利的爪子给凿穿,这个时候沐宁雪叫他们不要反抗,哪里能安心? 坑坑坑坑。 声音更近了,赵满言和关羽这两人要是在平常早就冷汗尽湿了,他们从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他们会像冰带鱼一样躺在冰柜里瑟瑟发抖。 坑坑坑坑坑。 极寒雄鹰爪子逃动的声音更响了,这让赵满言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 不行,脑袋肯定会被凿穿,得用光细魔法融开周围的冰块跟他们拼了。 一 雄鹰大厨忽然间发出了气急败坏的叫声,他拍打着翅膀竟然一下子飞到了另外一块厚冰上面,像是发泄一样在那里狂啄着冰层,没多久便将这厚冰给凿开了一个大缺口,并将里面的一头钢刺牛兽给戳烂了。 这一幕正好就落在赵满言和关羽的眼前,他们此刻身体里涌起了一阵比外面冰心更强的寒意。 很明显,极寒古鹰的锋利之爪可以很轻易的刨开冰层,但由于他们两个人是被慕宁雪冻结起来的,慕宁雪的冰系级别非常高,他的冰层坚硬如金铁,那几只极寒雄鹰没法击穿和刨开,这才放弃了关羽和赵满言这两个人,转向了那头鲜血淋漓的钢刺牛兽。 还好慕宁雪让他们不要动,刚才要是自己把冰熔了,估计他们已经和那头钢刺牛兽一样被啄成肉泥了。 这也太尼玛刺激了吧。 这辈子都不会来天山了。 哎呀。 忽然,一声惨叫回荡了起来,一名行辉的手下被作为进贡新鲜食材,被一头拥有耀眼关羽的极寒古鹰给叼了出来。 行辉的这名手下嘶喊着,关顶熊鹰用锋利之爪将他的四肢全部戳穿,使得这名牧师成员没有一点反抗力,最后活生生的拖向了冰洞外面,被送到了英朝冰云的高处。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名牧师成员的下场,每个人眼睛都瞪到了极致,同时也在心中疯狂祈祷,千万别被选中。 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后悔,应该接受慕宁雪的冰封。 关于和赵满炎之所以可以逃过一劫,正是因为慕宁雪的冰封足够坚固,熊鹰无法凿开,他们误以为是冻结了很长时间的食物,于是选择了其他新鲜食材。 熊鹰的爪子相当锋利,所以不是每个兵系法师的冻结都能够承受得住,果然很快又有一名卖龙庸兵团的成员被揪了出来,在众人眼前被分成了好几块被这几个熊鹰大厨给偷吃了。 第2014张英朝幼儿园 一双双眼睛,瞪得不能再大,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沦为这个下场,每个人的心也都跟冻住了一样。 莫凡转动着眼睛,在视角边缘位置,他注意到有一头雌性的极寒鼓鹰正挥动着翅膀,悬停在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洞口位置。 那个洞口应该是笔直往下的,那头雌鹰不停的朝着里面叫唤着,像是一个在楼房阳台上喊自家孩子滚回家吃饭的大妈。 果然,一头浑身羽毛没有完全长齐的小鹰从里面飞了出来,身上还粘着一些奇怪的毛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东西上面扯下来了。 他飞到了大雌鹰的背上,就坐在了那里。 大雌鹰随意的凿开了一块老冰冻鲜肉,便朝着洞穴的另外一个出口飞去了,显然是要进行家庭晚餐了。 小鹰怎么会在那个垂洞下面? 莫凡有些疑惑了起来。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极航古鹰们终于逛完了冷冻超市,他们陆陆续续飞出了这里。 极航古鹰喜欢在高处生活,也喜欢能够见到蔚蓝色蓝天,像这种库存食物的地方他们甚至都不会派遣成员进行把守,在天之痕也没有几个种族赶跑来抢他们的食物。 差点就没命了。 海思好可怜,就那样被拖走了。 很多人早就开始后悔冒犯神圣天山了,只是走到现在他们早就没得选择。 这里应该暂时是安全的,我们尽量等到他们睡觉的时候离开吧。 猎王亚森说道。 众人就在这里提心吊胆的休息,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莫凡倒是非常在意刚才那个跑出一头小鹰的垂洞,他朝着那里靠近过去。 怎么了? 慕宁雪见莫凡鬼鬼祟祟的,于是靠过去问道。 我想下去看看。 莫凡说道。 下面黑漆漆的,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慕宁雪说道。 没事,没事,我是一个黑暗法师,怎么还会怕黑呢?黑暗就是我的隐身衣。 莫凡说道。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慕宁雪说道。 垂洞很狭窄,慕宁雪又不会顿影,他想跟莫凡一同前往也做不到。 可惜,那件胶金魔凯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然有那件厚实的防御凯魔具在的话,慕宁雪会放心很多。 慕宁雪早就想送给莫凡一件好的凯魔具了,奈何莫凡修为跃升的确实蛮快的,面对的敌人不是君主就是抄接,普通一点的凯魔具给他用的话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反倒是玄蛇铠甲,这件跟随莫凡多年的凯魔具在防御力上,抵抗力上是跟不上现在的战斗级别,可一些属性还是很强大的,比如说百毒不侵这个能力。 阿帕斯,跟我来。 莫凡将阿帕斯收回到了契约空间之中,也不等其他人的同意,莫凡化作了一团黑漆漆的影子,缓缓的流入到了那个纸绒的下小鹰穿梭的垂洞里面。 垂洞有些地方确实非常狭窄,成年人根本就无法通过,这明显也不是给极寒古英们通行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食物仓库里。 垂洞很深很长,莫凡影行了许久才终于抵达一处宽敞的地方。 宽敞处看上去像是一座冰窖,有一缕阳光经过了那些冰体的无数次折射,稍微让这个山下冰窖给点亮了一些。 一一 一一 冰窖很高,那一缕缕折射泄落下来的光芒中可以看到许多幼小飞舞的身影,他们发出细细间尖锐的声音,听上去倒是很欢悦。 莫凡仔细看去,这才发现这个地下冰窖之中竟然有全是羽毛没有完全掌齐的小鹰,他们虽然能够在半空中飞翔,可飞翔起来跟盘山学步的孩子一样摇摇晃晃的。 他们的体型要比之前的那头被叫回家吃饭的小鹰还又嫩,有些吃得肥补隆冬的,翅膀使劲的打最后还是只是在那里做点脚运动,看起来还有几分滑稽。 我们好像到人家的幼儿园了。 莫凡说道。 看来我们过来的这个小锤洞是一些调皮贪吃的小鹰自己挖出来的。 阿帕斯说道。 阿帕斯,你看下那边,是不是鹰卵? 莫凡指着冰窖更低洼处,那里有一层薄薄的冰覆盖着。 还真是。 阿帕斯眼睛一亮道。 莫凡心中大喜。 还是自己观察仔细啊,发现了一头打小洞去厨房偷吃的小鹰。 冰窖的上面是一片有阳光的区域,再高一些的地方必定是与那些鹰朝连在一起的,真正的入口处也一定有强大无比的雄鹰在看守着,似乎成年的极寒古鹰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进入到他们的厨房, 在从厨房的一条小孩子偷偷挖开的小隧道进入到了他们的存卵之地。 和那些已经孵化了的小鹰不同,那些鹰卵全部整齐的摆放在一处如水潭一样的低洼处,低洼处更有一层薄冰封存着,于是鹰卵便好像被冻结在干净湖水下面的鹅卵石。 男爵也说过,这些极寒古鹰的孵化是需要黑暗气息与极寒气息的,这个地窖的阳光只充斥在上方那片区域,但在这低洼的存卵池里却照耀不到。 奇怪,有一股不太一样的气息。 阿帕斯说道。 你就别管别人母鹰的私生活了,我们动作得快一点,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成年的极寒古鹰多半会来检查这些小鹰,打打针,未未要骗什么的。 莫凡一副意外收获的样子。 阿帕斯走向了那个存卵冰池,却忽然间发现了什么,急忙道,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个什么发亮的东西在动,像块石头的。 莫凡盯着阿帕斯指着的东西看去,发现那发亮的石头真得在动,速度还挺快的,上串下跳。 那发亮的石头好像也发现了莫凡和阿帕斯的存在,竟然自己跳了过来,吓了莫凡一大跳。 等着石头靠近之后,借着一些微光,莫凡这才看清楚。 原来不是石头在动,是有一个小家伙在叼着这个石头,由于光线与黑暗变换的关系,很多时候无法看见它的身影轮廓。 第2015章小白虎 一个小家伙,闲着亮石在蹦达。 假如是一头小古鹰在这样瞎闹腾的话,莫凡也不觉得奇怪了,毕竟那颗发亮的石头看上去蛮稀有的,应该蕴含着很强大的能量。 可是最他妈神奇的是,闲着四十鹰的小家伙根本就不是一头幼鹰,小鹰,而竟然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家伙。 一双大的跟动漫猛宠一样的明月之大眼,随着微弱的光辉映射却变得扑闪扑闪。 一对尖尖的雪白耳朵依未好奇而树立起来,小脑袋的歪斜着。 肥嘟嘟的毛茸茸的爪子踩在冰块上,短小却匀称的四肢看上去像一头养尊处优的小猫,但是那带着几分威风凛凛的银色虎须和凶猛的长吻却让它看上去与那些猫咪完全不同,至少在散发出来的那种小气势上就要高出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 一头小脑虎 老虎 一头全身上下都充斥着一股灵性和美感的小白虎。 莫凡和阿帕斯两个人瞪着四肢大眼睛,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为什么一个英朝幼儿园里面会有一头小白色魔虎,难道天山之痕早已经破除了种族偏见,统一对天山之痕的妖魔小朋友们进行了大融合方式的管理? 那个,小家伙,你是不是走错班级了? 莫凡看着这个一点都不怕生的小脑虎,语气柔和的问道。 一屋小白虎也一副很好奇的样子,他同样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种长棍形生物,他们明明看上去不像老鹰。 阿帕斯将手伸了出去,向小白虎示好。 小白虎还闲着那颗发亮的石头,宛如一个还离不开奶嘴的小宝宝,他弩弩嘴,将鼻子凑到阿帕斯的手掌心上闻了闻。 你别用你身上蛇骚气吓他。 莫凡没好气的说道。 阿帕斯没理莫凡,等小白虎凑近了一些之后就用手去摸了摸那尖尖的小耳朵,还很大胆的折了折,小耳朵看似很鼻挺,随便一捏就柔软的搭来了下去,莫凡本以为这头傲气十足的小白虎会生气,哪知道他一下子变成了一头非常享受的小猫,任凭阿帕斯柔软的手进行玩弄。 原来是一头色老虎。 莫凡鄙的说道。 他好像误入了鹰巢。 阿帕斯似乎很喜欢这头小白虎,玩着玩着就已经将他抱了起来,埋在了他少女弟兄中。 魔虎和古鹰不是对立的吗,熊孩子真就是熊孩子,钻到敌人的老巢里面来,最神奇的是竟然还没有被发现。 莫凡说道。 那些幼鹰们应该知道,刚才还在和他玩闹。 阿帕斯说道。 幼鹰们没有什么攻击性,他们看到莫凡和阿帕斯都一副很习以为常的样子,甚至有几头胆子大的胖幼鹰还飞到阿帕斯和莫凡身边来,围着飞了好几圈。 一 一 忽然,高处传来了雄厚无比的叫声,一听就知道是雄鹰们发出来的。 快走,快走。 阿帕斯急忙说道。 还没有找到四十鹰。 莫凡说道。 被发现的话,我们就难脱身了,我刚才扫尸了一遍,这里并没有四十鹰。 阿帕斯说道。 你确定? 确定? 这小家伙怎么办? 莫凡问道。 带走呀,他被雄鹰发现的话肯定会被撕碎,呀,我明白了,为什么之前会有一头天际白虎前来挑衅极寒古鹰们了? 阿帕斯恍然大悟道。 为什么? 莫凡不解道。 是因为这小白虎,天际白虎似乎知道自己的孩子误闯到了鹰巢,于是在想办法吸引那些成年古鹰的注意力,好让小白虎有机会从里面逃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有机会离开了,那头天际白虎肯定还会来。 阿帕斯说道。 莫凡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小东西,你真是让你爹妈操碎了心啊。 回到了冰窖处,阿帕斯就一直揉着小白虎不放,其他法师们以为这是阿帕斯自己养得一头小白猫宠物,都没有太去留意,反倒是非常敏锐的叶罗刹察觉到了小白虎的非同寻常,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无比警惕的盯着小白虎。 小白虎表现出了更天然纯净的人畜无害样子,歪着那个小脑袋,非常感兴趣的打量着叶罗刹。 叶罗刹见小家伙是一个小朋友,于是也解除了对他的警惕性,谁知道叶罗刹刚转身不予理会,小白虎就跳了下来,抓着叶罗刹的猫尾巴在那里玩,非常开心。 喵哦。 叶罗刹大概是猫界中的冷女王性格,被熊孩子抓了尾巴后瞬间就暴怒起来。 小白虎激怒了叶罗刹后非常开心,一下子就窜到了旁边的慕尼雪的身边。 似乎感觉到慕尼雪身上散发出了一种让他非常喜欢的兵属性气息,小白虎居然主动跳到了慕尼雪的身上,这让慕尼雪反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雪雪,看来他比较喜欢你,不像某个小妖蛇,还得施展一些魅术。 莫凡笑着说道。 慕尼雪可不喜欢小动物,他想将小白虎放下,谁知道小白虎已经趴在他壁弯上睡着了,还打起了憨来,真正意义上的秒睡。 莫凡看到小白虎粘上了慕尼雪,不禁有些佩服这头小白虎,神经是真得大条,丝毫不懂这个世界的险恶。 雪雪,你干脆收养了吧,他好像跟你有缘。 莫凡笑着说道。 小白虎现在是处在一个最好片的年纪,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也没有警惕性,召唤戏法师这个时候与之签订契纪约成功率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右兽在市场上卖得非常贵。 可惜,莫凡自己的契约已经满了。 论好用的话,阿帕斯应该比这小白虎优秀很多,除了有时候不大听话。 火! 慕尼雪自己也一阵莫名其妙,怎么这小家伙就赖在自己身上不走了? 火,我可能不太适合。 慕尼雪却急忙将小白虎递回给了阿帕斯。 小白虎明显更喜欢慕尼雪身上的气息,在阿帕斯身上扭捏了一下,最后还是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 莫凡看着慕尼雪,发现他行为有些奇怪。 第2016章分散逃窜 现在我们总不能一直在这里等下去。 赵满言说道。 放心,那头天几白虎应该还会来的。 莫凡说道。 他又不是你家养的,你就那么肯定。 关于说道。 不然也没有别的办法。 莫凡现在就将希望寄托在那个卫虎孩子操碎了心的天几白虎那里了,想来为了能够让小白虎成功脱离,多半还是会来独闯虎穴,英朝。 时间一点点流适,冰心开始起了作用,大家纷纷缩成一团,火光和光亮都会引来极寒古鹰,所以大家取暖全靠水抖的胸。 吼吼。 终于,天类一样的呼啸声终于在大家头顶上方的高山冰封上响了起来,所有昏昏沉沉的法师们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眼睛绽放出了希望之光。 趴在阿帕斯苏胸上睡得香喷喷的小白虎立刻就竖起了耳朵,总算是醒了过来。 伸了伸四肢小短腿,小白虎抬起脑袋,想是在寻找自己的爹妈,不过看他那副慵懒的样子,感觉他一点都不着急,还想要在这个英朝之中玩上一会。 你妈也喊你回家吃饭了。 莫凡说道。 一屋小白虎叫了一声,听上去跟那些幼鹰都没有什么分别,也难怪那些成年雄鹰都没有发现这头小白虎的存在。 机会来了,天际白虎有可能会和那些极寒古鹰打斗起来,我们趁机赶紧离开。 赵康说道。 白虎果然是天山圣灵啊。 鲁修说道。 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每天被抓走三个当晚餐的那段经历了。 莫凡提醒了鲁修一句。 鲁修冷哼一声,没再说话。 大家准备跟上,我们这次若是出不去,就真得被封在这里面了。 猎王亚森等人到了外面去观察,他们隐蔽性做得非常好,始终没有被那些成年的极寒古鹰给发现。 过了没一会,猎王亚森就让大家赶紧离开这个冷藏仓库,天际白虎这一次似乎带走了更多的极寒古鹰。 极寒古鹰明显是被这头天际白虎给惹怒了,把他们的老巢当作是KTVR,有事没事跑过来熬几嗓子,说什么也要把这头天际白虎给围了。 鹰巢一下子空了许多,看得出来那头天际白虎的等级也非常高,极寒古鹰出动了很多个大冰云巢穴的成员,天空中那些极蓝色的微点都是他们的身影。 天山的天空由极寒古鹰说的算,但山巒地形却是在天山模糊的统治中,天际白虎为了能够将更多的极寒古鹰给引出巢穴也是煞费苦心,甚至几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让鹰群给包围在比较高的山峰处,然后惊险的杀出重围。 天际白虎这般努力,那头小白虎仍旧散漫无比,姨父还想回去跟自己的那些刚认识不久的幼鹰小伙伴们打声招呼的样子,还好是被莫凡给拦下来了。 你真是要让你爹妈被鬼子戳出场子你才开心是吧,赶紧跟我们走。 莫凡揪着小白虎。 小白虎不情愿的跟着莫凡等人离开,走出了兵库,鹰巢确实有些空了,剩下一些在巡逻的雄鹰等级也不算特别高,有猎王亚森做隐藏的话,还是能够安全离开。 哇,活过来了。 自由的空气。 踏出了鹰巢冰云区域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去。 回想起那些被刚做新鲜食物被抓走的同伴,那种惊悚恐怖感还让人两腿有些发颤。 要征服这天山,靠的是实力还是运气,一时间还真很难说得清楚,一路上死去的强者也不在少数了。 莫凡,你既然到了存卵池,怎么没有偷一些走啊,极杭古鹰的淡淡非常值钱的呀,你要是一锅全部端走,咱们差不多就可以回城找个地方挥霍一辈子了。 江玉说道。 你以为我不想啊,首先那层封住卵的兵材质很特殊,根本就打不破。 其次,根本没有那个时间,成年鹰下去查探那些宰子们了。 莫凡说道。 斯石鹰呢? 赵满言问道。 大概扫了一圈,没发现。 莫凡无奈的道。 没什么发现的话,只能够到更深处了,但愿那里不会更危险。 男爵说道。 众人也不敢太明目张胆的使用一些加快速度的魔法,在这一路上大家经过无数次危险发现天山的这些妖魔们对魔法气息非常的敏锐,一旦有星图,星座出现,他们便能够在两三公里左右便锁定位置,倒是初阶魔法所能够惊奇的一些魔法波澜会小很多。 莫凡拥有暗影系和土系,这两个初阶技能都是非常适合移动的,其他人就未必有那么幸运了,要是能够改系的话,他们是恨不得变成风系、土系、暗影系,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路翻过冰云天窟,本以为也就应朝这里会出现这样的从天空上倒垂下来的巨大冰云,未想到整个天山之痕都好像充斥着这样在空气中漂浮的冰层,甚至有一些巨大的冰体完全就像是一座倒叉下来的冰雪山峰。 壮观的让人有些窒息。 一!一! 忽然,背后传出了雄鹰的叫声。 他们发现我们了。 直接使用大魔法。 分头跑,分头跑,别被围堵住了。 亚森急急忙忙对所有人说道。 鹰朝仍旧有不少极寒古鹰在把守,他们发现了从他们巢穴中逃窜出来的人类后,仿佛受到了巨大的羞辱,开始穷追不舍。 我们往这边。 赵康立刻带领着他的人朝着一条地势往下的冰川道路逃去。 走这里,走这里。 伯坦施展出了风系魔法,带着他全队的人迅速的消失了。 我们往这上面走。 爱疆图说道。 人员迅速的分散开,若不这样跑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急行古鹰给彻底堵在某个地方,像这样分散了急行古鹰群体,实在跑不了了也能够与他们厮杀一番。 然而,莫凡等人似乎有些倒霉,明明分成那么多队散开,却有一大群急行古鹰跟着莫凡他们,怎么甩也甩不掉。 第2017章 天恒白虎 幸好队伍里是有两名空间戏法师的,爱疆图施展一次瞬息移动,莫凡再紧接着使用一次,可以迅速的与那些暴躁无比的急行古鹰们拉开很远的一段距离。 瞬息移动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地形复杂的地方在没有任何轨迹的情况下移动到敌人看不见的地方,急行古鹰主要还是依靠他们在高空中的优势和锐利的双眼来寻找敌人,莫凡利用瞬息移动进入到了有一块低矮冰云悬浮的位置,让急行古鹰们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有一条兵长谷,从这里走安全。 关于在前面领路道。 天山之痕的妖魔这么猛,我们和大部队分开会不会死瞧瞧啊? 赵满炎心里非常不踏实。 在赵满炎看来,他们队伍走到现在之所以安然无恙,全靠其他法师的垫背牺牲,不然天池那条血路上不可能度过。 我们小心一点,人少目标小,应该也会安全一些。 男爵说道。 有男爵在,我们应该不会有事。 进入道冰长谷,那些急行古鹰果然是追丢了,他们不停的盘旋在上空,想要找到莫凡等人的位置,但这一片冰川山丸地形非常的复杂,有太多可以活动的涌到,山枯,纵穴,山架层。 他们好像放弃了。 男爵聆听着外面高处的声音,发现急行古鹰越来越远了。 总算解脱了,妈的,这天山都比得上金字塔里面了。 赵满岩长吐一口气道。 说真的,下次我们要找历练的地方就别找这种地域难度级别的好吧,好不容易修炼到现在这个实力,往这天山一趟,感觉回到了当初的小出街,小中街,四处被妖魔碾来碾去。 关羽有些抱怨道。 夜罗刹在抠那些宝石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说? 男爵,他们真得走了吗? 莫凡问道。 走是走了,只是有些奇怪。 男爵说道。 会不会是他们老巢被端了,他们回去守家? 赵满岩道。 不是,我更感觉他们是不太敢越过这条兵谷界限,刚才我就发现他们始终在天上盘旋,却不往前继续追,假如他们始终在我们上方,我们除非躲在一个地方不动,不然迟早会被他们发现。 男爵说道。 我们会不会是误入到什么更强大的生物的地界了吧? 极寒骨鹰都不敢来的地方,我觉得我们。 驱。 大家正说话,男爵忽然做了一个警惕静音的手势,他忽然压低了声音道,有东西在靠近。 有东西在靠近。 在这凶险无比的天山之痕,又还是在一个极寒骨鹰都不敢靠近的地界上有生物在贴近。 他离我们很近了。 男爵脸色立刻就变了,并做出了战斗的姿态。 其他人也意识到有强大的妖魔察觉到了他们,同样聚精会神起来,将一些关键的魔法先心里默念几遍,好确保释放的时候足够流畅。 一屋。 小白虎完全不知道现在莫凡这群人心里有多紧张,竟然还发出了欢乐的叫声。 这声音让大家心头都一凉,完了,那家伙肯定知道他们躲在这里了。 果然,没多久莫凡的暗脉就在身体里自行流动了起来,流淌过莫凡身体后带来的是一片冰冷寒意,莫凡缓缓地抬起头来,目光正好放在了头顶上冰骨旋风处一颗白色满是斑斓的凶猛脑袋处。 白,白虎。 江玉禁不住呼出声来,就连他身旁的叶罗刹,在面对天山霸主白虎的时候,都惊得浑身毛发竖起。 天挤白虎吗? 不是那头,这是一个血统更高的纯真天痕白虎。 阿帕斯双眼紧紧地盯着上面这只强大的生物。 天痕白虎身体呈现白虎破色,透出一种剔透质感,偏偏这家伙又不是光洁的,他身上有浓密俊异的毛发,从颈部到尾部。 他的耳朵非常的尖,看上去像叶状的鸡脚,额前更有相当霸气的双月虎纹。 而这头天痕白虎最为不同寻常的是,他的眉毛。 他的眉毛呈冰霜之白,却长如浓虚,眉虚带着一种弧线垂在那狂野无比的虎夹旁,更现出了王者之息。 天痕白虎顺着牙峰爬了下来,他的身体在垂直光滑的兵壁上行走,轻盈稳健的像走在普通草地上。 他的四肢明明无比健壮,充满了摧毁之力,行走时却悄无声息,完全不像其他霸主及妖魔那样一步一地震的威力,偏偏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声息的靠近,让莫凡等人反而更加不安。 男爵这样强大的阴系法师都没有察觉到这家伙的靠近,现在思考对策显然是来不及的。 戏场让所有人跟冻结了一样的天痕白虎往莫凡这里走,他的眼睛是盯着莫凡,同时也是在盯着莫凡手上端着的小白虎。 伊乌 小白虎相当兴奋,肥肥的爪子在那里挠挖挠的。 小家伙,你别告诉我这才是你爹,莫凡满脸僵硬的说道。 莫凡,赶紧把人家给送过去。 赵满言用喉咙发着声音道。 天痕白虎没有直接发动攻击,事实上以这家伙刚才悄无声息的靠近,要直接袭击他们的话,他们未必反应的过来。 显然,这天痕白虎是冲着小白虎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白虎看见了亲爹后,还好像没有玩够一样,并没有主动扑上去。 小家伙,赶紧回你妈身边去,得亏遇到了我们,把你顺带从英朝里救了出来,现在好了,你安全了。 莫凡对小白虎说道。 事实上,这些话莫凡是说给天痕白虎听的,但愿他能够听得懂。 小白虎终于从莫凡身上跳了下来,轻盈的落地,一步一回头的往天痕白虎那里走去。 不用跟我们再见了,小祖宗,赶紧和你妈回家吧,我们腿都站不稳了。 赵满颜哭丧着脸说道。 天痕白虎也不愧是图腾兽的后裔,没有为难莫凡等人,只是站在原地静静的等待小白虎的过去。 莫凡,他嘴上叼着什么? 玲玲忽然间问道。 不知道,好像是块会发污光的石头,之前也一直叼着,跟小奶嘴一样。 莫凡回答道。 小白虎一开始是一直叼着,后来离开幼儿园后,他好像将它喊到了嘴里,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喊着。 怎么了? 莫凡很是不解,玲玲看上去有些紧张。 他叼着的东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丝石鹰。 玲玲说道。 第2018章绑走小白虎 莫凡看了一眼玲玲,那眼睛里写满了坑爹二字。 有些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够早点说,哪怕稍微早上三十秒钟,莫凡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将小白虎的小石头奶嘴给抢过来,现在人家都快要走到天恒白虎的身边了。 莫凡神情极为复杂难看,但他还是扭过头去,用嘴型来告诉了大家一个自跑。 莫凡 莫凡,你他妈冷静点,那可是天恒白虎。 赵满言和江玉都打算劝住莫凡,可发现莫凡的身影那么一晃竟然一瞬间飘到了盘山的小白虎的身边。 小白虎眼看着就要回归到他妈怀抱了,被莫凡忽然间被抢爆了走。 天恒白虎反应也是相当快,察觉到莫凡有小动作后,爪子猛地抬了起来,这胡爪泛起了一层白光,紧接着就幻化成了一座爪形的冰山从头顶上砸落下来,让莫凡这个阴暗小老鼠根本无处遁形。 莫凡紧紧抱着小白虎,正要趁着天恒白虎不注意跑路,哪知道这恐怖的爪子直接封死了自己所有的逃跑路线,无论速度有多快,都会承受到这种从天而降的怒爪镇压。 碰! 轰隆巨响,天恒白虎这一爪子直接将这条冗长的冰骨给摧毁了,两边高耸的冰岩石壁持续塌落,连绵了竟然有两三公里,宛如一场地质灾难毫无征兆的出现。 碍江图,江玉,男爵等人不愧是莫凡的老队友了,在莫凡转头吐出那个无声的字时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碍江图率先施展出瞬息移动来,他利用强大的空间系魔法让所有人瞬间转移出了有三四百米的距离,离开了天恒白虎的视线,但是他们仍就没有想到天恒白虎的一爪子威力可以覆盖这么大的范围,看着这连绵的冰骨直接塌陷,众人更是撒开所有魔法逃窜。 草啊,我们才刚应朝脱身,现在又入虎口,赵满言像个妇孺一样尖声叫道。 就不能安生片刻吗? 莫凡的胆子是真的,关于直摇头。 别废话了,快跑。 莫凡怎么办,他好像被天恒白虎给困住了。 他应该有摆脱的办法吧。 江玉说道。 天塌地陷。 莫凡这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天塌地陷,头顶上的冰云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杂落下来,地面还在不停的粉碎与沉陷,若不是暗脉赐予了自己一个完美顿入虚暗的强大能力,那天恒白虎一爪子落下来,自己肯定四分五裂了。 莫凡并不知道的是,天恒白虎其实怕伤到小白虎,特意留了好几分力道,不然很可能把空间都给打碎了。 这家伙怕是最接近天恒圣虎的品种了吧,战斗力也太恐怖了。 莫凡利用陈颖逃过一劫,也借着吐戏魔法让自己可以在陡峭的岩壁上快速的行走,达到飞檐走壁的效果。 莫凡小动作是逃不过天恒白虎的眼睛的,天恒白虎身体呈现出了白色的灵光,灵光呈现出一种幻影之感,随着天恒白虎风驰电掣一般在不断塌陷的冰谷中追逐,一道华丽的光影轨迹留在了天恒白虎所过之处,看得人一阵眼花缭乱。 一乌 小白虎在莫凡的怀里,一副非常兴奋的样子。 这小家伙还认为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坐在一个人身上,虎妈妈来追。 小奶嘴给我。 莫凡也是没有半点耐心了,想要从小白虎的嘴里抢出这丝石鹰。 虎孩子就是虎孩子,这么贵重的东西竟然拿来把玩。 一乌 小白虎狡猾得很,莫凡要抢的时候,他就马上把丝石鹰往嘴里一寒,然后死活不张开嘴来,任凭莫凡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撬开。 我的小祖宗,看着我把你从鹰朝里带出来的份上就赶紧给我吧,你妈追上来我的命就没了呀。 莫凡都快哭了。 一乌 小白虎还在那里欢快的叫着,时不时还招呼后面的天恒白虎,好像是在说,快追上来呀,快追上来呀。 他好像在玩游戏,你试着跟他玩,没准他会愿意给你,我制造了一个冰川幻想,可以拖延天恒白虎一些时间,但以他的级别应该很快就会识破的。 阿帕斯说道:"我命都快没了,还跟他玩游戏,阿帕斯,你别再藏着噎着了,赶紧想办法帮我甩开天恒白虎。 莫凡叫道:"我要有所保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阿帕斯不满莫凡的质疑。 一压!一压,小白虎不停的叫着,好像要告诉莫凡些什么。 他说什么? 莫凡问道:"小孩子语言不见全,我怎么可能知道他说什么?" 阿帕斯说道:"莫凡一阵头疼,小白虎这样不配合,他就没法将小白虎送还给天恒白虎,这样绑架小白虎也不知道天恒白虎会不会追杀他莫凡到天涯海角。 小家伙,这样好不好,我如果在离开这条冰谷前没有被你妈妈抓住,就算我赢了,你把小奶嘴石头给我,我把你还给你妈妈,顺带让你妈别再追了,放我们一条生路。 莫凡一边跑一边与小白虎商量道。 小白虎还真听得懂莫凡表达的意思,他脑袋一摇晃,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游戏规则。 那逃出这片山脉,这是我的极限了,你妈太彪悍了,我能坚持到现在就已经很要命了。 莫凡说道:"一呜!一呜呜!小白虎叫着,胖胖的爪子挥舞了起来,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莫凡完全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在揣测小白虎的话语,这个时候就有点想念小颜鸡了,小颜鸡是最懂你话我猜这个神奇语言的了,并且小颜鸡可以无年龄断,无种族的跟任何生物玩你比划我来猜。 你的意思是,我带你逃走,你把丝石鹰给我。 莫凡问道。 小白虎拼命的点头,那比人类还丰富的小表情里充斥着对离家出走的兴奋。 莫凡满脸抽搐。 你兴奋个蛋哪,你要离家出走那赶紧让你妈别追了,腿都要跑断了。 第2019章 阿帕斯 vs 天恒白虎 阿帕斯,你留下来跟天恒白虎玩,我先走一步。 莫凡想了想,只能够把阿帕斯给卖了。 天恒白虎根本不是他们这群人可以抗衡的,阿帕斯最近一直偷偷的在变强,他要是没保留就有鬼了。 阿帕斯满脸怨念,那双眼睛死死的盯着远顿而去的莫凡。 吼吼 天恒白虎破除了幻想,从一片漫天跌落冰片的空中俯冲而下,那双透着杀气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阿帕斯。 天恒白虎显然是找到了幻想的作祟人,他似乎意识到不解决掉阿帕斯,就会有无数个弯弯绕绕的冰空假象阻挡在他前面,让他永远无法追上莫凡。 可恶,可恶。 阿帕斯大骂道,他骂得正是莫凡。 天恒白虎实力太霸道了,阿帕斯其实布置了一个双重幻境,像普通一些的君主级生物,它们可以击碎第一重幻境却会沉浸在第二重幻境中得过了许久才能够摆脱,天恒白虎就不一样,他直接用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撕碎了所有幻境,无论是多少众,粉碎就对了,这让阿帕斯的精神魔法一时间有些有历史不出来的感觉。 吼 天恒白虎光影极形,他相隔阿帕斯有五百米的距离,却在一道光闪过的时间里出现在了阿帕斯的面前,踏上半身猛的扬起,两个爪子豁然打开,呈现一种暴杀之势。 天恒白虎体型并不巨大,可他的虎爪发动攻击时往往可以幻化的如山巒一样磅礴,阿帕斯立于两座虎爪山的包夹之间,本就苗条的身形看上去更如渺小的尘埃那般。 嘶嘶 阿帕斯双瞳发生了变化,从原本人类精致美丽的瞳孔一下子变幻成了金粉色狭长的美杜莎蛇眸。 艳色的粉雾在他的周身缭绕,阿帕斯身姿开始舒展开,长长的颈扬起,修长光洁的腿部紧紧的并拢在一起,欲足如连肩垂着,从那纤细无比的腰肢以下的身躯线条曲线看上去确实如一条美蛇。 他的身姿弯曲,但是在那粉色的雾气中,确实有一条覆盖着玫瑰金高贵蛇林的蛇影若隐若现,就如一件完美的外衣以一种艺术感的造型从阿帕斯的头发,脖梗,胸部,腰肢,腹部,大腿位置丝滑披着。 阿帕斯与这蛇几乎没有衔接,远远看上去像是一条蛇缠着一位少女的完美动体,可这身子又与蛇身有着某种混合,正如一件与灵魂相连的加衣,无法分离。 我们没有伤害他的意思,但你不要太过咄咄逼人。 阿帕斯被天恒白虎给激怒了,金粉色的眼眸里透着美杜莎女王的威严。 天恒白虎显然是察觉到阿帕斯真实的强大,这才没有去理会实力平平的莫凡。 这一次出手,天恒白虎动用了全部的力量,天山虎找真正意义上的毁天灭地,天空中那些悬浮的冰云和山巒上层层冰川,全部化作了白色的泡沫在四周飞舞。 阿帕斯身子消失,只浮现出那一条玫瑰金的蛇沙衣,这蛇沙衣如一匹丝绸,在那强势无比的毁灭力量中扭动着,滑行着,任何狂野的能量都会被他灵巧的规避开。 嗖嗖嗖 阿帕斯升空后又迅猛的坠地,冰川不是他喜欢的地形,但复杂的山巒却一样可以让他灵巧的移动。 他的真身时隐时现,蛇形却穿梭在裂痕,洞穴,缝隙之中,天恒白虎奔跑的速度纵然快,力量也凶猛,阿帕斯却总是柔软的滑窜走,完全捕捉不到。 嗖嗖嗖 蛇形而上,阿帕斯绕着一座笔直耸立的山峰,就看见笋壮的山峰上有一道玫瑰金色的长光,迅速的盘绕上升,转眼间就抵达了最顶端。 轰轰轰 起伏的冰川山巒豁然粉碎,方圆一公里的区域全部下沉,可怕的白虎践踏让阿帕斯所在的这座冰雪山峰下面的地带变成了一个巨大恐怖的冰窟。 阿帕斯在山峰顶尖处,再一次躲开了天恒白虎的愤怒踩踏。 实话 阿帕斯也被激怒了,他的双眸从高处俯瞰下去。 更高空是一片蔚蓝的天,悬浮的冰云基本上被天恒白虎的力量给震落了,就在阿帕斯发出一种长鸣声时,一双主宰天地的蛇童出现在了长空中。 天恒白虎扬起头颅,正要朝阿帕斯吐出冰川虎啸时,天空上这双如白昼之月的双眼让他一下子静止了。 冰痕大地原本在裂开,一股席卷而下的石化凝固让其停止了。 被天恒白虎惊吓得四处逃窜的统领及天恒一鸟,他们正惊慌失措地逃离这片这场,在那双美杜沙邪谋一领中彻底变成了一块块坚硬的石头,成群成群地从空中狠狠地砸落。 五公里外,猎王亚森等人正在歇息,却猛地发现一个从天空降临的道锥形灰幕落下,笼罩在了远处的一片冰川山巒之中,而所有被灰幕给遮住的生物,全部变成了岩石,就连厚厚的冰川都被粉刷上了岩层。 天僻石化之眼 猎王亚森倒吸了一口气 记得在非洲,他们猎人队伍也遭遇过这样一次天结一般的魔法,可那是来自于一头愤怒无比的美杜沙之母后裔,当时他们只不过是外围人员都因此死伤惨重。 为什么美杜沙之母才具备的能力会出现在这里,猎王亚森感到无比震惊。 全世界拥有这个能力的应该只有四位,非洲巨头之一,美杜沙之母,以及即将继承美杜沙之母王权之位的三个女儿,猎王亚森当时跟着一群强者魂在外围,所遇到的正是美杜沙之母的二女儿,那份恐惧至今还在亚森脑海里,到了现在的超阶级别都还挥之不去。 天山之痕会有强大的妖魔不是很正常吗? 另一位猎王说道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记得这个能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猎王亚森仍旧无法相信。 就是说,这天山之痕里栖息着一头美杜沙之母后裔。 第2020章 天痕指令 被俯瞰石化的锥形地带,天痕白虎保持着一个朝着上方扑去的姿势,那琥珀白色的毛发却已经被一层厚厚的泥层给覆盖,这些泥层在天痕白虎的身上流动着,又渐渐的开始变得坚固起来。 自从在城遇到了那些淤泥变形怪之后,他们身上那些特殊的碎精赐予了阿帕斯更加强大的石化之力,即便是在还没有被莫凡拐走之前,真正的天痕石化之眼阿帕斯是没有掌握的,这也是他难以与他的姐姐们抗衡的原因之一。 美杜莎的石化诅咒,终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天痕白虎的实力其实要高出现在的阿帕斯不少,阿帕斯能够想到用来对付这头天痕白虎的也只有这个能力了。 看到天痕白虎被石化在原地,阿帕斯从高处落了下来。 他的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来,还有些俏皮的用手指去敲了敲变成一尊石雕了的天痕白虎的脑袋。 都说了,假如我们要伤害小白虎的话,你连见到他的机会都没有,何必这样狂暴出手,我们又不是那群没有脑子的野兽。 阿帕斯对被石化了的天痕白虎说道。 虽然是被莫凡那个大混蛋逼给自己不得不使用自己真实的力量,但他对今天的出手还算比较满意,至少将来在面对两个姐姐的时候就不至于连一招办事都抵挡不住了,美杜莎的天痕之眼终究是美杜莎最高血统的代表性能力,掌握了他才算是真正的成年。 咯吱咯吱咯吱。 阿帕斯正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施展美杜莎之力时,天痕白虎的身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纹,这些裂纹起初还跟头发丝一样纤细。 没过一会就大如闻了,看得阿帕斯脸上的得意马上就僵硬住了。 怎么会这么快,阿帕斯自己也没有想到。 正常情况下天痕石化之眼可以让一头君主级的生物连内脏血液都变成泥僵硬石,即便解开了石化其实也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像天痕白虎这样级别的将他石化,应该最多只能够石化封印,让他短时间内无法动弹,外层毛发,皮肤,铠甲全部受损严重, 可石化的持续时间比阿帕斯想象中得短太多了。 还是契约压制。 阿帕斯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不是完全的。 莫凡现在抄阶归抄阶,可离阿帕斯当时所在的层次还差了不知道多少个档位,君主级之间的差距其实非常大,就好像这天山一样,冰雪算是一个分界线,可冰雪分界线之上却还有更高海拔,更加磅礴的山脉,山巒,有些冰雪山巅与普通的雪山落差能有个好几千米。 莫凡还在抄阶的入门,契约仍旧抑制着阿帕斯的力量。 天恒白虎确实强大,阿帕斯动用了最强的石化之铜也拖延不了多久的时间。 阿帕斯也不傻,不是非要在这里跟着头天恒白虎奋出一个胜负来,看到情况不对劲,阿帕斯马上就化作了一缕粉色的蛇物,柔软如丝绸一样的身姿贴着那些光洁的冰面,以极快的速度逃离出这片山界。 哼!天恒白虎猛的震碎了身体外所有的石化层,这些石化层其实还紧紧粘附着他的皮囊,毛发,将这些石化外壳给震碎的话也意味着将自己的皮肤给破开。 一时间,天恒白虎的身上鲜血淋漓,这些血液滴落在冰川上,却是让那些厚厚的冰体冒起了白色的热气,冰块迅速的溶开。 吼!天恒白虎咆哮一声,顿时附近的大冰川全部松动了起来,不少甚至直接断裂开。 一块块厚厚的冰石,冰层,乃至于冰山体浮到了空中,在天恒白虎第二次嘶吼声中一下子化为了无数的碎片。 漫天的碎片在天恒白虎的操控下呈现漩涡式盘舞,围绕着它。 漸漸的这些冰痕碎片就好像被天恒白虎的身体不断的吸收一样,天恒白虎那被损坏的皮肤和毛发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康复。 随着所有的冰痕溶解消失在这强大的咆哮气场中,天恒白虎的身体重新恢复了之前的流光溢彩,高贵的琥珀白色又是那么的非凡霸气。 天恒白虎目光搜寻着,显然是在找阿帕斯的下落。 事实上人类是很难逃脱得出天恒白虎的追踪的,天山魔虎这个种族本身就具备相当强大的失踪能力,这等于是魔虎的一种天生本领了,天恒白虎既然是魔虎中的最尊贵血统,这群人又怎么可能逃脱得出它的追踪? 就像之前卖龙庸兵团那样,无论走出多远,魔虎总能够找到。 呜呼呜呼呜呼。 就在天恒白虎打算追踪下去,惩罚这些胆大妄为的人类时,在天山之痕的深幽之处传出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听上去如风经过了峡谷的污名,仔细分辨却又向某种生物发出的叫声。 天恒白虎仰起头来,目光注视着天山之痕更深邃处。 似乎得到了什么指令一样,原本还愤怒无比的天恒白虎双眸立刻平静了下去,他望了一眼那群人类逃跑的方向,却没有去追逐,而是转了一个身,朝着冰川山脉不断攀升的更高海拔奔去。 阿帕斯沿途还不忘使用各种幻境,天山魔虎拥有可怕的失踪能力,就像他们蛇女一族具备气息捕捉一样,阿帕斯现在就希望莫凡赶紧从小白虎那里骗到丝石鹰,然后把他给放了,好让天恒白虎彻底打消追击念头。 真要厮杀起来,以阿帕斯现在的实力是很难战胜得了天恒白虎。 没追了,阿帕斯忽然回过头去,有些诧异的望着原来的地方。 阿帕斯拥有很强大的危险预知,也就是说天恒白虎有追来的话,他是一定会预知到这份危机逼来。 可现在这份危机莫名的解除了。 就这样放过了他们。 问题是小白虎还在莫凡的手上啊。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天恒白虎没有理由完全相信他们不会伤害小白虎吧。 第2021章目凝雪的第三戏 讲道理,这年头的小朋友很难骗,在小白虎的身上莫凡是彻底体会到了。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又没有任何味道,不小心还会磕到牙齿,老是放在嘴边有什么意义。 相信我,我真的是拿来救命的,咱们人类是非常讲情义的,你们白虎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把你从极寒古鹰的巢穴之中给带出来,你作为答谢,就应该把这块小奶嘴送给我。 莫凡苦口婆心的对小白虎说道。 一屋小白虎撅起个嘴,完全没有把莫凡说的这些话当一回事,并且还做出了一副你要是再硬抢,我就一口把东西吞进去的态度。 莫凡抓耳挠腮,非常的想念小炎鸡,小炎鸡在的话他跟这头小白虎应该能够很融洽的交流,也能够从小白虎的嘴里骗到想要的东西,毕竟谁还不是一个宝宝呢。 小白虎不买账,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他就是在极寒古鹰的巢穴里玩,莫凡既然带他出来了,那就要给他更好玩的东西,否则莫凡就要将他送回到鹰巢幼儿园去。 你这小家伙,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你自己说,我们帮你摆脱了天狠白虎,就把东西给我们,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跟天狠白虎做斗争,到头来你还耍赖,你们老虎之间都是这么不讲诚信的吗,天山难道不会为你们感到羞愧吗?莫凡说道。 一乌小白虎骄傲的抬起头,一副我是小孩子,做什么事情都会被原谅的态度。 硬抢,说实话这小白虎的功力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要从他嘴里硬抢过来还真有点难。 至于残忍一点,莫凡又不是狠敢,天狠白虎的面是见过了,自己要是对小家伙有任何的粗鲁行为,时有星好是别想走出天山了。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莫凡无奈的问道。 一乌 小白虎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他大概是说,待他玩开心了,他就把东西给你。 蒋绍旭凑过来,用心灵魔法大致揣测小白虎的想法。 蒋绍旭似乎说对了,小白虎一个劲得点头,那圆滚滚的大脑袋像极了一头肥嘟嘟的熊猫,根本不是一头老虎。 怎么会遇到这样一个不怕被拐卖的小祖宗啊,算了,算了,丝石英子他手,嘴上,带着他也等于丝石英到手了。 莫凡说道。 莫凡将小白虎放下,让他去跟叶罗刹玩。 同为猫科动物,叶罗刹实在要比小脑斧高冷太多了,完全不与理睬这样的狂野小屁孩,但小白虎却是对谁都不陌生的样子,不停的去玩叶罗刹的尾巴。 叶罗刹有些火大了,于是化作了一道黑色的光,瞬间飞窜到了众人头顶上的冰云上,一副要在冰云上面巡逻的样子,其实就是想彻底甩开这头烦人的小白虎。 嗖!嗖!忽然白色的残影迅速的在冰云上闪烁,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便看见那头小白虎已经出现在了叶罗刹的身后,胖乎乎的爪子依然朝着叶罗刹的尾巴伸了过去。 叶罗刹是最讨厌别人碰他尾巴了,被小白虎那么一揪,他全身的毛都竖立了起来,然后爪子也不由自主的露了出来,凶神恶煞的扭过头去盯着小白虎。 小白虎立刻将脑袋抬了起来,一双瞪圆瞪圆的眼睛就那样充满小星星的看着叶罗刹。 叶罗刹的爪子举到半空中,却又不得不收了回去。 打不得,骂不行,叶罗刹利用自己的速度飞快的躲避着这个小瘟疫,哪知道小白虎的速度一样很惊人,无论叶罗刹跑到哪里,他都能够在下一秒追上。 这小白虎,还是有几分实力的呀。 莫凡有些诧异道。 能够跟得上叶罗刹的速度,难怪小白虎可以在英朝中安然无恙。 小白虎和叶罗刹玩得很开心,叶罗刹却是要疯掉了,为什么要带上一个这么烦人的小东西,像一个小尾巴怎么都甩不掉。 好在小白虎是属于宝宝体质,玩一会,玩兴奋了,没多久就会睡得跟一头小猪一样。 小白虎想睡慕凝雪身上,被莫凡狠狠的拒绝了。 那里是老子睡的地方,你一边去。 莫凡没好气的把小白虎抱给了蒋少旭。 莫凝雪横了莫凡一眼,对这个臭流氓把话说那么大声非常不满。 雪雪,这小家伙的属性和你很匹配,而且他又特别喜欢你的样子,你让他跟你走的话,我觉得他会答应的。 莫凡说道。 莫凡觉得让莫凝雪收养小白虎,事情就好办很多了,丝石鹰分分钟到手。 莫凝雪摇了摇头,一副有心事的样子。 我看你有心事的样子,跟我说说吧。 莫凡道。 莫凡雪坐在篝火前,目光注视着那跳动着的火焰,有些走神的样子,等发现莫凡一直在注视着自己,这才犹豫了一会,开口对莫凡道,我的契约是死契约。 死契约,莫凡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概念。 随着冰晶沙公不断的修复,完善,他也具备有自己的灵魂,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驾驭冰晶沙公,我将我的契约与他捆绑在了一起,以至于我的第三系等于是作废了。 莫凡雪对莫凡说道。 关于第三系的事情,莫凡雪很少跟其他人提起,主要是看到了小白虎,当初在天山发生的事情让莫凡雪始终有些挥之不去。 你的第三系是什么? 莫凡问道。 召唤系。 莫凡雪说道。 啊? 我从没有见过你的召唤兽啊。 莫凡说道。 也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才造成了死契约,莫凡雪说道。 死契约是什么意思? 我的灵魂与冰晶沙公捆绑在一起,你也知道冰晶沙公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考验与折磨,一旦我与其他召唤兽签订了契约,意味着他也需要承担这份考验与折磨,莫凡雪声音开始低沉起来,明显是想到了一些伤心的事情,你记得秦宇儿吗?那个被冰封在天山之痕的人。 第2022章冰雪秦宇儿 莫凡有些讶异,莫凡雪怎么会忽然间提起她来? 起初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是这样的体质,但见到了秦宇儿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有人比我承受的还要更多。 莫凡雪说道。 那个秦宇儿,她也跟你一样天生灵种,莫凡惊讶道。 莫凡雪摇了摇头,开口道,她体质比我还特殊一些,我身体里的冰之属性,大概是在我十一二岁开始苏醒。 起初伴随着我的只不过是身体冰寒,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冰寒就会急剧增加,为了不让我在某一天彻底沉睡冰结在自己的床铺上,我不得不用尽一切力气去修炼。 这冰寒之体就像是一个会逐渐成长壮大的魔鬼,在用鞭子抽打着我,使得我需要更高的修为去承载它。 莫凡不自禁地伸出手来,也算是逐渐明白莫凝雪为什么性格会变得日渐冷淡,在这样胁迫下,任何情绪都变得多余了, 每天每夜在脑袋里回荡的只有痛苦。 这种体质一直到了我成年,才终于渐渐变成了可以把控的力量。 只不过这在外人口中便是什么天生灵种,完美强大的兵系天生天赋,莫凝雪接着说道。 你当时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莫凡有些心疼地说道。 明明是开朗活泼的小公主,几年时间却变成了这样一个冰美人,莫凡其实始终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现在听莫凝雪说起,不禁觉得几分愧疚。 当时还年轻,误以为人家是大使家看不上自己这个小草根,还因此对莫凝雪产生了一些隔阂。 你也帮不了我呀。 莫凝雪说道。 呃,好像是,我最多揉着你睡觉,用我体温给你暖暖身子。 莫凡说道。 事实上那个时候,我的冰体质还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哪怕身体一些接触都很难做到,就像现在处在天山之痕的冰川中一样,十分钟不到就会冻结了血液。 莫凝雪说道。 十分钟。 嗯,嗯,其实也够了,有的时候我蛮快的,你那么好看,我总忍不住。 莫凡回答道。 莫凝雪一开始没听明白莫凡在说什么,等见到他脸上那个不怀好意的笑容,他立刻醒悟,皎洁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修意,随后学着零零平日里对付莫凡的手段,将小靴子的后跟往莫凡前脚掌上一踩。 撕莫凡倒吸一口冰凉冰凉的冷气。 我再认真说呢。 莫凝雪道。 好,好,你说,你说,我绝对不打岔。 莫凡说道。 我的状况已经算很糟糕了,秦宇儿的却更加的严重,莫凝雪将话题回到了秦宇儿的身上。 他只能够五分钟,那展空老大确实够悲哀,我错了,你说,你说。 莫凡主动低头。 莫凡雪真是被莫凡气死了,就不能好好的让人家把话说完吗,明明是他要听原因的,现在却总是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 他的糟糕体现在他身体里的兵能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和壮大的。 莫凡雪整理了下凌乱的情绪,接着道。 这是什么意思? 莫凡没太明白。 他从十岁左右苏醒了兵属性体质后,就具备了相当于我二十岁才拥有的兵能。 莫凡雪说道。 你二十岁? 你二十岁已经接近高阶了吧? 莫凡惊恶道。 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怕是最有天赋的法师,她的体质也都不可能承受得了那么强大的兵能,而且这股强大的兵属性力量是他不能控制的,莫凡雪说道。 莫凡长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因为他身体里的强大兵能没法控制,导致他其实就像是一个古代所说的或者,因为只要情绪出现了一些起伏,他所在的地方就会降下一场大雪,大雪可以持续将近半个月,让所有的植被冻死,让所有的生物没法生存。 人,若在城市,城市都可能因此瘫痪,我冰寒体质,最多只是给我自己带来痛苦,我至少还能够住在家里,和我的亲人在一起,也能够到学校,但他却基本上无法生活在有人的地方,就连偏远的乡村都没法接纳。 莫凡雪接着说道。 莫凡有些震惊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天生天赋的人,与生俱来的强大兵属性,以至于会带来漫天飞雪宛如灾祸。 他十一岁就从帝都被送到了天山,还只能够生活在冰川层,他族里的人一开始还会来这里探望他,但渐渐的就只剩下他独自一人,包括至亲也将他遗忘在这里一样。 他们觉得,只有在天山,他才不会伤害到其他人。 慕凝雪接着说道。 莫凡听到这里,眼睛已经开始晃动了。 这一眼望不穿的冰川,再美丽,再洁净也还是透着千年,万年不化的孤独,一个十边岁的女孩从一座最为繁华的城市被带到了这里,那种悲凉已经在莫凡心中生起,酸楚的卡在喉咙。 一直到了十四岁左右,他正式觉醒了冰系星辰,借着家里人抛下的那些书籍,他开始了魔法修炼。 大概在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兵系修位已经达到了高阶,他也终于可以掌控好自己身体里的兵能,于是回归到了原本的生活中。 随后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帝都学府,也在那里结识了展空,并一起备选定位国府队员,和我们当初一样在世界各地历练。 总教官也是国府选手,莫凡愣住了。 展空也是国府选手。 国府选手怎么可能跑到小博城去任职啊,还是说他那个时候确实因为秦宇儿的事情心灰意冷。 学府之争大赛上出了一些意外,他的力量过于强大,遭到了义才院的怀疑。 义才院是怎么个形式风格你应该也明白,当时的国府导师,秦宇儿的世家,为了不让义才院迁怒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也没有站出来与义才院表明秦宇儿的无奈状况,为他辩护,这让义才院更加将他视为一种异端与灾人。 慕宁雪说道 第二零二三张兵横之阁 他不是已经可以掌控好自己的力量了吗,为什么还会被视为异端? 莫凡说道 魔法协会一直都是如此,对于他们未知的力量都带着很深的恐惧,也不管出于无奈还是有意为之,掌握了他们不了解的能力,便可以视为异端。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很多并不遵循于魔法纲目的力量。 就像图腾,他们明明存在着,却从没有被魔法协会认可过,还被暗暗抹除在重要历史中。 慕宁雪说道 魔法协会,魔法协会,过去他们可能确实是在为人类,为法师着想,现在未必了呀,更像是一种极权统治。 莫凡叹了一口气。 魔法协会很大很大,遍布全世界各地。 并非所有的魔法协会都已经变了智,很多地方的魔法协会仍旧在遵守着自己的法师格言,这是莫凡亲眼所见的。 但在更高层面上,尤其是道州级魔法协会和两大仲裁圣财院和义财院,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他们横行霸道了。 只是,让莫凡没有想到的是,秦宇儿竟然也与义财院有关,并且就被视作为一端。 义财院太过霸权,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势力,任何一个组织敢站出来为秦宇儿说话,唯有展空总教官。 展空总教官当时也属于世家子弟,他的反对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使得他被逐出了家族,这也是为什么他作为当初的天之骄子最终被派遣到我们博城的原因,这件事倒不是秦宇儿告诉我的,是我在牧师氏族里听到的,假如没有这场义财院的事件,展空总教官应该在国府身居高位, 甚至到我们这届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府导师。 慕宁雪说道, 国府导师的地位非常高,一些地方议员都需要点头哈腰,莫凡这是第一次听到总教官当年的事情,哪怕只是支言片语也能够想象得到他当时是如何意气风发,又经历了怎样的刻骨铭心。 义财院将他封在了天山之痕,这个让他生不如死整整七年的无人之地,让他永远的沉睡在万年冰川里面。 慕宁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嘴唇也轻轻地颤着。 七年,一晃七年,从锦宇儿的口中道出来的时候是那么的简单,可慕宁雪却很清楚那孤独的七年是怎样一种折磨。 带着冰寒体质修炼,慕宁雪自己深有体会。 秦宇儿整整七年时间都拼命地修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控制好体内的冰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人生活。 而义财院,在他明明可以掌控的情况下将他封回到了对他来说宛如噩梦一样的冰川之地,还是无人可寻的天山之痕,这远比直接将他处决了还要残忍。 他说他一定会来,就算白发苍苍,这是我活下去的意义。 秦宇儿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 慕宁雪低声复述着这句话,就连情绪也不自觉地映上了秦宇儿当时的情绪。 莫凡听得已经无法说出半个字了。 当时在听到慕宁雪简单地说起秦宇儿事情时,他就被彻底触动着,如今到了天山,领略到天山的那份残酷与冷漠,在联想起慕宁雪和自己说的这一切。 所以,即便化作活死人,也一定要踏足天山。 是不是秦始皇的霸魂在想要吞噬斩空总教官一切的时候,这份永远都放不下的信念,让他还保存着一丝自我。 当时,斩空总教官扑向那件邪恶的黑色楷袍时,最痛苦的大概不是自己的肉身失去,而是没法到天山再见秦宇儿一面吧。 秦宇儿说,他从冰封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斩空总教官,但他转身离去了。 他无法明白,慕宁雪说道。 莫凡看了一眼冰川,又回想起斩空那半人半活死人的脸。 如果当时斩空总教官选择了转身,那莫凡觉得自己是能够体会到那份心情的。 慕宁雪没有再说话,仿佛沉浸在了那描述里的故事中,其实只是只言片语就能够感觉到无尽的悲凉灌入胸腔,为他们感到惋惜和不甘。 莫凡脑子里也在回荡着这在天山发生的一切,忽然间特别想回到过去,想尽自己更大的可能去改变,好让斩空总教官能够从秦皇的诅咒中解脱出来,能够真正的与秦宇儿团聚,能够带着满脸的笑容告诉他,我来了。 两人保持了沉默许久,沉浸在其中。 过了许久,莫凡才回想起了最初的询问,稍稍将情绪进行了一些转移,问道,那么你的第三系呢,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种体制,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新觉醒的系很容易成为死系,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畸形的觉醒,它不会像其他星辰那样逐渐壮大,而是会夭折。 我问了秦宇儿,他的情况和我一样,他甚至到了高阶的修为也只有一个系,兵系。他没有觉醒任何其他力量。 慕宁雪说道。 怎么还会这样,莫凡说道。 我虽然觉醒了第三系,可因此也让一头天恒冰灵夭折了。 慕宁雪说道。 夭折。 那个时候,我太渴望变强了,秦宇儿其实已经告诉过我,我的第三系可能存在问题,我却仍旧与一头小天恒冰灵签订了契约,最后他,慕宁雪神情暗淡无光的说道。 那个时候,慕宁雪与自己的家人都受到了慕吓的影响,成为了被严重排挤的人群,更因为从国府之争中被淘汰出去以及改姓的事情,整个人处在一种走火入魔般的渴望变强状态。 其实也正是小天恒冰灵的夭折,让慕宁雪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让自己意识到自己太极恭敬切了,若不沉下心来冷静的丝毫,这样莽撞盲目的变强只会在将来伤害到更多身边的人。 秦宇儿在天山用了七年的时间学会控制着会伤害到他人的力量,自己这样放任,让自己处在一种如此失智的状态。 小天恒冰灵的夭折,让慕宁雪很伤心,同时也从那种有些走火入魔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这个心境让他在之后的修炼中变得逐渐顺利起来,只可惜付出了这样一个无法忘却的代价。 第2024章解不开的第三戏 莫凡立刻明白,为什么慕宁雪看到小白虎主动求报的时候,会带着那种不安与躲避的状态了。 想来那头小天恒冰灵跟小白虎一样,非常喜欢慕宁雪身上的这种气息,小白虎的行为让他想起了自己在天山中迷失与犯下的那个大错。 我,慕宁雪说起这件事来,情绪也波动得厉害。 毕竟那是慕宁雪所遇到的第一个那样充满灵性的小生命,却那样失去了,那份自责到现在都无法完全释怀。 小天恒冰灵的夭折,也伴随着慕宁雪的第三戏从此封在了心底。 你也别太难过,我想再给那头小天恒冰灵一次机会,他也还会选择与你签订契约,他想为你分担来自于冰灵体制的痛苦,他在和你签订契约之前,是会与你灵魂交互的,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存在的这份危险,可能是运气不太好吧,假如他能够撑过来,兴许你的第三戏就活过来了。 我看这小白虎,生命力特别顽强,要不再试一试。 莫凡安慰莫凡道。 莫凡是这样考虑的,小白虎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天恒血统,慕宁雪的冰灵体制没有到秦宇儿那种恐怖的程度,慕宁雪与小白虎签订契约的话,小白虎肯定安然无恙啊,慕宁雪也可以继续修炼召唤剂了。 至于小白虎熬不过来,那也不能怪谁嘛,又没有强迫小白虎非得和慕宁雪签订契约,明明是他自己特别喜欢。 慕宁雪,一副要赖着他身上的样子。 你是想要撕石鹰吧? 慕宁雪总觉得莫凡这句话里藏着别的目的。 哪有,我像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人吗? 莫凡有些尴尬道。 还是不要尝试了。 秦宇儿用自己的力量将天恒冰灵的魂收集在一颗冰叶中,为我制作了这样一枚护身叶带着身上,遇到了危险,他能够为我驱走敌人。 慕宁雪说道。 莫凡看了一眼慕宁雪的血景,发现在比较深的地方还真有一片修长的冰叶状坠子,可能是慕宁雪比较有料的缘故,莫凡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条小叶坠。 只是好可惜啊,你缺失了第三系,那你的第四系呢? 莫凡忽然间意识到什么,急忙询问道。 慕宁雪现在可是抄接了呀,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得有第四系才对,莫凡不禁担心他的第四系是否也会出现那种夭折状况,若是那样的话,这对慕宁雪将来是一个巨大的修炼空洞。 我,我也很迷茫。 慕宁雪眼神焕散开。 经历了第三系的事情,让慕宁雪对新觉醒的系带着一丝不安。 他还没有去做觉醒,因为他害怕自己的第四系也会成为死系。 到了抄接,大家还都只是一系抄接,双系抄接的话,那倒是对慕宁雪没有多大的影响,兵系的绝对强大可以碾压一切。 但是等到了抄接更靠后的阶段,面对那些三系抄接,四系抄接的人呢? 任何一个系都会到达他的一个瓶颈,修位卡着不动,这种时候让其他系变强起来其实也是推动主修系继续前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慕宁雪若始终只有两个系,他的修为很可能会卡死在抄接的中前段上,想要摄入再高的级别就难了。 慕宁雪才几岁啊,按照他这恐怖的修炼速度,怎么也会成为一名抄接满修的法师,站在法师的最尖端,乃至问鼎尽重。 纸步在抄接中前期,这是相当糟糕的结果了。 慕宁雪这次会跟随莫凡来天山,也正是因为兵系抄接修位的纸步步前。 按照他兵经沙工的强大属性,在获得更多兵系元经后他的修为其实会大步往前的。 但这一次明显没有,这让慕宁雪意识到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修位将会因为没有其他系的积累而停滞。 你没敢尝试去觉醒第四系是吧? 莫凡说道。 嗯? 慕宁雪点了点头。 那么我觉得你更应该尝试解开第三系的结了。 莫凡说道。 第三系的结步先打开,就这份不安与担忧便可能导致第四系觉醒失败。 觉醒只有一次机会,失败了就是永远不会获得新的技了,莫凡能理解慕宁雪不敢轻易去尝试的原因,可一切的根源还是第三系的那个契约。 如果是完全无法觉醒新的系,那慕宁雪应该是连第三系的召唤系都没有获得,又怎么可能让慕宁雪有签订契约的机会呢? 我觉得你的契约是一种概率,有些过于脆弱的小生灵它无法承受你冰灵体质的强势,但有些强壮的便不会有事,到头来你其实还是要签订一个契约,将你的召唤系疏通,由此打开自己的第四系大门。 莫凡很认真地给慕宁雪分析道。 秦宇儿也告诉过我这些,只是我想尝试别的办法,比如说天山凝露,慕宁雪有些为难道。 他不想再看到这样建立起感情的小生灵因为自己而失去生命,那种滋味跟失去了亲人一般。 天山凝露又是什么? 莫凡困惑道。 他是滋养天山圣连的露水,永不结冰。 我的体质就是会不断地霜动身体,冰亲灵魂,若是有不凝结的天山凝露守护着我的灵魂,我想在签订契约的时候,便不会伤害到与我灵魂相连的契约兽了。 慕宁雪说道。 天山圣连他的根毛都找不到啊,其实你真的不妨是一世小白虎,你只要一点头,他肯定屁颠屁颠地就印上自己卖身找印。 莫凡仍旧想说服慕宁雪。 那我宁愿只有两个戏。 慕宁雪说道。 他可不想尝试这样有风险的事情,何况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小白虎。 如果还要签订契约的话,他依旧会选择天恒冰灵。 哎呀,要不我分你两个记好了,反正我这有点多,实在有点养不起了。 莫凡调侃道。 葫芦娃都才尼玛七个,莫凡现在却有八个戏要浇水施肥。 我对你的戏都没有兴趣。 慕宁雪很高冷地说道。 不会吧,那么多款就没你心动的。 莫凡苦笑道。 自己做出自我牺牲,结果还被嫌弃。 没有。 那好吧,我们接着往深处走,天山圣连终究会出现的。 莫凡说道。 第2025章队王莫凡。 要找到天山圣连,还是不得不跟随大部队,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天山圣连究竟会在什么地方。 斯石英现在是有着落了,看好小白虎即可,接下去跟着大队伍也确实能够安全很多。 众人顺着猎王亚森他们之前约好的标记去寻找,他们这群人倒没有走偏多少,只是看到队伍的人员在一次莫名减少后,便可以知道有那么一些分散开的队伍是彻底不可能回来了。 你们的运气不错呀,竟然全都回来了。 行辉笑着看着莫凡这群人。 确实,队伍而言就他们队伍保留的算比较完好了,这让其他那些老猎人反而心里有些不舒服了。 说完的时候行辉特意看了一眼慕凝雪,脸上的表情就开始变得怪异了起来,接着道,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你,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慕婷颖的麻烦。 慕凝雪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行辉,更当他说的话是一阵冷风吹过。 慕凝雪是懒得在言语上跟别人有任何争执的性格,哪怕是这样明显颠倒黑白的话语,他都听多了,更不会浪费自己半点口沫去反驳。 有些人总是喜欢把别人的一切比自己强得归咎于运气,老虎待在动物园里的笼子里,返回到山野中都会丧失捕猎的能力,何况是那种只知道听从主人吩咐随便乱吠乱咬的老狗。 莫凡转过了身来,那双眼睛紧紧的盯着行辉。 行辉就是慕家的,虽然他并不姓慕。 慕氏氏族里面总是有不少手握大权的女人,于是便有不少为了得到慕氏支持的入赘者。 说来也是奇怪,行辉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慕氏入赘人,稍微在帝都待了一阵子的人都知道这个行辉就是一个渣货,抛弃了原来的妻女选择了慕婷颖的姐姐慕南。 慕婷颖算是行辉的小姨子了,这家伙从一开始就在斜着眼睛看慕宁雪。 有趣的是,这家伙明明眼睛里带着垂涎色彩,却还要对慕宁雪用这样的态度说话,好让别的牧室成员知道他对慕婷颖,慕南两姐妹的忠心。 莫凡也是服了,现在怎么是人是狗都敢跳出来咬自己的慕宁雪,慕宁雪现在好歹是凡雪山的主人,凡雪山如今在飞鸟基地市是一方大势力,这种衣服在牧室的东西真是给他狗脸了。 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无聊的指桑骂怀,你说的老狗是别人,我可以当你是在放屁,若说的是我,便将名字也一起说出来。 最好为你说的话做的是负好责任。 行辉往前面站了一步,对着莫凡说道。 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记一些无名之辈叫什么,你看我的手指,不是拇指,不是拇指,不是无名指也不是小指,他指的是谁,就一定是谁,那谁,后面站的几个让一下,免得他等会还要问我指的是不是你们。 现在你放好一万个心,老狗。 莫凡手伸出来,悬着那明晃晃的一根手指。 这根手指,不是隔着多远,莫凡说的后面那几个人正是卖龙庸兵团的库马,鲁修,托米等人。 三人听到莫凡的吆喝,人都有些傻了。 大哥,你那根手指都要戳到人家鼻孔里了,你觉得他还会智障的认为你指的是别人吗,他们三个离的有十几米好不好。 这家伙怎么老是这么狂。 鲁修有些不满的道。 确实嚣张,但没事也别惹人家。 库马说道。 他们可是亲眼目睹盖文的死,鲁修这家伙虽然对莫凡很不满,其实也有点怕得罪他的。 老狗,恩,行辉就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让他看得整个肺都要炸开的特写中止,还有莫凡那狂妄不屑的笑,就算是帝都的领袖级人物的子弟也不敢这样对他做出这样的羞辱行为,这个拿了世界学府之争第一的莫凡还真把他自己当成国民英雄了。 我现在就可以弄死你。 行辉双眼开始有些暴突,身上那冰含魔器呈现泵射状的气体那样散开,并在他们还没有消散之前便一下子凝固了,变成了一根根锐利的胸毛,又看上去像是顷刻间长满了冰色的杀人荆棘,布满了两人所在的所有区域。 行辉,我们现在还是联盟,希望你不要破坏规矩,口舌之争就好,没有必要真得动手,我们现在还不是绝对的安全。 这个时候猎王亚森站了出来,整个人带着一种风系的强大气场。 希望你不要插手这件事。 行辉冷冷的说道。 我这人也是很不喜欢别人说一些无聊的大话,如果说了要弄死我,就最好实现,做不到又把话说出来,真的很丢人。 莫凡双手抱在脑后,摆出了一副懒嗓盒完全没有把行辉放在眼里的样子。 简直搞笑,想要自己死的人那么多,他行辉排队摇号都未必能够取到。 行辉听到这句话,肚子里那一公斤的炸药彻底被点燃了,他脸上爆出青筋来,之前那些将莫凡包围着的冰刺胸毛野猛的加剧。 从四面八方,从不同的角度刺向了莫凡的身体要害。 够了。 亚森怒声,一股空气气压从上空落下,无尽的气流灌落,疯狂地冲刷着行辉和莫凡所在的位置。 行辉的刺经级立刻粉碎,全部化为了粉末,所有兵系元素也好像被全部气流给冲走了一样,想要再凝聚出半点冰霜之力都难。 亚森 行辉似乎与亚森有一些交情,大怒地质问道。 规矩就是规矩,我在联盟前就说过,你们之间有任何恩怨都得等到联盟结束,还在联盟之前,我不管你是谁,你们什么仇恨,让我们大家陷入到危险之中我都必须阻止,更别怪我不客气。 亚森声音铿锵有力。 行辉自知在实力上根本无法和猎王亚森媲美,但看到莫凡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更气得满脸长青。 肚子里都炸了,还要憋住,这更加崩溃。 说你又说不过我,下次就管好嘴,我大忍不计小人过,看在有这么正直担当的领队的面子上就先不和你计较了,莫凡说道。 第2026章 游离者 他自己压根就没有施展过任何魔力,亚森的气势对他自然造不成影响,不过亚森的实力确实强,竟然把两人之间的元素都给冲空了。 你! 你想好了再说话,别到时候难堪又丢人。 莫凡渐行灰气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更毫不客气的补上了一件。 说完这句话,莫凡便转过身,大手直接往目凝却那诱人的仙气楚腰上一楼,招摇无比的往前走去。 对最野的狗,搂最美的女人,就是这么舒服。 篝火燃起,又是一个冰寒夜里。 天山之痕内太冷了,不少修为低的人已经开始出现许多冰亲症状。 冰亲症状主要是因为身体过于寒冷,导致血液难以循环引发的各种身体症状,这比高原反应更可怕多了, 许多人身体甚至直接长出了一个个冰冻窗。 这种冰冻窗往往是大面积的,一整个胸膛,一整条手臂,一整条腿。 腿一旦被冰冻窗占领,行走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才摆脱了最凶猛的天山妖魔,现在又面临最恶劣的环境,天山之痕的确不是人可以待的地方。 亚森,我们带着这么一群人到冰雪天门,难不成真的要将天山圣连一片一片的掰下来跟他们平分了不成。 队伍里,克劳普猎王说道。 他们队伍里一共两位猎王,其他人都是七星级猎人大师,实力有高有低。 在许多恶劣的环境里,修为高不一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比如说猎王的队伍,若是有一位修为只有中阶的治愈系法师,他们也愿意待,当然前提是这名治愈系也得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其他没有达到超阶实力的人,他们多半具备一些特殊的本领,可以让他们更安全的渡过一些危险的地方。 战斗方面,主要还是靠这两个猎王。 我们这一路上已经折损不少人了,确实我们知道天生圣连的具体位置,是我们巨大的优势,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可能连抵达的机会都没有,若是那样,我反倒宁愿跟这些人平分。 猎王亚森说道。 平分,这可不是我们的本意。 克劳普皱着眉头。 原来你没懂我的意思啊,你这人哪,为什么总是需要人把话全部都吐出来呢,当我告诉你,很快就要下雨了,不远处有租雨伞,你不要眼睛总盯着天空看雨滴落没落,而是应该先把雨伞都租下来,然后三倍价格卖给那些不想弄失自己名牌衬衫的人。 亚森说道。 你说的和现在又有什么关系? 克劳普说道。 我的天,你的理解能力,算了,难怪你总只有一些女郎在身边,却没有一个像样的伴侣。 亚森说道。 女郎没什么不好的,给完钱就走人。 我们知道哪里有绝美的大蛋糕并没有用,蛋糕太大我们掏不起所有的钱,还不如告诉其他人,大家合伙一起买,我们才能品尝到。 亚森说道。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你说的算。 亚森共享了天山圣连的具体位置,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我刚才还在与克劳普聊。 其实我也是无奈之举,有好东西我当然想全部占有,可我比谁都清楚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单独的队伍都吃不下它,所以我将它告诉你们,希望大家不要再做无意义的内讧,好好地想一想怎么靠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将天山圣连给拿下。 我也不管你们是否心怀鬼胎,又是否有其他并不能道出来的想法,哪怕我们最后为了利益争得头破血流,自相残杀,可你们都要明白一点,没有拿下天山圣连之前,最后胜利的那一方都不会获得半点好处。 猎王亚森说道。 猎王亚森说得很明白,大家就是表面联盟。 可怜宝藏都没有见到,就先撕破脸皮,真得再愚蠢不过了。 佣兵,猎人,士族,探险家这次前来,确实只为利益,不得不说猎王将天山圣连的具体位置共享出来鼓舞了这群人的士气。 一路上势在折损,可活着的人不是可以分到除了原本的那一份之外更多吗? 齐心协力的法师联盟还是确实有力量的,接下去的道路要走得明显顺利很多,过了极寒古鹰那个剑后,天山之痕中出现的妖魔也没有再那么夸张的成群结队。 天山之痕最弱的独行妖魔都是统领,同样的他们现在这个队伍里平均实力都在高阶网上,来个一小群统领级生物都是可以解决。 注意,我们来的路上有三头大妖,他们应该是跟着血腥未来的。 男爵利用他强大的听觉来告诉联盟队伍即将面临的状况。 他们在急速靠近吗? 库马问道。 应该是观望态度,但在后方的人员一定要小心,他们肯定会挑选被困住,若丹的目标下手,实力暂时无法判断,至少是大统领级。 男爵说道。 这种游离在战场边缘的妖魔太恶心了。 这里的一头冰山打洞鼠估计都知道合棒相争于翁德利的道理。 天山之痕中的妖魔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只要撞剑,触犯了他领地,就一定会追着咬,逗个你死我活,这种妖魔多数是群居生物,他们要确保他们在天山之痕的地位与凶名,让其他生物不敢对他们一族有任何的侵犯。 另一种就是老狐狸型,他们永远不会让自己轻易的陷入到纷争中,却总是喜欢游离在其他人的战场附近,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收场,他们才会出手,若没有就继续观望观望,最后选择放弃。 这种游离者一样非常可怕,人类在天山是极度不受欢迎的,很容易就引发鲜血大战,如此吸引来的游离者就会越来越多。 一路上披荆斩棘,杀死的妖魔无数,踩着那些统领的尸体在前进,本应该是被扫清了道路,但整个队伍却被一大群游离者给盯上了。 游离者就像是夏季里营绕在头顶汉卫圈的姚文,你永远甩不开他们,他们也永远都在你够不着的距离。 当然,姚文是不会攻击人的,用突就来形容他们也非常恰当。 他们盘旋在战场上空,等待着厮杀进入尾声,或者等待幸存者精疲力尽,再俯冲而下收拾残局。 第2027章我慌了吗? 天山之痕似乎就处在这样一个最原始的结构,生物与生物之间只有吃与被吃的关系,绝非是弱肉强食,而是生存法则。 法师联盟实力强大,能够在天山之痕中杀戮前进,但他们的生存依旧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引来的游离者越来越多,游离者们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结盟,他们不比人类愚蠢。 这里有一块大蛋糕,单独的游离者无法吃下,那就等待更多的游离者。 又多了一只飞一血狐军。 男爵声音低沉了起来。 我们好像被集结讨伐了。 江玉哭丧着脸说道。 一路上都有厮杀,血腥卫,魔法气息,战斗声音,这些都会让方圆几公里,十几公里的游离者聚拢过来。 爱江图说道。 你觉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动手,莫凡询问蒋绍旭。 我们下一次再穿过某个妖群的领地的时候。 蒋绍旭说道。 我们这是要凉凉了呀,游离者们未免也太团结了吧。 赵满言说道。 游离者多数是独行生物,在天山之痕独行的要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早就成为别人暖身子的食物了。 我们要不要停一停,处理一下这些挂在我们后面的东西吗? 博坦说道。 怎么处理,他们永远都跟我们保持距离,只要我们一主动攻击,他们立刻四处逃窜。 行辉极不耐烦地说道。 我们没有时间停留了,这些游离者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脆弱联盟,他们打算先将我们瓜分了之后再相互厮杀。 第一场风山之雪马上就要到来,这是确保他们能不能安然度过到下一个春天的最重要的一场狩猎,他们会非常谨慎,同时非常坚决。 猎王亚森说道。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是的,非常紧迫,我们还得祈祷返回的路上能够顺利。 那就冲吧,前面的冷山雪兽,只能够冲过去了。 克劳普说道。 一定要小心,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有冷山雪兽。 猎王亚森抬起头来,目光扫过附近的冰川之壁。 那一个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一张张狡诈阴险的妖脸,一双双藏在死角处觊觎的猎童,还有从四面八方包拢过来的贪婪气息,这些才是他们最需要提防的。 离天山圣连很近了,这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战斗。 猎王亚森说道。 天山圣连的生长处已经共享了,那完全有两座巨大耸立冰川天组成的冰雪天门已经就在视野之内,穿过了这个冷山雪兽的巢穴就一定可以看到联光,不管是否为天山圣连而来,每个人都清楚这个宝物的价值。 冲! 冲! 几个领队已经率先驾驭着风雨冰朝着冷山雪兽的巢穴冲去,这个巢穴是一条比较宽阔的峡谷,峡谷之间更贯穿着无数冰柱,冰蛇,冰道,冰尖,从入巢处看过。 过去,这些无规则在宽阔兵谷中交错的兵体如城市上方错综复杂的立交桥道,有些地方繁密的甚至看上去像森林繁密之干。 冷山雪兽便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属于他们的小王国中,他们是正统的统领级生物,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是群居。 群居统领级,这恐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安界之外都不可能见到,天山之痕内却不在少数。 游离者们在冷山雪兽的领地外面,他们并不敢踏入。 这些游离者们全部都是表面联盟,论实力是不会逊色于冷山雪兽,可他们远没有冷山雪兽团结,雪山冷兽们可以为了捍卫领地来个你死我活,游离者们却不敢,他们见到这种拼命的,一定掉头离开。 眼下,人类撞入到了冷山雪兽的巢穴,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边缘等待,等待整个渔兵长谷奋出一个胜负,然后他们再将那个胜利者给解决,于是整个冬季乃至下个冬季都有保障了。 他们跟进来了没有。 赵满言往后看去,发现游离者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那些交错的冰柱上中。 你放心,他们肯定不会进来的,这样做只会激怒了冷山雪兽。 男爵说道 以前都是我们人类利用妖魔之间的愚笨,让他们自相残杀,让他们相互牵制,现在我们竟然也扮演了这个角色。 赵满言一脸操旦的表情 我们别无选择了,其实高等妖魔在各方面并不会逊色于我们,不然我们早就统一世界,不至于要窝在安全结界和城市里。 男爵说道 那么谁比较熟悉冷山雪兽? 在和他们开战之前先汇报一下他们的能力呀。 江玉说道 江玉你不是妖魔专家吗?到头来问别人,你再搞笑吧。 莫凡问道 我没怎么见过这种极寒生物,也没有看过相关的记载,天山嘛,踏足者那么少。 江玉无比尴尬的说道,目光不由自主的望向了灵灵。 灵灵修为不高,全靠装备在支撑着,他现在整个人都藏到了莫凡怀里,要靠莫凡身体的火焰热度来抵御冰寒。 看到他昏昏疲倦,辛苦抿嘴的样子,莫凡相当的心疼。 这种地方还是不应该带灵灵来,他这小身子哪里承受得住? 小心雪山冷兽的所有关节位置会迅速的尝出跟武器的骨脚,骨脚属性异常,几乎所有的模具都抵御不了,所以千万别把你们的防御模具当作是生命保障。 灵灵有些虚弱无力的对大家说道。 防御模具没有用,国府队伍里的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说实话,他们队伍能够一直安然无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每个人装备精良。 这种装备精良是与联盟里其他法师绝非同个概念,他们背后的势力最担心的只有一点,正是他们的生命安全。 哪怕是超越等级的攻击,一样会被他们身上的模具给化解。 因此,一听到冷山雪兽的攻击可以无视模具防御,大家心又冷了大半。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爱。 让你们平时少依赖装备,多靠自己,看看我,我慌了吗? 莫凡非常见的笑了起来,终于有机会批评这群官二代,法二代,星号。 第二零二八张我不是你的皮卡丘。 冷山雪兽拥有一张冰霜长毛覆盖着的脸,一双暗红色的眼睛被浓密的眉毛给遮住,像是藏在深邃洞穴里的一颗。 和妖翼邪珠,正散发着危险无比的红光。 它们臂膀无比粗壮,看上去像是天山雪原,一块块鲜明的肌肉上更覆盖着长年累月在冰寒之中演化出来的肉铠,冰蓝色的肉铠一直覆盖到了它们的膝盖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全副武装。 一般后肉铠的生物,它们都会有一个弱点,就是活动非常的不便,风系法师和暗影系法师若是不停的转变位置,肉铠生物便会很难做出反应。 但冷山雪兽的肉铠在它们关节的位置都退化成白色的厚厚毛发,颈,肩,肘,腰,膝,这些位置都是一圈白色的浓密冰霜长毛。 很多人在第一次遇到冷山雪兽的时候,都会惊艳的认为,这些活动关节位置正是冷山雪兽最薄弱的地方,事实恰巧相反,它们的关节位置会伸缩出一种冷山骨,这种冷山骨足以摧毁一切特殊金属矿,一骨,一皮。 绝大多数盾模具和铠模具都是由这些材料制作而成,所以妄想去攻击冷山雪兽这些薄弱位置其实反而是落入到了一个死亡圈套中。 灵灵的提醒非常的关键,这让队伍可以减少一大批人员的流血牺牲。 莫凡,老子撑不住了呀,赶紧过来把这个东西给我弄走。 赵满炎鬼叫鬼叫着。 一层薄薄的水系结界立在了一旁,三头冷山雪兽却挥舞着冰缸重拳,朝着赵满炎这层防御是疯狂的砸着,周围的冰地方与冰柱粉碎飞溅。 赵满炎有些撑不住了,他也不知道这些冷山雪兽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放着那么多魔法师不攻击,非要盯着自己一个什么都没有做的人一阵狂锤,防御之界也是有限的,往常在面对一群战将级妖魔的时候,赵满炎的防御确实厚实的难以攻破,但一群统领级轮番上阵,他们的战斗力又比外面的要凶猛许多,防御结界在他们面前似乎特别脆弱。 感觉他们的冷山谷不仅是无视魔剧防御,就连元素结界防御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蒋少旭看着吃力的赵满炎,却一点都没有打算出手帮忙。 赵满炎就不指望蒋少旭了,在这种狂猛的妖兽勉强,主修心灵系的人真的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毕竟这事闯入到了别人的地盘里。 莫凡从一头冷山雪兽的脑袋上掠过,绕到了他们的身后,他动用了炎系魔法。 就看见一块快耀炎像钢块一样从莫凡的肩膀位置快速地覆盖到了拳头地方,随着他这一拳打出,耀炎刚快如被激活的机甲零件那般将莫凡这一拳威力上与重量上无限放大。 砰! 耀炎化为了飞散的粉末,冷山雪兽也被这霸道的炎系重击下吐血飞出,满身坚固的冰霜肉铠也和耀炎那样彻底粉碎。 跟我比拳头大。 看着那个倒地不起的冷山雪兽,莫凡不屑地说道。 莫凡,你的头顶上一百米位置有四头冷山雪兽。 男爵听着声响,迅速地汇报信息。 后面! 我们后面! 莫凡,先解决后面的。 江玉喊道。 莫凡先是往上看了一眼,随后又扫了一眼后方。 妈的,全队就自己一个人在输出吗?怎么四面八方全部要自己来管? 我解决头顶上的,后面的那几只你们自己看着办。 莫凡骂道。 自己又不是超人,四处救火,上上一口气都还没有传上来,就马上要应对另一边。 嘣! 嘣! 上方是四通八达的冰桥,四只冷山雪兽在这些冰桥之间快速地奔跑跳跃着,速度快得只能够看见白色的残影。 一乌! 小白虎不知道什么时候跳到了莫凡的帽子上,肥嘟嘟的爪子兴奋地挥舞着,看上去像是在指挥莫凡战斗。 老子可不是你的皮卡丘,给我一边凉快去。 莫凡把小白虎拧下来,谁知小白虎跟一块狗皮羔羊一样趴在莫凡的脑袋上,帽子摘下来都没有用。 莫凡见那四头冷山雪兽已经逼来了,没有时间跟小白虎瞎闹,急急忙忙换位影验贴在那些冰桥下面滑翔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上。 四只冷山雪兽非常默契,他们发现了莫凡的影子,迅速地分散在四个方向上,就等到莫凡无法在盾影的时候同时发动了攻击,让莫凡无处闪躲。 莫凡急忙现身,在盾影的过程中无法使用其他魔法。 他的影子滑到了冰桥的正面,现行后他双手呈半握,放在自己的腰前。 黄撞的雷电在莫凡双手之间疯狂地篡动着,一层又一层,不到一秒钟时间,数十层这样的激雷晃动着。 双手呼得一握,像是捏碎了某种静置。 一时间那些细细的环撞雷电变得更加激烈,肆意地朝着周围扩散出去,更带着极强的雷电撞击效果。 四头冷山雪兽触碰到了这叠加了无数层的雷黄,身体在半空中剧烈一畅后,生生地被这股雷黄撞击力给震飞出去。 追魂暗影钉 莫凡不同系魔法切换的速度相当快,刚才雷黄刚释放,他的体内暗脉就在涌动,四枚影钉之初, 分别朝着这四个冷山雪兽震飞出去的位置追去。 冷山雪兽们撞击到了冰墙上,强化过的暗影钉便刺穿了过去,直接将他们雄壮的身躯给固定在了垂直的兵壁,冰墙上,完全不给他们一点反抗的机会。 脚型处决 巨影钉上还携带着浓浓的黑暗物质,黑暗物质迅速的滋生,并在冷山雪兽还未挣脱前演变成了影翼侍卫。 影翼侍卫像个行刑怪人,他们恐无有力的双手上握着黑暗猴链,用着暗影铁链在冷山雪兽的脖子上捆了一圈,然后死死的勒住冷山雪兽的脖梗。 暗影脚型,难以挣脱,冷山雪兽拼尽一切,身体的蛮力甚至将硕大的冰山冰墙都给踢碎了,只是,黑暗影翼又怎么可能轻易破除?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被绞住脖子的冷山雪兽的挣扎越来越无力。 第2029章雪上加霜 暗月宁静真是个宝物啊。 莫凡看着那四个被绞形处决掉的冷山雪兽,不仅感叹了一声。 本身莫凡在冯周龙那边,就融合了一个强大的黑暗物质,让暗影力量中附带着强大无比的诅咒效果,暗影系也因此提升了一个很大的台阶,随后暗月宁静赐予了莫凡相当扎实的能量,拥有了能够在身体内自行循环起来的暗脉。 暗脉强大之处就在于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黑暗物质,让莫凡释放出去的一个小小巨影钉上都携带着庞大的黑暗能量,然后在极短的时间里滋生,滋生到足以演化成一个拥有非常可怕的影异生物。 冷山雪兽作为统领级,影翼侍卫一样可以将其杀死,想当初莫凡还非常羡慕背降那诡异无比的暗影与混沌能力,感觉有黑暗的地方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获得了暗脉之后,莫凡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暗影效果已经远胜于背降。 怎么没见你用火系? 爱将图在莫凡的身后,对莫凡说道。 靠,你别随随便便瞬息移动到人的背后行不行,吓我一跳。 莫凡没好气的骂道。 我已为你知道,我处理掉了后面的冷山雪兽,想过来帮你,不过现在看来你不是很需要我的帮助。 爱将图回答道。 火系在这种极寒的地方起不到什么作用,况且小颜机在他妈妈那里闭关修炼,没有小颜机,我感觉我的火系就扎了太多。 莫凡说道。 过去真的太依赖小颜机的力量了,没了他之后,以前嚣张跋扈的火系只能够打打下手了。 暗影系现在应该是你最强的系吧。 爱将图说道。 差不多吧,可惜暗影系的星宫我还差一点点,莫凡说道。 你还不会暗影星宫? 那你这些能力是靠暗影星座来完成的,爱将图愣住了。 到了超阶,技能虽然更加千变万化,但魔能的来源还是依托于星宫,星宫才可以提供庞大的能量,爱将图没有想到莫凡星宫都还没有练习完全,其暗影系的力量就已经这么恐怖了。 一屋 一屋 看到莫凡停下来了,小白虎疯狂的挠着莫凡的脑袋,一副非常着急的样子。 你的尾巴别扫到我的脸上。 莫凡将小白虎的尾巴从自己的脸上剥开。 一屋 小白虎朝着前方大概三百米位置那一大群冷山雪兽兴奋的大叫着,迫不及待的要莫凡冲进去杀个痛快。 你别瞎叫瞎叫,要去你自己去,我反正做好我本分的事情,你的尾巴,能别扫了吗? 莫凡被热头小白虎快气死了。 先不说这压的不是自己召唤兽,即便是召唤兽,有见过召唤兽只是召唤师打这打哪的吗? 一、吼。 小白虎使出吃奶劲,朝着那一大群冷山雪兽发出了挑衅的吼叫声,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莫凡急急忙忙用手捂住小白虎的嘴,怒瞪道,你再这样闹,我把你送回到虎山去,丝石鹰我也不要了。 小白虎一听会被送回去,马上就闭上了嘴,可那双大眼睛还是按耐不住的样子,肥溜溜的转动着。 感觉他其实和你挺配的。 爱江图说道。 怎么说? 都是不嫌事大。 我去帮赵满炎那边吧,这边交给你了。 爱江图说道。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赵满炎,他还能够像个娘们那样大喊大叫,就说明他其实应付的过来,倒是团长库马那边,他们好像不太顶得住了,你看下要不要帮忙吧。 莫凡说道。 你怎么有心帮助他们了? 爱江图有些不解道。 等到了天山圣连那边会发生什么还不太好说,卖龙庸兵团多半还是站我们这边的。 莫凡说道。 恩,确实要留一个心眼。 进入到了冷山雪兽巢穴的中段,一个远比普通冷山雪兽庞大的身影出现了,他助力在所有人都要经过的地方,像一座灵力的冰冷大山,法师们不断的向前杀去,他也没有主动迎击,而是就那样站在那里,一双孤傲的暗红色双眼藏在高贵的雪白色金贵毛发下面,就那样冷漠的注视着闯入到他领地的人类,似乎在他眼中,这些人已经是一具具尸体。 那个大家伙,慕宁雪有些忌惮地说道。 慕宁雪已经感觉到那个家伙的几次凝视,也不知道是自己杀死的冷山雪兽比较多,被这头冷山君主给盯上了,还是每个人都已经被他灌入了这样恐惧凝望。 正宗君主级的。 莫凡说道。 一头真正的君主级生物往往可以对付五到十名超阶级法师,法师联盟里面的超阶法师实力都不是非常出众的类型,除了猎王亚森与猎王克劳普之外,其他人都只是一系超阶。 所以,一旦这种君主级的生物出现,每个队伍的超阶法师基本上都得立刻集结在一起,否则队伍其他成员都会被轻易秒杀。 我来吧,你继续盯着那些游离者。 猎王克劳普说道。 好。 猎王向所有联盟队伍发出集结,要求一名超阶法师前来一起对付冷山君主。 麦龙拥兵团这边其实状况非常糟糕,平均实力不够强大在这种纯粹的厮杀上相当吃力,人员在不断的减少,库马和鲁修两个人在拼尽一切力量保护住自己拥兵团的队员们,队伍若是全军覆没了,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活下去。 你们第九番队派一个人去吧,我们,库马身上满是血迹,其中有大半都是同伴的。 天山之痕简直就是地狱,在这里他们麦龙拥兵团存活率太低太低了,眼下只剩下那么二十几个人,惨淡到了极点。 没事,交给我们,保护好其他队员们。 爱江图说道。 谢谢。 库马诚恳地说道。 老爱,那头一血狐军好像在偷袭我们后面的人。 男爵说道。 混蛋,为什么偏偏是我们? 库马愤怒道。 大概是因为弱小,被游离者顶上了,麦龙拥兵团本就不剩几个人了,却还遭到那些游离者的偷袭。 雪上加霜啊。 第二零三零章无路可退。 一血狐军是游离者中最为狡诈的几个了,他从来只会在战场的附近游走,选择的目标更是那些实力较弱的,脱离团队的或者受了重伤的。 他混迹在冷山雪兽与人类的厮杀中,很多时候甚至完全察觉不到他的存在,若不是有阴系法师聆听到了他的呼吸和其他人不寻常的惨叫声,大家还不知道有些人的死亡根本与冷山雪兽无关。 该死的畜生,我要把你的皮包下来扑在我的卧室里,鲁修异常愤怒。 看着拥兵团成员一个一个消失,几个领队更是红了眼睛,鲁修锁定了一血狐军的位置,唤起了一个绚丽灿烂的星宫,金色的星宫快速的运转,释放出了更加磅礴的光细能量来。 沈魔剑 鲁修怒吼一声,让气势雄厚的巨型光之圣剑从蓝色的天空笔直的落下,下坠过程空气中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金色光运,将弥漫在这一大片区域的冰霜冷气给驱散。 沈魔剑落在了一血狐军逃跑的地方,一血狐军还闲着一名翻队队长,在看到沈魔剑锁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后,这一血狐军半眯起眼睛,脑袋随意的一甩,竟然将半死不活的翻队队长给抛向了天空。 沈魔剑带着强大的灼热,那位队长身体还没有触碰到沈魔剑便被直接灼成了灰烬。 一血狐军打开了四肢,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的部位可以舒展开,变成特殊的滑翔翼。 随着一阵飓风吹来,一血狐军如一个急速升空的风筝,倒降而起。 沈魔剑重重的震落,一血狐军却乘着风飞到了天空,身影迅速的消失在了临巡的高山冰川后面,再也见不到半点踪影了。 轰轰 大半快连绵兵壁轰然倒塌,一串诡异的笑声从远处传来,鲁修眼睛死死的盯着一血狐军逃走的方向,胸脯剧烈的起伏起来。 戏耍 那一血狐军就是在戏耍鲁修。 沈魔剑不是落下之后就无法躲避的吗? 关羽有些恶然的说道。 沈魔剑是最强大的抄接单体毁灭魔法,他在成行前就会释放出犹如烈日悬挂的强光,强光充斥于目标的上空,让他根本看不见沈魔剑究竟会从什么地方落下,所以要躲开沈魔剑其实难度非常大。 一血狐军若是直接做出闪躲便没什么了,非常讽刺的是,他还特意将那位卖龙庸兵团的反对队长给扔到沈魔剑会俯冲下来的轨迹上,让鲁修亲手结果了自己队员的生命。 抄接魔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在那些普通人眼里其实就是一道天光闪耀,下一刻就是一道震撼无比的圣剑光影插落大地,卷起一场恐怖的剑荡,一血狐军的行为就等于是在告诉鲁修,这种缓慢迟钝的魔法,我原地跳个舞再走时间都还有剩。 叶罗刹,你盯紧一血狐军,他肯定还会再来,别让他再偷走卖龙庸兵团的人了。 江玉对叶罗刹说道。 一血狐军行踪太过诡异了,躲避能力更是MAX级别,如果抄接光系魔法审魔剑都对付不了他,那其他魔法就更不用拿出来了,眼下只有让灵素的叶罗刹来牵制他。 喵哦。 叶罗刹桀骄傲无比,一般般的对手他是没兴趣的,一血狐军很不错,是一个值得全力以赴的对手。 一乌 小白虎的声音忽然从叶罗刹的身后响起。 叶罗刹吓得浑身毛发竖起来,一个惊悚跳,一个空中翻转,落地之后四肢扑地,呈现出了高度警惕,十足敌意的姿态。 小白虎睁圆的明晃晃的大眼睛,作为一头威武霸气的老虎,他表现出了比奶猫更没下线的萌气,这让凶神恶煞的叶罗刹显得更像是个坏蛋。 叶罗刹快疯了,就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老虎,到底谁才是猫族。 小白虎,我叫的是叶罗刹,没喊你呢,你老老实实的待在一边就好了。 江玉一脸的尴尬。 这小白虎到底哪根虎弦出了问题,他给叶罗刹下达指令,他小白虎一副比叶罗刹更加积极的样子。 别捣乱,你速度虽然快,但不一定是狡猾的一雪狐军对手。 阿帕斯总算找到了到处瞎跑的小白虎,赶紧把他给抱了起来。 一屋。 一屋。 小白虎一脸的不情愿,在阿帕斯怀里不停地挣扎着,使得阿帕斯那少女之风呈现壮观的波澜,像极了某些男人贪婪的脑袋。 秦兽。 赵满言斜着眼睛骂道。 冷山雪兽与法师团体厮杀慢慢接近了尾声,那头冷山君主杀死了自由神殿的一名探险家后,终于选择了逃窜。 冷山君主一旦退败,其他冷山雪兽自然不会再捍卫他们这个被进攻的巢穴。 只是,游离者们却不会轻易放过战败者,冷山雪兽一哄而散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场狩猎游戏,游离者们开始疯狂地追逐。 每一个冷山雪兽都是统领级,能够在其伤痕累累落荒而逃的时候发动攻击,远比平常与他们奋力厮杀要容易多了。 看到了没有,如果逃的是我们,我们就会成为那群游离者的猎物,到现在这种情况哪里还有退路。 猎王亚森语气加重道。 可是我们也损失太大了。 博坦无奈地看着遍地尸体。 那位探险者是博坦的老伙伴,就这样被砸扁在一个冰坑里面,心里格外不是滋味。 总比全部都死在这里好。 亚森说道。 游离者们相当恶心,他们永远优先选择弱者。 冷山雪兽的巢穴被法师们合力摧垮,他们便迅速地将那些企图逃走的冷山雪兽们给杀死,本身在这场战斗的外围就布满了这些游离者,因此彻底丧失了斗志的败者其实就等于是往游离者们嘴里送。 他们,还是没有打算散的意思。 克劳普说道。 我们不死,他们不会散的。 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冷山雪兽的下场,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表现出我们丧失了战斗力,得告诉他们,我们还很强,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亚森说道。 第2031章 队伍斗争 不能原地休息,整个兵谷弥漫着的血腥味很可能引来更多的君主,他们必须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前行。 留下满地的尸体,雪白色的世界里多了一抹抹触目的鲜红色,一排排血色的脚印。 心计的吼叫声始终徘徊在耳畔,天山让人无比绝望的便是这种感觉,被冰寒压迫的连闭上眼睛都不敢睡去,害怕再也醒不过来。 明明是胜利者,却还像是在一个铁栅栏里的牛羊,随时担心铁栏杆会倒下,捕猎者将一涌而上。 这一战过后,法师联盟明显颓败了许多,高阶以下的只剩下那么幸运的几个,并且能不能活着还要看是否被游离者盯上。 高阶以上的,存活率一样得不到任何保障,在城市里,在某些妖魔之地,高阶法师往往可以无所畏惧,可这里是天山之痕,任何一头生物的实力都要强于高阶法师,只要落单,必死无疑。 至于超阶级法师,法师联盟里超阶法师也不算少数,可他们一样神经紧绷着。 无论是前方将遇到的妖魔还是那些游荡在附近的捕猎者,都不缺狡诈无比的君主级,这些君主级同样具备秒杀超阶法师的能力,他们拥有相当成熟的追猎本领,一步一步压迫着法师们的内心,让法师们陷入不安,恐慌,最后自乱阵脚。 好冷 使用魔法吧 冰川带来的冷意严重渗透,本身冰寒就是一种缓慢侵入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的皮肤,肌肉都出现了很明显的冻伤状。 身体越来越僵,那种冷已经到了被什么东西狠狠刺到骨髓里的程度,意志力再强的人也会被彻底消磨。 不能用魔法 亚森重重的说道 我的身体已经没有知觉了,再不用魔法,一名猎人大师说道 我们消耗了魔能,那些游离者就会察觉到我们在变弱,难道你以为他们没有看出来我们的那份强大只是一层宝纸吗,只要撕破,所有人都别想活命。 亚森说道 那总比冻死强 是啊,我们真得没有知觉了,不用魔法抵御寒冷 坚持住,还有一线生机,一旦将魔能消耗掉,必死无疑。 亚森冷冷的说道 现在我们哪里还能够在意那么多,你让我们结盟,告诉我们天山圣莲的位置,到头来无非是要我们这些人作为你们这些抄阶法师的炮灰,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死在路上,也不见你们使出全力,我们当然不希望消耗魔能来暖身子,可我们眼下我们随时都会被冻死,何必这样死撑着帮你们震慑游离者。 逆鸟猎人团的庄起说道 说的是 你们这些抄阶法师,压根就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反正到头来能活下来的只有你们,天山圣莲也归你们。 马上就有人回应道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想,本身是你们自愿进入天山之痕,来之前我们也说过这里非常危险,求死一生。 亚森说道 既然你总说我们是一个团体,现在我们这些修为低的都快被冻死了,你们这些抄阶法师是不是应该牺牲一些魔能,来为我们支撑结界? 庄起接着说道 这,我们魔能消耗的话,怎么对付君主及生物? 亚森道 呵呵,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还在保存实力,大家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们拼死给你们开路,现在我们熬不下去了,你们就应该站出来。 对,你们抄阶法师应该站出来。 几个领队人面对这么多人的质疑,脸上的那种大义凛然也有些挂不住了。 事实确实如此,进入到天山之痕后,修为低的人死亡率大大提升,口口声声说团结在一起,到头来只有抄阶法师们可以活到最后。 抗议的人越来越多,亚森,行辉,赵康等人越发难以控制局面。 他们不能失去这些高阶法师,高阶法师依旧占据了整个团队的大人群,他们离开的话必定会导致游离者们发起总进攻。 倒不是他们这些抄阶法师敌不过游离者,而是跟游离者们厮杀后,他们自己也元气大伤,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真不好说了。 一番争斗后,最终亚森等人还是选择了妥协。 抄阶法师必须为高阶法师们支撑起结界,抵御寒冷与冰封的折磨。 谁都不傻,被荡枪使作炮灰也得有个限度。 莫凡说道。 我们也是抄阶,岂不是也要给那些人支撑结界? 一路上大家都没有什么休息,魔能哪里够用? 赵满言说道。 男爵,蒋少旭,关于都还只在高阶,何况卖龙拥兵团确实给我们铺了路,用魔能来保障他们也是应该的。 爱江图说道。 反正我又不会什么结界类技能,你们自己看着办。 莫凡渐渐地说道。 你他妈魔能最多。 赵满言骂道。 莫凡那么多戏,在战斗的时候他总是会交替着使用,要说谁保存了最多的实力,肯定是莫凡这个家伙。 慕宁雪实力也非常强,可他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魔能不足。 兵系,风系,一共就两个系,哪怕全程只使用初阶,中阶魔法,一样无法支持这样漫长的战斗。 爱,南荣表讨厌归讨厌,这个时候来个精神祝福,不需要一天的时间魔能就可以恢复大半,我们这次来天山还是准备不太充足啊,没有治愈法师,没有祝福法师,赵满言叹了一口气。 毕竟不是国府,什么系都可以齐全。 治愈系勉强还有那么几例,祝福系是不可能有的了,那是帕特农神庙的专属,也难怪帕特农神庙拥有几乎媲美最顶级魔法协会的地位。 老赵,你的第四系不是也还没有觉醒吗,要不我让心下给你开个通行证,你去试一试能不能觉醒个祝福系。 莫凡忽然想到了这点,提议道。 卧曹,凭什么我要当辅助,老子十六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牛X的毁灭法师,谁敢斜着眼睛看我一眼,我就给他来一个大慈大悲尽咒惯常,结果第一系给我来了个光系,第二系尼玛水系,第三系他娘的岩系,要是第四系再不给我来个强攻系,我卸载我自己了好吧。 赵满言义愤填应道。 第2032章天荒冰痕 心灵法师,治愈法师,祝福法师,他们很难通过历练,战斗来让自身处在一种极限和身体潜能的激发状态,这些系的法师修为进度会很慢很慢,就拿男爵和蒋少旭来说,他们两个其实不算是修炼偷懒,没有进入到抄阶很大程度与主修系有关。 男爵的阴系走向是偏洞察,协助,控场的,不常用于毁灭,他的情况和心灵系,治愈系,祝福系差不多。 这些系需要非常耐得助性子,要有佛一般的定性,要照满言这样修炼是绝不可能的,这些系再强大,再能够给团队带来帮助他也不干。 当然,任何队伍队音系,心灵系,治愈系,祝福系的修为高低要求都不高,哪怕有一名中阶级的治愈系法师,祝福系法师,他们也可以给抄阶法师提供巨大帮助。 呼呼呼呼呼呼,过往的那些寒风和此刻比起来就是春风沐浴了,冰青风踏,感觉这冷刀之风每一刻都在刮走生命力,全身冰冷痛苦到没有了知觉,走着走着,忽然间眼前一片黑暗,像是坠入到了某个深渊中一般, 身体有那么短暂的忘记了所有的煎熬,直到旁边有人疯狂的摇醒自己,不停的灌输着一些热量,这才惊悚醒来刚才自己差点死去。 身边若没有人提醒,死亡更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太累了,要睡上一会,于是就再也醒不过来。 抄阶法师们轮流消耗自己身体的魔能,为其他人支撑起接下去道路的安全结界,寒冷仍旧会渗透,到身体每一处。 一开始踏入天山之痕时,大家都被天山之痕白色的唯美给震撼,现在这种白色却是魔鬼獠牙一般的白,在视觉上就带着很深很深的厌倦,内心更是无比的痛恨。 前面就是天荒兵岭了,冻结了数十万年的冰川,抄阶魔法都很难再将它们摧毁。 猎王亚森说道,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前面天荒兵领地带出现的那一个个不容易察觉的裂痕道,大家行走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尤其是留意那些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冰痕。 我们又不是瞎子,难不成还会走着走着踩空了掉下去不成。 赵康满不在意的说道。 是吗,那你大可以试一试。 猎王亚森说道。 赵康还是觉得亚森有些小题大做,他开始朝着一百多米外的一条三十多米长的冰痕走去。 天荒兵岭充斥着大大小小如爪痕一样的冰裂痕,远远看过去宛如一块完美的冰之世界被无数恶鬼的爪子给摧毁过,有些触目惊心的样子。 偏偏这些冰痕在人靠近它们有两三百米的时候,就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毕竟冰痕棱角,冰痕裂面也是冰,在光的各种反射,反射下就如同镜子,玻璃,不仔细注意真的很难分辨。 赵康之所以对冰痕吃之以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哪里有冰痕,哪里是冰体平路。 这种小勾痕,我随便一跳,赵康跃了起来,正要跨过眼前这条三十米的冰痕。 在冰痕上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赵康整个人忽然置住了,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在那里一样,包括他的衣服和头发都被重重的往下方拉扯。 竟然有阴风,哼。 赵康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施展出风系魔法来,打算摆脱这种会将人吸附在冰痕上面的妖风。 赵康使用的是风之翼,风系星座快速的连接在一起,使用的可谓相当娴熟,只是,就在最后一幅星图要完美的架接入整个完整的星座框架时,四十九颗星子豁然断裂。 风之翼在最后一步骤然消失,赵康被吸附住的身体猛的往下坠,吓得赵康惊呼出一声。 该死。 赵康大骂了一声,重新连接起风之翼来。 可一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星座衔接的过程莫名断裂,又是一股更强大的吸扯力量生生的将赵康往冰痕之下拽去。 赵康已经落入到了冰痕下七八米了,冰痕寒气如同一缕缕白色的蚕丝,迅速的将赵康给包围着。 咯吱咯吱咯吱。 宛如一件冰之楷模具被唤醒,赵康周围的这些冰丝不再那么柔软,渐渐一块块坚硬的覆盖在赵康的身上。 赵康看到自己身体开始动弹不得,吓得魂飞魄散,最可怕的是他什么魔法都使不出来,任何星座都会在那诡异的吸附之风下断裂,更会将自己不断往下拽的抓力。 救我,快救我,赵康终于意识到这冰痕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急忙朝着高处大喊。 还在地面上的时候,从高处看下去冰痕好像很明亮的样子,可一坠入到了冰痕里面之后,便跟沉入到了万丈冰渊中一样,抬起头能够看到的也只有那么一条非常狭窄的光缝,包围全身的不仅仅是那冰寒冷溢和死冰之楷,还有让整个内心都迷失在里面的绝望。 一根灰黑色的蝉藤从冰痕上方垂落了下来,准确的绕住了赵康的身体。 蝉藤绷紧,将赵康从里面拖拽了上来。 只是即便有外力将赵康从里面拖出,冰痕还是一副不愿意撒手的样子,几次险些将蝉藤给拉断,在上面的库马不得不再多施加了几条蝉藤,这才把赵康这个体型烧胖的家伙给拖出来。 从冰痕中拖出来后,赵康全身已经覆盖上了一层死冰甲,克劳普用火系魔法将这层致人死亡的死冰铠给融开。 如此,赵康才终于获救。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赵康脸色清白清白,恢复自如后更是紧张无比的远离那到几十米长的冰痕。 冰痕存在着死荒之风和死冰蚕丝,死荒之风会将附近游荡的物体给吸扯住,并夺取他们身体里释放出的能量化作更强大的拉扯之力,将人一步一步拽入冰痕内。 到了冰痕内,死冰蚕丝便会把人包裹起来,缠成冰木乃伊。 一旦整个死冰铠成形,再强大的魔法师也会被永远冰印在下面,跟着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冰川作伴。 猎王亚森说道。 第2033章一样的银血发丝。 这就是天荒冰痕,所有生命的噩梦,苍顶天山本就拒绝所有的生灵,不知多少强大的物种坠入到冰痕之下再也没有苏醒过。 赵康刚才体验的不过是一条长度仅仅三十多米的冰痕,事实上在这天荒冰陵里,几百米长,上千米长的冰痕都随处可见,不能轻易靠近,更不敢随意跨越。 天山之痕的禁忌,强者面对冰痕一律放下自己所有的骄傲,绕道而行。 冰痕不能够随便跨越,这意味着看似一马平川的冰领其实跟迷宫一样复杂,很多时候目的地就在眼前,却需要绕上个上千米,千米之外又会有怎样怪异走向的冰痕又很难说。 因此,天山圣连其实就在视线之内,可要摘下它却远比想象中的艰难。 轰轰轰。 寂静的天荒冰岭中传出了一声震天巨响,所有人都看向了声音的方向。 那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冰风,晶莹剔透的冰块组成了整座山体的全部,只有尖兵没有半块岩石,可能够在天荒冰痕中屹立不到的冰风绝对要比一些山栏上矗立的山风还更牢固。 可此时此刻,这样一座冰晶山风轰然倒塌,可以看到那壮观的风区砸在天荒冰岭的白色大地上,化作了一大团飞舞的冰渣。 冰渣见的漫天都是,有不少飞落到了莫凡等人这里,众人目光紧紧的盯着那片区域,发现竟然有一双双泛者赤光的翅膀正穿梭于那座倒塌的冰晶山风附近,他们速度快的时候宛如一道道凌厉的射线,眨眼功夫可以飞出数千米。 是他们。 克劳普说道。 这些人不会也是冲着天山圣连来的吧,若是那样我们这趟白来了。 好像不是,天山圣连在那九华冰痕处,他们却在一处冰痕较少的地方争斗,要是为了天山圣连,那该是在九华冰痕那里啊。 亚森说道。 那些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里厮杀起来,而且他们的修为都非常高的样子,库马问道。 莫凡目光追去,他看到了那些光斥翅膀的时候就稍稍皱起了眉头,当发现有一个身影更穿着一件明晃晃法凯衣时,莫凡更是忍不住骂了一句。 晦气。 真他妈的晦气,怎么到了这种荒无人烟的天山苍顶还会遇见这群装横到智障的人? 他们恐怕就是比我们先跨入天山之痕的那批人了。 江玉说道。 在跨过天池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一批人更早进入了,显然这些人就在眼前,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与法师联盟们产生利益冲突,但愿是各取所需,不然要与这群超级强者抗衡的话,大家估计最后都葬在了这里。 莫凡,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关于发现了莫凡在骂,于是问道。 会穿这种衣服的,除了一财院的那般狗东西又还能有谁? 莫凡说道。 前不久还在神兜见过一名趾高气昂家弱智多年的财教,让莫凡对臭名昭著的义财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谁想到这会又看见了他们。 莫凡? 穆宁雪的声音在莫凡的耳边响起。 怎么了? 莫凡见穆宁雪露出了一副紧张的样子,急忙问道。 他们对付的人,穆宁雪指着冰川大地隆起的长臂尽头,脸上满是不敢相信。 莫凡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这些义财院成员围攻的人,赫然是一名身穿着篮子修长裹袍的女子,更让莫凡非常吃惊的是,女子拥有和穆宁雪几乎一模一样的银白色发丝。 这种雪一样银发可不是到什么理发店瓢染出来的,那种特殊高贵的质感,还有与之相应成的冰激雪眸,都宛如画中一尘不染的冰雪女神降临在繁杂的人世间。 要知道当初莫凡被穆宁雪迷的神魂颠倒,也正是她这种绝世独立,与生俱来的完美。 她是,莫凡看了眼穆宁雪,又看了一眼那位看上去稍微成熟几分的雪银发丝女子,险些认为那是穆宁雪的孪生姐姐。 秦宇儿 穆宁雪回答道 穆宁雪与秦宇儿拥有一样的宿命,可结识了她之后,穆宁雪才意识到自己是有多么的幸运,更对秦宇儿的那股子坚定钦佩不已。 就在前阵子,穆宁雪才与莫凡讲述了她的事情,让她绝想不到的是秦宇儿就在天山,就在这冰痕之狱,仿佛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 可是,穆宁雪冥冥记得自己离开了天山后,从冰痕中走出来的她也步入到了城市,为什么她又回到了这里,并且与异财院的人在战斗? 她一个人对付四个异财院高手,莫凡相当诧异,诧异秦宇儿那绝世兵系,四名异财院财教围攻她,竟然无法占据半点上风。 她从冰痕中走出来后就是抄接了,何况她的力量一直远胜于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再给她几年的时间,迈入到尽咒也不是不可能的。 穆宁雪说道 秦宇儿可是天生魂种 穆宁雪天生灵种便让她在同龄人中遥遥领先,天生魂种的秦宇儿只要基础修位再得到提升,可以更好地控制身体内的冰能,那么她在这天山之痕中绝对是女王级的存在。 莫凡,你看那边。 这个时候赵满言忽然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莫凡往她说的地方看去,发现一个身穿着帕特农神妙贤者长衣的女子正被一圈又一圈的祝福圣光给笼罩着,她的祝福是力量强化。 为其中一名财交的抄阶之力赋予了更绝对的毁灭力。 佩丽娜,莫凡瞪大了双眼。 那女人不是在神兜拉萨,协助一财院的人寻找一个异端吗,为什么会忽然间出现在这里? 那女人不是说过她也要来天山的吗?赵满言说道。 对,可我们是先出发的。 莫凡说道。 人家是什么阵容,我们是什么阵容? 赵满言道。 虽然都同为抄阶法师,可看得出来一财院的那四位财教和女贤者佩丽娜都是抄阶中的强者,他们在使用抄阶魔法的时候根本没有他们这些入门者的那种冗长吟唱,甚至使用不同系的抄阶之力。 第2034章 神仙打架 难不成,他们说的那个异端其实就是秦羽儿。 莫凡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应该是。 慕宁雪点了点头。 妈的,还以为是街头遇见的那个危险分子。 莫凡说道。 那可能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慕宁雪说道。 秦羽儿是异端,异财院似乎得知了他从天山兵痕中逃脱出来的消息,于是在神兜拉萨会合,并直接杀入天山之痕内。 只是,让莫凡非常想不明白的是,秦羽儿为什么会回到天山之痕,是被异财院的人押解到这里吗? 会不会是他们在城市里将秦羽儿拿下,押解到天山之痕后,这个兵域让秦羽儿实力大增,他们控制不住秦羽儿,于是才大战起来。 莫凡揣测道。 大概吧,没有想到异财院的人始终都不放过他。 慕宁雪眼含愤怒道。 慕宁雪很少会被其他人的事情触动,但同病相连的秦羽儿却是他始终记挂着的,异财院当年已经犯下了让人无法原谅的罪恶之财,过去了这么多年却还没有打算放过他。 秦羽儿要的只是自由,仅此而已,他们这样咄咄逼人让慕宁雪对异财院更添憎恨。 宁雪,那个人,蒋少旭低声在他耳边说道。 慕宁雪往更远处看去,发现除了异财院的四名强大财教,女贤者佩丽娜之外,还有身穿着熟悉足衣的兵系男女。 这两个人站得比较远,被一面兵级给挡住了,秦羽儿将那兵级给打碎了之后,他们才落在其他人的视线中。 是你们牧师的兵卵者,兵凤女。 蒋少旭说道。 慕宁雪点了点头。 这两个人牧师氏族的人没有不认识的,他们是亲兄妹,分别具备最强大的兵系天赋兵鸾之力与兵凤之力。 他们是牧师最具代表的两名兵系法师,完美的天生天赋,完美的兵系氏族,基本上如他们所拥有的能力一样,是人中鸾凤。 你怎么了? 莫凡握着慕宁雪的手,却感觉他的双手在轻微的颤着,就连眸子也在晃动。 就是他们将我逐出牧室,并要求我和父亲改姓式的。 慕宁雪声音都带着寒意道。 与慕婷颖之间的斗争,那都像孩子之间的打闹一样。 慕婷颖在牧室只算是年轻一辈,他只是一个将来会被扶持起来的人,在没有牧鹤事件之前,慕婷颖是慕宁雪的替补而已。 真正让牧宁雪感到屈辱,感到愤怒的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慕婷颖,正是牧室这两个极有才绝权的兵丸者和兵凤女。 这两个人掌管慕氏族内大小事物,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培养,基本上是他们两个说的算。 被抛弃。 被取代。 这些只是让牧宁雪走入了低谷,可最无法容忍的还是在威尼斯,那妄想剥夺自己一切,包括生命、灵魂的决定。 潘西是他们的左膀右臂,决定将兵精沙公从自己灵魂中踢出,让自己变成一个出阶魔法都无法使用的废人的正是他们。 兵丸者,牧飞丸 兵凤女,牧尹凤 他们以自己能力的化形命名,从出身就透出了与他人强烈的高贵不凡,事实上他们几十年来也一直都这般高高在上。 他们 多半是异财院的人知道秦宇而兵器过于霸道,于是请来牧室这两个顶尖高手来协助他们缉拿。 能够和异财院的人交好,牧室当然求之不得。 慕宁雪对这两个人带着极深的痛恨厌恶。 他要击垮牧室,正是由这两个人一手遮天的牧室士族。 唯有将他们拉下神坛,慕宁雪才能够消除当初在威尼斯那承受的巨大屈辱与悲绝。 绝不能让他逃走了,祸患无穷。 一名财教高声说道。 四名异财院财教负责正面进攻,冰卵者与冰凤女显然是在掌控冰雪领域,他们在利用自己的魔法不断地压制着秦宇而与生俱来的冰魂之力,不得不承认的是,冰卵者与冰凤女的天生天赋一样非常变态,两个人合力之下, 让秦宇儿的天生天赋背锁得非常厉害,不然在天山之痕这样的极端兵域下,任凭四大才教实力有多强,都绝不可能与他缠斗这么长时间。 神仙打架呀,我的天,江玉看得目瞪口呆。 和这些人的魔法比起来,他们这些人的抄阶简直萤火之光,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具备着极强的某种尽力,与寻常魔法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 秦宇儿的兵器魔法好频繁,他是怎么做到的? 莫凡说道。 本以为是一达四,可看到牧师兄妹,还有女闲者佩丽娜后,莫凡骇然的发现秦宇儿这是在一达七,面对七个人的各种攻击,她的魔法快得好像没有任何起手势,信手拈来,有一种冰雪塑造,凝聚,毁灭全在她一面之间完成的感觉。 秦宇儿被遗弃天山的那些年,她掌握了不需要描画任何星轨就可以使用兵器魔法的能力,义才愿也以这一点定她为一端。 慕凝雪对莫凡说道。 不需要描画星轨。 那不是等于魔法全自动步枪,莫凡感到不可思议道。 星轨、星图、星座、星宫,这些可是魔法的本源啊,没有它们的连接,哪有魔能的传导与输出。 如果连高阶魔法、超阶魔法都可以在一念之间完成,这个秦宇儿即便修为上没有那些人高,也可以在施法速度上完全碾压,难怪异才愿会对秦宇儿这么的忌惮,她具备的能力实在太违背人类了。 但是,你没有看出来,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打算取胜,而是在不断的魔号。 慕凝雪说道。 哦哦哦哦,她只有兵器的话,意味着她的魔能会非常有限,这些家伙七个打一个,居然还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莫凡有些愤慨道。 很显然,秦宇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她一直在寻找机会从这七个人的围困中摆脱出来。 第二零三五章 暴躁脾气 慕凝雪 呼呼呼呼呼呼。 一阵妖风,从高空盘绕而下,携带着密集的兵支瓣瑰莉多姿的五落。 这些兵支瓣越来越多,充斥了前方这块冰领,他们时而聚拢在一起,组成一朵能够将秦宇儿完全保护进去的兵朵,抵御来自四名才教们的毁灭攻击,时而又会朝着变成锋利的武器,攻击靠近秦宇儿三公里的人,气势灵力。 如漫天飞雪一样的兵支瓣化解了这七个人的攻击,将他们逼退到了更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所有的兵伴又疯狂的聚拢在一起,他们顺着盘旋而上的气流在秦宇儿的附近凝成了壮观的兵伴漩涡。 漩涡中,兵伴持续乱舞,里面那位仙柔身姿已经看上去非常朦胧。 闻 忽然漩涡之中所有的兵伴停止了运动。 他们前一刻还如一群在围绕着篝火翩翩起舞的小精灵们,跃动着,下一刻却集体落在了地面上,变成了一片片没有了生命的枯花,堆砌在了那里。 人呢? 该死,难道不是应该你紧紧的盯着吗?刚才为什么要往后退? 莫勒才叫有些恼怒的质问道。 你在说的什么鬼话,这个妖女的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若不退现在已经变成一堆肉片了。 浅青色头发的才叫说道。 竟然又被他逃走了,好不容易才将他困在了这里,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布置下了九芒谷镇,他最多只能够找地方躲起来,不可能逃得出我们的控制,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跑出来威胁到他人安危。 七个人重新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似乎发现了有其他人抵达了这片冰岭,目光也顺着这里望来。 那些人是谁? 莫勒才叫皱起了眉头问道。 应该只是一些探险者,天山大裂谷的出现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到天山之痕深处。 目飞鸾扫了一眼那群人,淡淡的说道。 大总管。 行辉看到目飞鸾就好像看到了一座大靠山一样,又惊又喜。 目飞鸾扫了一眼行辉,脸上倒没有什么表情。 其他人呢? 目飞鸾问道。 族会里有派遣一队目飞人员前来天山中寻宝,天山之痕到处都是冰川,对目飞这种兵系大势家确实非常有诱惑力,只不过这件事不归目飞鸾管,他也懒得理会。 其他人没活下来,行辉低声说道。 也不奇怪,一些烂鱼冲树枝被我早就想要剔除了,正好送他们到这里让天山来处理个干净,免得又说我目飞鸾不会做人,呵呵呵。 目飞凤笑了起来,对于行辉队伍的损失他反而很乐意见到。 行辉满脸的尴尬,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忽然行辉想到了什么,眼睛往目凝雪那边一瞟,马上低声对目飞鸾和目飞凤说道。 两人听完,眼睛锐利的锁定了人群中同样拥有一缕雪银色发丝的目凝雪。 他在那。 浅青色头发的才叫也发现了目凝雪,忽然指着他大叫了起来。 几个才叫马上警惕了起来,他们快速的围了过来,一副要将目凝雪给缉拿的强势姿态。 瞎吗? 莫凡往目凝雪面前一站,那双眼睛狠狠的瞪着才叫莫勒。 莫勒才叫也意识到目凝雪和秦宇儿不是同个人,脸上的庄严之色有些挂不住了。 你们东方人都长一个样子。 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也会在这里,难道是和冰雪女一伙的? 莫勒指着莫凡质问道。 我真是佩服你的智障逻辑,看到你这种人可以当上一财院的才叫,我算是明白为什么阶下囚冷决会被弄丢了。 莫凡毫不客气的骂道。 你这出言不逊的东西,可知道在魔法协会的最高法律上侮辱才叫,才叫有直接处决权。 莫勒怒道。 再一次让秦宇儿逃走,本就让莫勒非常不满了,结果还碰见这个嘴臭无比的家伙,一个有意端嫌疑的人竟然还敢在他一个堂堂才叫面前叫嚣。 此人一直都是如此,仗着一点小冥望全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们早就想教训他一番,碍于明珠法师协会和明珠学院说我们已大欺小。 不过,慕尹凤眼睛上瞟着,举止中都流露出对莫凡这种侍警之徒的不屑。 慕尹凤那个不过拉得很长,他眼睛斜落在慕宁雪的身上,开口道,不过你慕宁雪,作为我们族内的罪人,三番四次违抗我们的决定,现在又利用我们当初给你的资源勾结外人成立一个什么三交九流聚集的凡雪山来对抗我们,你这吃里巴外的本性我怕是容忍不了,正好你今天撞在了我们的手上。 慕尹凤平静地听完慕尹凤的这些颠倒是非的话,他早就做好了有些人本救狗吐不出象牙的准备,却没有想到慕室最高层的人现在已经连连都不要了。 威尼斯水兜那几滴眼泪真的很宝贵,让自己更早地认清了慕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氏族。 呼呼呼呼呼呼呼。 刚平息下去的领风再一次卷起,慕尹凤的衣裳扬动了起来,一头银雪发丝更华丽的飞舞。 干净不染半点沉的空气中忽然开始凝结出一叶叶霜来,慕尹雪所占的位置顿时笼罩着一股冰雪气场。 慕尹凤愣了愣,看到慕尹雪那双战役十足的双眸,竟然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一旁的莫凡也吓了一跳。 自己大老婆脾气怎么比自己还暴躁啊,这动手动得太让人措手不及了吧。 星途不断的幻化,星座迅速的呈现,就连星宫也在铸造,慕尹雪根本不想和慕尹凤做口舌之争,既然在这天山之巅撞见了,就应该做一个了结。 哼,竟然还敢对我这个对你有大恩的人动手,别忘了你能有现在的实力全靠我的施舍。 慕尹凤回过神来,那双眼睛里更是满含粪,接着道,难道你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和我抗衡吗?在我眼里你依旧是一个可怜虫而已。 慕尹凤身边忽然出现了无数的兵语,细细碎碎的兵语在他背后组成了一幅壮丽无比的兵凤祥斥的图案,慕尹凤利于兵凤狂语中更呈现出兵系领域的强势与高贵。 第2036章暗中相助 慕尹凤走向了这群人,他似乎也认识猎王亚森,朝着他笑了笑道,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那是一位曾经被一财院兵封在这里的异端,也不知什么原因逃脱了出来。 此女极度危险,又喜欢逗留在城市,眼下她在这片天荒兵岭实力大增,异财院的四位财教将她困在了这块九里地带,但要将她勤获还需要花上一些时间。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天山圣连而来,一路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伴,总不能因为一财院在这里捉拿异端便让我们这些被天山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人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吧。 猎王很委婉地拒绝道 你们要的天山之连在九恒兵地,也正是我们困住冰雪妖女的地方,如果你们在没有一财院答应的情况下闯进去,后果是什么你们自然清楚。 我刚才已经与那位大财教商量过了,你们若是愿意协助我们缉拿冰雪妖女,几位财教也会帮助你们拿下天山圣连。 穆飞鸾说道 当真,猎王亚森有些意外地说道 天山圣连可是宝物,别说是抄阶法师了,晋咒级法师到了这里也会对这样难得的圣灵瑰宝心动,亚森再看到这群更强大的人在这里其实心已经就有些凉了,和他们争夺天山圣连真的没有任何希望。 一财院已净除一端为最神圣的使命,你们所渴求的天山圣连他们兴趣并不大,至于我们几个,到这里也只是纯粹与一财院交好,放心,你们若愿意出力,天山圣连我们绝对不愤意悲耕。 穆飞鸾说道 穆飞鸾也看出来,将这群人组织在一起的人正是亚森,说服了亚森当然也等于说服了这里绝大多数人。 我与他们商量商量。 猎王亚森说道 尽快,不能让那个冰雪妖女喘息太长时间。 穆飞鸾说道 猎王亚森将不同队伍的领队都换来,并与他们协商此事。 亚森是比较同意合作的,主要是要得到天山圣连还得穿过复杂如迷宫的九痕之地,从这里望过去可以明显看到不少强大的天痕妖魔在那附近游荡,他们一样对天山圣连非常垂涎。 要得到天山圣连,肯定还需要一场大战。 最重要的是,异财院的人在九痕之地布置了九芒谷镇,他们若没有将那个异端给拿下,这个大阵自然不会撤出,他们就难以继续执行了。 异财院执行任务,从来都是绝对封锁,闲杂人等踏入有就地处决权,他们可不敢挑衅异财院的底线。 亚森将情况告知了其他人,伯坦,库马,赵康等人都是一副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的样子。 好像只能够这样了,只是那个兵器女人实力太强了,我们这些人怕根本没法和她较量个几回合。 赵康说道 没事,我们要做的也不是与她正面对抗。 其实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异财院的人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呀。 话说起来,他们对付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呀,她看上去和我们正常人也没有多大的分别,怎么就是一个异端呢? 多的事情就别问了,异财院自然有异财院的决断。 没过多久,每个队伍的领队就告诉大家他们的决定,虽然有不少人不想参与到这件事情来,可异财院霸道的将地带封锁了起来,万一他们在这里执行任务的时间过长,大雪封了山,异财院的高手们有办法离开,他们可未必了。 没更好的选择,只能够人命协助公务了。 九芒谷阵,应该就是那些在冰地上浮现出来的一丝青银色的静致,异财院的人这次准备有点充分。 莫凡往前走后,便看到了大地上有一道道冗长的光,他们像是从地裂之中冒出来的一种冷艳之芒,将很大一片天荒之地给圈了进去。 秦宇儿应该是被这个法阵困住了,也不知道现在他藏到了哪里。 慕凝雪开始担心道。 九里地,四处是冰川,有拔地而起的冰晶山峰,也有从天空到垂而下的山云鸾冰,更有深邃不见底的黑色冰痕,秦宇儿已经不见了身影,只是这片区域也谈不上特别大,他能够躲藏得非常有限。 看得出来,秦宇儿就算敌不过这七个人,要全身而退没有多大问题,主要就是这九芒固阵,我们得为他打开一个缺口,让他离开。 莫凡说道。 秦宇儿并没有总是与他们正面厮杀,魔能一直在消耗,他需要有喘息的机会,所以利用这些冰川的复杂与异财院的人玩躲藏游戏,一方面恢复魔能,另一方面等待九芒固阵的消失。 此刻,木飞鸾已经组织法师联盟的人分散开,在这九芒固阵内进行地毯式搜索。 他们坚信秦宇儿的魔能不剩下多少了,若能够在三个小时内将他找出来,他们肯定可以合力将秦宇儿给拿下。 寻找对于这七名高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九里冰川很多地方都可以隐藏,可如果法师联盟这么多人一起进行搜索,秦宇儿绝对无处遁藏。 男爵,别帮这些人。 莫凡特意交代男爵一生。 论找人,男爵这个阴系法师要找到秦宇儿会非常容易,在一公里内的呼吸声,心跳声,只要男爵完全专注地去听,都可以听得出来。 所以莫凡担心男爵没有分清楚情况,真的去帮义财院的人了。 那人你认识吗? 男爵有些讶异道。 认识,而且很重要。 如果到了逼不得已的程度,我可能还会对义财院的人出手。 莫凡说道。 你疯了吗? 男爵瞪着眼睛道,你挑衅任何事例都可以,绝不能对义财院有半点不敬,不然邵政大议长都保不了你。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师娘落入到义财院手上的,具体什么原因我稍后再跟你说,你尽可能的帮我在这些人之前找到他,我好暗中帮他逃脱。 莫凡说道。 我们暗中帮可以,千万不要被义财院的发现。 义财院绝不能触目,不然我和老爱他们都没法与你站在一起。 男爵特意交代道。 放心,我有分寸,也不会拖累你们的。 莫凡点了点头。 和牧师为敌,男爵他们肯定毫不犹豫的跟自己并肩作战,可义财院就非同小可了。 第2037章不如回到这里。 虽然是地盘式搜索,其实一样存在着危险,在许多冰痕的附近都暗藏着许多相当可怕的妖魔,他们凶光毕露,等待着那些不知危险的人到来。 这些能够在天荒冰岭中栖息的生物都具备着一些潜藏的能力,在这些如镜子一样的冰面上,若是不仔细分辨,已经落入到了致命攻击范围了都没有察觉。 他大概是躲在那座坊冰山后面,我最后一次听到动静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男爵对莫凡和慕宁雪说道。 好,带我们去找他,得在异财院的人之前找到。 莫凡说道。 顺着男爵的指引,莫凡,慕宁雪,赵满言四人装模作样的往那块坊体冰山后面搜索了过去,异财院的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继续寻找着消失的秦宇儿。 多浪费一分时间,就会给秦宇儿多恢复一些魔能,以他那完全不需要任何施法的变态天赋,有足够魔能的情况下他们还真讨不到半点好处。 你们几个,往那边搜。 猎王亚森指挥着几名自己队伍的猎人大师说道。 那边很危险啊,我刚才还听到了一些低沉的咆哮声。 几名猎人大师明显不情愿。 没有付出,哪有收获? 难道你认为我们这样做做样子,在这片天荒冰岭中散散步就可以拿到天山圣连吗? 亚森说道。 另外几队人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推进,都知道冰痕的可怕,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在这片天荒冰岭中飞行,稍有不慎就会被那股非常诡异的妖风给吸扯进去。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其他人挪动的方向,发现不远处行徽这个家伙正带着一些人就跟在自己的后面。 他们不会发现我们有问题了吧? 赵满言说道。 不大可能,多半就是故意恶心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支开,不然我们没法和秦宇儿碰面。 莫凡说道。 这个交给我吧。 赵满言说道。 赵满言走向了行徽那里,他沿着一条龙起来的冰秋在走,忽然一阵指着一条明显下沉的冰的说道,我好像看到他了,就在下面。 他这一嗓子,马上就吸引了附近所有人的注意力,大家围了上来,赵满言立刻一副急切妖功的样子往更矮的冰地下冲去。 说来也是奇怪,赵满言这演技浮夸的让人决定尴尬症都要犯了,偏偏那几个人就是相信。 就连一直跟着莫凡的行徽等几个人也心动了,立刻顺着赵满言追去的方向奔了去。 率先找到那个冰雪妖女可是能够得到一片最大的天山圣莲花瓣,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到了这里可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顺利的抵达了方形状冰山的后面,这块冰山起伏非常大,后山腰的位置有许多可以藏身的冰山山沟,莫凡和慕宁血本以为他会藏身于这座山上,男爵目光却一直追寻到了背山下面。 奇怪,男爵说道。 他不在这里吗? 慕宁血有些焦急的问道。 他在,只是我听到的非常细微的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男爵指着山下的一条深邃长痕说道。 莫凡往那里看去,发现男爵指着的地方正是一道巨大的冰痕,这冰痕可正是九痕之一,正常人别说是掉入道里面,靠近个五百米左右的范围就能够感觉到那股从冰痕之中传来的吸扯之力。 他在那附近,莫凡问道。 不是,他就在下面。 男爵说道。 莫凡和慕宁血对望了一眼,忽然意识到什么的他们急急忙忙往那条硕大的冰痕跑去。 冰痕长度超过了七八公里,宽度也有整整四百米,这样的冰痕已经不逊色于一些死亡沼泽的泥泞之地了,只要踩入基本上很难活命。 两人抵达了大冰痕边缘,可怕的吸扯力量不断地将他们往冰痕下面拽去,莫凡不得不使用空间系魔法来与这股犀利对抗。 往下望去,莫凡和慕宁血发现冰痕冗长的冰壁上还有一面冰崖,冰崖大概在正常冰面下近一百米下的位置,如姑松那样横在万丈深渊的冰崖上正立着一个浅紫色衣裳的人,血银色的长发是那么惊艳出众。 他在下面。 慕宁血说道。 他被困住了吗,怎么会落到冰痕里面呢,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冰痕,我们怎么把他救上来呀? 莫凡说道。 你们两个别那么着急。 男爵跟了过来,开口说道。 冰痕下面的那座孤雅处,秦宇儿似乎察觉到了他们三个人,转过身来并抬起头往上方望去。 我要下去。 慕宁血说道。 我用混沌魔法来改变这里的规则,你尽快将它救上来,我能坚持的时间并不长。 莫凡对慕宁血说道。 嗯? 混沌可以改变重力规则,同样这片冰痕的规则也可以逆转,只是这个冰痕实在太大了,所产生的那股吞天势地的立场威力极其恐怖,莫凡能够转变得只有一片比较小的区域。 慕宁血真的飞落了下去,很少见到他有为其他人这样紧张,大概是秦宇儿的遭遇与他太过相似了,同样是一头血银色的发色,唯有他们懂得对方的孤独。 秦姐姐。 慕宁血看到秦宇儿,便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宁血,你怎么会在这里? 秦宇儿很是诧异。 这里可是天山之痕,极度危险的地方,慕宁血在这种地方行走可是有生命危险。 我来这里历练,你现在处境很糟糕。 慕宁血说道。 我知道。 秦宇儿说话很平和,一点也看不出他被异财院逼迫的那种焦虑感。 为什么你会回到这里? 慕宁血始终不明白。 既然他从冰痕中解脱,怎么不留在城市里,是为了躲避异财院的人才这样做的吗? 秦宇儿摇了摇头。 与其满世界都找不到自己想见的人,不如回到这里继续等待着。 他非常肯定自己在从冰痕中解封的那一刹那,看到了那张熟悉期盼的脸。 为什么要转身离开? 第2038章扭曲曲间。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慕宁血说道。 嗯? 秦宇儿点了点头。 秦宇儿在逃避四名财交的时候误入到了这个大冰痕之内,幸好下方有一座冰牙可以给他落脚,不然直接坠入到冰痕的最底部,等待他的很可能是更加漫长与可怕的冰封冻结。 秦宇儿面容非常憔悴,他磨剩下的磨能不多了,原本他还能够唤起一些像枫叶一样的冰霜围绕在自己的周身,抵御这冰痕之下可怕的风筋,但才昏迷那么短暂的时间,凌厉的冰痕之风鞭策在他身上,使得他的肌肤跟承受了残酷可怕的边形一样。 在冰痕内,只会迅速的消耗体力和魔能,秦宇儿若不是具备非常特殊的冰魂体质,他倒在冰牙的那段时间里就已经被那些死冰铠给覆盖全身动弹不得了。 慕宁雪扶着秦宇儿,在强大无比的冰痕腰风压制下,他同样很难描画起星座,这意味着风之翼没法使用,只能够依靠外力来逃脱。 你们准备上来。 莫凡的声音从高处传来。 上方,莫凡左手紧紧的握住右手的手腕,右手手掌完全打开,就像是在使出全身的力量凝转规则的罗盘,这片区域的妖风被莫凡一点一点的扭转他们的作用轨迹。 很快,那霸道无比的妖风吞噬力量便缓和了很多,慕宁雪和秦宇儿甚至感觉到了一股上浮之力,将他们一点一点的拖了起来。 冰封灵鹫 就在这时,莫凡的头顶上有一块沉重如关一样的兵体浮现,猛的砸向了正在施展混沌系魔法的莫凡。 情急之下,莫凡不得不解除了混沌系魔法,身体内的暗脉涌动起来,使得他迅速的顿入到了一片虚暗空间之中,看上去如幽灵那般。 没有征兆出现的冰封灵鹫轰隆而落,穿过了莫凡所在的虚暗身体,莫凡又化为了一只影验,飞出了冰封灵鹫的冰寒震慑范围。 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莫凡现出身来,他满脸愤怒的转过头去,发现一张略微浮肿挂着奸笑的脸庞,正是之前就一直尾随在他们后面的行灰。 我总觉得你们和那个冰雪妖女有关系,果然一眼便知。 你们胆子真得大呀,竟然敢救这个异裁院要净除的女人。 行灰站在山背坡未知道。 莫凡骤起眉来,没有想到这个行灰根本没有被赵满岩骗走,而是一路跟到了这里。 被异裁院那四名裁教知道了秦宇儿现在的状况,他们肯定会不顾一切将他杀死,莫凡那双眼睛立刻闪烁起了寒芒,混沌系让他身体释放出来的杀气统治了这片区。 更直接拟化出了一个混沌魔影凶猛无比的朝着行灰扑去。 怎么,想杀人灭口,行灰脸颊上的肥肉在笑颤着。 行灰并不傻,他看到莫凡身上散发出这样强大的混沌魔器,便明白他在做什么了。 莫凡在隔绝这片区间,让行灰无法向山岭外一面的四大裁教们发出任何的求救信号。 可惜啊,本来我想自己亲自动手宰了你这小东西,但很明显将你们交给异财院的人来处置会更让我笑得更开心,不用挣扎了,我已经让人去通知财交了,他们几分钟内就会过来。 行灰说道。 莫凡脸色更阴沉。 他看了一眼冰痕下方,慕凝雪和秦宇儿还在下面,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从冰痕中摆脱出来的,偏偏这个行灰又在这里恶心着自己,不给自己施救的机会。 莫凡,尽快解决掉他,放心,他的同伴被我处理了。 这时男爵忽然开口说道。 莫凡立刻将目光转向男爵那里。 男爵露出了几分惭愧之色,解释道,我刚才过于专心寻找秦宇儿了,没有听到行灰的动静,不过他向他同伴通风报信的时候被我察觉了。 说着这句话时,男爵特意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穿着牧师足衣的男子,此人无孔正在流血,完全处在昏迷的状态。 行灰看到这一幕,脸色马上就变了。 为了不让莫凡把目凝雪和秦宇儿救上来,行灰自己特意留在这里捣乱,哪知道自己特意交代的人被男爵不懂动声响的给做掉了。 他们此刻是处在方形山的另外一面,其他人根本看不到这山背的情况,再加上莫凡使用混沌之力扭曲了空间,把这一带直接隔绝成一个独立的领域,他行灰岂不是孤立无援了? 哼,难道你认为自己能够留得住我? 行灰冷笑一声道。 自己慌什么? 对方不过是一个刚迈入抄接不久的小法师,穆宁雪和秦宇儿又在冰痕下面,解决掉了莫凡这个家伙,正好可以把穆宁雪和秦宇儿一起交给穆飞鸾。 男爵,你帮我照看好他们,我速战速决。 莫凡一下子安心了很多,关键时候男爵果然是神一样的队友,不像赵满言那个智障。 嗯,你自己小心。 男爵还是相信莫凡实力的。 行灰嘴上说要跟莫凡愤出一个胜负来,可他却已经在使用吕魔剧往山的另外一面逃去了。 只要让法师联盟的任何一个人知道了这里的情况,莫凡和穆宁雪就必定会被一财院视为敌人,这可远比和莫凡在这里拼上一个你死我活要容易得多。 他的吕魔剧带给他如一些灵兽一般的飞踏能力,踩在那些冰岩上,一连几次弹跳,行灰已经攀登到了方形山的最高处。 冰雪妖女在这里。 冰雪妖女在这里。 行灰站在方形山上大喊,希望有人可以听见。 但是,当他往前方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 莫凡就在山脚下,好似在那里等待多时,更匪夷所思的是,困着穆宁雪和秦宇儿的冗长的冰痕也横在下面。 自己明明翻过了山,怎么会又回到这里? 行灰急急忙忙的转过头去,一路朝着这座山顶的另外一头跑去,让他浑身冰凉一片的是,这另外一头还是山的背面,莫凡仍挂着那个笑容凝望着在山顶上的他,笑容让人觉得有些甚人。 扭曲混沌 行灰看到的可不是幻觉。 他无论跑到山的哪一面,都将会是莫凡所在的这一面,莫凡早已经用混沌魔法扭曲了这块区间。 第2039章 郑雨凡 混沌可不是幻觉,当人顿入到了这个区间之后所看到的一切宛如幻境,梦境一样的场景全部都是真实的,本身他的扭曲就是基于原本空间进行一种有趣或者无序的变化。 行灰也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在发现自己是彻底被隔绝到了一个扭曲的区间后,他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许多。 要么击败制造这个扭曲区间的人,要么找到空间扭曲的节点,将其彻底粉碎,扭曲的区间自然会像一幅画那样破碎。 不过,行灰可不擅长洞察,要他去浪费那个精力找到破解的办法,还不如直接解决莫凡来得简单,什么事情都讲究简略。 你把那位阴系法师也隔绝在外了,看来你比我预想的还要愚蠢。 行灰环顾了四周,咧开嘴笑了起来,一口黄牙在阳光的照耀下溢溢生辉,尽显得意。 行灰站在方形冰山的顶部,顶部是齿状的,有些地方看上去非常尖锐。 它的前方是一个陡峭的冰面山坡,分布着许多岩石状的冰块,它们毫无规则的镶嵌在上面。 而它的后方也是一个陡峭的冰面山坡,分布着完全一致的岩石状冰块,最重要的是,无论它往后眺望还是往前远看,所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场景,陡峭冰面山坡,莫凡,大冰痕。 整个世界就像一个连绵无尽的波澜,山,谷,痕,山,谷,痕。 行灰很少与混沌系法师对抗,这样一个诡诈无比的区间还是第一次遇到,看得出来这个莫凡是很不希望自己逃走,这才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布置出一个无限循环的区间。 与混沌系魔法接触少,不代表它就会败得一塌糊涂,本身混沌系魔法不存在太多的直接毁灭性,只要找寻到敌人的破绽,这混沌系其实就跟小丑变系法那样,可笑又毫无意义。 你也真看得起你自己了。 要不是我赶时间,让你半戏都虐得你体无完肤。 莫凡冷哼一声道。 让我半戏。 行灰感到好笑,可仔细一想,人家让自己半戏好像也和自己戏一样多。 没有那个阴系的法师干扰自己,行灰真不明白莫凡哪来的勇气和自己一对一,好歹他也比莫凡这家伙早迈入抄街有一两年的时间,即便他这一两年主要是沉浸在赌场和酒桌上,他也可以凭借着自己扎实的魔法基础将莫凡这种初出茅庐的小东西给击垮。 有时间去玩弄这些无聊的把戏,不如好好去专精自己的力量。 行灰高吼出一声。 冰山开始颤动,覆盖在冰山上面的厚厚白雪也随之落下。 一些片岩状的冰体开始断裂,满山的白雪随着冰体的滑动开始滚落。 起初还只是一部分冰体,厚雪冲下,到了半山位置的时候,便好像一场可怕的山体滑坡,半座山被削。 行灰立于这山崩之中,像是驱使着雪山中的柏兽,浩浩荡荡的从山顶上冲向山脚下的莫凡,在即将抵达山底时,这巨大的冰雪滑坡已经达到了能够覆盖整条山低谷董的恐怖规模。 看来你的岩犀还像个小婴儿,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去修炼了,哈哈哈哈。 行灰狂傲的立于雪崩之上,俯视着莫凡那小小的山平防御。 岩掌,山平。 这种防御魔法就好像古代村庄的小篱笆,拿来抵御一点小洪水还有一点作用,但面对自己这种雪崩,再给它坚固给十倍也绝不可能抵挡得住,整个村庄,城镇都会被雪崩给摧毁。 冰雪崩无情的翻滚吞没,莫凡那立起来的岩石屏障已经粉碎,行灰顺着雪崩一直滑到了靠近冰痕的位置,转过身去,发现莫凡和他的小小魔法彻底被掩埋了,脸上不禁勾起了一个笑容。 绝对的力量面前,再多的戏都是笑话。 爬出来,从冰雪里爬出来,我可不认为你这么容易被我杀死。 行灰看着满地滑坡流下的狼藉冰雪,有些膨胀的喊道。 脑子是个好东西,前提你得有。 莫凡的声音忽然从高处传来。 行灰愣了一下,急急忙忙抬起头往山顶的方向望去。 在山顶? 这家伙怎么会在山顶? 明明刚才他还在山脚下,雪崩踏过也将他和岩石屏障给直接吞没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山的顶部,那不是自己刚刚下来的地方吗? 行灰忽然意识到什么,急忙朝着自己身后望去,猛的发现身后的空间开始扭转,脚下的地面也开始搅动,周围的一切都好像变成了一堆被打乱的拼图碎片,并且在按照某人的思维重塑。 这个过程只不过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当一切恢复稳定之后,行灰发现自己的雪崩滑坡完全弄反了方向,真正的莫凡并不是在自己的眼前的山脚下,而是在身后的山脚下。 行灰所在的这个区间,其实原理非常简单,无非是在行灰的面前放了一面镜子,身后也放了一面镜子,不同的是镜子里的世界也是真实的。 莫凡明明就在行灰的身后,行灰却始终在对着前面镜子里的莫凡在大吼大叫,包括施展出来的雪崩之力也是冲着前面镜子里的莫凡释放的。 事实上,对混沌系魔法有一定了解的人是可以通过声音的传递,距离的估算,还有世界的一切错落差来进行判断眼前的人是不是在自己的正面,是不是就在自己同个地带。 行灰的蠢,有些超乎了莫凡想象,也不知道这样的东西哪来的自信跑来挑衅自己和慕凝雪。 我有的是时间,而你却要急着救人,继续玩弄你的蠢把戏吧。 行灰其实也被自己给蠢到了,但他可不会就此承认。 莫凡听到行灰这句话,差点没笑出声来。 这个扭曲区间是一开始就布置好的呀,难道他以为这么长时间来,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吗? 难道他看不见早就有一大片黑暗虚无正从四面八方将他包围,一点一点的将他拖入死亡深渊吗? 难道他察觉不到十二倍暴君荒雷正在星宫中酝酿,随时准备取他狗命吗? 第2040章不能站在对立面 行灰的警觉力差的就像是一个高阶法师,甚至让莫凡感觉他还没有一些时刻都保持战役的猎人来得敏锐,这大概就是很多一直生活在都市中指醉金迷的高修为法师的诟病吧,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到了天山又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阴影一直在逼迫,就像是黄昏期间将最后一缕照耀在大地上的阳光给驱逐,行灰的愚钝真是让莫凡大开眼界,作为一个超阶法师他应该从黄昏到来的时候就意识到一旦这里被黑暗统治,他的生命也将永远遁入黑暗,而他是在仅剩一缕阳光时才幡然醒悟,自己被包围了。 虚暗之影,他们就像是潜伏在地底下的一个个暗魔,更像是黑色的夺命海水,将行灰逼迫到只有一块地可以站的孤岛上。 水还会上涨,他们会先浸泡双脚,再慢慢的爬到身上,最后冰冷的扼住喉咙。 在自己制造的混沌扭曲区间里,黑暗影军团变得更加容易入侵,他们侵略了行灰的最后一块活土后,从原本的暗暗潜伏一下子变得肆意妄为了。 冰地已经消失,变成了一片黑色的泥沼,行灰无时无刻不再往黑色泥沼中下沉。 而泥沼里,影异侍卫如雨后春笋一般浮现,他们被莫凡你化成了古剑式的模样,每一个影异侍卫的手上都持有两柄带有导钩的齿剑,他们从四面八方围剿过来,不停地在行灰的身上留下会迅速腐蚀的伤痕。 行灰恨不得四肢并用,更恨不得具备秦宇儿那样的能力可以不需要描画任何星轨,刚杀死了几个影异侍卫,黑暗泥潭之中又会浮现出一群来,根本消灭不干净。 九戒之近 高山处,莫凡已经完成了雷系的超阶星宫,十二倍暴君荒雷在此刻展现出了绝对的霸道领域,雷电聚集从天而降,带起的那戒雷之音如天宫中雷龙的咆哮,还未完全坠落在大地上变震的行灰耳鸣恼裂。 行灰在应对那些无休止的影异侍卫时便疲惫不堪了,随着一柄一柄的借戟呼啸而下,他整个人更像是被四分五裂了一样,发出了痛苦无比的惨叫声。 这才第四道,还有五道。 莫凡冷酷的说道。 对待敌人,绝不留情,即便第四道雷神聚集已经让行灰奄奄一息了,之后的五道莫凡也不会收回。 雷神聚集震落,完整的九戒之进城阵后产生的进雷威力更加恐怖,行灰还妄想用自己身上所有的魔具来保住自己的性命,但他忘记了雷系魔法是带有极强的穿透力的,防御魔具在雷系魔法的面前只是一层摆设,巨大的痛苦不会减少,肉身更会随之粉碎。 轰。 漫天晋雷华丽一闪,行灰被彻底化为了娇尘,不甘的惨叫声在随后的几秒钟时间里还在这片区间里回荡。 莫凡收起了霸道的雷电,也散去了阴影军团,看着行灰在风中飘散到四处,不禁摇了摇头,这个行灰,真的若成扎了,如果一个强势一些的高阶满修法师,只要抑制住他施展超阶魔法估计都可以将他打得落花流水。 牧师还真养了不少这样的废物。 事实上魔法协会里也养着太多这样的法师,他们占有了太多的资源,一个个却像蛀虫一样在这个社会里担任着重要职务,一方面打压着那些更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另一方面在妖魔入侵的时候逃得飞快。 高修为,不代表高战斗力,莫凡很早就认清了。 不过这次战斗混沌系展现出来的诡诈与强势确实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行灰从一开始就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就连叙事好久的雪崩狂竹都没有到半点效果,不然面对行灰的超阶兵系魔法,莫凡应付起来会困难不说,也根本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让阴影军团扩展,自然也无法铸造雷系星宫。 解决了。 男爵看到莫凡从一片扭曲的地带走出来,有些诧异的问道。 嗯,那家伙比我想象中的弱。 莫凡说道。 是你太强势了。 男爵美好气的说道。 也对,哪怕我没有进入超阶,这个行灰也不是我的对手。 莫凡笑了起来。 望了一眼冰痕之下,莫凡发现慕宁雪和秦羽儿还在冰崖那里。 我的魔法只能够帮他们抵御,没法将他们拉上来。 男爵说道。 你帮我放哨,我来。 有空间系和混沌系,莫凡要将他们从冰痕下拽上来并不困难,主要是这个过程不能有人干扰,就好像一个壮汉在拉绳子,双手不仅不能离开绳索,还必须持续用力。 幸好,没有其他人到这里,莫凡将秦羽儿和慕宁雪从冰痕中拉上来之后,不由的大松了口气。 现在怎么办? 男爵问道。 得把那个九芒固阵给破除掉,不然我们谁都别想离开这里。 莫凡说道。 秦姐姐,你,慕宁雪转过身去,想要询问关于阵法布置的事情,可一扭头却不见了秦羽儿。 他刚才还在身后,慕宁雪都能够感觉到他那有些疲惫的重重呼吸声,这会身后只飘零着一些兵半,再也不见秦羽儿的踪影了。 这,人呢,莫凡瞪大了眼睛,四处搜寻都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他在那边的山巒,声音很轻,他好像不想连累你们。 男爵指着另外一面山说道。 莫凡和慕宁雪都沉默了。 义财院是任何一个势力乃至国家都不敢轻易得罪的,秦羽儿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在他看来莫凡和慕宁雪能将他从兵横下拉上来就已经是深陷泥潭了,他不希望他们两个人因为自己成为义财院的敌人。 莫凡、凝雪,不管怎么样义财院是绝不能得罪的,不仅关系到你们自己,你们的凡雪山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他这样离开是对的,你们若还想在这个世界立足,真的不能站在义财院的对立面。 接下去即便你们要破坏掉九芒谷镇,一定要慎重考虑到这一点。 男爵非常严肃的叮嘱道。 第2041章 风山大雪 白色水晶一般的世界开始落下大雪,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玻璃一样干净的冰地上已经覆盖上了一层松松软软的雪,踩在上面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雪越下越大,整个天荒冰岭白茫茫的,从最初能够望前深邃宝石蓝的天空到只能够见到漫天的雪花匆匆茫茫的降下,渐渐的就连远处的冷酷冰山都消失了,被这样的白色雪给遮掩。 该死,能见度这么低,我们怎么找得到那个妖女?赵康在愤慨地抱怨道。 雪如弥天大雾,20米开外雌雄难辨,50米后人畜难分,在这样的大雪中行走就连声音都不自觉地要用喊的,怕说话也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给掩盖了。 不能再这样漫无目的地涨下去了,这么大的雪,很容易掉入到冰痕里,而且即便是遇到了危险的生物,大家要相互照应都难。 猎王亚森说道。 那先把人聚集在一起吧,太危险了。 克劳普说道。 亚森开始使用一些光系信号,好将那些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给聚拢起来,但是一连使用了十几个光药信号,赶过来的根本没有多少人。 来得真该死。 才叫莫勒有些恼怒的叫道。 本来天晴帝清的时候就不见秦女儿的踪影了,大雪弥漫,更别想将她揪出来。 才叫大人,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考虑如何缔拿冰雪妖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猎王亚森脸色难看的说道。 缔拿异端是我们第一使命,其他一切都可以放在后头。 莫勒才叫说道。 这场雪,怕是天山的风山大雪,是天山进入万纪领东的征兆,我们得尽快离开天山,尤其是冰川地带,不然我们会全部被留在这里。 猎王亚森说道。 最担心的仍旧是风山大雪,终于还是来了。 和巨大的利益比起来,亚森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性命,而且在猎王亚森看来即便是这几位实力强大的才叫,也未必能够逃得出风山大雪的围困。 不是还有一些时间吗,无论如何都要将它找出来。 莫勒才叫重重的说道。 事实上几位才叫都听过关于风山大雪的忠告,不然他们也不会匆忙的让这些闲杂人等前来帮忙搜寻,天山的风山大雪,除非是一些天山喜爱眷顾的一些圣灵,不然尽咒之下,绝无生还。 极寒古英这种最纯粹得在天山冰川层七夕的生物,他们在风山大雪到来前都需要大量囤积食物,需要蜷缩在他们的巢穴中在冬季里相互取暖,祈祷来年春天还能够苏醒过来。 现在这场雪便是天山的预警信号,我们离开还来得及。 亚森说道。 不要说了,这件事我们比你更清楚。 莫勒极不耐烦的道。 那请先让我们离开吧。 亚森说道。 天山圣连,亚森已经让人去拿了。 七百年的天山圣连拿不到,一些百年的,几百年的天山圣连还是没问题的,在亚森看来这次天山之行已经赚大了,只要能够活着离开,一辈子瘫着都可以有最奢华的享受。 你在开什么玩笑,九芒固阵在击拿到妖女前不可能解除,我劝你们还是将心思放在搜捕上,不然能不能离开天山还真不好说。 莫勒才叫冷声道。 亚森,克劳普,赵康等人听完,神情马上就变了。 这九芒固阵是把他们也全部困在了九痕之地。 也就是说他们即便现在想要离开,也必须经过这几位才教们的批准。 天知道冰雪妖女躲在了什么地方,甚至已经死在了某道冰痕之下,要是找不到他,他们这些人还要在这里陪葬不成。 才教大人,我们只是协助,可没有义务,猎王亚森语气加重道。 有时间在这里与我废话,不如尽快找到冰雪妖女。 将他缉拿,我们任务完成,你们得天山圣连,大家一起下山,什么时候找到他,九芒固阵什么时候解除。 莫勒才教一点情面都不讲。 猎王亚森听到这句话,脸色都阴沉了下来,之前对异财院的那份恭敬荡然无存。 异财院的霸道蛮横早有所闻,却没有料想会到这种程度。 拉着这么多法师们在天山陪葬。 大雪封山的消息通过非常古老的方式传到了其他人的耳朵里,法师联盟的人更是谩骂不停。 这对我们来说算好事情,这种大雪封闭了事业,哪怕我们想要干掉才叫,别人也不会知道。 莫凡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真他娘的及时血压,还顺便帮自己掩盖了处理行灰的这个小罪行。 大家都被困在一场迷茫狂雪中,有那么一部分人毫无理由的失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要么被什么天山猛兽叼走了,要么不小心踩空掉到冰痕里了,再要么摔倒了被雪压着爬不起来了,雪下,任何死法最终都会变成一抹干净的白色。 好像我们有一个恰当的理由去破坏九芒固阵了。 赵满言说道。 法师联盟里有不少人才,他们肯定懂得破坏这个固阵的办法,到时候我们把大雪封山的可怕说的在夸张点,估计不需要我们动手,他们就用老虎钱把铁丝网给捡了。 莫凡说道。 谁会不要命的给人卖命? 义才愿这种行为等于是在自找麻烦,在这样弥天大雪下,义才愿在神通广大也不可能知道是谁破坏了九芒固阵,所以现在莫凡等人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静静等着法师联盟里的技术宅暗中行动,估计这个时候,法师联盟才是真正的齐心协力。 这大雪,是对秦宇儿最好的行踪掩盖,看到整座天山都被笼罩上了这样白茫茫雪色,慕宁雪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话说,她应该没法下山吧。 她留在这冰川世界里会不会也永远沉睡? 赵满言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慕宁雪摇了摇头道,她能度过这里的冬天? 哎,天山对她的仁慈都胜过人。 莫凡说道。 第2042章700年天山圣连 天山喜欢安静,似乎察觉到了外来者们的喧嚣正在以这场不断聚增的大雪来表达她的愤怒,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天山有最虔诚的敬意,他们仍旧在这里肆意的走动,仍旧紧的盯着自己的灯。 冰川层可不只有他们这群人,整个天山冰川层连绵无尽,与莫凡等人在同一期间进入到天山的就有一两千人,更不用说那些先行者和后道者,风山大雪在向所有人预警,那些在荒漠层,草垫层,高山层的法师们或许还没有感受到天山的怒血,他们只看到更高海拔处壮观的白色,但等到他们真正感到寒意盖下时掉头要走时,恐怕已经晚了。 所有天山的老人都会告诉要进入天山的人,对天山必须有持有如同信仰一般的敬畏,雪来,人走,不能有一丝丝的犹豫。 风山大雪的威力比所有人预想的还可怕,不仅仅是遮挡了视野,覆盖了来路,更把原本属于冰痕的可怕带到了冰川地面上。 冰川曾让人弹极色变的正是冰金风踏,需要魔法师不断的损耗魔能来保护住自己身体不被冰霜狂风折磨,但是和冰痕下的死荒之风,死荒冰丝比起来,冰金风踏简直是春风沐浴。 死荒之风具有极其古怪的吸扯力量,它甚至会击断任何星途以上的能力,并将魔能给直接吸收转变成为更强大的吞噬,让坠入到冰痕里面的人根本无法完成自救。 死荒冰丝,这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将人裹成一个冰木乃伊的自然妖力更是无情,就像是有一双温柔又残忍的鲜鲜素手,给外来者穿上一件看似华丽的银铠,代价便是永远的留在这里与冰雪寒风作伴。 天荒冰岭上,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了风山大雪的威胁,九芒故阵却死死的将他们困住,法师们彻底造反了,他们开始用尽毕生所学去破解这个阵法。 九芒故阵持续有一些时间了,再加上大自然的冰雪咆哮,牢固性和最初相比差太多了,而法师联盟里不少人修为没有多高,却懂得很多阵法门道,本身阵法就是非常公开的一种魔法学术,编织一个完整强大的阵法很难,但拆解却会容易很多。 阵破了?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 赵满岩激动的说道。 什么为了利益结盟是最可靠的,大难临头时更重之城城啊? 莫防感慨了一句,不得不说人类这种生物真得非常奇妙,九芒故阵既然是一财院的缉拿异端专用,要将它破除的难度应该不亚于从九痕之地中摘取天山圣莲才对。 天山圣莲怎么办,我们辛辛苦苦到了这里,不弄几朵回去补补身子怎么说得过去呀? 江玉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赶紧滚下山去,小命不要了呀。 赵满岩骂道。 确实就这样走了,满渴,咦,小白毛肉粽子呢? 莫防刚想起一点贪念,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想到了小白虎。 有一阵子没管小白虎了,完全不知道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小白虎拥有与叶罗刹匹迪的速度,莫防倒不担心他会有危险,他担心的是用来救慕白狗命的丝石鹰。 他不会真被他妈喊回家吃饭了吧,完蛋,完蛋。 莫防着急了起来。 那头成年的天狠白虎,莫防这辈子是不想再遇到第二次了,当着人家的面把人家小崽子劫持了,再善待人类也会把自己撕了做护手游。 喵嗡叶罗刹发出了不耐烦的叫声,示意莫防往身后学里看。 莫防扭过头去,发现一个肥嘟嘟如萨魔一样的圆滚滚身影正勤快无比的往自己这里跑了过来,那可怕如魔鬼一样的死荒之风对他丝毫不产生任何影响,一身纯白亮丽的毛发似乎对这股力量有着绝对免疫力。 小白虎晃着大大的脑袋,一边迈着小短腿,一边打着滚,终于像一个变形皮球一样抵达了莫防脚边。 你这熊孩子,你这狐崽子,能别瞎跑行不行,我比你爹妈还操心。 你玩也玩够了,是不是该把,咦,你嘴里叼着什么? 莫防把小白虎抱起来刚要训骂,忽然发现小白虎就像欧洲俊南嘴叼玫瑰花那样叼着一朵晶莹剔透的植物。 该植物也就和一束玫瑰花差不多大,通体雪白,根莖都是白色的,花瓣洁白闪烁着诱人光泽,一片片有序的挨在一起呈现出非常精美优雅的样子。 据说天山圣莲,每一百年才长出一个完整的花瓣,你们数一下这有多少半? 关于凑了过来,一脸错愕的说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卧槽,这不是那朵七百年的天山圣莲吗?莫凡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 其他人也都看傻了。 这七百年的天山圣莲可是异财院的人许诺给法师联盟的最大利益啊,小白虎怎么就把人家给顺手走了? 小白虎好像对死荒之风和死荒兵残免疫的,他就是天山眷顾的圣灵啊。 他要拿天山圣莲不是跟自家后院摘大白菜一样简单。 赵满言恍然大悟了起来。 听到这句话,莫凡整个人精神抖擞起来,开口道,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确定我们不赶紧下山? 爱将图求闻道。 行,你先下山。 莫凡道。 我观望观望。 爱将图终于说了实话。 莫凡想法是很大胆,但小白虎却不是那么的配合,按照小白虎手舞足导表达的意思是,他摘取这朵漂亮的花花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继续这样干,总得带他去更好玩的地方。 莫凡,有一个问题啊。 赵满言忽然想到了什么,对还沉浸在搜刮一麻袋天山圣莲的莫凡说道。 别管那么多了呀,赶紧想办法哄小祖宗开心。 莫凡说道。 不是,你有没有想过,小白虎的嘴应该只能够叼一样东西。 假如他把七百年的天山圣莲叼走了,那原来在他嘴里的丝石鹰,赵满言说道。 莫凡听了后,浑身一哆嗦。 第2043章 逃离天山 他急急忙忙把小白虎拧起来,用手伸进去检查小白虎的嘴。 卧槽,小东西一直含着当宝贝的奶嘴时呢,莫凡凡几乎是用吼的方式说道。 小白虎不甘示弱的咬了一口莫凡的手指。 莫凡赶紧缩回手指,眼泪都要凝成冰块砸在地上了。 他当然不是因为被咬痛了哭,哭的是这个世界上怎么有如此坑爹的小白虎。 一朵破花就把自己的奶嘴石给扔了,你还有没有点虎脑子,西瓜和芝麻都傻傻不分吗? 莫凡指着小白虎狂喷道。 莫凡此刻是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生大起大落了,刚才还在想着怎么趁着这场大雪的掩盖搜罗更多的天山圣连,哪知道不小心丢掉了这次前来天山最重要的目的,难道连老天爷都觉得木白这个人最有应得,应该被打入到黑暗地狱。 现在怎么办,我们总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回去吧。 赵满言说道。 我哪知道,别问我。 雪倾倒而下,感觉十米之外就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明明是白色的雪花似翼飞舞,周围一片昏暗,整个人陷入到迷失方向的恐慌当中。 一阵微微弱弱的光,雪忽然间像一层又一层的厚厚帘子被拉开,一个身上裹着薄薄复古长衣丽灵子的男子走了出来,他朝着站在原地不动的冰凤者木尹凤走去,发着牢骚道,真是见鬼了,大雪还没有来的时候我看着七百年的天山圣连就在那里的,怎么雪落下来之后,那东西就不见了。 不见了,木尹凤问道。 是啊,我检查过周围,什么都没有。 哎,算了,算了,反正这东西最后都是给到那群猎人们的,只是浪费了我一些时间。 木飞鸾说道。 木飞鸾许诺法师联盟,若是协助他们找到冰雪妖女,便将七百年的天山圣连作为酬劳,所以去采摘天山圣连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了木飞鸾。 可惜木飞鸾什么都没有采到,正好法师联盟的人也因为风山大雪散了。 你手上拿着一块破石头做什么,黑漆漆的。 木尹凤有些不解的看着木飞鸾道。 我也不知道,就在天山圣连原来的地方,我顺手捡了起来,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都想扔掉了。 木飞鸾说道。 你也真奇怪,没拿到天山圣连捡块黑石头。 木飞鸾被木尹凤这么一说,心里更有些不甘心了,原本还想将黑石头扔掉的他干脆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黑石头非常光洁,上面还有湿湿滑滑的东西,握在手上把玩其实蛮舒服的,先拿回去吧,要真的没什么卵用,就当一个摆设品放在自己的书房里。 四大财教非常不死心,可理智告诉他们再继续待在天山上面,连他们都可能死在上面。 没有办法了,只能够这样做。 大财教皱着眉头说道。 我想上头会理解的,毕竟现在不将他拿下的话,来年春季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莫勒财教说道。 真是该死,本以为能够利用这些法师们的贪婪帮我们完成这次任务,却没有想到他们这么狗胆包天,连我们的九芒固阵都敢破坏。 头发是青涩的财教愤怒的说道。 别说那么多了,既然决定使用,我们便齐心协力吧。 大财教说道。 说完这些话,大财教偏了一眼离得很近的女贤者佩丽娜,接着说道,感谢女贤者的特意前来,眼下情形你也看到了,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备受争议的能力来击拿她。 还希望女贤者让其他人尽快离开这里,我们不想伤及无辜。 财教大人,还希望您慎重考虑。 佩丽娜说道。 我们别无选择,即便接受上头的处罚,我们也不能让这样一个可能会对一大座城市带来威胁的人这样随意行走。 大财教说道。 可是,她自己到了天山,在天山这种地方她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有的时候,是不是给予这些不幸的人一点点机会呢? 佩丽娜低声说道。 她不是不幸的人,她是极度危险的人,如果没有将她尽快处置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那有可能几千人,几万人遭受灾难,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不幸。 我们一财院的职责便是预防与扼杀这样的异类,仁慈只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 大财教义正言辞地说道。 哎,好吧,我会尽快疏散其他人的。 据我了解,这位冰雪妖女还未做过什么真正危害他人的事情,希望几位才叫不要伤及他性命。 佩丽娜特嘱咐道。 我们这次是奉命缉拿。 冰雪封山,佩丽娜也知道自己很难在这样恶劣无比的环境下待太长的时间,回头看了一眼那四个在大雪中助力的男子,佩丽娜长叹了一口气,迅速地跳上了自己的座骑朝着山下奔去。 刮过来的雪如一叠叠厚厚的催命符打来,随着可怕的死荒之风和死荒冰丝越来越强烈,没有人再会觉得这大雪封山只是一场普通的大雪了,这就是一场绝灭大雪,毫无生还。 一压!一压! 小白虎兴奋地叫了起来,那爪子在半空中挥舞着,就好像有什么美味在他附近,他有些迫不及待了。 你别再给老子添乱了,等我们回到了天池那里,你就给我自己回去,别老跟着我们浑吃浑喝浑胸睡,什么好处都给你捞走了,还给我把丝石鹰弄丢了。 莫凡没好气地说道。 一压!一压! 小白虎还在那里不停地叫着,之前莫凡在小白虎闹得美朴的时候只要一说将他送回他妈那里,小白虎下一秒钟就老实了。 他好像是在说,那边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阿帕斯揣测道。 斯石鹰兜丢,咦,那光有点熟悉。 莫凡眼睛盯着雪木,忽然发现雪在像帘子一样被拉开,一个身穿着单薄长衣的男子正从哪里走出来。 他的手上正发着亮光,正是当初在英朝幼儿园刚见到小白虎嘴上叼着的亮光石头。 第2044章 口水石 斯石鹰 莫凡差点大叫出来,可当他发现那个从雪木中走出来的人后,脸上的喜悦之情马上就变得别扭起来了。 木飞鸾从里面走出来,一边走还一边把手上的斯石鹰抛起来接住,纯当无聊丢着玩,结果迎面撞见一个表情怪异到了极点的莫凡,脸上的轻松愉悦也马上消失了,冷哼一声道,别挡着道,今天我们不收使你不代表我们真的会放过你。 莫凡眼睛盯着木飞鸾手上的斯石鹰,说来也是奇怪,小白虎的唾液一直还残留在斯石鹰上面,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干燥掉,木飞鸾似乎非常爱护自己的手掌,发现斯石鹰上的这些滑滑粘粘的东西对自己的双手挺有保护作用的,还用斯石鹰把自己手背也滋润一遍。 拿小白虎的口水当护手霜。 莫凡也是相当佩服木飞鸾的品味。 你为什么拿我宠物的奶嘴石去润手,我们之间虽然是有一些恩怨,可你木飞鸾也算是牧师了不起的人物了,抢我宠物的奶嘴石干什么? 莫凡挑起眉毛来,对木飞鸾说道。 木飞鸾愣了一下,眼睛立刻盯着自己的手掌。 小白虎的口水像蜜糊,在寒冷的冬季根本不会凝结,也根本不会风干,其实很多时候白虎们也是用自己的口水来梳理爪子,保护自己爪子的。 莫凡发现木飞鸾明显不知道自己手上的东西是什么,只是当作一种可以把玩的鹅卵石,于是灵机一动,开始恶心木飞鸾。 也不是恶心木飞鸾,木飞鸾确实就是在拿小白虎的口水涂在手心手背上。 木飞鸾不是傻子,莫凡说什么就信什么。 有趣的是,小白虎相当配合,张开还没有长起虎牙的大嘴,满嘴哈喇子就顺势从嘴边露了下来,还刻意当着木飞鸾的面歪着脑袋,让木飞鸾看清楚那些从丝石鹰上面分泌出来的滑润护手霜其实是他长期含在嘴里留在丝石鹰一些细孔里面的口水。 你再胡说八道些什么,赶紧让开,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木飞鸾表情难看,但还是死不承认的样子。 莫凡笑了笑,优雅的给木飞鸾让了道。 木飞鸾快步前行,之前他非常潇洒的用一念将面前的大雪之木给拉开,片叶不沾身的行走,可能是因为被莫凡和小白虎给恶心的脑子凌乱了,雪大躲大躲的往他脑袋上和尖头上砸。 快跟上去,过了前面的转角,他就会把东西扔掉,算了,叶罗刹,你帮我去捡,小白虎太不靠谱了。 莫凡急忙说道。 木飞鸾气得脸都在抖,还以为是什么宝贝,上面分泌的柔滑东西能够抵御强大的天伤寒风,哪知道是一个脏兮兮的白狗唾液。 一过山脚,木飞鸾就把这个心爱的破石头给狠狠地扔到了山崖下面,还特意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抽出一个丝巾,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的手给擦拭干净。 感觉手上终于没有那种粘粘恶心感后,木飞鸾把丝巾给叠好放回自己上衣口袋,刚想放进去的时候,又忽然想到那头白色小狗歪着头流唾沫的样子,眉头一皱,直接把这条最喜欢的丝巾给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作为一个有洁癖的男人,别说是扔最喜欢的丝巾了,把自己右手剁了再让治愈法师去给自己重新塑造出一个手的心思都有了。 喵哦! 叶罗刹还是深得莫凡心,没过几分钟时间,叶罗刹便将被木飞鸾丢掉的丝巾给捡了回来。 叶罗刹一样对小白虎很嫌弃,在捡丝巾的时候特意用布裹着,免得脏了自己的手套。 将遇得这头小灵猫裤的步行,长筒学家女王手套,直立行走的时候那完美优雅藐视一切的猫布,让人想要跪倒臣服。 一压!一压! 小奶嘴时重新回来,小白虎开心不已,立刻蹦蹦跳跳的要去含到嘴里,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在口腔中缭绕他才会有安全感。 这东西,交给我保管。 莫凡马上把丝巾给抢了过来。 果然,上面还糊着小白虎的口水,莫凡粗狂的往自己裤子上一抹,丝巾一下子干爽了大半。 也不知道黑暗王拿这种石头做什么用,为什么那么的偏爱,若是做枕头去睡觉,也不知道这种背口过无数次的石头他老人家还接受不接受了。 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了,走遍整片天山就找到这么一块丝巾,拿到过程也算是峰回路转。 假如不是有一朵七百年的天山圣莲作为赠品,来天山简直是一趟魔鬼旅程,这辈子再也不想踏入了,矿泉水都不想喝这个牌子的了。 木白有救了,木白终于是有救了呀。 赵满言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看见春耀男的时候,总觉得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紫痞的步行的气息,可自从他躺在棺材里后,赵满言越发的想念他,心里还有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话没当着他面吐出来,终究是一种人生遗憾。 现在可以赶紧下山了吧,再不下山,没救的就是我们了。 关于说道。 可以了,可以了,对了,叶罗刹那里还有很多宝贝,到时候怎么分啊,江玉你别搞黑的,虽然说东西是叶罗刹辛苦拿的,但没有我们你也到不了天山之痕。 赵满言心里还惦记着那些在极寒古英老巢中缴获的宝物。 我像会私吞的人吗? 江玉说道。 天山圣连怎么说? 关于问道。 这个,一人一半也只能够愤出欺骗来。 莫凡有些无奈的说道。 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上面的露水。 慕宁雪说道。 慕宁雪对天山圣连兴趣不大,他更在意的是他的第三系和第四系,有了天山圣连在清早孕育出来的露水,他这次天山之行就是值得的,何况还帮了摆脱了异财院的追捕。 没事,没拿到花瓣的,那些极寒宝石就多分一点,哈哈哈哈,要是让亚森,赵康,库马他们知道七百年的天山圣连被小白虎踩了,落到了我们手里,他们应该会精神崩溃吧。 赵满言大笑了起来。 第2045章 调教失败 返回的路途还算顺畅,风山大雪到来了,很多天山的生物自然已经躲到了自己的巢穴里,继续在外面游荡,天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回到自己家门口的路。 离开天山便不需要完全顺着天山大裂鼓走了,只要一股脑而往海拔低的地方,尽可能的先摆脱掉这场风山大雪,其他一切都好说。 越高海拔,冰雪覆盖的就越恐怖,很多时候这下雪就如同一场缓慢移动的雪崩雪灾,从天山的最高处开始一直抵达草垫层,包括荒漠层都会变成银白色,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抗寒的生物都很难生存,更不用说很多没有耐寒属性的外来者了,比如说人类。 返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带,莫凡忍不住回过头去看那真正意义上的冰天雪地,磅礴又让人心生俱意的壮阔白色江身后蓝天,大山全部都给吞噬了进去。 有天山大裂谷的情况下,他们这次前往天山之痕依旧沿途艰难,更别说是漫无目的在草垫层,高山层,冰川层中寻找了,存活率还会大大的降低,太多未知的因素,太多人类法师们从未遭遇过的险境,老人们说的确实很对,无论什么修为什么级别,对天山必须都有足够的敬意。 终于返回到了旺归阵,一般情况从外面历练回来,每个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泡上一个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热水澡,然后在海吃一顿美餐,最后睡上安安稳稳的一觉。 可从天山走下来,水是根本不能碰的,热水都不行,身上的皮肤被冻的都要裂开来了,皮肉里还有许多没有消融掉的冰霜,他们像麻醉剂一样让身体很多部位都丧失了知觉,在发现自己身体像一部被损坏和侵蚀严重的老机器之后,大家更是心有余悸,若是再继续待在天山上面,什么时候身体器官停止了运转都不知道,难怪有很多法师们在不知不觉中沉睡过去,然后再也醒不过来。 莫凡是一个身体恢复速度非常快的人,其他人还在用一些非常土旧的办法来逼出身体里的那些寒毒时,莫凡已经可以在温暖的泉水里抛着了。 咚! 木质的推拉门被拉开,慕宁雪双手捧着一个庄玉巾,相分,衣裳的木桶走了进来,一头性感惹人迷恋的雪银色长发已经盘了起来,露出了精致的无可挑剔的脸颊和修长如雪之天鹅的脖梗,最重要的是,似乎准备沐浴的他还穿着一件非常慵懒低垂的吊头。 带连衣裙,薄薄的小裙衣完全掩不住那呼之欲出的波澜壮阔。 木凝雪走进来,看到莫凡躺在热乎呼的水池里,不由的愣了一下。 我走错了。 木凝雪转了个身,想要把推拉门重新带上。 没走错,没走错,这就是你的浴池,我看到你放了水,就先下来帮你测一测水温,恩,水温刚好,你快点下来吧。 莫凡笑的那个叫春光明媚,笑的那个叫蠢蠢欲动。 那,你先吧,我等等再来。 木凝雪还是把门给带上。 雪雪,过来过来,我正好有话跟你说呢,大家都老夫老妻了,还害什么羞呢,何况好不容易可以轻松下来,就应该坐一起泡泡温泉,喝喝茶,谈谈心,做做,呃,做做有意义的事情。 莫凡说道。 木凝雪想了想,却发现莫凡已经从水里爬了上来,一点也不知羞耻的跑上来要拉自己下水一起泡澡。 你躺好,我自己下去,木凝雪还是觉得难为情,急忙阻止莫凡这个没有一点羞耻心的家伙这种粗狂行径。 哦,我躺好,你自己上来。 莫凡懂了,马上滚回到了舒服的温泉水里,然后仰面朝天的躺着,将脑袋枕靠在那个有热量的石头上。 木凝雪被这个满脑子邪恶想法的家伙弄得血迹通红起来,缓缓的将小木桶放在旁边,整理了一下头发,准备下水。 雪雪,你这就不对了,水泡温泉还穿着睡衣的呀,你看这里天气冰寒地冻的,有阳光也很难晒干衣裳,这样弄湿了睡衣可不好,来,我帮你。 莫凡再次凑了过去。 我只是想洗洗身子,你别,木凝雪说道。 女人其实也有危险预警能力的,尤其是看到男人摆出这幅做得要死的样子时,便意味着你接下去很长时间想好好地做一件事情都非常难,认真学习,有狼爪会叹来,午后小睡,整个人就会从背后抱住,洗澡更需要在自己进入浴室的第一时间马上反锁门。 就莫凡现在这火热的眼神,都能把天山冰雪给融穿了,意识到不大对劲的木凝雪终于还是果断地围上了厚厚的浴巾,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穿戴整洁。 不会吧?莫凡一阵哭笑不得。 还是太心急啊,喜冤央遇这种事情,终归是有那么一些小挑战性的,这不比沙发、厨房、阳台。 摸了摸下吧,莫凡舒服地往后一躺,思考着对待木凝雪要怎么个循序渐进,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开启,还有那么多动作没有解锁,未来日子这么长,总不能再像一条咸鱼一样只有床铺和男上女下,白瞎了木凝雪那么棒的柔韧身材和自己辣的优秀低渗。 一屋。 莫凡才长吐一口舒服气,却忽然间听到旁边传出了一声类似的舒坦之音,扭过头去,发现一头白色的落水狗正学着自己的样子躺在温泉浅处,四脚朝天,小表情那个叫快活。 卧曹,你怎么还没滚蛋呢? 莫凡经得差点从拳池里跳起来。 这可是他准备和自己爱妻共同泡的拳,不是和这条脏兮兮浑身散发着口水臭味的小虎仔子。 咦呀! 小白虎对莫凡的咆哮完全无视,短短的四肢画动着,好像从来没有泡过这样舒服的热水澡,非常的喜欢。 是不是还要我给你端一盘子酱牛肉来? 莫凡没好气的问道。 小白虎点头如捣蒜。 滚滚滚,我先告诉你,别说我契约已经满了,就是还有名额我也不会收你,骗吃骗喝又骗凶,除了给我添赌,你还给我带来什么? 莫凡骂道。 第2046章半个图腾兽 小白虎听到这句话,非常不服气。 他的速度真得很快,只看到水中还残留着小白虎的轮廓,他已经窜到了莫凡的旁边,准确地叼走了莫凡那一半天山圣莲,一副要当野草那样咀嚼的样子。 小祖宗,住口! 莫凡急忙叫住他,你很了不起,麻烦放过那小花瓣,有什么不满冲我来。 小白虎发出了类似于冷哼一样的鼻音,摆出了骄傲虎王的姿态,只是嘴角边滑落下来的晶莹口水有些不太匹配。 我给你拿酱牛肉,你把花瓣还我,哦,对了,你要是还知道什么宝贝,你就去叼回来,我拿无比宝贵的十五块钱一斤的正宗酱牛肉跟你换。 说实话,像酱牛肉这样我们人类的神物,若不是你这样天山圣灵白虎,我都不愿意做交易的,你仔细想想,天山圣莲那和啃草一样的味道,能和酱牛肉咸咸辣辣的滋味相比吗? 莫凡一本正经的对小白虎说道。 小白虎一个劲的点头,他从小到小吃的天山圣莲跟寻常人家啃萝卜野菜一样,快吃到吐了,这酱牛肉实在太好吃了,哪像那些天山的钢刺牛兽,味道咀嚼起来跟铁皮没啥分别。 咦呀呀小白虎挥舞着爪子,又挽起了他最喜欢的你猜我说什么环节? 你是说,大雪把伤给疯了,你要来年春天才能够回去? 莫凡问道。 咦呀,小白虎非常开心,莫凡这个蠢货总算能够懂他语言了。 你爹妈呢,他们不担心你的吗,难道不会下山来找你? 莫凡接着问道。 咦呀呀。 来年春天他们才能出山,所以你可以在外面浪一整个冬天。 我靠,你是真的一点都不嫌事大。 莫凡有些无语了。 这小白虎到底是哪个嫌有问题啊,作为一头稀有强大的天山物种,作为一个小幼年,怎么可以这么不怕生? 爹妈没教过他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说话,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吗? 知道如今这个社会有多险恶吗? 若不是遇见自己这样的正直善良心地纯洁的青年,没准早就被包了皮毛做成一双白色虎靴了。 或许这就是人格魅力吧,哎。 莫凡仔细思考了一下,小白虎为什么会要跟自己下山,除了这个解释大概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小白虎究竟怎么安顿,莫凡也不知道,他玩心太重了,似乎从一开始就预谋着如何趁着冬天来临的这场大雪来跑下山去玩,正好乘坐上了莫凡这班车。 莫凡,莫凡。 零零脆脆的声音在屋子外面焦急的响了起来。 我在这里,怎么了? 莫凡大喊了一声。 零零循着声音跑了进来,一堆开木质的门。 臭流氓,零零转身就逃走了。 泡完澡,神清气爽,尤其是看到赵满炎,疆域,爱疆图他们还在一个劲的哀嚎冰冻窗伤口带来的折磨之痛,整个人心情就更加愉悦起来。 小零零,那么匆匆忙忙的找我什么事? 莫凡到了公共大厅,发现有些轻瘦的零零正在拿着笔,认真做着什么记录的样子。 莫凡凡凡我过去看,发现零零在画着一个图案。 你看下这是什么? 零零说道。 不知道。 莫凡摇了摇头。 那天见到天恒白虎,看到他额头上的虎痕印时,我就记了下来,然后尝试着将他的虎纹印和其他我们已知的图腾印记做了比对,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玲玲有些小兴奋的说道。 不知道。 莫凡摇了摇头。 神鹿图腾印记和天恒白虎的额印有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可对接。 玲玲说道。 这说明什么呢? 莫凡问道。 说明我们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天恒白虎就是图腾后翼啊。 并且只隔了一带。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那头天恒白虎的上一辈,就找到了天山图腾兽了。 玲玲说道。 啊,天恒白虎的下一代倒是好找。 莫凡瞥了一眼毛发惺忪的像头狮子一样的智障小白虎,接着说道,要找天恒白虎的上一代,难度很高啊,我们不可能再上山了。 可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线索。 玲玲说道。 那倒是,对了,等来年春天,小白虎的爹妈肯定会下山来接他回家,我们可以跟小白虎商量一下,让他爷爷奶奶来接。 莫凡说道。 你脑子进得冰融化了是吧? 玲玲,小孩子家嘴不要这么毒,小心以后不长胸。 莫凡说道。 哼。 玲玲,小白虎额头上也有个额印,你把他的弄进去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对接度是不是百分之二十五。 莫凡说道。 以前我以为神鹿和图腾白虎是隶属于两种不同的图腾圣兽的,没有想到它们之间竟然关联这么紧密,这么说来之前的分组有问题,天山圣痕白虎应该列到神鹿这边,玲玲一下子又陷入到了思考之中,没把莫凡说的话听进去。 莫凡无奈的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还是去处理一下天山圣连吧,这东西应该能够卖不少钱,自己超阶级的模具终于有盼头了。 莫凡刚要转身离开,玲玲忽然间大声叫了一下,吓得莫凡差点把手上的天山圣连花瓣给掰断了。 你干嘛呢,莫凡跑了回去。 你看,你自己看,你快看,玲玲指着自己的迷你屏幕,整个人处在一种惊恶的无法控制情绪的程度。 百分百。 莫凡看到了对比系统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数值。 为了找到更多的图腾,玲玲自己编了一个程序,如同指纹对比一样的系统程序,专门用来将不同的图腾之印给拼凑起来,也可以做一些图腾推演。 刚才她就是用天恒白虎的鹅印和神鹿的做了比对,其实玲玲是和其他所有已知的图腾之印做了比对,最终发现与神鹿的可对接度最高。 天恒白虎是百分之五十,说明天恒白虎的却是天山图腾白虎的直系后代,算是半个图腾兽了。 但现在比对出百分百的,又是谁的?哪个家伙是真图腾,纯正血统? 第2047章 溃赠传说 玲玲将目光转向了旁边,那个毛发轻松的像一头松尸狗般的小家伙。 莫凡也不自禁的将眼睛挪到了她的身上。 此时小白虎正在将自己整个大脑袋埋入到了装着酱牛肉的盘子里,刚洗过澡的她一下子又把自己吃成了一头猪,把里面的香酱汁拱来拱去,这一块还没有入喉,就迫不及待的要抓另外一块。 饿了几天的猪,吃起东西来也就这个样子吧,圣洁崇高的天山大概看到她这样,也会恨不得一个雪崩把她给埋了吧,免得丢了天山圣灵的脸面。 你的软件大概是坏了。 莫凡最终做出了这个评价。 没坏,我比对过了两次。 玲玲说道 你确定是她的。 莫凡接着道 不是你让我顺便把小白虎的鹅印进行比对的吗,我也只是想验证一下我的推断是否正确,结果,灵灵还是没有回过神的样子。 她比对过了,小白虎的鹅印对比不是百分之二十五,而是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说,小白虎压根就不是那头天狠白虎的小崽子,甚至从血统的角度来说,小白虎反而是天狠白虎的上一辈,时有星号是书版之类的。 这智障小白虎是我们遇到的那头天狠白虎的书版。 莫凡脸上的表情已经不能够用丰富来形容了。 嗯,而且她是一头真图腾兽。 玲玲用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的语调说道。 真图腾兽? 这头小白虎? 踏踏喵的是头图腾。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难道老天爷跟上帝一样是公平的,给了其绝世独立的强大血统,一定要赋予他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脑子,就小白虎这智商和心智子。 别说在天山了,在全宇宙都属于垫底的了。 一盘又一盘的酱牛肉,一片狼藉的大餐桌,小白虎已经彻底化为了一头小母猪,吃得那个叫丢了虎足的脸,肚子都要撑破了,还在往嘴里塞。 更可笑的是实在吃不下了,他竟然跟很多没出息的忘星人一样,把酱牛肉找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草地,泥地,挖个坑藏起来,然后飞快的跑走,生怕被别人发现了自己的宝藏。 餐厅大桌子堂,莫凡,慕宁雪,赵满言,江玉,男爵,爱江图,关于,玲玲,蒋少旭如同那天第一次偶遇时的情景,大眼瞪瞪大眼,谁都不想发表言论的样子。 这个一口气吃了我们所有客房押金的小,小家伙,真是图腾,爱江图这种板着个脸的人表情都可以用丰富来形容了。 莫凡,玲玲都重重的点了点头,蒋少旭则翻找着自己哥哥留下的拿下手杂,最终在他的一个辛勤日记里看到相匹配的段落。 天山图腾,有趣的像个孩子。 蒋少旭读着这段总结。 蒋少君见过了很多图腾,并用日记的方式隐晦的描述出来。 蒋少君从来不去打搅图腾,他只是证明他们存在着,为了不让图腾被现在这个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加害,他在记录中都抹去了很多图腾的特征,栖息地,习性,所以蒋少旭现在也只能够去猜,去剖析解读自己哥哥要表达的意思。 还用相吗,说他是个孩子都高估了他的智商。 莫凡揉了揉太阳穴,开始头疼起来。 你说天恒白虎是图腾兽,感觉更能接受太多了,为什么这个虎头虎脑的小白虎会是最正统图腾啊? 别的图腾,那都是经历了不知多少苦难,更经历了不知待的相伴,信任,守护才最终化解了种族矛盾,相亲相爱的在一起,这小白虎倒好,跟一块牛皮糖一样死活要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就没见过这么没有不自爱的图腾兽。 那,邵政当年遇到的什么天山圣虎,是他吗?赵满言忽然想起了这个问题,开口问道。 我去问一下。 玲玲说道。 玲玲去询问议长秘书,正好这三更半夜的,邵政也没有睡。 打开了视频,玲玲将自己的电脑转向了在餐桌上依依不舍的小白虎。 玲玲,你新养的小泰迪吗?好可爱哦,不过邵叔叔明天还要去海外一趟,下次去有看你,邵叔叔给你带点海外狗狗零食,邵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温和的笑着道。 一桌子的人听完邵政的话,表情都跟冻上了霜一样。 好吧,邵政以为玲玲少女心泛滥,在秀他新养的宠物狗,分明是小白虎,怎么就,算了,酱牛肉的汁已经让小白虎换了一身毛了。 玲玲也被邵政雷得不行,在他要关视频前急忙道,一掌,你年轻的时候遇到的天山圣虎是这祸吗? 啊?你们听谁说的? 邵政诧异道。 整个天山都在传,你年轻的时候在天山遇见了天山圣虎,得到了圣虎的馈赠才一逐步踏上人生巅峰。 赵满言抢过话来说道。 邵政听到这句话,笑着摇起头来,想开口解释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起。 过了片刻,邵政才回答道,我没有遇到过天恒圣虎,我遇到的是一个人,我担心他受到伤害,所以说成了是天恒圣虎。 遇到个人,大家面面相去。 是一个跟灵灵差不多大的女孩,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那,只是当时我正好遇到了一个心里过不去的剑,看到她在天山辛苦而又坚强的活下去的样子,感触很深很深,她送给我一些只有天山才会生长的小品种,也算对我修为突破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关于我的传言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没有获得什么天山圣虎的馈赠。 只是我想每一个到过天山的人,心境会在白雪茫茫中发生变化。 道路坎坷不及天山之路,人间友情好过荒冰冷雪。 邵政说道。 邵政这番话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尤其是莫凡和慕宁雪。 一个和灵灵差不多大的女孩,在天山之中。 算算时间,邵政如今四十左右,秦宇儿十几岁被抛弃在天山不正是二十多年前吗,也正是邵政年轻独闯天山之时。 那天山圣虎的馈赠这个传说是假的,赵满言说道。 不算是假的吧,天山确实有一位对人类格外友善的圣灵,他也是人类罢了,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为了保护他说成了是天恒圣虎,而只受到帮助却没有见到他现身的人,自然以为是天恒圣虎。 听完这句话,莫凡和慕宁雪都挣住了。 身处不幸,带给他人的并非冰雪,是这样一段流传在天山的馈赠传说。 而这样的人,此刻正被当作一端,被一群人类至高者合力讨伐净除。 第2048章 积拿到圣城 邵政似乎被勾起了回忆,刚才还一脸疲倦困意十足的样子,现在却已经在跟他们这群人聊起年轻时候了,一开始大家还很感兴趣的听着,可说着说着,其他人开始犯困。 议长,您不是说明天还要去海外一趟吗,早点休息呀,下次再听你说你年轻时候意气风发的故事。 莫凡打着哈欠,大有一种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感觉。 没事,没事,到那边要到时差,这个点阿根廷那边才开始起床,我要在那里待上个半个月,正好你们提醒我了。 邵政说道。 不是,我们年轻人都比较讲究养生,泡个温泉里面都放着枸杞,您精神抖擞就多操心点国家大事,我们顶不住了,先睡了。 莫凡说道。 邵政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最后只能够和其他国府成员们打了声招呼,结果发现爱疆图,男爵,关于几个早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根本没有把他那段最精彩的怒对英国大王子的事迹给听进去,气得邵政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苦茶。 关了,关了,以后没什么事别深更半夜谈我视频。 邵政说道。 早点睡。 睡什么睡,我到时差。 邵政美好气道。 莫凡善善一笑。 关掉了视频,莫凡,凌凌,赵满言,慕宁雪等人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江玉才满脸忧怨的说道,早告诉过你们了,一掌是一个回忆狂魔,有一次他去帝都给我们讲课,那边韩国的大使在顾宫廷等他,他本来只是给我们上四十分钟的课,结果生生的讲到了天黑,把我们所有人给饿的。 好吧,我今天是见识到了,下次我绝对注意。 莫凡说道。 才说上几句话,忽然莫凡的手机疯狂的响了起来。 莫凡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乖乖,一掌邵政,不是他秘书的电话,还是他本人的。 不会吧。 他这是要跟自己彻夜长谈了吗,国府队的八个人全在这里,凭什么就打自己电话呀,饶年轻人一命吧。 莫凡。 邵政声音低沉了一些。 恩。 莫凡感觉邵政的语气变化很大。 一才院的人在天山。 邵政问道。 对。 莫凡回答道。 阿根廷不去了,我得前往一才院一趟。 邵政说道。 怎么了,莫凡愣了愣。 刚才和你们说到的那个天山上的女孩,她后来成为了国府选手,在世界学府之争大赛上展露出了太过强大的力量,被一才院的人给盯上了,据说是被一才院给冰封在了天荒冰痕最大的冰痕之下,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从冰痕中解脱出来,就在刚才有人告知我,一才院将她从天山积拿,并越过了我们西面国界,正返回欧洲盛城。 该消息就在邵政刚关掉了电脑,秘书连门都不敲遍跑了进来。 邵政忽然想到莫凡等人就在天山,想来他们会知道这件事,于是立刻打电话过来询问具体细节。 被击拿。 不可能啊,他们的九芒谷镇已经被破坏,风山大雪到来,那几个才教必须离开天山,他们是不可能继续待在那里的。 莫凡惡道。 被击拿。 不是明明已经摆脱了吗,风山大雪下,那四个才教又是怎么做到的? 看来他们果然使用了禁术,一才院的这帮家伙简直无法无天,在我们国土上动用这种能力,还有没有把我们天山的子民放在心上。 邵政异常愤怒的说道。 禁术。 他们使用了什么禁术,一才院不是打击禁术的吗,怎么他们自己使用禁术? 莫凡完全没明白邵政在说什么。 这件事你暂时不用知道。 邵政说道。 他们现在在哪,我去结他们。 莫凡同样愤怒。 不行,你不能去,你把一才院当做什么了,说结就结的吗,莫凡,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组织你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一才院绝对不行。 邵政重重的说道。 我不能让秦宇儿落到一才院的手上。 他是总教官唯一的牵挂,总教官做了那么多牺牲,如果我连这点事情都不能出手相助,那怎么对得起他? 他发起了冥界战争,等于是在保护着我们内陆的疆土,莫凡说道。 你说的我很清楚,一才院这边我会去交涉,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飞鸟师去,你和慕凝雪都不许轻举妄动。 邵政说道。 莫凡应了一声,心里却不是非常想答应。 莫凡又不是傻子,如果由邵政这个代表着国家魔法协会的最高层去交涉,一才院根本里都不会理他。 一才院和圣才院都高于魔法协会,从来只有他们要求魔法协会做配合,哪有魔法协会的人对他们指手画脚的,莫凡自然知道邵政不让自己干涉这件事,其实只是想保护自己,毕竟一才院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一端嫌疑给洗去,只要自己敢和他们正面。 抗衡,他们马上就给自己扣上一个大一端的帽子,让自己名正言顺的进他们的牢笼中接受刑罚审判。 莫凡,怎么办? 慕凝雪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得马上通知斩空老大,现在只有他能够救他。 莫凡说道。 莫凡知道这件事自己真的无能为力了,哪怕使用恶魔之力,在圣城那些真正的高手面前也不堪一击,欧洲圣城中不仅存在着禁咒法师,更拥有自己费尽一切力气都撕不开的禁制,在天山,若是几个才叫,莫凡和慕凝雪还能够尽全力处理,一旦被带到了圣城,他们两个人的力量便真得非常渺小。 好。 慕凝雪点了点头。 莫凡前往古都,现在还留在古都古墓里的人只有九幽后,其他王军都在冥界战场当中。 来不及休息,直接飞往古都,九幽后特意留了一些方式,让莫凡好联系上他。 到了一灵堂,莫凡在灵堂上面上了一炷香,九幽后那张妩媚的脸庞就有鬼虚到真实,慢慢的从灵牌位置往莫凡面前凑。 不等九幽后卖弄风骚,莫凡急忙道,老大的女人被异财院的抓走了,你赶紧跟斩空老大说一声。 第二,零四九章最无可赦。 莫凡也是心急,王灵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配备一台手机,非要用这么古老的方式做通讯,这样往古都一趟,再等九幽后把消息传递到冥界去,那几个混蛋才叫早就把人关进异财院死牢之中了。 哦,我现在就和王说。九幽后马上收起了那即将展露的笑容,整个幽灵身躯又迅速的消失在了灵牌里。 莫凡焦急着,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像除了把这个事情告诉斩空,什么也做不了。 但愿邵政那边能够利用自己的手腕多拖延一下那几个异财院成员的步伐,让他们不至于那么快抵达欧洲盛程。 我与王说了。 九幽后又忽然飘了出来,声音吓了莫凡一跳。 怎么样? 莫凡说道。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我就是用一点通明手段给大王发了个电报,我怎么知道怎么样了吗?你说的那个女人,毕竟都是大王生前的事情了,没准大王早就对他没有情意了,埃及那般老鬼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大王眼瞅着就要一统冥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小女人大动干戈,亦才愿可不好惹。 九幽后说道。 这是你的想法吧? 九幽后,你就别打老大心思了,他不会看上你的。 莫凡说道。 放屁,我天生丽质,死后更是群星陨落,万花凋谢,那个秦宇儿怎么可以和我相比,想我当上女皇的那段时间里,你们这些人的祖祖先全是我的小迷弟。 九幽后说道。 什么女皇,你武则天? 别搞笑,我看过你的牌匾,莫凡说道。 谁告诉你中国历史上就只有一位女皇帝的,你们那些破历史书能信吗? 九幽后气急败坏的说道。 拜托你别玩了,赶紧告诉我展空老大打算怎么办。 莫凡说道。 还能怎么办,哼,我真不明白你把这种事情告诉大王干什么,不等于害他吗? 难道你真就以为一财院会为了一个冰天赋的女人这么大动纲戈,如果一财院真的要对付秦宇儿这个异端,为什么不当场净除,还特意带回到欧洲盛城,拜托你们这些还活着好好的人用点脑子。 九幽后没好气的说道。 莫凡一听,整颗心沉了下去。 一财院行事风格都是直觉处决,假如后来他们确实使用了禁术,那此时得到的消息怕是秦宇儿死讯,他们这么大费周章的将秦宇儿带回盛城。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展空老大便是亡灵王? 莫凡不解道。 莫凡,世界要真的如你想的那么简单,历史上就不会那么频繁的爆发战争了。 九幽后说道。 你是说一财院,圣财院与黑教廷也有勾结。 莫凡说道。 知道展空是秦王的,怕是只有黑教廷的成员了,韩记,萧烈王,著蒙他们是绝不可能把这么惊人的消息放给他人的。 有必要勾结吗? 一财院和圣财院放着自己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不要,去自毁的和黑教廷勾结。 有黑教廷的人为他们服务,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这对他们铲除黑教廷职责又不构成任何不影响,在为了某件事上交换点信息也不违背什么。 九幽后说道。 黑教廷和义财院,圣财院交换了某些信息。 胡夫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在冥界把他们逼得那么紧,你觉得神通广大的他怎么不会利用阳间的阴谋来搞一些恶心的事情? 九幽后接着说道。 那这到底是谁的阴谋? 莫凡问道。 哎,你怎么还没有动呢? 谁的阴谋都不是,只是大王这样的存在,威胁到了他们原本牢不可破的体制,宁界,魔法协会,帕特农神庙,国家,世界联盟,只要感受到了来自同一个人或者势力的威胁,不管义财院还是黑教廷,都能够暂时的握手合作。 你忘记了你岳父是怎么死的了吗? 九幽后说道。 我岳父没死啊,哦,我已为你说穆卓云呢,我倒希望他短命几年,你说的是文太。 莫凡说道。 除了他还能有谁呢,他是异端吗? 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吗? 他除了过于耀眼夺目,阻碍到太多人的利益之外又做了什么? 圣财院还不是把他给做了,想做掉他的人有怎么可能只有圣财院,圣财院只是领头羊,想他死的人推波助澜,其他势力只要不站出来反对,都是默许。 所以管你是黑是白,送到地狱。 一个连神魂都不承认的一枝杀,哪里有那么大的能耐说让圣子倒台就倒台,他只是很聪明的利用了跟他想到一块的那些人。 九幽后说道。 莫凡有些诧异的看着九幽后,没有想到九幽后成天蹲在自己的灵牌那里偷笑的盯着别人给他烧香,竟然了解世界大事。 这个灵堂庙宇里有一台能翻墙的电脑布城。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针对斩空老大的阴谋,异财院本就不希望看到有这样的人存在,胡夫更在利用他的神棍之术推波助澜,黑教廷提供了关于信息,莫凡整理了一下思路。 把自己国家也算进去吧。 可不是所有人都希望邵政独揽大权,虽然谷都平静这件事算是你的功劳,但现在谁都知道你是邵政的人。 内陆安定,沿海防范,全是邵政在主持,他挡住了太多人的利益,让其他议员们看上去跟废物一样,所以处理了大王,也等于给邵政当头一棒,到时候无暇顾及内陆的邵政最后只能够把大权分割。 九幽后说道。 莫凡听的心都在颤。 这是真的吗? 莫凡问道。 千辛万苦将谷都安定下来,更让躁动的亡灵在整个国家最危险的时期进入到冥界,将一直妄想入侵国土的埃及亡灵给死死压制着,如果邵政是人们已知的护国领袖,那展空总教官就是冥界的定将统帅。 冥界金字塔在北疆那场灾难虽然没有公布于众,但没有展空总教官,整个北部如今不知会变成怎样一副地域场景,到时候又还有几个城市,又还有多少人能够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躲在城市里过着安逸生活。 而要破坏这份在悬崖肩上平衡安定的人,还很可能包括自己国家的某些黑手。 如果是,这种人真得罪无可赦。